第891集 安迪 你一个国际杀手 从未失手过 但是国内档案库里 早已有了你的材料 虽然还没有直接证据 证明就是你干的 但是在我这里 我不需要什么直接的证据 因为这个地方很可能 就是你最后的归宿 当然了 这也要看你的表现 你要是痛快地回答我的问题 我也就不会把你怎么样 否则的话 我有的是招数 把你折磨得没有人一样 你的组织估计也不知道 你现在在这里被关起来了 不然的话早就在救你了 丁长生说道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只是一个留学生而已 如果我失联的时间过长 我的家人和大使馆 都会找中国警方的 到时候 我不信他们找不到这里来 安迪非常自信地说道 可是无论丁长生怎么说 怎么审 都是无尽于事 甚至丁长生第一次狠狠地用皮带抽了他 可是这个女人 她是受过训练的 好像是特工组织都会有这么一个训练 一旦被抓 在被审讯的时候 自我催眠 而感觉不到疼痛 所以你就是打得再厉害都无济于事 这是一个朋友送我的 你帮我查一下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能干什么用 丁长生进了秦丽山的诊疗室 把他吓了一跳 还以为丁长生又来找事 行 放我这里吧 我待会儿送花言室 秦丽山说道 周一斌还是没消息吗 丁长生明知故问道 没有 我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我现在只是想着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 其他的事我不再奢求 秦丽山说道 可是周一斌给你留下不少钱吧 丁长生问道 是 丁先生要是想要的话 我可以把那些钱都拿出来交给你 我的工资能够养活我孩子了 秦丽山说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白小涛作为周一斌的合法妻子 似乎更应该得到这些钱 要是你有机会的话 给他一部分 怎么说你们的孩子都是同一个父亲 要是周一斌哪天回来了 也会感激你 丁长生说道 说完这些事 又感觉自己真是太多事了 这些都是周一斌那个混蛋惹下的麻烦 关自己屁事啊 我知道 我会找机会做的 那个药剂检验结果出来 我给你打电话 秦丽山不敢看丁长生 总感觉这个人的眼睛像是刀子一样 能一下子把人的心给挖出来 行 先走了 本来是想下午回两江的 离开了好几天了 再不回去就不像话了 在走之前 翁兰一请他吃饭 怎么着 你也想像那个外国妞一样 有想要吗 丁长生说道 我敢吗 我找你是想问问 你说话还算不算说 翁兰一说道 我这人最没谱的就是乱承诺 到了最后总是忘记自己说过什么 你说的是哪些话算不算说 丁长生问 我要是帮你 能不能把我和我父亲的事给免掉 翁兰一问道 丁长生一愣 好一会儿才说道 我和你父亲没任何关系 但是我和你有关系 所以我只能是帮你 你爹的事一来是比较大 我没那个能耐 不过要是判了 我倒是可以疏通一下里面的待遇 你吗 只要你听我的话 我就不会让你出事 听了丁长生的话 翁兰一愣住了 意料中的答案 但是依然会感到很伤心 出什么事了 丁长生喝了口茶问 我父亲给我打电话说 让我赶紧走 前段时间刻别出事 何家生去北京活动了好长时间 最后这事才算是平息下来 但是那位何家生说话的老头死了 翁兰一非常无力地说道 丁长生这才明白 他今天为什么这么消沉 笑笑说 你们把希望都寄托在那个老头子身上 他什么时候死 你们就什么时候崩 这不是早还知道的吗 怎么还会有这样的表现呢 怎么着 你不拉准走吗 汪兰还走得了 已经被边控了 根本出不去 我就想让你给我个实话 你到底能不能帮我 我现在能信的也就你一个人了 翁兰一说道 嗯 我让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我保证你没任何问题 甚至等北人的事完了 你依旧是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 怎么样 就看你敢不敢跟我 丁长生说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 所以我答应你 你说怎么办 我就怎么办 翁兰一说 嗯 那好 为了我们的合作 今天得吃好点 把你们这里的拿手菜都过来一份 丁长生说道 这什么菜啊 丁长生看到端上来一盆菜 有黑有白 白的是豆腐 他认识 但是黑的是什么 看得不是很清楚 这是西方府大师傅的拿手菜 泥鳅钻豆腐 泥鳅钻豆腐 丁长生拿着筷子挑了一下 发现果然在一大块豆腐里 有不少的泥鳅 但是都被煮熟了 嗯 泥鳅洗干净 放在青水里倒一天泥沙 然后将豆腐放在锅里 再把泥鳅也放在锅里 加水 慢慢加热 因为热的原因 泥鳅就会拼命的找粮上的地方钻 尤其是喜欢找洞穴钻 可是都在锅里能钻到哪去呢 所以最后都是被煮熟了 撒上佐料很好吃 汤也很鲜美 尝一尝 翁南依亲自为丁长生 盛了一碗汤 嗯 的确是和妹妹 哦对了 你店里还有泥鳅吗 或者是扇鱼之类的 我要活的 走的时候给我带一点 丁长生说道 你要这玩意干嘛呀 我这里多的是 你想吃的话 来这里坐就行了嘛 你要是不方便的话 也可以坐好了 给你送过去 翁南依竭力想要巴结丁长生 因为父亲的话 让他一下子就慌了神 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想走 走不了 想留下 这里危机四伏 可以说现在只要在北原这个盘子里的人 都知道自己已然成了别人的佳肴 只带怎么处理而已 所以不管是翁南依还是其他人 都在想着自己的退路 不用了 我有其他用处 哦对了 你还得再给何嘉胜回报 车家和在居心公司拿了多少钱 把钱用到什么地方 你要是需要他在国外的地址 我可以给你提供 或者是他家前妻 在国外花天酒地的情况 这都没问题 我要的是何嘉胜把车家和给逼急 丁长生说道 没问题 我会再找何嘉胜回报 但是我爸的事 我还是希望你能上点心 我什么都可以 我在国外也有钱 也可以给你 但是我爸他那么大年纪了 这事我说了不算 还是那话 要是他真想为自己的后半生着想 现在就去找有关部门 把何嘉胜干的那些事都揭发出来 你问问他肯吗 肯定不肯 他们这些人都是老成精了的 所以你该知道他不会轻易出手的 丁长生说道 丁长生下了车 发现叶怡君的汽车也在别墅前顶着呢 于是提着东西下了车 进了别墅 在地下室的门口 遇到了刚刚想上来的叶怡君 来给他送点吃的 你怎么来了 我以为你回两江了呢 叶怡君说道 这个人处理不完 我没心思回去 现在处处危机 我很想知道这个家伙是谁派来的 可是打死都不说 那个打得太狠了吧 身上很多都结痂了 你要打死了他 再想打听消息更不可能了 所以嘛 我想了个别的办法 把这个东西拿到楼上的浴室里 丁长生把东西递给了叶怡君 不一会儿 丁长生扛着半昏迷的安邸上了楼 然后将其扔到了浴缸里 此时浴缸里还没有水 丁长生开始放凉水 然后把花洒浇他 冰凉的水淋在他的身上 他瞬间就清醒了很多 我没时间在这里和你好 我很忙 我在最后问你一遍 你到底是谁 是谁派来的 到底为什么要对我鼓励 你要是还不说 待会儿一些后果 你自己负责 丁长生说道 安迪惨笑一下说 你让我说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这是在冤枉我 丁长生把刘震东查到的信息 从手机上给他看 说道 你看这是什么 你在中国境内就实施了五次暗杀 无一失手 现在成了国际暗杀组织 就中国大陆的首席杀手了是吧 你要是想冤枉我 怎么都会刨制出一些理由来 但这真的不是我 丁长生不在里头 将其双腿分开 然后在两个脚踝之间 绑上了一根棍子 这样他的腿就不会闭合上 然后将那一桶活的泥臭扇鱼 倒在了鱼缸里 女孩子有天生怕的东西 蛇是一种 而鳝鱼和蛇长得差不多 还有那些滑腻腻的泥臭 让人瞬间就会产生一种惊悚的感觉 你可能不知道这些东西 我今天吃了一道菜 受到了启发 所以拿回一些活的 试一试 你想干嘛 叶宜君也是一勒 站在门口问道 现在这些泥臭都是活的 但是在凉水中 我要是此时往浴缸里方热水 水一热 泥球和湛鱼就会找一些凉爽的地方钻 当水的温度高于人体的温度时 他们就恨不得找个凉爽的洞穴钻进去 这个时候 你这边这个门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所以他们就会纷纷钻到你的下面去 到时候你就是再叫喊夜晚 直到他们都钻进去为止 丁长生说完 开始调成了热水模式 往后浴缸里注入热水 安迪自然是听懂了丁长生的话 本来那些东西在自己身边游来游去 滑腻的感觉就非常的惊悚了 再加上刚刚丁长生的解说 他更加的害怕了 于是双脚着力 想要把自己的屁股撬出水面 避免让那些东西钻到自己的下面 丁长生笑了笑 并不理会他 只是不断的加热水 然后就看到那些泥臭扇鱼之类的 开始不安起来 游动的速度也快了很多 到处乱窜 我最后再问一句 你要是说了 我把你拉起来 你要是还不说 那我就真的下手了 安迪依旧是一声不吭 丁长生猛地抬起脚 踩在安迪的小腹附近 然后将其硬生生地踩到了水里 然后他被烫得哎呦一声 可是随即而来的 却是更加的恐怖 因为那些泥臭和扇鱼 果然在他的下面 开始不断的聚集 然后就是疯狂的 想要钻到他的身体里去 我说 我说 放我起来 我说 安迪终究是没挨过这样的酷刑 后来丁长生在网上看到 这是军统头子戴笠 审讯女间谍的惯用手段 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做游龙入风 只不过戴笠更狠 她是把日本女间谍固定在水池里 除了放入泥袖和扇鱼等喜欢打洞的之外 还会放进去老鼠之类的镊齿类动物 在热水的刺激下 这些东西都会发疯的啃噬 或者是找一些洞穴躲起来 这样的刑罚不要命 但是却足以让人崩溃 尤其是对女人来说 这一招屡试不上 每每都会让女间谍屈服招供 然后只求一死 尽管安迪屈服的快 但是丁长生仍然在他的下面拽出来了一条 钻了一半的扇鱼 然后安迪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说吧 谁派你来的 你要是敢骗我 我还会把你扔到里面去 让那些东西在你下面安营扎寨 丁长生说道 我的经纪人是一个中国人 他为我接中国的胆 然后我去实施 至于是谁委托的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都是在网上找雇主 先付一半的定金 然后另外一半事后付款 安迪说道 那好 把那个人给我找出来 否则的话你还是脱不了身 而且我可以给你双倍的价钱 去把雇主给我干掉 不然的话你自己也走不了 丁长生说道 我可以打电话把他叫来 让他去哪 你说地址 我可以约定和他在哪里见面 安迪说道 你要是敢耍我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丁长生说 为了以防万一 丁长生还是没敢把安迪 带出去和那个人约见 依旧是关在地下室里 按照安迪的陈述 丁长生能大致知道对方的长相 而且丁长生还让安迪在酒店定了一个房间 丁长生先去等着 只要是走进那个房间的男人 肯定就是安迪在大陆的经纪人 看得出来 对方很谨慎 就连和安迪通话 使用的都是一声变声软件 而且约定的时间也是一改再改 安迪倒是很淡定 因为和他联系的这个人 一直都是很谨慎的人 而且要想和这个人见面 至少也得提前一天预约 这让丁长生有些焦躁不安 别着急 要不要我替你去 叶宜君问丁长生道 你去干嘛 对方是个什么的人我还不知道呢 万一要是个混蛋 我怎么能让你去冒险呢 你帮我盯着这个女人就行了 丁长生说道 因为这件事 丁长生不得不继续在北园逗留下去 好在此时何家胜为了两会 和北京老靠山的死焦头烂额 根本就无暇顾忌到丁长生 也给了他机会 而两江方面呢 他在不在都没什么影响 他不在两江 朗国庆他们反而是觉得轻松了很多 但是他不回两江 不代表没人惦记他 这不 从北京来的客人刚刚从北原下了飞机 就给他打电话 问问他在不在两江 接到这个电话后 丁长生也是疑了 因为自己和这个人不是很熟 只是打过一次交道 好像还吃过一次饭 丁先生 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我们本来是没想来麻烦你的 但是小韩说你去两江工作了 我们正好也要去两江 所以就先打个电话问问 马思颖娇笑着说道 啊没事 我这几天正好在北原 有些事要处理 所以你们也是巧了 要是明天再给我打电话 我可能就回两江了 哦对了 你们怎么想起来去那个地方了 很穷的地方啊 难道也有好东西吗 丁长生知道马思颖和他的男人 莫小渝是晶莹古董的 所以很奇怪 怎么会对两江有兴趣 莫小渝对丁长生 一直都充满了好奇 但是丁长生 好像对他不是很感冒 毕竟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 丁长生对这些东西 也没多大的兴趣 啊 前段时间 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 副省长家族墓地着火事 我在网上看了 觉得那个墓地很有意思 所以过来看看 莫小渝说道 好吧 看来都拿那里 当成了旅游景点了 现在还有不少人来玩呢 那你们是在北原住下 还是马上去聊家了 反正丁长生这一会儿也没事 亲自开车去机场 接到莫小渝和马思颖 毕竟多个朋友是没错的 再加上原始地产上访的事情上 马思颖的哥哥给出了不少主意 少走了不少弯路 现在看来 那些主意都是正确的 这也是人情 丁先生 你要是在北原 还有待几天的话 我们明天去两江也可以 希望我们俩请你吃个饭吧 马思颖说 嘿 你这话说的 到了我的地盘上了 哪能让你请吃饭呢 这样吧 你们先住下 待会我们出去吃饭 好吧 丁长生问道 于是丁长生把这两口子 安排到了叶家的酒店 然后顺便去找了叶文秋 问问原始地产的情况 依然是很强硬 好像同家港的命令 根本不管用了 现在是何家盛在主导这件事 同家港只是挂名而已 税款已经补缴了 可是依然不依不饶 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叶文秋说道 目的就是让你们自己先垮了 所以你们现在千万不要乱 自己不能乱 自己要是先乱了 那就更乱套了 做好几个工作 第一是工程不能停 一刻不停地干 第二工资不能停 你们自己筹钱也好 我帮着筹钱也好 总之员工不能乱 一定要挺住 这是何家生最后的疯狂了 我也搞不得 他现在自身难保 还执着一把原始地产搞垮 到底是为什么 丁长生自言自语道 叶文秋也是摇摇头 搞不懂到底是谁疯了 吃饭的地方 依旧是定载的齐王府 丁长生特意让翁南一作陪 这是我北京的朋友 莫先生 马小姐 这位是齐王府的老板翁总 都是自己人 请坐 这位翁总就是科夫省长的前妻 两个人离婚好多年了 所以你们要是想了解一下 柯家的祖坟 问问他可能知道 丁长生说道 丁市长 你是惨战我呢 自从我和柯北结婚 我从来没去过他家的祖坟 我上哪知道去 翁南一摆的丁长生一言说 哼 好吧 是我急错了 对了 莫先生 你对柯北家的祖坟 怎么这么感兴趣 刚来的时候 我没好意思问 其他人好奇也就罢了 你这个身份的人 也对这些玩意儿感兴趣吗 丁长生问道 啊 纯粹是好奇 网上传的神乎其神 好像柯北家自从签坟之后 柯家就发达了 但是最近却遭了灭顶之灾 不少风水士去那里看过 发现柯家的祖坟 其实是藏在一个大墓的上面 我现在正在和国家文物部门合作 要是真是那样的话 这可能是一个新的发现 也是为国家的文物事业 做点贡献吧 莫小鱼说道 葬在一个大墓的上面了 翁兰伊看看丁长生 没有理解莫小鱼的话 丁长生倒是理解了一些 他说道 没听说那里有什么名人呢 大墓 能到到哪去呢 啊 我查过史料 发现两江市 其实以前是有名的水路码头 富豪巨古可是不少啊 所以很难说那里不是一个富豪的大墓 以前的风水先生还是很厉害的 如果柯家的墓地下面 真的是有一个大墓 这也能解释 为什么柯家千坟之后发达了 莫小鱼说 既然因为千坟这么厉害 那为什么后来又不行了呢 丁长生不信这些 也就当是一个吃饭时 无聊的谈资罢了 但是莫小鱼却解释得很认真 别人认真 自己就不好再雕砍了 所以丁长生后来 也是认真地听这些事 这要看下面的古墓 是不是发生什么变化 如果一直没什么变化 当时给柯家出主意的风水师 可能没遇到到后面发生的事情 所以一场大火 导致当时的风水格局发生了变化 而这个变化 对柯家来说是致命的 所以一场大火烧掉了一个副省长 莫小鱼说道 莫先生是一个奇人 在国外很多地方都遇到过这种神奇的事情 所以今晚的饭局肯定很有意思 莫先生 你要是不把我们当外人 给我们讲一下 我们也长长见识 丁长生笑道 这些事对莫小鱼来说 一点也没有压力 他也知道 自己那些经历要是讲起来 真的会把这两个人给吓住的 莫先生 我倒是对一件事非常的感兴趣 我相信很多女人都感兴趣 就是情人骨是真的吗 翁南伊问道 第892集 翁南伊问这话时 还看了丁长生一眼 丁长生吓了一跳 我靠 你问情人骨 你看我干嘛呀 不过 莫小鱼的经历 确实是一个传奇 他讲的很多事情 在丁长生看来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可是看起讲这些事情时的脸色和神态 好像这些都是他经历过的 这是让丁长生感觉到 不可思议的地方 那莫先生 什么时候有空的话 给我点成人骨吧 翁南伊说道 莫小鱼现在吃着人家的 还要去两江 所以自然是满口答应 但是过后怎么做 那就是看以后的了 毕竟表面上打哈哈的事 谁都会做 吃完饭 丁长生送他们去酒店 一路上丁长生都在想 莫小鱼说的那些问题 尤其是他用骨虫控制别人的事情 丁长生也是非常感兴趣 但是自己是一个政府官员 不是莫小鱼这样混江湖的 要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 送他们回的酒店 丁长生就离开了 这位丁先生看起来心事重重啊 看来这一趟的行程不会很顺利 莫小鱼对马思颖说 我问了 丁先生人不错 你可以试着和他多交往一下 而且这个人特别义气 上次帮了我们 我们一直没机会感谢他 要是他在北原有什么难事 我们能帮忙的话 正好可以把人亲还了 莫小鱼说 哎 我也想啊 可谁知道他什么事 杀人放火你干呢 我这不是说说吗 看看什么事再说呗 灯再次亮起 在黑暗的地下室里 灯光每次忽然打开 安迪都要好久 才能适应灯光的亮度 明天我去见你说的那个经纪人 要是他不来 或者是你敢骗我 我就把你装到一个大的汽油桶里面 然后在里面放上泥酒和扇鱼 再给几只老鼠 然后往里面加热水 到时候让他们都钻到你的身体里去 所以你最好是不要骗我 还要祈祷那个家伙 肯定会来和我见面 丁长生的手 抚摸在安迪的脸颊上 安迪此时浑神发抖 一个是因为冷 一个是因为丁长生说的那个场景 简直是要吓死人 人不怕死 一刀下去那是最好的结果 可是人怕疼 怕死之前的各种折磨 那是最要命的 我真的没骗你 他要是没来 一定是发现了什么问题 我们一直都是担心联系 我没告诉过任何人 所以他一定会来的 那你知道这个人叫什么 长什么样吗 知道长什么样 但是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我真的都不知道 他是在网站上找的当地经纪人 但是人很靠谱 每次提供猎物的资料都很详细 而且消息都很准确 所以我从未失手过 只有你这次 这只要是怪我太急躁了 安迪心有不甘地说道 这么说 你是很后悔没杀成我了 看来你还真是死心不改啊 说着 丁长生一脚踢在安迪的腹部 安迪立刻捂着肚子 蜷缩成了一只大侠 在地上不停地打滚和抖动 但是丁长生心里 生不出一点怜悯 要不是自己警惕 现在自己就躺在太平间了 秦丽山把那瓶液体的检验结果 发到他手机上了 结论是 只要一滴毒液 四五个小时之后 就会突然发作 死因和突发心机梗死 非常的行 而且安迪也交代了 那一晚 他的确是要给丁长生下药的 所以每每想到这里 丁长生都是心有余悸 等我查出来谁是幕后主使 我出双倍的价钱 你去把人给我宰了 怎么样 丁长生蹲在地上 看着光着身子 在水泥地上打滚的安迪问道 安迪当然是点头答应 但是丁长生却不敢再相信他 一大早 丁长生去了医院 秦丽山还没正式上班 刚刚在诊疗室换了衣服 丁长生就退门进来了 看着一身白大褂的 秦丽山 丁长生笑笑 上前用手指 托起他的下巴 秦丽山也不敢动 他做了最坏的打算 那就是被丁长生 按在里屋的 诊疗床上侵犯 但是丁长生 好像是对他没什么兴趣 我的东西呢 丁长生问道 在这里 这东西哪来的 一定要保管好 一旦喝下去 没救 也来不及 秦丽山说道 这么厉害 丁长生问 我的一个朋友亲自做的化验 按说这是违反医院规则的 一旦被发现了 我们都要被开除的 所以这事到此为止 不要再出现了 秦丽山小声说道 你放心吧 我不会连累你的 哦对了 周一斌还没回来吗 丁长生假意关心地问道 不知道去哪呢 反正有他没他 都一样过日子 你上次说的事我都做了 白小涛那里又给了一半 我现在问心无愧了 秦丽山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 拿着手里的药瓶说道 这事不要告诉任何人 否则你就见不到你孩子了 说完 丁长生拿着东西出去了 秦丽山像是虚脱了一样 扶着桌子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好半天都没缓过来 每次丁长生到这里来 对他造成的心理压力 好久都缓不过来 丁长生等在酒店的房间里 因为怕对方提前来 所以丁长生躲在约定的房间 对面的房间里 看看到底谁会来这里 按照约定 谁先来 就从前台拿卡进门等着 虽然这一次不是最危险的一次 但是对他来说 如果自己真的上了安迪的当 那么现在自己早就变成了尸体 这是最让他心有余悸的地方 丁长生打定了主意 等把酒店里的事料理清楚了 回头请莫小鱼过来 对安迪做一个全面的改造 把这个外国妞彻底改造成一个听话的人 一句话 那就是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时间差不多了 丁长生站在门后 通过猫眼观察着对面的情况 只要对方来 就一定不会让他跑了 脚步声渐渐临近 丁长生看向对面 等到一个男人走到了门口 然后左右后看的时候 丁长生看到那张脸的时候 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居然是他 待到对方进入了门之后 丁长生这才开了门慢慢的出去 然后拿着卡刷开了对方的门 可是当丁长生进去之后 并未看到对方 听到了门口轻微的呼吸声 不用说 对方正在门后躲藏着 丁长生用足了力气向门撞去 直接将背后的人撞了一个措手不及 再加上丁长生用的力气很大 所以当丁长生躲开之后 门后的人被撞到了鼻子和头 此刻鼻涕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卧槽 你他妈有病啊 用这么大力气干嘛 对方说这话时 眼看到的不是一个女人应该穿的鞋 这分明就是一个男人的脚 他顾不得鼻子被门撞破了 慢慢的抬起头来 陈开春 直到刚刚我看到你之前我还在想 来的人会是谁呢 没想到是你 这真是起了怪了 我没找你的麻烦 你倒是时时刻刻都不忘了给我下个挖坑啊 我真想问问你 你们陈家就真的那么想我死吗 丁长生坐在椅子上 看着还没站起来的陈开春问道 放心吧 我有的是时间听你听病故事 你要是一个编的不好的话 我可以把安迪叫来和你一起编 真是很佩服你们的胆子和执行力 居然找了个洋妞来 不过我没兴趣 万一再有艾滋病之类的 那不值得 所以安迪我还给你留着呢 就看你的态度 丁长生说道 陈开春慢慢站起来 抽了张纸巾擦了擦鼻子说 可笑你搞错了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不明白 那好 走吧 去见见安迪 我看你们到时候怎么对质 很久没有看戏了 看看你们俩这没经过卡牌的话剧会怎么样 丁长生说道 陈开春当然不会跟着丁长生走的 所以丁长生说道 要是被人知道了 你陈开春一边干着警察 一边给国际暗撒组织服务 我说安迪怎么会说 每次的目标资料都很全 而且去向也都很精准 有你这个警察里的卧底 谁也难逃你的手掌心吧 怎么办吧 你说 丁长长 凡事皆可商量 这事也不是没商量 所以你想怎么办 陈开春问道 我知道 您是为了钱 才给国际暗撒组织当内线的 这样吧 既然你要的是钱 好说 回头我把安迪给放了 你们回去把陈幻祥给我宰了 我说双倍的价钱 你要是不干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 丁长生说道 陈开春急于脱身 至于回去之后是什么情况 那就不是丁长生说了算了 五十万美金 陈开春说道 五十万美金 陈幻祥那个狗日的值这么多钱吗 丁长生冷笑着问道 你要是给我钱 我可以去做 你不给钱 那我就做不了 陈开春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说 好 五十万就五十万 丁长生看看桌子上 有酒店赠送的矿瓶水 于是拿起来扔给陈开春一瓶 说道 你要是敢骗我 我和你没完 到时候你也活不了 为了我们的合作 以水带酒 干 说着 拧开了瓶子 陈开春为了尽快脱身 丁长生说什么 那就是什么 但是 也没想到丁长生 居然撬开了安迪的嘴 他只是想不出来 丁长生到底怎么撬开安迪的嘴的 安迪在国外 那可是经历过严格的训练 没想到到了国内 这一票 就栽在了丁长生这里 我要带安迪走 陈开春说道 丁长生摇摇头说 不用了 过几天陈幻祥来北园 到时候你也过来 我要看看你们 怎么把陈幻江弄死了 他屡次要我的命 我怎么着 也得看着他怎么死的 所以你给我老老实实回去准备 到时候来北园 你和安迪配合 一定要做得滴水不漏 这是意料中的事 他也没打算将安迪带走 只是一个试探而已 所以眼下最要紧的是自己脱身 回到江都再说盛夏的事 陈开春从酒店里出来之后 丁长生拿起他喝剩下的那瓶瓶子 将里面的水倒进了马桶 然后又灌水冲醒了好几次 这才把瓶子拿走 准备找个地方烧了 几个小时后 在北园至江都的高速公路上 一个男子驾车失控 车辆在撞击护栏时起火 等到旧燃银员赶到现场时 车辆已经烧成了一个铁架了 驾驶员的真实身份还在核实中 丁长生看到这条新闻 放心地将瓶子点燃 然后将新闻视频播放给安迪看说 我本来是和他讲好了合作的 我付给他五十万美金 但是你看 他出车祸死了 这五十万美金彻底赚不了了 要不然这五十万你来赚如何 做成了这一战之后 你也可以顺利退休了 杀手这个活也不能干一辈子 怎么样 我们合作如何 安迪也猜到了 丁长生既然要自己打电话 把那个经纪人约出来 那就意味着那个人必死无疑 而且不出意外 幕后的雇主很可能也被他泄露了 而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自己的价值也就没了 所谓的合作 他能信任自己吗 没问题 我说了 你要我干什么都可以 我都干 安迪点头说道 丁长生站起来笑笑说 你答应的太简单了 我不相信你 继续在这里待着吧 等我想到什么办法的时候 我再来找你 好好吃饭 好好活着 不然的话 很可能这里就是你的目的了 丁长生离开之前 委托给叶义军 让他隔一天就去别墅给安迪投位 然后自己和莫小鱼两口子 一起回了两江市 那就是科北家的祖坟 从这里看 比较能看出来你说的大墓的气势 一个香港的风水大师也来看过 不过他没想到 科北家的祖坟底下是大墓 而是说科北家的这个祖坟 选的位置不错 很有利于科家升官发财 但是没想到 现在科家被连根拔起 光是在两江涉嫌违法犯罪的 就不下五十人 丁长生说道 那好 麻烦丁先生了 到时候为什么需要再去找您 莫小鱼说道 丁长生没再管他们两口子的事 直接回到了市政府 党容贵听说丁长生回来了 立刻到了丁长生的办公室里 丁市长 这一圈玩得怎么样啊 党容贵笑笑问道 什么叫玩得怎么样 我是去考察了好吧 丁长生故意板着脸说 对对对 去考察了 考察的结果怎么样啊 还行吧 一切顺利 对了 市里有啥新闻吗 丁长生问道 其他新闻没有 不过你让我注意的一件事 倒是有了进展 老省长去北京了 昨天刚刚回来 你走后他就走了 不知道去干了什么事 当容贵说道 你没去问问咋回事啊 当时老省长 可是差点成了你的老丈人 现在科北外逃 你就不打算和翁狼一 再去前缘了 丁长生问道 党容贵文言 尴尬地笑笑说 过去的事早就过去了 再说没有意义 所以我现在 只想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不再去滩浑水了 翁家的事情 我也知道一些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我没必要再去滩浑水 我也没那个本事 丁长生点点头说 嗯 其实这个世上 最缺的就是 有自知之明的人 老大 你是一个 有自知之明又如何 算了 不说了 哦对了 朗书记说 让你回来去找他 好像是有事找你 党容贵说道 好 我待会过去一趟 党容贵现在 是紧紧跟着丁长生 和其他那些 都以为丁长生 是被踢下来的人不同 党容贵从科北这件事上 就预感到了 丁长生还会有大的行动 而且他在中北省的作为 不单单是这些 还会有更多 所以他一直都在耐心的等着 不惹事 不坏事 一旦省里发生大的变动 自己这种没有背景 不能划分到哪一对的人 反倒是有机会捡漏 丁长生去见了朗国庆 其实他找丁长生 没别的事 就是知道丁长生 回来就行了 因为这些天 都是真存健在和他联系 询问丁长生都在干什么 都让朗国庆给挡回去了 就说丁长生 一直都在两江老式的待着 所以不用管 再加上这几天 真存健一直陪着何家胜 在京城里跑 所以关于丁长生的动静 也只能是听朗国庆的回报了 你回来就好 这几天真存健 一直都在打听你的消息 我说你一直都在市里待着呢 我真是怕你在外面 有什么事情 那我怎么说 原说出去的谎啊 现在好了 你回来就好了 朗国庆说道 听说老省长去了北京一趟 刚刚回来 丁长生问 嗯 有这么回事 据说是去参加一个老省长的遗体告别仪式 朗国庆说道 那你看出点什么来了吗 丁长生问 朗国庆一愣 摇摇头问 你什么意思啊 我也是在省城 听说京城有个老家伙死了 所以特地留意了一下 网上的新闻和电视新闻 可是我发现 除了网上有一个百字新闻之外 介绍了一下生平之外 其他的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电视新闻更是没有 这说明什么呢 丁长生拿起朗国庆桌子上的烟盒 抽了一支烟说道 朗国庆没有直升 等着丁长生继续往下说 现在是网络时代 真的是不错 所以我就查了一下这个人 还没说 资历很高 既然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死了没有新闻报道呢 遗体告别仪式 也没有国家领导人送花旋之类的 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我真是想不到 都到了这样的地步了 申存健还有时间打听我的事 他的心里就没点低数吗 丁长生问道 渐渐的 朗国庆咋不出味道来的 看着丁长生说 你的意思是 这个人 想到这里 再想想何家胜还颠颠地去北京 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当然了 还有那个精明了一辈子的老省长 他们难道心里没数吗 一定是有数的 怎么可能猜不到为什么 所以他们现在一定是慌了 狗急跳墙都是可能的 所以朗叔姐 何家胜也好 申存健也罢 接下来的事情 我看能推就推吧 不然的话到时候 真的拔不出来了 何家胜和翁长泉在中北省 经营了这么多年 不可能劝胜而退 老贼已死 剩下的这些人 就没多久崩塌了 丁长生说道 一席话将朗国庆打进的冰窟里 好久都没反应过了 他的靠山是齐震强 北原市长 可是齐震强到底陷进去多深 他不知道 回到家里第一件事 就是找出来和齐震强有关的一切东西 都拿到地下室里挨个的烧毁 而且凡是自己认为 可能涉及到违法乱纪的东西 都被他烧了个干干净净 处理完这些东西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此时丁长生正在翁长泉家里吃晚饭 没人请他 他是不请自来 翁长泉的心情很不好 所以根本不想搭理他 但是他说了一句话 那就是事关自己女儿翁兰伊 真是羡慕你们年轻人 能吃能喝 真好 翁长泉看着对面的丁长生说 丁长生惨然一笑说道 这有什么好羡慕的 你又不是没有年轻过 你这些年经历的事情 我还没机会经历呢 所以该我羡慕你 你们不但年轻过还老了 这也是资本 我还年轻 但是还没老过 这就是缺陷 说说你的条件吧 我想知道值不值得交易 翁长泉问道 我可以尽我全力 保翁兰伊周全 丁长生用餐巾纸擦了擦嘴说 你有这个本事吗 翁长泉问道 我在北园做的所有事 都是和李铁钢有关 可以说我来北园 也是因为李书记的命令 我别的都不要 为一个女人求情 李书记应该会答应我这个要求的 丁长生说道 那要我做的呢 翁长泉问道 当年宇文家那个案子的真相 这不过分吧 我觉得这个交换很合理 也很公道 该还的都得还 不论是谁 丁长生说道 翁长泉问言 长久不值声 最后叹息一声说 唉 我想知道 你从宇文家得到多少好处 我就算是说出来真相 你以为就真的能还宇文家一个公道吗 不然呢 这事早有人揭开吧 不然的话还能继续冤案下去吗 宇文家的案子 当年可能牵扯不是很多 就是参与的那些人 在何家省的授意下 公检法都有参与 但是现在要是把这个案子翻出来 那些人基本上都在位置上 他们会让你生不如死 到了现在 他们的位置都是奋斗了一辈子才有的 你现在想砸人家的饭碗 可能吧 翁长泉问道 那不是你该关心的事 哪怕是我和这些人都杠上了 那也是我去杠 跟你没关系 你做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 失败了我自己担着 成功了就给宇文家一个公道 丁长生说道 恐怕何家省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翁长泉摇摇头说道 第893集 丁长生笑笑说道 这话你说过了 我也信 但那是在北京那个老不死的死之前 现在那个老不死的终于死了 谁还会为你们说话 人老了就得扶老 老儿不死是为贼 你还真相信 你们一直就这么盖着盖子不揭开 不怕糊锅了吗 丁长生这话很不礼貌 可以说根本就不把翁长泉放在眼里 但是 这事仔细想想 但凡知道点内情的人 都不会再把他放在眼里了 尤其是圈内的人 就像是朗国庆那样迟钝的人都懂得 当荣贵向丁长生秘密报告过 翁长泉走的时候 朗国庆去送刑过 但是回来后 朗国庆都没再上门 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 翁长泉啥时候被这么侮辱过 所以脸色铁青 一看就是很生气 翁长泉现在替何家胜管着巨型公司 据说巨型公司巨额亏损 看来你们也玩黑吃黑啊 为什么何家胜会让翁长泉接管巨型公司 您脑不明白吗 何家胜就算到了任何时候都要拉着您下船 所以现在是什么打算 我相信你早就打算好了 哦对了 顺便告诉你一下 翁长泉被边控了 虽然护照不少 但是边检早就掌握了他的一切信息 想出去门都没有 除非是驾车去须北闯关吧 丁长泉说道 这件事我得好好想想 现在我不可能给你答复 翁长泉说道 我也没打算你现在答复啊 好好想 像你这个年纪的人 晚上能睡着就不错了 好好想想怎么办 丁长泉说道 丁长泉话还没说完呢 手机就响 一看是莫小鱼打来的电话 于是挂掉了 然后对翁长泉说道 丁一道在秦城等着你们呢 到底怎么办 尽快给我答案 不然的话 翁南一也可能会过去陪你 这样也好 反正都是一家人 在哪里过不是过呀 丁长生走后 翁长泉摊在椅子上 好久 胳膊腿都是没有知觉的 但是精神伤好 秦务员要叫救护车 但是被他阻止了 喂 莫总 什么事啊 丁长生问道 我们这两江不是很熟悉 想吃个夜宵 也找不到地方 要是低市长还没睡觉的话 不如我们请你吃个夜宵吧 莫小鱼说道 丁长生本想拒绝的 但是既然对方都这么说了 自己要是拒绝的也不好 于是就说 那好 我这就去接你们 但是到了接他们的地方 丁长生发现这两人的装束 实在是有些意外 黑色的衣服 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 于是就问道 两位 这什么意思啊 今天白天的时候 我们去了一趟科北家的祖坟 看了看 意外的遇到了一伙人 有三四个人 我也是这一行的 所以一看这些人 和那些外地来客热闹的人 就不一样 后来他发现 这些人确实也是道上的 不过是来打探消息 准备发掘古墓 所以我们想请丁市长 带几个警察 跟我们一起去帮帮运气 看看到底是不是盗墓贼 如果是的话 那我们也算是 为国家做点事情吧 莫小渝说 丁长生一开始 还以为这两口子去盗墓呢 原来是这么回事 于是向党人贵 要了几个警察跟着 一行人三辆车 去了科北家的祖坟 在山脚下的树林里 就藏了起来 然后等着人上门 可是一直等到了凌晨时分 还是不见人来 莫小渝倒是很淡定 这一晚上都在和丁长生聊天 他也觉察出来了 于是就避开了马思颖 笑声地说道 丁市长 我看你老是问我 讲的那些蛊虫的事 你是不是对这个很感兴趣 如果你想通过这个 控制某个人的话 我倒是可以帮忙 免费的 实话说 是有这么个想法 不知道你说的那个 是真的还假的 那个女人是外国人 国际杀手组织的人 被我抓了 混在北渊 死活不招是谁派来的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 那么邪乎 那我就知道 她到底是谁派来的 丁长生说道 小意思 这事回头 我单独找你谈谈 保证在我离开中备省之前 把这事给你办了 这都是小事 说实话 你帮我和中南省海关 打招呼那事 我一直都想得还人情 但是你一直都用不到我 我这也不能做点啥 接下来好了 我肯定把这事给你办妥了 莫小渝说道 两点十分 在丁长生都要昏昏欲睡时 终于传来了消息 山上有动静了 于是几个人上了山 等着那几个人下了洞穴 丁长生和莫小渝 带着警察就围了上去 没有丁长生动手 莫小渝就不知道 用了什么方法 在外放风的家伙就慢慢的倒了下去 这让丁长生开始有点相信 他的话是真的 抓住了这个 剩下的就是等着下面的人上来了 所以等到下面的人背着东西出来时 被丁长生和莫小渝 一脚一个踩在了地上 他们还没来得及看看 自己偷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呢 就被警察给带走了 从这些东西看 这个人肯定是个富豪 这里面应该有不少东西 莫小渝说道 对这些东西 丁长生既不懂也不感兴趣 倒是他们两口子 像是见到了宝贝一样 赞叹不已 林春小的人事调动 从一开始的传言 慢慢变成了真的 一直到林春小和白山那边 完成了交接 到了北原市 这件事终于尘埃落定了 完成了一系列的手续 林春小算是赶在两会之前 换了个工作地点 从北原开始 就给丁长生打电话 让他到省省去 一方面是公事 一方面也是私事 至于是什么私事 中北省这边还没有传言 只是说他和丁长生 关系不一般 开始是上下级关系 后来又是同事 反正各种传言都有 丁长生到了省省后 先是到了仲华的办公室 他是省长 自己不可能先去看望林春小 反正也耽误不了多长时间 丁市长 林副省长在里面呢 江小辉看到丁长生来了 急忙站起来说道 是吗 我进去看看 于是敲门 仲华叫老生进来 丁长生这才推门进去 你看看 刚刚还在说你呢 你就来了 很好 免得待会儿我再说一遍了 仲华说道 说什么呢 这里还有我的事啊 丁长生问 是啊 怎么着 你真的想在两江待下去啊 那个坑你还没过瘾呢 林春小问道 这也算不得坑啊 何书记那是看我在省城 折腾得太累了 所以这才把我调到下面 休息一段时间 看来我还没休息完呢 又得回来了 丁长生问道 你要是不愿意回来也行 再下面待着吧 我们这里啊都快忙死了 你见此不救啊 仲华帝给丁长生一支烟 但是丁长生夹在了耳朵上 啊 说吧 需要我干什么 丁长生问道 省长的意思 还是让我把柯北那一堆接过来 我看了看 我根本坚不过来 所以需要一个人 给我从方打架手 我看你是最合适的 来了这才多久 就把北原搅了个天翻地覆 我就是需要你这样的人 你需要也白答 何书就是想把我钉死在两江 就算是你去 也不见得会给你面子 这点省长最清楚了 他们现在都不要脸了 更不要说给你脸了 丁长生说道 给不给我脸 我都得提提这事 林春小说道 那我回来干啥呀 去什么部门呢 丁长生问道 还是回你的办公厅吧 那里缺人 虽然现在副主任干的也不错 但是总是没自己人 用起来顺手 仲华说道 丁长生哀的一声说 哎 我这来来回回的有啥意思 回来也得生生官嘛 要不然我下去锻炼这一趟 为了啥呀 仲华叹口气说道 哎 你先回来再说 给我安个省政府秘书长吧 回来给我提拔一几 丁长生说 你想的倒是美 任远秘书长干的好好的 怎么跟人赶走啊 还是调到哪儿去呢 你要知道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了 这需要更高一级点头 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都不想要麻烦 仲华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说 好吧 那我就免为其难吧 嗨 我这市长的椅子 还没做热乎呢 军又回来了 但是我感觉 这样安排的话 他们肯定是不愿意的 何嘉胜要是同意了 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 仲华点点头说 说的是啊 可是除了这个位置 其他的位置 你发挥不了多大作用 而且太重要的位置 他也不会同意你去的 这小同志 我们就先奔着让他回来 还是原来的位置 照这个想法去努力吧 很明显 何嘉胜现在已经激眼了 就在丁长生回来的时候 不但是税务局加大了对原事地产的机场 而且就连工商局 安监局都上 目的就是要让原事地产停下 乱起来 这样的话 政府才能再次介入 所以在这个时候 别说是让丁长生回来 就是让他死都不为过 怎么可能会让他回到 自己眼皮的底下来 继续为祸呢 所以面对林春晓的建议 何嘉胜面无表情地拒绝了 这是不可能的 丁长生同志 在省政府办公厅的位置上 干得好好的 为什么非要把他调下去 他在下面 发挥不了他的优势 只有在省里才行 林春晓也是面无表情 何嘉胜文言说道 林春晓同志 你刚刚来 不知道这里面那些事情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这个副省长 还要经过人大选举 所以管好自己的事 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够了 不要再参与其他的事情了 哼 这是警告还是威胁 林春晓微笑着问道 你愿意怎么理解 就怎么理解吧 我还有工作要做 我送了 说完 何嘉胜低头开始看文件 林春晓站起来向外走 走到一半时站住脚步 然后回头看了看何嘉胜说道 我能从白山过来 也能回去 如果何书记觉得 我不合适在省里工作 那么回去也没什么不可以 本来我在白山干得好好的 非要把我调到这里来 来了又不能用我想用的人 开场工作 而且何书记也说了 我这个副省长还没选举呢 看来北原是不适合我 我会向组织本门打报告 把现在的处境汇报一下 然后申请调回白山 说实话 我对北原这个地方 还有这里的人 一点好感都没有 说完 头也不回的 离开了何嘉胜的办公室 何嘉胜一下子愣住了 在北原 就连仲华都不敢这么 对自己说话 这个林春晓 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敢来挑战 他哪来的胆子 申存剑听到的办公室茶杯摔在地上的声音 急忙跑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 急忙去拿扫把把玻璃扫起来 这个娘们是不是疯了 何嘉胜自言自语道 申存剑好一会儿才说道 他是来为丁上升说情的吧 嗯 简直是无法无天 其实丁上升在哪里都不少惹事 在下面据说也是从来不去办公室上班的 到处玩 就在我们去北京的时候 还去了白山湖州和江都 朗国庆那个混蛋一直都在骗我们 申存剑说道 那你的意思呢 何嘉胜问道 现在这个时候最好是把他看起来 至少不能让他的外面胡作非为嘛 申存剑说 说重点 怎么办 弄哪里看起来啊 你以什么理由关起来呢 纪委 新的这位书记马上要到备了 到时候问到他怎么办呢 何嘉胜问道 我说的看起来不是把他关起来 省委办公厅还有一个副主任的位置 把他弄到这里来就行了嘛 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 他还能闹出什么花样呢 反正只要是过去这段时间 到时候怎么收拾他 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吗 申存剑说道 这是搜主意 不行 到省委办来是不行的 看来就恶心 再说了 你还嫌省委办这边 性密不过多吗 到时候再加上个这家伙 那以后还过不过了 何嘉胜说道 是是是 我没考虑清楚 要是这样的话 宗教事务局局长要到点了 刚才安排他去那的了 和尚道士的 估计能把他玩晕 比在其他部门要省事得多 再说了 宗教事务局 他们收拾什么事呢 我看这个可以 申存剑说道 要是丁长生知道 申存剑这么给他安排工作 非得打死他不可 但是领导的秘书 就是有这个条件 一句话的事 可能就决定一个人的后半生 所以这才有那么多人 都去巴结领导的秘书 就是希望能在关键的时候 给领导递个话 可能就心想事成了 宗教事务局局长 嗯 这个倒是可以考虑 叫秘书长来 再商量一下 就只有一个要求 不能让他再惹事 但是也不能脱离视线 这个人是仲华的狗腿子 可以说很多事 仲华是想做的 都没做成 或者是不方便做的 都让这家伙给做了 要不是看在李铁钢的份上 我真是想把他抓起来 关上几个月再说 何嘉胜说道 同家港还不知道 叫自己来是因为什么事 但他听到 让丁长生去管宗教事务局 看了一眼真存见 差点没笑出声 让他去管宗教 能管出什么东西来 这小子就知道乱搞 给我们添的麻烦还不够多吗 还让他去管宗教 同家港问道 正是因为宗教没什么可管的 他也闹不出什么话来 这才让他去管你的 要是到哪里都能处成绩 我派别的人去不就行了吗 干嘛便宜他呀 何嘉胜板着脸说 同家港这才明白了何嘉胜是什么意思了 点点头没有直升 心说你们都商量好了 干嘛还要告诉我呢 你什么意见 何嘉胜继续问同家港道 我的意见 我的意思是还是让他在乡下待着吧 乡下也折腾得差不多了 还能折腾啥呀 再说了 两江不是还有两国精彩吗 他能能说多大笑话来呀 同家港问道 真存见这时候插话道 他在乡下根本不老实 然后把丁长生在两江市干的那些事都说了一遍 同家港知道 自己的意见根本就不会被考虑 斟酌了一下还是说道 当初把他弄到两江去 本指望他能小停的 哪知道一下子把磕尾高跑了 这下去宗教事务局 我们还要做好准备 不出事则疑 到底何处什么事 我要做预案 何嘉胜非常头疼的叹口气 同家港说的不无道理 他现在真是恨不得 把丁长生安在自己的裤裆里 走哪里带哪里 以防这个混蛋趁机捣乱 其他的意见我没有 既然决定了 就做好准备就是了 我只是提个醒 这个家伙不省心 到哪里都不省心 最好的方法是赶出重备上 但是目前来看 这是不可能的 也没哪里肯要他 同家港说道 丁长生看着墨小鱼手里那个爬动的虫子 简直不相信这个东西能让人言听计从 这就是孤独的魔力 要是他不听我的 那怎么办 丁长生问道 这个东西就会在他的脑子里爬动 然后啃视脑髓 只要是这个铃铛一响 这个虫子就会醒过来 大部分的时间他只是睡觉 只要铃铛一响就会醒来静食 会以他的脑髓为食 莫小鱼说道 哼 这东西还真挺可怕的 丁长生说道 所以你想好了到底喂不喂啊 莫小鱼看着安迪惊恐的表情 对丁长生说道 喂他吃 我要与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丁长生说道 莫小鱼走过去 一把捏住安迪的下颚 他不得不张开了嘴巴 然后就见莫小鱼将几条虫子 塞到了他的嘴巴里 然后朝着他的嘴里灌了半瓶矿泉水 虽然松开他之后 安迪扣着嗓子眼疯狂的黑兔 可是出来的只是上顿饭和黄水 其他没有任何东西 那几条虫子早就不知道去了哪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他的身体里 你给我吃了什么 我不是已经答应你了吗 安迪瞪着眼看着丁长生问道 你的话我能信吗 你以为我傻吗 丁长生问道 然后站起来拿着手里的铃铛问道 现在可以了吗 但是还没等到丁长生摇晃那枚精致的小铃铛时 安迪忽然抱着脑袋在地上开始打滚 丁长生看向莫小鱼 只见他淡然的说道 比我想的要快一点 现在才到他脑子里 不过不用担心 很快就会安静下来 丁长生看着痛不欲生的安迪 再看看莫小鱼问道 他是离开我的视线 这铃铛也不管用了吧 所以这个瓶子里的东西 就可以让他离不开你 这些药丸足够你用一年了 如果不服药 每三天都会发作一次 换句话说 这药是为了麻醉虫子的 一年过去之后 你的事情要说的差不多了 那这个女人还有用吗 莫小鱼问道 丁长生点点头 可是懂中文的安迪 却下了个半死 自己就只有一年的生命了吗 放心吧 过了一年 如果你还想留着他 我可以再给你要 也可以把虫子召回来 随你怎么样 莫小鱼说道 因为有了这个东西 丁长生放心多了 试着几次小铃铛的威力 安迪就彻底服气了 丁长生说什么 他就做什么 从来不敢打折扣 我还从来没想过 会让一个洋妞给我开车 不过你开的还不错 杀手的生意 现在别做了 另外也不要和你的组织联系了 你只要走就避死无疑 你自己想清楚了再说 丁长生说道 这个女人精明得很 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 现在当然是保命要紧 所以自动切断了 和组织的一切联系 再加上陈开春的意外死亡 知道她的下落的人就没有了 她现在是一个自由人 丁长生原本在北渊 但是被叫回了两江市 一进大院就看到了党荣贵 站在台阶上等着自己呢 出什么事了 火急火燎的 丁长生有些不悦的问道 组织部耿部长来了 在等你呢 现在和朗书记在谈话 好像是关于你工作的 不可能吧 我这带市长的带字还没去掉呢 又来干嘛呀 丁长生问道 两人一前一后进了会议室 耿阳生看着进来的丁长生 问道 你去哪了 让我在这里等你好几个小时 你这市长是怎么当的 这不是前面河沟里有鱼讯吗 去钓鱼了 工部长 你这是来 你少给我打哈哈 你是不是刚刚从省城回来的 既然你知道的 干嘛不给我打电话 我们有什么事 在省里说不就完了吗 还得跑一趟 多辛苦 丁长生说道 你呀 我对你是没辙了 收拾一下东西 跟我回省城吧 两江山这里很烦你 省里决定 给你换过工作 耿阳生笑笑说道 哪里都不去 我在这里生活的挺好的 没事钓到鱼 逗逗鸟 还能享受这里的青山绿水 北渊可没这么好的环境 丁长生说道 朕不去 耿阳生问道 朕不想去 我刚刚在这里和大伙混熟了 又要走 我说你们省位也好 组织部也好 有点真事吗 拿着工作就要懂当儿戏呢 丁长生不满地问道 你不走就算了 这可是何书记亲自做的指示 你要是不服从 对不起 把你退回中南省 你信吗 耿阳生说道 不信 他要想这么干 我早就会胡说生孩子去了 别后来是没用的 说吧 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们了 丁长生问道 耿阳生看了一眼朗国庆和党荣贵 这两个人心领神会的出群 就剩下丁长生和耿阳生两个人 我没骗你 是何书记亲自为你选的工作单位 去宗教事务局吧 还是整厅几 收收你的心性 好好做点事 你看看你在两江干的这些事 他们现在肠子都回心了 实在是不该把你发配到这里来 科北的事 别说和你没关系 我看哪 就是你捣的鬼 耿阳生说道 丁长生不为作动 沉默的一会儿 问了一句话 让耿阳生异常的尴尬 第894集 耿部长 我想问个事 你是组织部长 我们这些党员都归你们管 我想问问 耿部长你相信党兴这个东西吗 丁长生问道 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是要给我上课吗 耿阳生问道 丁长生摇摇头说道 好奇而已 我们一直都在说党性的问题 我们这些党员真的有党性吗 或者说我们的党性还存在呢 党性是一种固有的本性 现在这种本性成了啥了 为自己谋利益的自觉性吗 耿阳生看着丁长生 没有说话 何书记把我赶到这里也好 再改回省城也罢 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你说他现在晚上能睡着吗 丁长生问道 耿阳生笑笑说道 没和他睡过 不知道 其实现在中北省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都清楚得很 只是有的人还在捂着盖着 我倒是想知道 他们还能捂多久 盖多久 我到哪里去都无所谓 到哪里不是干工作 活在两江这么短的时间内也没闲着 到省城还是办活 走吧 兵长生说道 其实宗教事务局挺好的 管的事不多 就是负责一些宗教方面的事情 收受信也好 我看你啊 就是急于表现了 既然你刚刚说了那么多 我呢也送你一句话 神仙打架 你离远点免得蹦一身血 耿阳生说道 丁长生笑笑 他很想问问耿阳生 是不是就是靠着这本事 才混到了这个位置的 但是又一想 其实他也不容易 还是不要挖苦他了 你呢 是我送来的 我再把你接走 这连打的 那是啪啪啪的 耿阳生走的时候 和丁长生还是坐一辆车 只不过这次坐的是耿阳生的车 党荣贵那个人还不错 是个干事的 所以要是领导 问市长的人选问题 耿部长帮着他说句话 扩展的话 要是我说的话 他们肯定会极力反对的 丁长生说道 这件事你不要操心了 没他的份 在对待柯家的事情上 党荣贵表现得太积极了 这不是省力领导想要看到的 而且他和你走得太近了 你想 让他这人是长 这可能吗 你呀 还是操心你自己的事吧 别惦记别人的事了 耿阳生说道 这么说 是我嗨了他了 丁长生像是在问耿阳生 又像是在自言自语道 在当下的环境下 做好自己的事 这点你该明白 上面不想动手 你就是蹦得的 再厉害也是无尽于事 对吧 等到那天上面决定动手了 你就是不蹦的 也一样会动手 所以啊 别干些闲吃萝卜 但操心的事 你没那么重要 还和我讲党心 你这毛孩子才入党几年呢 党的事情多了 不能指望着党 什么都能看见 不可否认吧 我们正在一点点的变好 这就是挖斩的动力 有些事情 积累的时间太长了 所以呢 要慢慢来 不要着急 耿阳生最后说道 丁长生懒得和这个人 再谈下去 老年人永远无法理解 年轻人的冲动 所以话不投机 半句多 他不在乡都好好待着 去北洋干什么 陈焕山接到陈开春的死去 震惊地问道 很明显 这里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他死了 我们暂时查不到 到底是为什么 我真的不想去北原了 但是徐建这个老混蛋 非要让我去 原市地产的诱惑太大 即便是合作的话 也能分一杯羹 所以非要我去谈 他正在湖州和私家一谈门 谈新能源汽车基地的事情 那几个娘们都不好惹 周鸿起 斯嘉一 艾利亚 他们父子两人都上针了 陈焕强说道 能不去就不去吧 另外 从境外找人的事 你耍点心 林春晓已经到了北原 胡主的大部分嫌疑都签好了 就剩下一些细节问题 该动手的就动手吧 不要再等下去了 把丁长生除掉 你去北原 你能负点心 不然的话 陈焕山小生说道 嗯 我前几天联系了他们 他们说正在运作 这几天不知道进展如何 我再问问 陈焕强说 催一催 尽快把这事办了 陈焕山点点头说道 那江都的事怎么办 你在这里需要一个人做一些暗事 这样的人不能不 但是绝对不能没有 不然的话很不方便 陈焕强说 我在想办法吧 现在没心思想这些 贾东亮现在有些急眼了 所以我还是要先应付省力的事 其他的暂时停一停 也没关系 陈焕强说 一个经纪人死于非命 而且还是一个这么优秀的经纪人 而那个杀手却下落不明 国际杀手组织内部 引起了震动 在过去的几年里 中国大陆的生意一直都很稳定 而且收入不菲 但是鲜有被发现通缉的 更没有下落不明和死于非命的 所以他们很快 误色了一个新的经纪人 一来是调查经纪人的死因 二来是调查虾手的下落 哪个杀手死了倒是无所谓 像那个经纪人一样 人死灯灭 就怕被抓了 然后供出来更多的秘密 现在的安迪就是这样 问什么说什么 因为他对丁长生的手段是了解的 除了那个吓人的游龙入缝 更要命的是他手里的那个小铃的 以及那些药丸 他才是每天紧紧跟着他的动力所在 他现在也是他的司机 走哪里就开车送他去哪里 你说那个陈开春死了之后 会不会有别的人再来找你啊 联系你啊 丁长生问道 会一定会 我也想过不干这一行了 想要退出 结果跑到了北欧的三菱里 想要过隐居的生活 都被找了出来 安迪说道 你的身体里不会是被植入了芯片之类的东西吧 我觉得你现在 要正好去医院做个全身扫描 如果有的话呢 最好是取出来毁掉 不然的话 他们真的会再来找你的 到时候你怎么选择都是死 丁长生说道 到底是什么情况 安迪自己是知道的 所以把丁长生送到了目的地 安迪去了医院 还按照丁长生给他的电话 找了秦丽山帮忙 但是很可惜 什么都没查出来 要是这么轻易的就被查到身上的东西 那么他躲到北欧森林里的事 就不会被发现了 你不是开玩笑吧 林春晓听了丁长生的话问道 这开什么玩笑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耿杨生亲自把我请回来的 你们说 要我回省城 结果就到了什么宗教事务局 我连这个局是干啥的都不知道 现在干嘛呀 丁长生说道 林春晓也是很吃惊 而且这事他和仲华都不知道 也没听说 可见何家胜是多么的跋扈 说到这里 丁长生的手机响了 看号码是省委办的 喂 哪位 我是真存剑 我没时间 说完丁长生就挂了 给一点不要脸 是丁长生的一贯性格 现在也是 谁的电话 林春晓很好奇的问道 省委大秘真存剑 这家伙找我没好事 我也很烦他 所以不想搭理他 丁长生找了椅子坐下来 看着林春晓继续问道 那我该咋办呢 不去不行是吧 林春晓指着指 丁长生又响起来的手机说 我倒是觉得 你该去见见这个省委大秘 听见他放什么屁 喂 我说你烦不烦呢 我现在忙着呢 丁长生接通了电话问道 找你有点事 找个时间见个面吧 就你我两个人 我请你喝酒 珍存剑说道 谈工作还是谈什么 谈工作去你办公室 谈私人感情 对不起 我和你不熟 丁长生硬生生的说道 都有 办公室不合适 省委大人后面 有个南城往事小路管 我在那里等你 晚上八点吧 喂 喂 丁长生还想再损他几句呢 没想到这一次 对方挂的倒是挺快的 丁长生看看手机说 约我晚上八点去喝酒 这个人很阴 蔡北原是出了名的 没人敢得罪的省委大秘 我倒想知道 他想说什么 肯定是代表何家胜说话 这还用说吗 林春小站起来 给丁长生倒了杯水 说道 丁长生接水杯的时候 左手接住了水杯 右手却抓住了他的手腕 林春小一愣 回头看看关这的门 脸色微红 没有吱声 没有挣扎 丁长生也想在这里 好好地和他温存一些 但是非常时期 还是小心点好 于是就松开了他 林春小笑笑也遇到 怎么 胆子变小了 哎 不是胆子变小了 而是不想给林生长惹麻烦 现在坊间都在传 是我帮你从北山到白原的 你说我得有多大能量啊 所以啊 我还是秩序点好 不然的话 他们传的就更加没影了 丁长生叹息道 林春小没有坐回座位 而是绕到了丁长生的背后 双手放在丁长生的肩膀上 慢慢地按摩起来 丁长生舒服地 椅在椅子背上 他说道 哎 可能全中北省 也只有我有这个待遇了 这话说对了 今晚过来吗 我给你留窗户 你的本事我知道 要想做一件事 就一定能做到 除非啊 是你不想做 林春小说道 看看吧 现在这时候 就像是天亮之前那会儿 黑得看不见人 但是又知道 一会儿是天亮了 所以容易冲动 来日方长 林寿长这一会儿 就等不及了 丁长生问道 滚一边去 谁等不及了 走走走 别在这里烦我 我这里也是叫头烂额呢 我发现 我搭你来北原 其实啊 是掉坑里了 科北留下的烂摊子 怎么收拾 还有 你和那个翁兰伊 是什么关系啊 科北留下的烂摊子里 有不少是和他有关系的 我怎么办呢 林春小问道 你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公事公办 既然何家胜不给你面子 那你在自己制作范围内 也不用给他面子 这个老不死的 就他妈不要脸 所以根本不用给他脸 丁长生说道 丁长生去见真存见之前 他还接到了一个电话 不过这个电话 倒是让他感觉到很意外 因为自从知道了真相之后 丁长生都是刻意的在回避他的 没想到 他倒是找上门来了 来北渊 干嘛 你自己还是和你男人呢 丁长生问道 丁长生 你不要说得这么难听好吧 还有 你这话什么意思 吃醋了 现在吃醋 我不感觉晚了吗 吴宇晨说这些话的时候 语气里有些嘚瑟 丁长生的内心里 是有些不舒服 但是也想开了 天下的女人多了去了 漂亮女人多了去了 难道自己都要日个遍吗 你想多了 是我这段时间比较忙 我的工作又调整了 所以可能没时间陪你 你放心吧 我不会麻烦你的 我是为了谈生意去的 摩兰伊这个人 你认识吗 吴宇晨故意问道 认识 还算熟 怎么了 丁长生问 许健生想和他谈谈 他在江都的那块地的开发问题 我们听说 他在开发和资金上出现了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 雪中送炭 他应该很累接受 吴宇晨问道 丁长生冷笑了一下说 是雪中送炭 还是趁火打劫 你们心里清楚吧 行吧 没问题 生意嘛 你们谈就好了 来了给我打电话 我请你吃饭 纪念地主之仪 好吧 好 到时候我会联系你的 再见 吴宇晨说完 就挂了电话 挂了电话后 吴宇晨看向许健生问 你真的认为我能胜任 丁长生这个人 可是狡猾得很 我知道 正是因为他狡猾 才会对你不提防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丁长生的存在 对我们的阻力太大了 你既然要跟我好 那我们就是一条线上的蚂蚱 谁都跑不了 再说了 丁长生对你的羞辱 你还记得吧 既然决定要重新开始 总得做个样子 给我看看嘛 许健生说道 这事你爸知道吗 吴宇晨问 许健生摇摇头说 这是我的事 你去做就行了 不要告诉我吧 国外的事我做主 这事和他没关系 吴宇晨还想再说什么 但是想了想 还是算了 南城往事 是一家很不起眼的小酒馆 而且营业时间也不规律 时不时就关门鲜业 所以生意一点都不好 可是真存健很喜欢这里 丁长生到的时候 真存健也是刚刚下车 两人相视一笑 一起进了酒馆 这个地方倒是闹钟取静 地方不错 丁长生说道 啊 请坐吧 今晚就我们俩好好谈谈 敞开心扉的谈一谈 先说好了 今晚我既是代表何书节 也是代表我自己 真存健一开始就定了调子 丁长生就知道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请说 丁长生说道 小酒馆就真的是小酒馆 服务员兼老板提上来一提啤酒 然后就是一人一盘花生米 其他再也没了 先干一杯 口渴了 真存健开的啤酒倒在杯子里 但是丁长生没有这么做 直接就是对瓶吹 我就直说了 何书记对你在下面很不放心 所以才把你调上来的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多事 不然的话对大家都没好处 真存健说道 丁长生喝了一口 然后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长生 我比你大几岁 说句心里话 你这么做真的没必要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这话你都不懂吗 我懂 请转告何书记 宇文家的事给个说法 把当年的案子再审 我就可以不说话 我不知道你跟着何书记多久了 当年宇文家的案子 你该知道吧 丁长生问道 真存健文言没有直声 定定地看着丁长生 知道这些年 为什么中北省的对外招商引资 为什么这么艰难吗 就是因为当年宇文家的案子 谁都想为自己想想 我把钱投在这儿 万一政府不讲信用怎么办 万一我赚的钱被黑的怎么办 可以说宇文家的案子 是一个极其恶劣的开头 现在好了 又把黑手对准了原始地产 我想真大秘应该知道 这件事的内幕 我们在这里就不说了 鹿死谁手呢 我们都等着看看 丁长生说道 看来我是很难说服你了 真存健面无表情的说道 说我什么呢 放弃这些事 陈大秘 你以为我放弃了 就没有其他人来挖这件事了吗 只要你做了这事 就一定会有人挖的 所以就算是我现在收手 这事也不会挽 还有 对原始地产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啊 丁长生问道 真存健自以为 自己的嘴皮子够利索的 但是在丁长生这里 一个回合都走不了 无论是气势还是声音 都落了不止一个档次 人心不足舌吞向 陈大秘 请你转告某些人 他们对原始地产动手之时 就是某些人的负面之时 不过话说回来 陈大秘 你还真是要为自己想条后路呢 如若不然 一旦天塌了 到时候咋死的 可不单单是那些作恶的 旁边看着的人也会遭殃 更何况你还不止是看着呢 丁长生说道 说说你的条件 怎么才能收爽 你想要什么 说出来 只要是我能扳刀 我一定去帮你扳了 别再折腾了 对你真的没好处 到了这时候 也该到了图雄碧线的时候了 珍存剑说道 条件我已经说过了 还是那句话 要是没有别的事 我先走了 大家都忙得很 再说了 到了这个时候 谁的心里没得说 丁长生笑笑说道 珍存剑很无奈 自己也尽力了 他早知道说不通这家伙 但是何家胜还是要让自己 来警告他一下 结果呢 就成了这个样子 一直以来 从仲华到了北园 别说是进攻 就是防守都很难 因为他是省长 只要一出手 那就是毫无余地的对抗 所以他不能轻易出手 一旦对抗开始 要么是胜利 要么是受辱 但是现在不一样 有什么事情 林春晓可以先出面 搞得不可收拾了 还有仲华出面斡旋 而林春晓无论是行政经验 还是政治斗争 那都是深得思南夏的真传 要不是因为思嘉宜的公司 涉及到的事情太多 而且他又不愿意妥协 所以才不得不辞落 否则的话 单论政治斗争的话 思南夏是吃不了亏的 所以林春晓一来到北园 就找准了一个突破口 那就是巨星公司 这家公司虽然不是很有名 但是资金的流量却是海量的 所以林春晓将这个突破口 对准了这里 我记得我下的通知是让你们局长来 为什么是你们来的 林春晓对国税和地税 以及工商局的人非常不满 因为他下的通知是让他们局长来 可是来的不是副局长 就是办公室主任 一个管事的都没有 我们局长说他今天有事要外出 国税局的办公室主任说道 我们局长说 反正是各式各样的理由很充分 但是林春晓是个很有个性的女人 虽然是第一次走上这么高的岗位 但是再高的岗位无非也是那些事 只要是抓住问题的牛鼻子 没有干不成的事 是吗 那好吧 他不来我上门找他好了吧 说完 把笔记本一盒 大不留心地走出了会议室 会议室的这几个人 目瞪口呆 他们还以为一个女省长好欺负 糊弄一下就过去了 现在是关键时刻 谁都不想站队 生怕站错了队 一步错 步步错 于是代替领导来开会的人 立刻通知自己的领导 林副省长发飙了 要亲自上门了 国税局的局长接到这个回报 在办公室里急得乱转圈子 但是要是这个时候走了 也不合适 毕竟还不知道这位副省长 来找自己是什么事 要是躲出去了也不好 于是只能是硬着头皮 在办公室里等着 为了让自己的面子好看点 还召集了几个人 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开会 等到林春晓上门 这才说到 把自己办公室的人赶走了 郑局长 你好啊 既然你忙脱不开身 那我就上门来找你开会 就着你的时间和地方 好不好 还有地税和工商局 我们本来是可以在省政府 一个会议就解决的 既然你们不配合 那我就只能是上门服务了 林春晓面无表情的说道 哎呦 林省长 我们这可不敢当啊 我本来是要晚一点去的 你也看到了 我刚刚也在开会嘛 开完了吗 林春晓问道 啊 开完了 林省长有什么事情 尽管说 我们照办就是了 郑局长非常客气地吩咐到茶 请林春晓坐下 长期以来巨星公司偷水漏水 你们知道吗 林春晓问道 巨星公司 郑局长心里一惊 明白了林春晓来这里 是啥意思了 对 郑局长不会连这个公司 也不知道吧 巨星公司偷水漏水数额巨大 你们居然不知道 这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啊 林春晓问道 呃 这个 林省长 我一定会查一查这件事 很快就会为林省长做个汇报 好不好 第八百九十五集 林春晓看了看这人 然后说道 郑局长 多是知秋 还是多看看脚下的路为好 明哲保身的事少干 我也知道 你说的这个汇报 到底是啥意思 你也不用汇报了 而且你汇报给谁 我也知道 我还有地水和工商局没跑 先走了 为了这个通知 你让我叮叮的到你这儿跑一趟来 你的面子可真够大的 说完起身出去 看都没看这位郑局长 林副省长好像是挺有时间的 一个上午到各个局里走了一圈 然后就回了办公室 各个局都暗自请兴 好歹是结束了 走个行事就完事了 哪知道 这才是刚刚开始 不知道林春小事早就准备好了 还是回去现准备的 对省国税局 工商局 以及地税局的不作为 以文件的形式 报给了仲华 仲华当然是秒批 然后这份文件 发往了国税总局和工商总局 以及省人大 就是一个意思 这几位局长不作为 巨星公司的偷税漏税严重 而且存在着向国外转移资金的嫌疑 这些问题作为局长 不管不问 那么就换人吧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林春小会把矛头 直接对准了巨星公司 这一来 打了何家胜一个措手不及 虽然巨星公司的问题 谁都知道 但是都是心照不宣 林春小这么做 这是等于直接宣战 而且在发出的文件中 仲华可是签了字的 这意味着什么 何家胜的心里 那再清楚不过了 书记 巨星公司那边 是不是打个招呼 要不然 甄存健小心翼翼的问道 叫文蓝一来一趟 何家胜说道 省里的文件发出去不多久 三个局的领导 就知道这个消息 他们的脸色一下子就变 以省政府的名义 发出去这样的文件 意味着什么 他们心里清楚得很 一时间 林春小的办公室里 倒是热闹起来 不用林春小去请 这几个局的局长们 已经是排制队求见了 要想省里撤回那个文件 也是不可能了 恐怕现在已经到了总局了 但是 要是想省里为你们说句话 不是不可以 从现在开始 去查巨型公司的税务问题 有没有违法乱计的问题 我现在在这里定个调子 巨型公司存在违法乱计的问题 也存在偷水漏水的问题 你们是去找到这些问题 而不是调查一圈虎 回来告诉我 没有这些问题 明白了吗 你们不干 自然有人去干 机会难得 林春小说道 不得不说 林春小很会选择时机 因为明天 仲华和何家胜 就要启程去北京开两会 可以说在这段时间内 在北原 没有能钳制林春小的人 当然了 林春小也不会受任何人的钳制 因为我干的事都是正事 是有据可查的事 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查原始地产 那么怎么就不能查巨型公司呢 巨型公司是北原的潜规则 因为只要是知道这家公司背景的人 都明白这个公司查不得 即便是象征性地去查 这也需要勇气 可是林春小再以别人想不到的方式 动手了 丁长生和仲华 以及林春小三人 坐在省政府的食堂包间里 林春小优雅地吃着早餐 丁长生看看这两人问道 这大早上的叫来就为了吃顿饭呢 我今晚动身去北京开会 省政府这边林省长主持工作 你还没去单位报到吧 早点去晚点去都没啥 林省长这边有什么事 你得听招呼 尤其是他的安全问题 现在林省长把猫头对准了巨型公司 我猜他们一定慌了 防止狗一跳响 仲华说道 我觉得不会有事 他们不会这么傻 马上要开两会 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林春小说道 不 有的人不敢 但是不代表 有的人就都听他的话 巨型公司是他们洗钱的主要工具 我们打射打七寸 一下子就掐住了脖子 他们不急才乖呢 丁长生说道 乘生说的对 还是小心为好 仲华说 林春小看了仲华一眼 仲华低头喝汤 林春小又看了丁长生一眼 而且还是眨了一下左眼 丁长生那个心神激荡啊 这娘们现在越来越回聊了 那好吧 中间事务局那边 你什么时候去啊 林春小问道 啊 我和耿部长说了 暂时想歇歇 晚段时间再去 不知道何家政是不是把我忘了 还是耿阳省没有汇报 反正现在也没人催我 丁长生说道 雪茄在何家胜的手里 就像是一个玩具 翻来覆去的在桌子上敲打 但是却一点没有点着 这让在座的几个人心理压力都很大 尤其是翁兰一 她现在掌管巨型公司 这就意味着自己要亲自面对那个女生长 要是公司没有问题 一切都好说 现在的问题是 公司的账目之混乱 无人能解 就是现在重新开始做账 也来不及了 账目有问题 能查出来多大的问题啊 何家胜问道 这么说吧 从公司成立一直到现在 一分钱的税款都没有交过 不得不说 他们这次打击得非常精准 而且我怀疑 这是我们内部人性命 不然的话 他们不会突然转向 对准了巨型公司 巨型公司有问题 这也只是我们内部人知道 外面知道的人不多 所以内部的问题不解决 我们就是做到再好 也是余机不复 翁兰一说道 何家胜眯眯着眼 看向翁兰一问 你说的谢密是什么意思 你指的是谁 说明白 我现在没时间去猜 根据我的消息 丁长生和车家和书记走得很近 而且车家车书记的女儿车旅儿 生前掌红巨型公司五年 这五年是巨型公司发展最快的五年 也是账目最乱的五年 五年之前的账目还能查 现在的账目乱成一锅周 自从我接管公司以来 办的最多的就是整理账目 到现在还在整理 但是效果不大 因为太多了 翁兰一说道 翁兰一的矛头 一直对准的就是车家和 很多人对这一点都不解 不解翁兰一为什么会这样做 在你的聚会上 人家的闺女被杀了 到头来你还要这么整人家 但是没人理解是最好 因为这是一场看不见的交易 翁兰一说完这事 何家胜感到非常的头疼 他说道 先说说怎么应付林春晓吧 我马上要启程去北京 我走之后 省里会不会更乱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解决方式 是在和省政府那边谈谈 再给我们点时间 我高价找了个省里几十个会计师 再有一个月的时间 就能把张作平了 可是现在我们缺的就是时间 翁兰一说道 何家胜无奈的点点头说 好吧 我再找他谈谈 同家港插了一句话说 把丁长生弄回来 放到了宗教事务局 他是那边一直没见到人 到现在还有人在走关系 谋这个位置的 他去哪儿的 何家胜手没问到 这我也不知道 咱 我往那儿找他吧 耿部长那边没把人安排好 同家港趁机 还给耿阳生上了点眼药 胡闹 给耿阳生打电话 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何家胜有些恼火的说道 这些消息 在这个会议开完之后 源源不断的传到了 丁长生的耳朵里 之所以是源源不断 是因为此时 翁兰一说话都说不利算了 而且此刻 他的大脑也不停使唤 一阵阵的快感 冲击着他的灵魂 此时最合适的 就是闭上眼 感受身体传达的喜悦 而不是再去谈工作 可是丁长生 并不让他的精力太集中 依然不断的问着问题 而且此时 他的脚踝被丁长生抓住 然后将其压住 整个人像是被叠叠了一样 而折点 就是他们两人身体的结合点 不要了 你再这样 我就要死了 此时的翁兰一 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翁总 也不是一指气势的 省长千金 就是一个渴望刺激的 普通女人 就像是一条 被忽然扔到了岸上的鱼 张着嘴 努力地向丁长生的方向伸展 渴望他能给他一滴水 求生的欲望 在他这里 成了他现在唯一的意识 车家和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最后还是起来去了书房 一杯水没喝完 叶怡君揣着睡衣出来了 问道 心里有事啊 这么晚了还不睡吗 走吧 反正睡不着 和你说说心里话 车家和说道 叶怡君走了过去 坐在他的身边 和他夫妻这几年 其实他从未看清过他 当然也不了解他 到底在想什么 自从遇到了丁长生之后 他的心思又渐渐活了 所以 即便车家和说 像在让他滚 他也不会有什么惊讶和迟疑 这笔钱是我的工资 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动过 也用不着 留给你吧 你 这是怎么了 叶怡君一愣问道 没什么 这段时间出了很多事 我也知道 这一天早晚都要来 这次去北京开会 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无所谓了 车家和说道 叶怡君文言一愣 也明白了他话里话外的意思 那些护照的信息 是你泄露出去的吧 忽然 车家和抬头看向叶怡君问 什么 叶怡君有些不解的问道 别装了 我的书房里 卧室里都有窃听器 这些东西是谁安的 我很清楚 你也很清楚 我现在也不想知道 谁让你这么干的 这些年 我对你不好吗 车家和问道 你在说什么呢 我怎么了 为什么这么说 叶怡君想过很多 两人摊牌室的情景 没想到 是在这样的情景下 这倒是让他有些意外 我的基本护照 都不能用了 我买了去新加坡的机票 护照都不能出境 要不是有人泄露了 护照信息 边检怎么会查得这么准呢 我的护照 一直都在抽屉里保管 就在衣柜里面的 那个抽屉里 家里除了你 谁还会来啊 车家和问道 所以 你这是在怀疑我了 车家和 我连你有基本护照 都不知道 而是你刚刚说什么 准备走没走成是吧 为什么我不知道 你压个人 没想带我走呗 叶怡君问道 车家和文言 嘴角抽动 冷笑道 哼 我记得你是一个经济演员 唱戏唱得很好 没想到 你在生活里演戏 一样很好 叶怡君 你以为我到现在 还不知道你是谁吗 告诉我 你和原始地产的叶家 是什么关系 你频繁地去见丁长生 到底是为了什么 叶怡君文言 内心惧震 他不知道车家和 居然早就知道了这些事 但是一直隐而不发 只是为了自己 能顺利出去 没想到 现在出不去了 这是要和自己摊牌的 每次去找丁长生 都是你让我去的 我和原始地产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有什么证据 这么血口烦人 叶怡君不满地说道 事到如今 我不想和你吵架 都没意义了 我本来是想出去的 现在出不去了 无所谓 但是叶怡君 你也太美羞美骚 丁长生是什么人 你居然和他搞在一起 这也是我现在的心思了 否则 你们这点狗男女 我一定会杀了你们 车家和说道 叶怡君也被激怒了 瞪着车家和问道 这就是你睡不好的原因吧 还是不知道 去了北京能不能回来 你说我和丁长生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 你有证据吗 你拿出证据来 我就认了 你拿不出证据来 猜疑自己老婆有意思吗你 虽然和丁长生 有过这样那样的暧昧 但是自己和丁长生 毕竟是没有突破 最后的界限 至多也只是在吃饭的时候 暧昧一下而已 所以他的胆气很足 唉 不要再逼我了 车家和长叹一声说道 现在好了 车家和 你忙活了一辈子 到最后得到什么了 叶怡君问道 得到什么了 车家和自言自语地问自己 但是叶怡君没再理他 把他的银行卡扔在了桌子上 转身离开了 剩下的车家和一个人 在书房里坐着 当他听到了楼下的动静时 看到的却是叶怡君 开车离开了 既然车家和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他再在这里待下去 就会有生命危险 现在的车家和 挨大莫过于心思 所以 继续留在这里 很可能会激怒他 到时候 他一时想不开 对自己不利 那可怎么办呢 喂 他知道了 他什么都知道了 叶怡君连上蓝牙 给丁长生打了个电话 说道 什么呀 什么都知道了 丁长生坐了起来 此时 翁楠一翻了个身 看着他的背影 伸手在他的背上抚摸着 不得不说 这个男人给他的感觉 已经让他甘之若矣 十岁之位 刚刚他和我摊牌 知道了我和叶家的关系 也知道了 我在家里装清听器的事情 就连你让我拍摄的那些护照信息 他也知道是我干的了 我不敢在家里待了 就出来了 我怕他想不开杀了我 叶怡君说道 行我知道了 你去找叶文秋吧 我帮我去过去 丁长生说道 好 我真的很害怕 我知道 我明白 有我呢 不用怕 有我在 没事的 丁长生安慰道 挂了电话 丁长生愣了一下 起身开始穿衣服 出什么事了 翁楠一问道 没事 你睡吧 该问的问 不该问的不要问 丁长生有些不高兴的说道 这个男人呢 什么都好 就是大男子主义太厉害了 在他这里 容不得自己有一点的权利 自己呢 好像是他的奴隶 呼之急来 挥之急去 不过这样的感觉 却让他很过瘾 他前半辈子 都是对别人 一指气势 从来没有人敢对他这样 但是现在呢 丁长生对他这样做 他反倒是有了一种 小鸟依人的感觉 有个人对他这样 让他的心里 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变化 丁长生到了 叶文秋的酒店时 叶怡君正在他的房间里哭泣 看样子是吓坏的 其实 换了任何人都是一样 本来内心里就有鬼 但是被人当面扒了个干净 一层一层的扒下来 剩下的就是本身最真实的面目了 丁长生正想进去呢 背后被人拉了一下 回头一看是叶如瓶 于是慢慢退了出来 现在别打扰他了 让他缓缓再说 现在还有个问题 就是车家河 车家河既然知道这些事了 会不会对我们使坏啊 叶如瓶问道 都到这个程度了 还能啥事啊 丁长生皱眉问道 不知道 我总感觉这个玩意不是个好人 所以啊 我觉得有必要防范一下 叶如瓶说 丁长生点点头进了房间 叶宜君一看到丁长生来了 恨不得立刻站起来 投入他的怀抱 他现在真的是缺少一个男人的拥抱 可是在自己的两个侄女面前 他怎么也是做不出来这事的 脸面一直都是他傲人的资本 所以就那么一直看着丁长生 叶如瓶朝叶文秋使了个眼色 然后把丁长生和叶宜君单独留在了屋里 此时 丁长生走到他的跟前 伸手揽住了他的肩膀 一直都在强装镇定的叶宜君 再也没有犹豫 直接倒在了丁长生的怀里 不但如此 他的身体一直都在瑟瑟发抖 可见他真是被吓坏了 没事了没事 放心吧 剩下的事我来处理 现在太晚了 明天一早我去找他谈谈 我觉得这事没这么复杂 他要想对你不利 你根本就出不来 所以不要紧的 丁长生说道 不要 你不要去找他谈 他现在什么都知道了 所以你要是去的话 他会对你不利的 叶宜君猛然坐起来说道 丁长生笑笑说道 他昨天和你说的那些话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早就知道自己的处境了 想对我不利 他现在还有那个本事吗 丁长生好声安慰了叶宜君一个多小时 才让叶室姐妹把他带走休息 丁长生也没留在酒店里 看看时间找了个房间睡下 直到早晨 手机闹铃声把自己吵醒 洗漱完之后 丁长生直接出门 去了市委家属院 丁长生敲门敲了好一会儿 他差点叫保安来 生怕车家和想不开死了 没想到最后他还是开了门 看到门口是丁长生 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没想到你还敢来 车家和说 怎么不敢来 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 我倒是为了车书记做的那些亏心事感到亏心呢 丁长生说道 亏心事 谁没做过 我倒是没想到 你小子给我挖了这么大的一个坑 走吧 去我书房 我们好好聊聊 此时车家和倒是淡定了 因为他心里很明白 自己就是再着急都于事无补 叶宜君半夜出走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丁长生能来那就证明这事还有得谈 进了会议室 丁长生暗暗打开了随身携带的电子干扰器 他也怕这个时候车家和再给他挖坑 走吧 我很想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 你是什么时候让叶宜君死心塌地的为你所用的 还有 我家里的那些窃听器到底是谁安的 车家和问道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再说了 叶宜君和叶强的事和我没关系 我的目标只是宇文贾的案件 车书记也是当年的当事人之一 我想知道真相 也想知道怎么翻案 何家盛社铁的心要把这事瞒到底了 还把新的目标对准了原始地产 说白了吧 我和叶强都是在做利益交换而已 就这么简单 我和尊夫人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丁长生说道 车家和看着丁长生恨不得撕了他 但是他明白得很 现在自己确实是没有这个本事 也做不得这种事 可惜了 周一斌到现在都下落不明 我不信 车家和说道 其实我大部分的信息还是来自周一斌 你不是一直都在找周一斌吗 那我告诉你 周一斌现在在菲律宾生活得很好 用他受贿的钱开了一家公司 生活得很安逸 丁长生胡扯道 他真的在回兵 车家和不信地问道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趟从深圳坐渔船出海 从海上搭上了舌头安排了邮轮 然后去了菲律宾 丁长生说道 这混蛋 我说怎么找到他 原来是出国了 我原来还担心这家伙被人给宰了呢 车家和说道 所以现在谁也不为自己考虑啊 车手姐 你说你现在在国内提心吊胆的 你的前期在国外又何尝不是提心吊胆呢 这样的日子就是你们千风百计 捞闲后想过的日子吗 再说了 国外那么乱 你知道你前期现在的安危是怎么样的处境吗 丁长生问道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在可怜你 做到了这个省部级高官又能如何呢 现在的生活还不如一个老百姓 他们至少睡得着 昨晚你一夜没睡吧 丁长生说道 现在说什么都完了 我也是才知道 叶一决是叶家的人 我调查了他的一切背景 但是就是没想到这一点 可惜了 车家和说道 这没什么可惜的 他跟了你这么多年 你什么时候把他当做自己老婆带过 他不过是用自己最好的青春陪你睡的这些年而已 事到如今 他奉执得到什么了 丁长生问道 这些话虽然不好听 但确实是实话 所以车家和也没话说 第八百九十六集 你告诉他 我不会对他怎么样的 抽个时间把混离了 我不想给他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知道 车家和说道 其实事情也没你想的那么麻烦 如果我们还可以合作的话 结果可能会好很多 丁长生说道 合作 你想和我帮你吧 车家和问道 帮我又何尝不是在帮你自己呢 丁长生问道 车家和愣了一下说 说吧 说说你的条件 很简单的 我听说车蕊儿有一本账目 是关于巨型公司的 因为当时实在是太仓促了 所以那套账目 车蕊儿并没有来得及交给谁 我想知道巨型公司那本账目在哪 现在巨型公司的账目 被蒙兰伊搞得乱七八糟的 他也是在掩盖自己 从巨型公司捞钱的事实 可是现在这一切的黑锅 都扣在你和车蕊儿头上了 我猜何家胜一定会找你算账的 我想要这个账目 有吗 我能得到什么 车家和问道 或许你可以坐渔船出海 丁长生笑笑说道 丁长生本以为他会相信自己 或者是选择和自己合作 但是没有想到 等到秘书来接他出发去机场时 他对丁长生说了一句话 别以为我会贪生怕死 自从蕊儿死后 我就没什么可怕的 无所谓 进去也罢 死了也好 都是我的归宿 你想让我帮你 门也没有 人人都是相互利用的 这又是何必呢 你难道也不管你的前妻死活了吗 丁长生问道 他现在手里有足够的钱 够花几辈子了 爱怎么花怎么花 自从我知道不能出去之后 我就死心了 你也死心吧 我是不会把我知道的告诉你 有本事自己和他们斗 我不参与 已经算是对你最好的回报了 我这也是看蕊儿的面子上 也不知好歹 车家和说完 出门上车扬长而去 丁长生摇摇头 关上门也离开了他家 一大早就过来 是什么急事吧 丁长生刚刚想上车呢 背后有人说道 丁长生回头一看 看到的是朗军之家这个包 干净利索的站在他的面前 你怎么在这 我来接骑士长上班 车书记这次是去北京开会了吧 看到你的车在这 就过来看看 朗军之说道 嗯 有事和车书记谈了谈 这不 走了我也该走了 丁长生说 今晚有没有时间 我请你喝酒 我在北京的房子装修好了 就在市政府旁边 听说你又回省城了 我还想着什么时候 给你打个电话 请请你呢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 朗军之说道 今晚呢 呃 我看看吧 到时候要是有时间 我就过去 我还想和你谈谈 骑士长的事情 到时候再说 怎么着 这算是给你瘟锅吗 丁长生问道 算是吧 什么都不要带 只要是人来了就好 说完朗军之爱美的笑笑 要是个女人 对丁长生这么笑笑 丁长生肯定以为 对方是在搞暧昧 是在暗示自己什么 可是朗军之对自己这么笑 让人感觉到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丁长生离开市委家属院之后 回到了叶文秋的酒店里 叶怡君刚刚起来 正在等着丁长生回来 这老家伙 还认识固执得很 我原本是想和他 商量一下合作的事 没想到被他一口回绝了 现在最要紧的事 你不要再回去了 他没有确切的消息之前 你就在这酒店里 别出去 我现在很担心他对你不利 丁长生说道 他和你说了什么了 叶怡君问 其实也没说什么 但是这个人生死都看淡了 你说他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这才是最让我担心的地方 所以你不要再和他 有任何的接触 否则后果难料 丁长生说 安迪像是一个隐形人一样 只为丁长生开车 除了吃饭上厕所 基本都在车里待着 所以现在丁长生倒是很轻松 只要是出门 开车的就是安迪 甩都甩不下 他生怕丁长生死了 或者是出了意外 那不久死的就是自己了 这边呢 丁长生让安迪把车停下 也没下车 只是远远的招了招手 示意吴雨晨自己的位置 怎么才来啊 我现在很忙 能来就不错了 丁长生说道 上车之后 吴雨晨看了一眼开车的安迪 没有说话 只是在下车的时候 不知道用什么语言 他们之间交流了一下 丁长生问他们说了什么 但是安迪你不说 吴雨晨就更不会说了 三人坐在一起吃饭 安迪坐在一旁 脸色有些不好看 丁长生没有在意 你是代表许健生来的 还是代表许一介来的 丁长生问道 我们准备接手莫兰伊的那块地 我来只是先打个前站 过后他们把胡说的事情 料理清楚了就会过来 吴雨晨说道 我打赌 翁蓝伊不会卖的那块地 你们现在提出来收购那块地 这是在趁火打劫 丁长生说道 我不懂那些事 我只是来问问情况而已 你和我说这些怎么 你是翁蓝伊的代言人吗 还是你和他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关系 吴雨晨问道 哼 这几年在英国 我看你是学坏的 丁长生说 就是再学坏 也赶不上你坏呀 丁长生 我当年烧了你的牧场 你是不是特恨我 吴雨晨问道 没有 过去的事了 我不想再提 你现在跟着许健生 不是挺好的吗 好好和人家处 哦对了 许家想要和汪蓝伊做生意 是看上你们家 在江都的关系了吗 丁长生问道 我不知道 我只是来帮忙而已 怎么样 改天约我 见见蒙蓝伊吧 吴雨晨说 干嘛改天呢 这里就是蒙蓝伊的产业 他一会就过来 到时候 你可以问问他了 丁长生说道 是吗 那正好 哦对了 这里洗手间在哪啊 这位美女 你带我去呗 吴雨晨看向安迪道 安迪已经 看向了丁长生 他现在为丁长生 马首是瞻 所以要离开这里 首先要征求丁长生的意见 丁长生点点头 他们这才一块离开了 丁长生自己倒了杯茶喝着 现在他开始烦吴雨晨 那种小人得志的样子 让丁长生非常的不爽 吴雨晨和安迪出来的时候 翁蓝伊正好拐过弯的 看到这两个人 从丁长生锁定的包厢里出来 于是走到了包厢门口 正想进去呢 想了想 走向了洗手间 此时吴雨晨看看洗手间里没人 两个人站在洗手间的镜子面前 吴雨晨拿出来口红 在自己的唇上抹了抹纹 你是打算做断线的风筝了吗 你家里人找你都找疯了 这才委托我过来看看 你到底说什么事了 安迪刚刚就很震惊 因为吴雨晨说出来 自己在组织内的编号 那不是阿拉伯数字那样的编号 而是含有数字和字母的结合体 一共七位数 吴雨晨居然说的一字不差 这说明了什么呢 当时安迪就有些震惊 他没想到这么快 他们就整上门来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 吴雨晨问道 我的经纪人把我出卖了 就在我要成功的时候 我现在是骑虎难下 他在我的身体里下了一种可怕的毒药 只有他自己有解药 你要是能帮我把解药拿到手就好了 安迪说道 你的经纪人死了 所以你把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 是吗 吴雨晨问道 就在安迪想要回答时 吴雨晨伸手捂住了他的嘴 然后摇摇头 快步向门外走去 翁南一趁机躲到了一旁的包厢里 吴雨晨看看走廊里没有其他人 这才放心的回去了 但是 这两个人没有就刚刚的话题继续聊下去 而是回到了包厢里 此时已经开始上菜了 丁长生自顾自的吃着自己的菜 根本不管这两人心里在想什么 不一会儿 翁南一敲门进来了 不用介绍了吧 坐吧 这位是江都来的 吴雨晨 前江都市委书记吴明安的女儿 这位是翁总 剩下的你们自己谈 我吃好了 说完 起身出去抽烟了 安迪看了一眼丁长生 没有跟着出去 然后低头吃饭 十分钟后 翁南一出来了 看到丁长生在大厅里抽烟 就走了过去 他们这什么意思 抢劫啊 翁南一有些气愤的问道 别问我 我对这事一点也不执行 我的作用就是 把这人带来给你认识 可能过不了几天 陈焕强和许一剑都会来被援 还有这事 我知道 他们肯定给的价格很低 甚至是威胁你 要把地收回去重新拍卖 对吧 丁长生问道 那你还说你不知道 翁南一说 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这很简单 陈焕强是江都市委书记 陈焕山的弟弟 这个你知道的 而陈焕强和许一剑的关系非常好 他们是泰山会的人 也算是资本的结合体 这些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 肯定是生活打劫了 丁长生说道 他们要我转让那块地 价格是当时我拿地价格的三分之一 而且就这三分之一还不给我现金 而是用着三分之一入股 这不欺负人吗 翁南一问道 现在你知道这是欺负人了 当时你们瓜分语文家财富的时候 想过那也是欺负人吗 丁长生冷笑道 翁南一闻言以惊 看着丁长生说 我现在和你说的是我的事 你不要转移话题好不好 你说我现在怎么了 柯北刚刚跑了 我要是不同意 他们肯定还会记着这事做文章的 这是一点道义都不讲了 这搞不是他求着我救他女儿的时候了 此一时彼一时 丁长生淡淡地说道 带翁南一一出去 安迪看向吴雨晨说道 我现在是要保证我自己还活着 所以我没办法 那种药只有他有 对了 还有个人叫莫小玉的 是他给我想的药 当时我的头都要炸了 据他说 那是一种来自泰国的蛊虫 我不知道 我当时也是不信的 没想到疼的时候 我差点把自己的头打开 他说的这些话 吴雨晨基本不信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 也不好对他说什么 于是说道 你说的情况 我会尽快核实 但是你不要骗我 也不要告诉他我的身份 否则的话 我是真的不敢救你了 安迪 一边开车 一边瞅着后面座位上 闭着眼的丁长生 他也在想自己的脱身之道 可是 就算是把药抢回去 但是那些蛊虫 还在自己的脑子里 怎么取出来 难道要做开颅手术吗 那个吴雨晨 好像对你很感兴趣 丁长生问道 谁 安迪故作不知的问道 我问的问题 从来不问第二遍 能和我说说 你和吴雨晨都聊了什么吗 丁长生问道 我不知道 他只是问我是哪里人 怎么会为你开车 其他的他就没问了 我当然没有告诉他 只是敷衍过去了 安迪说道 嗯 我这个人有很多的特异能力 就像是当时我预感到 你是来杀我的那样 所以对很多事 我都是有预感的 你要是骗我 到时候 你会被那些蛊虫 啃噬的脑碎而死 我相信那一定是 非常的痛苦的 丁长生说道 我知道 我不敢骗你 我说的都是真的 安迪说 吴雨晨回到了酒店 立刻把这里的情况 告诉了许剑生 许剑生当然不信 吴雨晨说的那些鬼话 丁长生对付女人 很有一套 我看安迪是被他俘获了 这倒是个麻烦 你先不要动了 等我和外面联系好了 不行就再派人 接受了人家的委托 就要按时安量的完成任务 这是基本的直接素质 伟臣 你要拿捏好自己的态度 虽然我不知道 你们之前进行到了哪一步 但是你一定要明白 你现在是站在哪一边的 许剑生说道 我懂 从一开始我就懂 这个你放心吧 我这段时间在这里 再继续接触一下安迪 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我觉得这事 还是小心点好 要是安迪把我卖了 那我就见不到你了 吴雨晨在电话里 对许剑生撒娇道 你放心 我会尽快派人过去 另外你和丁长生接触时 最好是打听一下 他对陈焕翔兄弟的态度 陈家兄弟作为委托人 对组织催促的痕迹 他们是真的害怕的 所以一定要知道 丁长生对陈家兄弟的态度 我知道你的手段 放心 只要能达到目的 我是不会介意的 许剑生说道 讨厌 你说什么呢 我是那样的人吗 我和你这么久了 你还不知道我的委员吗 吴雨晨有些生气的说道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我说错了 有好调解 尽快通知我 另外 尽快安排一次 安迪和组织上的对话 我估计 他现在也是有顾虑 否则不会这么久 不和组织联系 许剑生说道 我知道 拜拜 吴雨晨挂了电话 想着怎么才能 再次和安迪见面 现在丁长生去哪里 就把安迪带到哪里 当然了 他还不知道 就是安迪主动要求的 因为他怕死 如果说丁长生 是一根脚屎棍的话 那么林春晓的作用 比丁长生大多的 因为他不像是丁长生 那么会搞阴谋 但是这个理 女人的厉害就在于 不用阴谋 杨某也能把你搞得死死的 何嘉胜不会想到 林春晓刚刚到委员 就这么快投入到工作中 当然了 具体来说 是没想到这么快 就投入到了和自己的对抗中 这种速度 很像是早就计划好了的 这也是何嘉胜 想了很久才明白过来 仲华从来了 就没怎么有动作 他还以为仲华 被自己给震慑了 的确 除了丁长生被贬到两江市的时候 和何嘉胜据理力争之外 真的没有和他有过什么对抗 可是现在杀出了一个林春晓 而且仲华是他的助力 两人一唱一鹤 硬生生把国税局 和省工商局的领导 逼着带人进入了巨星公司 不但如此 林春晓好像是除了这件事 没有其他的事情了 是的 每天都抽出一个上午的时间 去巨星公司盯着 这两个部门 怎么可能不有所动作呢 不然的话 自己头上的帽子 就真的保不住了 何嘉胜再厉害 可是他管不住自己的帽子 所以为了自己的利益 还是要做做样子的 可是就是这样做做样子 却把巨星公司的真面目 慢慢的挖了出来 林春晓选择的这个机会 实在是太好了 因为何嘉胜要去北京开会 不能实时了解北渊的情况 所以何嘉胜选择了 把真存健留在北渊 因为现在除了他 何嘉胜真的信不过任何人了 所以真存健每每有什么消息 就写成邮件的形式 发给何嘉胜带去的秦务员 秦务员打印出来 交给何嘉胜 即便是如此 依然是不能实时的 让何嘉胜知道这边的任何信息 李省长 这么经验 这些事让业务部的人做就是了吗 你还得亲自在这盯着 真存健到了巨星公司的会议室 看到林春晓正在督导着这些人查账 就问道 林春晓也只是扭头看了他一眼 一声不吭 根本就不搭理他 在座的这些会计师 和国税工商局的领导 也都看着林春晓和真存健 但是林春晓看完真存健后立刻大喝一声 看什么看 闲的吗 继续查 他这一嗓子 把刚刚到了门口的丁长生都吓了一条 屋里的人更是不敢再看 赶紧低头干自己的活 真存健非常的尴尬 以前的自己走到哪里不是前呼后拥的 但是现在居然被人无视 一回头看到了丁长生 丁局长也在这啊 啊 对啊 我现在的单位都嫌出蛋来了 没事 来这玩玩 不和林寺长是老乡 听说他在这查案子 有人要对他不利 就过来看看 丁长生说道 嘿 怎么会呢 这里有这么多人 谁敢对林寺长不利啊 真存健闪闪的笑笑说 林春晓看了一眼丁长生点点头 但是没说话 哦 对了 真没说 我得谢谢你 说着朝着他伸出了手 谢我 谢我什么呀 真存健虽然疑惑 但还是伸出了手 和丁长生握了握手 哎呀 要不是你 我也当不了这个宗教事务局的局长啊 不管怎么说 总算是回到省城了 两江那个地方 真不什么好地方 哦 对了 那里出了个什么大幕 我那个朋友啊 带着人去挖坟了 丁长生说道 大小考古 林春晓回头看了他一眼说 林春晓现在对丁长生 也是非常的不满 自己在白山时 他还敢对自己为所欲为 没想到自己到了北园 这小子居然矜持起来 要不是前段时间刚刚和他云语的一番 他还以为自己是不是老了 对这个家伙没有吸引力了 哎 丁局长 你这可说错了 你调到宗教事务局 那是何书记拍板的 哦 没关系 真存剑忙着宅清自己 我知道是何书记拍板的 但是是你建议的呀 所以我还是要谢谢你 其实吧 你们真的该把我调到省备办来 那呢 我们就离你们更近了不是吗 你们看着我不是更方便吗 所以啊 你原来这个建议不错 可惜的是何书记没采纳 何书记的格局还是够够大呀 丁长生说道 真存剑文言几倍都开始发凉了 这么机密的事 也只有几个人知道 可是丁长生是怎么知道的 而且知道的这么详细 丁局长 你真会开玩笑 好了 我还有事 就不和你扯了 有时间一起喝酒 说完 真存剑看看会议室里的人 掉头就走 他没有离开这个大楼 而是去了翁兰一的办公室 丁长生刚刚从这里离开 翁兰一还以为他又回来了 没想到进来的是真存剑 他们这么查 能查出什么东西来吗 一进门 真存剑就问道 我来了之后的东西 肯定是查不到的 但是我来之前的事情 我管不了 这点我和何书记也说了 能查出的东西是肯定的 毕竟这个公司 从成立到现在开始 一分钱的水款都没交过 但是每年账上走的那些钱 可是真金白银呢 翁兰一说道 你估计他们什么时候 能查出的真东西 真存剑问 翁兰一笑了笑 看着真存剑问道 验过流声 臣民说 你真以为他们是为了查账而查账吗 这是报复 他们是真看不出来 还假看不出来 这么说吧 你们立刻把人从原始地产撤出来 这里立刻就会风平浪静 我就很不理解 现在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是该收拾收拾摊的了 何书记为什么还要到处惹事呢 这话我没好意思问 我怕我看不懂领导的远达目标 臣民说 你懂吗 有时候总是有些执念在里面的 原始地产要是操作的顺利 会有几百亿的资产变现 那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导致操作不上 这也没办法 几百亿啊 不是谁都可以安心放下的 但是我也认为 现在不是最佳时期了 可是我也说服不了何书记 没办法 既然说服不了 就得跟着跳了 真存剑说道 可现在的问题是 眼看着前面是火坑 你还跟着跳吗 有些话我不好说 现在最好就是收手 否则的话 到时候最佳一等了 臣民说 你打算把你这一辈子 就这么葬送了吗 这个时候做点好事 或许还有转环的余地 别的不说 你和丁长生好好聊聊 必然会有好的回报的 翁兰依说道 真存剑有些惊讶地看着翁兰依 翁兰依没有回避她的目光 接着说道 何嘉胜书记 恨丁长生入骨这点 你该知道 但是为什么 只是来来回回地调整她的位置 而不敢对她采取其他措施呢 知道为什么吗 翁兰依见她不直声 接着说道 丁长生在外面浪荡了几年 回来的时候 是现在的中纪委副书记 李铁刚牵牵打敲的 丁长生也没辜负她的期望 虽然没有对中南省官场喜利异空 但是很明显 拔出了不少大萝卜 可以说丁长生和李铁刚的关系莫密 中北省现在这个情况 何嘉胜是想捂着 而不是在锅里继续炒菜 能盖着盖子不揭开就不错 真存剑不直声 但是她心里明白得很 因为翁兰依说的没有错 她未必可和我谈的 真存剑说道 丁长生这个人最大的好处就是活气 不呆板 只要是能做成事不拘小节 所以你只要是拿出来她感兴趣的东西 她为什么不和你谈呢 翁兰依说道 真存剑笑笑看向她问 哦 那这么说 翁总有经常生感兴趣的东西了 翁兰依文言一愣说道 我有没有那是我的事 真秘说 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 哦对了 我已经给何书记打了电话 巨星公司的生意太复杂了 我做不来 准备辞掉巨星公司总经理的职务 可能何书记快要让你推荐人选了 真秘书又给趁机赚个人情了 不是吧 翁总 这个时候 你不好聊桃子吧 你要知道现在除了你 谁还能接巨星公司这个坛子 你应该说 除了我 谁还能接这个烂坛子吧 我要是早知道会是这样 车惹就是死八次 我也不会接这个公司的 翁兰依得了便宜 还卖乖道 虽然没人知道 但是丁长生知道 翁兰依在巨星公司黑了不少钱 具体是多少 丁长生不知道 因为这段时间以来 他一直都在找人作账 有好几个高级会计师 都是他从国外请来的 就是为了把自己捞走的钱 作账平掉 而车蕊而在的时候 他的会计师被做掉了 所以 现在没人能说得清楚 巨星公司的账目 到底是怎么样的 丁长生试图找车家和要账目 可是被车家和一口回绝了 真存健离开巨星公司时 深深地受到震撼 一个是林春晓的态度 一个是丁长生的消息 以及翁兰依准备撤离的打算 不论怎么说 都是为自己做打算 那么自己呢 你觉得这里能查出什么 林春晓在走廊上问丁长生道 问题不在于查出来什么 而在于给何家省多大的压力 如果这个压力不够大 何家省就不会有下一步的行动 我已经让翁兰依把我们的意思 透露给何家省 所以你这边还有这大压力 实在不行 就得把巨星公司所有账目都先封了 账号也给封了 不但如此 那些和巨星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公司 也要把账目封了 巨星公司的账目混乱 但是其他那些和他有经济往来的公司 账目不一定混乱 可以走这个思路试一试 丁长生说道 回去的路上 丁长生问安迪道 你们这些做擦手的 有多少种杀人的方式 因地质疑 只要是能把人杀了就可以 安迪说道 我现在要你去杀一个人 你能办到吗 我有的选择吗 安迪面无表情地问道 有啊 你可以选择不去 当然了 我也不会把你怎么样 你要是去呢 我会很高兴 说不定过短时间 我会找我那个朋友 把你脑子里那个东西取出来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丁长生说道 杀谁 安迪心动了 他问道 陈幻强 你来杀我 就是他出的钱 找你的你们这个所谓的组织 我现在出双倍的价钱 你去把人给我做了 要做的像是一万一样 怎么样 丁长生问道 确实我不敢做主 我要请示 请示 不必了 那我给你要 也没请示你的组织吧 你爱做不做 无所谓 陈幻强兄弟不止一次的算计我 我还没正经对付过他们 你既然不愿意做那就算了 算我没说 丁长生说完 下车上楼 安迪也跟着上了楼 进了家门 安迪就会找个地方坐下 或者是站着 一般不会乱走动 洗澡换衣服 也是等到丁长生睡了之后 才敢去洗手间收拾一下自己 这一次不同的是 他想要对丁长生做个解释 生怕丁长生脑火断了自己的腰 那自己就要靠着拳头击打自己的头 才能缓解头痛带来的恶果 安迪想好了怎么说 走进了卧室 但是此时丁长生正在换衣服 裤子还没提上去 安迪立刻回头 但是没走 他说道 我可以试试 但是我有个条件 我要你一次给我一周的药 我可能要在那里待一段时间 机会是慢慢等来的 我不确定什么时候能完成 丁长生点点头说 这就对了吗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 叫做实时务者为俊杰 你看你 在中国待了这么久了 到今天才懂得这话的意义吗 说完 丁长生走到他的身后 今晚要去朗军之家里喝酒 虽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但是很明显 今晚的诱惑必然不会少 所以在去之前 丁长生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不然的话 到时候就太丢人了 安迪一愣 想要振脱开他的手 可是被丁长生的双手 死死地前置在他的腋下 他根本就动弹不得 别动 丁长生在他的耳边 小声地说道 你上次体检是什么时候 没什么病吧 丁长生在他耳边问道 没有 安迪只是说了这两个字 他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不是不想说 而是没精力去说 因为此时丁长生的手 早已施展鬼手十三招 在他的身上快速地游走 他还从来没遇到过一个 这么会前夕的男人 所以当他的手在他身上纵横时 他的手只能是扶住了门框 以免自己摔倒 此时丁长生将其另外一只手 也举了起来 让他扶住了门框 然后双手下移 解开了他的皮肢 剩下的东西就是向下一拉 然后抬脚蹬住衣服 一下子就蹬到了地上 虽然还在束缚着两个脚踝 他的腰肢早已配合地 完成了九十度 已经一个多月 没有这种经历的他 随着丁长生的深入 有一种被刺穿身体的感觉 大开大合 没有丝毫的怜悯 此时的丁长生 真可是为了自己的满足 根本就不顾及他的死活 可是即便如此 安迪被推开时 自己居然还能直起腰了 丁长生在他的帮助下 收拾完自己之后说 你在家里等着吧 我要出去见个人 我和你一起去 安迪迅速地收拾完自己 即便是自己现在 还有些脚下轻浮 可是依然坚持着 要跟着一起去 不然的话 他在家里也不安心 万一谁把丁长生给做掉了 那自己岂不是要跟着殉葬了吗 根据组织的一贯规则 自己失败了 肯定还会派来其他的人 而且很可能现在自己都成了目标 所以无论丁长生去哪里 自己都要跟着 你这么死气白雷地跟着我 是不是迷上我了 尤其是跟我有过床上交流的女人 都很难再离开我 丁长生说道 你想多了 我是怕你被人杀了 那我也就活不成了 那个叫什么莫小鱼的 是肯定不会救我的 没有了药 我必死无疑 安迪说道 丁长生笑笑 没有说话 安迪说的是真心话也好 气话也好 丁长生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就在刚刚 他让他浑身发抖了两次 刚刚开始出门时 开始还差点撞墙上 这倒是真的 除了你 还会有人来杀我吗 丁长生问道 会 而且很可能会连我一起杀 所以你最好是小心点 安迪说道 丁长生笑笑不再说话 他相信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开门的是林涛 看到是丁长生有些高兴 因为朗君之说 今晚有客人来 让他做几个菜 没想到来的是丁长生 来了 快请进 林涛高兴的后退一步 然后从一旁的鞋柜里 拿出了一双新的拖鞋 因为连着两只脚的标签 那都是线剪开的 哎呦 我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也是刚刚听说 你去的剧行公司 怎么样 那里是不是乱成一锅粥了 朗君之听到是丁长生的声音 急忙过来打招呼 正好看到丁长生在换鞋 林涛蹲在地上 把他换下来的鞋 放回了鞋柜里 对于林涛的这个举动 朗君之是非常赞赏的 而且内心里还一阵激动 看来 林涛正在按照自己设计的道路 一点点改变 在朗君之的内心深处 他一直都试想着改变林涛 可是林涛死活不同意他的建议 直到朗君之把这个目标 对准了丁长生 没想到林涛没有激烈的反对 朗君之才不得不把那个人 换成了丁长生 人的改变都是从一点点开始的 只要是开始 那就有希望 两个男人对面而坐 而林涛上完了菜之后 坐在了朗君之的身边 坐得这么静止 你坐的还林涛坐的 丁长生问朗君知道 当然是他坐的 我不会坐这些东西 怎么样 我这媳妇的手艺还行吧 他问道 嗯 非常无所 林涛是省政府办公订的当家华丹的 你小子算是有艳福了 居然一下子就把我们省厅的一朵花 给摆走了 现在你们两口子婚业定了 打算什么时候正式办婚礼啊 我一定送上大礼 丁长生说道 丁主任 你还是多喝点吧 别喝得瞎扯 林涛白了朗君之一眼 脸色红润的说道 餐桌没有桌布 所以只要是稍微的低头 就能看到桌子下面的一切活动 让丁长生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脚面感觉到被人踩到 向后一样低头扫了一眼 看到的居然是林涛的脚踩在了自己的拖鞋上面 可是他像是一只做错事的小猫咪 一看趟丁长生低下头看 立刻就收了回去 然后给两个人夹菜倒酒 再也不敢看丁长生一眼了 不知道这是不是朗君之要求他这么做的 可是很明显的一点是 这绝不是林涛的主意 因为在林涛撤回去自己的脚之后 朗君之看了他一眼 然后就端起酒杯和丁长生干杯 你慢慢喝 我去看看他好了没有 说完 林涛逃也似的离开了餐厅 去了厨房 怎么样 在林涛走后 朗君质问丁长生道 丁长生笑笑说 娇艳如花 训练的不错 现在居然敢主动出击了 这也是费了我很大的力气 也只是对你不知可谋 我只要说其他人 他立刻就记眼 所以他还是对你有意思的 朗君之说道 你可想好了 一旦这一步迈出去 就没有回头路了 丁长生说道 我知道 其实我内心也是很痛苦的 我看了心理一声 但是没用 即便不是林涛 换个人我可能也会这样 你说这是病吗 朗君之问道 丁长生摇摇头 此时林涛端着汤盆过来了 因为隔着桌子 盛汤不好端 所以林涛只能是过来 丁长生这边给他盛汤 丁长生等到他站在自己身边时 刚刚将自己的碗放下 看了一眼朗君之 将手里的筷子放下 一只手就摸到了林涛的屁股上 林涛浑身一震 没敢置身 只是偷眼向朗君之看去 没想到朗君之两眼差点 都要瞪直了的 盯着这两个人的下一步动作 此时丁长生本想放他走的 可是林涛站在那儿是一动不动 还在装模作样的 拿过来朗君之的碗 继续为朗君之盛了一碗汤 丁长生的手 始终在林涛的屁股上没离开 而且鬼手十三招 也在使用了不到两招 林涛盛完汤之后 没有坐回到自己的座位 而是去了卧室 丁长生看下朗君之 朗君之的两只眼睛都摇红了 放下了筷子说 我去看看他 丁长生呢 继续自真自引 没理会这两口子 到底会干什么 自己之所以出手 也是朗君之要求的 所以他不怕朗君之翻脸 朗君之进去的时候 林涛正坐在马桶上 浑身有些发抖 这是第一次在朗君之的面前 被另外一个男人猥胁 而且做得这么明显和明目张胆 朗君之呢 他居然一声不吭 还看得津津有味 一想到这里 他原本的羞耻感 居然没有原来那么强烈 此时自己应该很生气才对啊 可是呢 他确实是生不起气了 闭上眼 回味着刚刚发生的一切 可是此时 却有人推门进来了 他刚刚要惊叫一声 没想到的事是朗君之 所以他捂住了嘴 刚刚想要站起来 却被朗君之走上前去 按住了他的肩膀 朗君之弯腰在他的耳边说 你做得很好 我一点都不生气 而且现在还很想你了 你不信摸摸看 林涛本应该怒斥他 可是居然就真的是 水使神差的摸向了他的宝宝 果然就像是说的那样 只要是给了他这样的刺激 他就可以勇猛异常 甚至更胜往昔 尽管林涛推辞着 想要拒绝 可是依然被朗君之 拉到了床上 可是他挣扎的原因 不是不想和他朗君之做 而是朗君之 根本就没关卧室的门 这让林涛的心理 还是受不了的 所以挣扎着要去关门 可是朗君之哪会同意 直接将其按在了床上 在他的耳边小声地说 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这样我才能一地步倒 不然的话我就做不成了 面对这样的威胁 再加上之前 他对他的各种洗脑 最要紧的是 林涛对丁长生的好感 所以他渐渐放弃了抵抗 顺从了朗君之的荒唐 丁长生喝到第二杯的时候 听到了卧室里传来的声音 木床的歌之声 女人压抑的声音声 以及男人故意的叫喊声 这一切都是他在自己 为自己打气 丁长生稳坐如中 好在自己来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 要不然现在还不得被这两口子给坑死 丁长生显然不能做个吃亏的主 所以端着酒杯就去了卧室的门口 椅在门口可以看到四条光着的腿 不停地在床上挣扎 他知道再往前走几步 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现场直播了 但是想了想还是算了 给林涛留点面子 听到丁长生的脚步声离开 林涛像是松了一口气 你既然这么喜欢这样 干嘛不让他一起来 林涛拧着朗君之的耳朵问道 安迪虽然坐在车里 但是依然保持着足够的警惕 作为一个杀手 最先做到的不该是杀人 而是自保 如果连自保都不可能 怎么能杀人呢 所以当他从倒车镜里 看到吴雨晨时 下意识地向楼上看了看 吴雨晨只是走过来露了露脸 只是为了让安迪看到自己 然后安迪下车 向吴雨晨躲藏的黑影里走去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安迪问道 这辆车在北原也算是数得着的吧 我想要找你还能多难呢 你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在饭店里说的那些话 我已经带你传上去了 可是他们不相信 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是把他杀了 要么是等着下个人把你们杀了 所以你怎么选 反正都是死 主动还是被动 你要考虑清楚了 吴雨晨说道 不信 为什么不信 我现在被他的朋友下了药 每天都要吃药 不吃药 我的头就会剧烈地疼 疼得我受不了 只有用手砸脑袋才舒服一点 我要是骗你 我就是孙子 安迪脱口说道 他在中国待的时间长 就连这样的誓言都能很溜地说出来 你说的这个太离奇了 不是我不相信你 是上面的人不信你 所以我跟你两天时间 现在你们每天都在一起 我不信你没机会 你只是不想做了而已 我问你 你是不是和他上床了 吴雨晨问道 我是被迫的 被迫的 那为什么不报警告他 吴雨晨玩味地笑道 你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 我是杀手 到时候被人找的 我还去报警 有病了你 安迪不满地说道 现在不是我有没有病的问题 你要想清楚了 你现在要是不下手 对方催得很紧 很快就要来新人 到时候别说我没提醒你 吴雨晨说道 不要逼我 逼急了 我会把你的身份告诉你 到时候看你死 还是我死 我说了 我再慢慢地解决我的问题 但不是现在 一旦我找到了 就我自己的办法 我会在第一时间载着他 安迪说道 你等得了 可是课后等不了 一直都在催 收了钱不干事 这有损我们的生命 所以你得抓紧时间 我跟你两天 四十八小时 到时候 我会如实回报 吴雨晨说道 安迪冷笑一声说 你还是先再回报吧 四十八小时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吴雨晨上前 替安迪整理了一下衣领 说道 你要搞清楚 你是杀手 你的第一目标是杀死目标 而不是保命 你错了 我的第一任务是保命 第二才是杀人 安迪说道 吴雨晨点点头 没说话 转身走了 这一刻 安迪很想宰了他 死无对证 可能自己的事 还会再拖一拖 可是 就这么眼睁睁地 看着吴雨晨扬长而去 自己却没有半点办法 防盗门 光当一声关上了 朗军之最后的努力 也有了结果 两个人都坍在了床上 他走了 朗军只问道 你太过分了 林涛看着天花板说道 第898集 现在回家吗 安迪见丁长生下楼来 就问道 回家吧 丁长生说 我想了你说的问题 我可以去一趟湖州 问题是那个人还在湖州吗 安迪问道 哦 你终于想通了 不是我想通了 你不是说 他委托我们杀你吗 既然这样 把他杀了 委托的事 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我就不用再担心 组织上重新派人来了 安迪说道 嗯 说的也对 小心 丁长生看到对面 一辆轿车 以飞快的速度 冲着他们的车 就开了过来 因为路中间 没有隔离栏 所以对象的车 很容易冲过来 好在安迪反应还算是迅速 猛打方向盘 尽管如此 也是堪堪躲过了对方的撞击 可是 对方的车辆 好像是失控了一样 直接撞向了路边的花坛 然后 被一棵大树阻止 整个发动机舱 彻底报废 丁长生下了车 安迪本想阻止他下车的 但是 也知道不可能 那辆车上应该还有人 不可能这么走了 有人就得救人吧 你还是不要过去了 我过去看看 安迪把车停在的路边 阻止了丁长生进一步 靠谅那辆车 丁长生拿出手机报警 安迪慢慢走向那辆车 可是等他走到车跟前后 却发现 虽然车辆前面浑水严重 但是车内的气囊都弹开了 拉开车门 让人惊异的一幕出现了 车里没有人 司机呢 这一会儿的功夫 司机不可能逃了吧 看看周围的灌木和草丛 没有人被踩过的痕迹 也没有人离开这里 安迪想了想 迅速地离开了 人怎么样 丁长生问道 车里没人 连司机也没有 看来这次我们遇到麻烦了 安迪迅速地拉着丁长生 奔向奥迪车 他要在第一时间 保证丁长生的安全 这辆奥迪车是防弹的 这个他知道 所以小心有人打黑枪 我报警了 不等警察了吗 丁长生问道 那辆车很可能被改装过 或者行车软件被人修改了 然后可以自动驾驶 目的就是要在这个时候 撞击我们 多亏你发现得早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就得24小时 不离开我的身边 我是杀手 自然知道杀手怎么考虑的 所以才能保护你 不然的话你死了 我也活不成 安迪说道 你这是变相的 在下午暗时 你要跟我一起睡吗 这个我不反对 刚刚站着确实不是很舒服 回去让你躺在床上试试 保证让你回味无穷 我这个人经历了 不知道多少次曾死 所以不在乎 死了就死了 死神来临时 谁也挡不住 丁长生说道 你最好是听我的话 不然的话 我会使用暴力 我原本是想拿毒药 毒死你的 但被你发现了 除了这一种 我还有很多 可以杀你的方法 换句话说 要杀我们的人 也一样具有这些本事 安迪说道 回到家里 安迪先把房间里 检查了一遍 没想到 这些以前自己 需要亲自做的事情 现在居然有了 新的接班人 丁长生 只是等着就可以了 算了 杀完了那个陈幻祥 回来给我当保镖吧 我保证给你的 比那个所谓的组织 给你的多 丁长生说道 那有多少 几个亿吧 丁长生淡淡地说道 你说的是钱 还是其他 安迪不傻 他知道自己值多少钱 所以丁长生这么说 他得问清楚了 精子 丁长生说完 自己都笑了 安迪白了他一眼 默默地去窗口看了看 然后把窗帘拉上了 你真的觉得 那车车奔着我们来的吗 丁长生问道 那个时候 好像没有其他的车 而且我觉得 那人一定是在附近的某个位置 看着我们的车 然后操纵了车辆 直接撞了过来 你还说 不是冲着我们来的吗 安迪说道 看来你们这些人 还真是不讲究啊 一言不合 就连自己人都能杀 丁长生说道 没有不讲究 我们现在一定是 以我们背叛了你们 跟着你却不杀你 让谁都会这么想 对了 你可能想不到一件事情 现在又有人联系我了 是代表组织上的人来找我的 安迪说道 哦 是吗 够快的 这个人你还认识呢 安迪又说道 要不是有今晚的这一起事故 安迪还是不会开口出卖吴宇辰 可是没想到吴宇辰给了自己48小时 还不到呢 就动手了 很明显 所谓的48小时 不过是迷惑自己而已 迫不及待的下手 才是真的 哦 谁啊 丁长生一愣问 吴宇辰 你们不是认识吗 他这次来北园 不是来找你的吗 安迪问道 说实话 丁长生听到这个消息时 以为安迪是在挑拨离间 虽然自己不喜欢吴宇辰 可是他要杀自己 这有点说不过去啊 你没开玩笑吧 丁长生问道 当然 现在我们两个随时被人做掉 我有心思开玩笑吗 在饭店里第一次见面时 他就对我说出了我在组织内部的编号 那个编号除了经纪人 就是组织的高层知道了 所以当他说出来我的编号时 我就知道他是谁了 我的前经纪人死了 他们当然会派合适的人过来接下 再加上我消失不见 他们肯定着急 所以吴宇辰就是来联系我的 安迪说道 这倒是让我感到很意外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吴宇辰总会要付出的代价的 你帮我约见他一下 我想确认一下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 那吴宇辰还真是有点价值了 丁长生说道 可是我听说你们曾经是恋人 安迪的话没说完 就被丁长生打断了 他说道 理解那些没用的 无论是谁 想要我的命 我都不会和他讲情面的 就像是你 你要是再不老实 我一样会把你做掉 烧成一捧灰 阳台上那几盆花 可是好久没有上肥料了 丁长生说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所以必须安迪24小时贴身的保护自己 所谓的贴身保护 被丁长生同志那解释的龌龊无比 但是好像安迪也很乐意这样 而这一次 安迪没有再藏着掖着 在床上和丁长生同志展开了激烈的搏纱 自然他就是再厉害也不是丁长生的对手 最终终究是败下陈类 被他杀了个片甲不留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像你这么厉害的黄中人 真的 安迪由衷地说道 哦 是吗 你是过多少黄中人 丁长生问道 嗯 不记得了 好多吧 安迪狡黠地一笑说 顿时 丁长生有一种想把他撤下床的冲动 但是想想还是算了 逢场作戏吗 自己对他又没有什么感情 他对自己也是一样 各取所需而已 丁长生很久都没睡着 一直在想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尤其是今晚那辆车 如果真像安迪说的那样 那自己这回的对手可真是不一般了 不知道安迪坐在的那个杀手组织 是不是都像他这么问 当然了 可能行为方式不一样 安迪擅长的是悄无声息 做的像是意外死亡一样 但是今天操纵汽车的那位 倒像是干脆利索的暴力方式 再就是安迪说的 吴宇晨是他的新经纪人 这让丁长生有些吃不准 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 此时他正在想这些事 身边的安迪居然打起了呼 这让丁长生很不爽 本想一巴掌打过去 让他滚到沙发上去睡 但是想想还是算 于是他起身下了床 刚刚走到门口 呼噜声停了 你去哪儿 你睡觉打呼噜 我去沙发上睡 你睡吧 没事 丁长生说道 你才打呼噜呢 我睡觉从来不打呼噜 正像是没有任何一个女生 承认自己睡觉打呼噜一样 这位洋妞一样不承认自己打呼噜 好 是我打呼噜 我怕影响你 你先睡吧 我外抽支烟 记得不要去阳台 不要拉开窗帘 最好是不要开灯 好了 我知道了 说完 丁长生关上了卧室的门 在外面坐了一会儿 抽了支烟 然后拿出手机 给吴雨晨打了个电话 想要从这个女人这里套点真材实料 看一看 是不是真的像安迪说的那样 诶 这么晚了还没睡 啥事啊 吴雨晨急通透说道 没耽误你和许建成视频吧 丁长生问道 视频 什么意思 吴雨晨问道 你们这小夫妻没在一起 还不得试个贫呢 相互安慰安慰啥的 丁长生笑道 吴雨晨一听就知道了他的意思 于是就说道 我就知道你勾嘴里吐不出像牙类 还有一股浓浓的醋味 说吧 有啥事 哦 没啥事 我觉得你说的那件事 我可以帮你斡旋一下 但是你们给的价格太低了 而且还不是现金 这和明抢没啥区别吗 做人不能这么不讲究吧 丁长生说道 那你的意思呢 吴雨晨问道 我现在不是在帮你做工作吗 今晚我和他好好聊聊 明天见面再聊 好吧 丁长生说道 你现在和翁蓝一在一起 吴雨晨不信地问道 行了 生意是生意 私人生活是私人生活 不要打听得那么清楚 如果能给我足够的利益 我倒是很想促成这个合作 现在翁蓝一的资金链基本端 一直都是在硬撑 所以能卖掉当然是好事 但是赔太多的话 宁愿再等等 丁长生说道 好 我知道了 等你好消息 吴雨晨说 吴雨晨确实是没睡呢 但是也没和许健生视频 而是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 就在酒店的房间里 一记不成 他们迅速地撤离了现场 吴雨晨没在撞车现场 早已回到了酒店里 但是确定丁长生的位置 可是他提供的消息 经纪人干的就是这个活 他说他现在和翁蓝一在一起呢 吴雨晨看下那个人说 我很了解他 不能一晚没有女人 所以他现在和时在一起 并不重要 但是一定是和某个女人在一起呢 我现在就去 但愿这次不会不空 我以前和你没什么交集 不知道你的身手 但是既然这次把你派过来 相信你一定知道 丁长生的软肋在哪里 可是如果不成功 你知道后果 安迪那个婊子一块杀了 但是不要再殃及无辜 尤其是那个翁蓝一 你可以杀丁长生几百次 但是那个女人不要动弹 她是中北省老生长的闺女 也是和家圣的红人 要是这件事出了问题 你小命难保 尤其是她活着 才能说明一些问题 她死了就太可惜了 吴雨晨说道 我知道 走了 吴雨晨顺势关上了门 然后拨通了许健生的视频 果然还是要视频的 还是没成对吧 怎么晚了还没消息 我就知道成不了 许健生说道 嗯 没成 不知道丁长生对安迪下了什么样 让这娘们死心塌地 怎么劝都不回头 哦对了 她约我明天见面 还是翁蓝一那块地的事 看样子翁蓝一现在很缺钱 随想变现 丁长生答应握选一下 看看结果吧 你那里怎么样 都搞定了吗 吴雨晨问道 嗯 都签完了 最后的协议也敲定 爸爸明早回北京开会 陈宛山会在这里待几天 处理一下最后的事情 我也要在这里待几天 明天见完了丁长生 你就回来吧 我担心你的安全 丁长生不是好惹的 这点爸爸再次说了一遍 他既然这么说 我相信一定是有道理的 许健生说道 好 明天见了面我就回去 到时候再说吧 林浩今晚又出去了 不知道会不会得手 我对这个不抱什么希望 吴雨晨说 嗯 我想你了 给我表演个节目 不然睡不着 许健生说道 讨厌 我不干 快点 不然我竟然可睡不着了 许健生又说 吴雨晨犹豫了一下 将手机放在床头 然后躺下 慢慢的把睡衣的拉链打开了 像是一只大白羊 从羊皮里翻滚出来 许健生看得神情一致 如果让丁长生看到这一幕 肯定会气得吐血的 当时就是对他太小心了 所以才导致他蛮横不讲理 现在倒好 在许健生的教导下 居然这样的事情 都能做得出来 在自己的床上 对着自己手机的镜头 吴雨晨自己 把自己搞到了顶点 这也是没谁了 娇艳的面旁 然后看着屏幕上的自己和许健生 虽然没有真实的男人感觉好 但是刚刚顶点之后的吴雨晨 还是让人感觉到 女人的潜力真是不一般的大 这就完了 许健生有些不满意地说道 我今天很紧张 所以没忍住 你紧张什么 不知道 反正就是感觉不太好 我明天就回去了 到时候再说吧 吴雨晨说 好 就这样 许健生说完就挂了电话 翁兰一在公司累了一天 感觉到非常的疲惫 在浴缸里泡了个澡 起身出来 刚刚上床 却发现窗户处的窗帘 有些飘动 他都不记得 自己是不是开过窗户了 可是当他拉开窗帘后 却发现了一个蒙面人 站在窗帘后 连叫都没有来得及叫出来 他的嘴就被捂住了 然后就是一阵昏迷 彻底不知道后来的事情了 黑衣人在房间里找了一圈 都没有找到 除了翁兰一之外的第二个活人 那这就意味着 丁长生是骗了吴宇辰的 他根本就没来过这里 可是他告诉吴宇辰那些话 是什么意思 黑衣人看着熟睡的翁兰一 没在逗留 离开了翁兰一家里 我们被骗了 他根本没来过这里 也不像是刚刚走了的样子 那个女人刚刚回来不久 我在房间里时 他还没回来 他骗你是什么意思 黑衣人给吴宇辰打了个电话说 吴宇辰当即就愣住了 但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他 依旧是认为丁长生之所以那么告诉他 就是因为他吃醋 是故意说给他听的 这样的自我感觉良好 恰好就成了他致命的威胁 不加分析 怎么能做得了杀手的经纪人呢 一大早 丁长生还没醒过来 就被手机铃声吵醒了 看看外面的天色还早呢 拿起来接通道 有毛病啊 什么事啊 昨晚家里进人了 就藏在窗帘后面 我一关窗帘吓了我一跳 我检查了一下 家里没少什么东西 就连我的包在茶几上都没少 好像是有名样 把我迷晕了 翁兰一说道 解释 丁长生皱眉问道 解什么色呀 我还能感觉不出来吗 没有 我一直睡得好好的 就是呼吸有些难受 翁兰一说 你先让你的饭桶保镖 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还是就是你做梦了 现实和做梦还能分开吗 丁长生说道 这绝不是做梦 这是真的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你去医院做个检查 天亮了我去找你 丁长生说 接了这个电话 他再也睡不着了 此时安迪也走了出来 穿着一件丁长生的衬衣 但是他的骨架也不小 所以衬衣连屁股都盖不住 黑色的丛林都依稀可见 出什么事了 安迪问道 我昨晚给吴雨晨打了个电话 丁长生把自己昨晚的事说了一遍 安迪点点头说 你这是信不过我 所以想再试探他一下对吧 结果呢 证明我说的是真的吧 我没有信不过你 我只是想多方印证一下 我自认为 我是很了解吴雨晨的 从来没想过他会成为这样的人 即便是我们没有成为男女朋友 也不该成为你死我活的死对头吧 可是现在看来 他把我当成了死对头了 分分钟想要我的命 丁长生说道 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的苦衷 所以就不要纠结那些事情了 安迪说道 那你呢 你的苦衷是什么 为什么走上杀手这条路的 不知道这条路分分钟都是死路吗 丁长生问道 那当然知道 我也被逼无奈 我是乌克兰人 被骗去法国工作 其实不是去工作 而是去卖银 我不甘心 就一次次的跑 但是一次次被抓回去打 我还是一次次的跑 而且拒绝接到客人 我就被放到了网上拍卖 然后被一个人买走了 在那里我学会了杀人 他告诉我 要么我去杀人 要么我被杀 如果做他们要求的杀手 我可以有自由 可以出去 不用被关起来 就这么简单 我来中国好几年了 最主要的就是接中国的单子 我真的是大学的学生 我快要开学了 你得放我走 不然的话 学浩会给学生打电话 到时候我就真的残了 安迪央求丁长生道 丁长生看着他说 戏演的不错 但是没用 去把陈幻想给我宰了 我就给你自由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想去哪去哪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让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 好 但愿你是个讲信用的男人 安迪说反 起身离开了客厅 一扭一扭的屁股 在丁长生的眼前晃悠着 他很想把他叫回来 但是他忍住了 欲望这个东西 是人体精神上的恶魔 一旦你向他屈服 就永远成为他的奴隶 而且一次次的屈服 会成为惯性 就再难战胜他的 丁长生在出国之前 一次次屈服这种欲望 可是自从回来之后 他感觉自己 已经可以逐渐的战胜他 不让他控制自己的思想 就像现在 要是在以前 他肯定会把安迪叫回来 或者是跟过去 可是现在他就能够忍住 即便是身体的某个部位 发出了抗议 可是丁长生不为所动 渐渐的身体 就开始向意志屈服 男人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 就可以所向无敌 女人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 就不用再有求于男人 什么结论 丁长生到了医院 见到了在病床上 躺着的睡觉的翁兰医问道 翁兰医睁开了眼睛 摇了摇头 这个时候 保镖说道 医生说 看症状好像是吸入了 大量的乙迷 还在化验 要等化验结果出来 你说那人是干什么的 翁兰医把所有人都赶出去后 问丁长生道 第八百九十九集 丁长生当然不会说是找自己的 那样的话 翁兰医还不得把自己给骂死 只能非常谨慎地慎重地问道 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或者是你还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 我可和你说清楚啊 你要是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 一旦出事 我是不会帮你的 既然是相互合作 就得相互信任 我真的不知道 那人从哪来的 而且不让我说一句话 就连我楼下的保镖都不知道 这人来过 也是看了窗户才发现 确实有脚印 可是光有脚印有个屁用啊 上哪找是人去啊 翁兰医说道 我的建议 是你再好好想想吧 是不是有人想从你这里 找到什么东西 否则的话 为什么会大半夜的到你家去 什么也不说 什么也不拿 这什么意思 丁长生问道 翁兰医的脸色微变 但是依旧是没说话 丁长生猜到 他一定是有什么事情 瞒着自己 不说也罢 到了一定的时候 他一定会说的 你再想想吧 等到想起来再和我联系 我现在还有事 先走了 丁长生说道 现在去哪儿 安迪问道 去见吴雨晨 到时候你不要在场了 我单独和他聊聊 如果他说实话也就算了 如果不说实话 看我怎么收拾他 丁长生说道 丁长生在吴雨晨所住的酒店下面 接上了他 然后安迪在前面开车 丁长生和吴雨晨坐在后面 不一会儿车就开出了市区 这是去哪儿 吴雨晨问道 你来北原 我一直忙 没机会请你玩 这次我们去山里 打猎 没玩过吧 中北省也就 汪兰伊能搞到这样一个度假村 周围的五百公里山林 是猎场 只要你有能力 什么都可以打 这是合法的 他待会儿就来和我们会合 丁长生说道 哦 那挺好的 好像是一个度假村吧 吴雨晨问道 哦对啊 你也知道那个地方吗 丁长生问 知道一点 我说了你不要生气 我以为你不会再去他那地方了 没想到你还敢去 是不是车热而死在那儿啊 吴雨晨问道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替他干嘛呀 那次他们是来找我的麻烦的 没想到让他挡了子弹 这也是命吧 但是无论怎么说 都是我欠他的 说到后来 丁长生的声音有些低沉 算了 不说这些了 说说生意的事吧 翁总是怎么考虑的 吴雨晨问道 好好谢谢 现在我们什么都不做 昨晚我也是没睡好 到了地方 我们再谈不吃 丁长生说道 于是他闭上眼睛假的妹 吴雨晨看丁长生这个样子 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盯着前面的安迪看了几眼 安迪也在后视镜里和他对视 但是丁长生在这里不好交流 而吴雨晨自从见到了零号之后 就不再对安迪感兴趣了 这个不知道死活的女人 还不知道自己上了死亡名单吧 车很快就到了杜家村 两人下来时舒展了一下身体 安迪去停车了 翁兰伊早已给这里打了电话 这里的经理兰杰早已安排了一切 包括猎装和猎枪 以及打猎所需要的一切装备 丁先生 老板说不让你走得太远 这里依然不太平 如果发生了上次那样的事情 我们可担不起责任 兰杰说道 放心吧 不会的 上次我们没经验 你们既然有这么多的猎枪 上次为什么没人出来保护我们 丁长生质问道 这个我不知道 当时都吓懵了 也是后来才想起来 这里有这些东西 而且这些猎枪之类的 打猎还行 上次来的人是啥人 你心里有数吧 所以即便是这些东西拿出来 也不一定会怎么样 兰杰解释道 虽然丁长生对这个解释不满意 但是现在也不想追究这事了 于是就带着家伙 就和吴雨晨出发了 山林里倒是风景很好 可是猎物却很少 两个人基本都是在聊天走路 看到出来 你和那个许健生很合得来啊 丁长生问道 关你屁事 你不是想着把所有女人都搞上床吧 老娘给过你机会 你不要 非要缠着那些女人 老娘就是看不惯你 吴雨晨说道 行了吧你 别老娘老娘的 你要是再这么说 我就把你送下去见我爹 丁长生笑道 混蛋 这么多年没见了 你还是个痞子 说吧 你想要什么东西 只要价格合适 沃玄乘的那笔生意 你的好处肯定是有的 吴雨晨说道 我很想知道 许健生这个家伙 到底靠不靠谱 胡说的生意 基本上都是他在做对吧 你回去告诉他 就说是我说的 我不管他和许一剑是什么关系 要是在新能源汽车基地的事情上搞鬼 我第一个就宰了他 让你这辈子兜首活瓜 丁长生说道 吴雨晨看了看丁长生 拿枪对准了丁长生的脑袋说 你要是敢宰了他 我就先宰了你 丁长生笑笑说 我知道 你现在一定特想抠动扳机 把我脑袋轰了 可是这么多人知道 你和我进山 你要是把我打死了 你也跑不了 算了 还是把这个机会 留给杀手办 你说呢 吴雨晨心里矩阵 但是他没有直声 昨天晚上 翁南一家里进贼呢 一个什么都不偷的贼 看样子是想找人 但是想找的人没在 就把翁南一给迷晕 我以为他和杰瑟 结果也没有 一个人来去自如 倒是有点本事 除了自己的目标 秋毫无犯 有点意思 丁长生说道 是吗 那我是不是要去看望一下翁总 吴雨晨问道 不用了 他待会就从医院馆过来 到时候还得谈判 这么着急干嘛 丁长生说道 说着 丁长生停下了脚步 慢慢的蹲了下来 旁边的 旁边的吴雨晨看了看前面 吓得都忘了蹲下来的 因为此时就在他们前面不远处 一头野猪正盯着这边看 他发现我们了吗 丁长生拉了一把 吴雨晨 吴雨晨这才慢慢的蹲下说 他要不是瞎子 肯定会发现我们的 现在要是往后跑 他肯定会追上来 怎么办 跑 还在这里待着 丁长生问 你说呢 我听你的 吴雨晨说道 你真的听我的 丁长生问 我真听你的 那好 回去和许健成分手 我只要一想起你脱光了 被他压在床上 我就难受 你说我当时 要是先把你给那啥了 我就没念下 滚 吴雨晨伸手 打了丁长生一巴掌 但是 就是这一巴掌 好像丁长生 是这野猪他爹似的 他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他爹 于是嗷嗷地叫着 就冲两人追了过来 吴雨晨忘记了 自己手里还有枪 啊的一声就叫了出来 这就是实战和训练的区别 战时就是训练一百遍 也不如上战场一次 丁长生一把推开了吴雨晨 然后对准了冲过来的 野猪的脑袋 就是一枪 可惜了 这一枪打高了点 打在了他的脊背上 而野猪呢 也是贴着吴雨晨的身体 就窜了出去 裤子被野猪的獠牙 直接就豁开了一个口子 好在是没受伤 怎么样 没事吧 丁长生躲开了野猪的攻击 伸手把吴雨晨拉了起来 然后推了他一把 让他往上爬 躲开这条小路 没事 你没事吧 他去哪了 走了吗 吴雨晨站起来问道 丁长生没有说话 直直的看着不远处 因为他并没有走 好像还生气了 正在准备第二次攻击 身上被丁长生的猎枪打中 撕开了一个口子 鲜血直冒 丁长生看看吴雨晨 我的建议怎么样 回去和那个小白俩分了吧 要不然尽管陪陪我 我保证让你忘了他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以后你肯定会想起来 只要你们一上床 就会想起我来 此时的吴雨晨都吓得 不知道怎么回复丁长生 野猪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击 这一次 他是对准了吴雨晨 因为他也知道 谁好欺负 所以冲着吴雨晨 就拱了过来 丁长生把吴雨晨 拉到了自己的身后 然后枪响了 这一次他有了经验 直接打中野猪的眼睛位置 那里是最脆弱的 然后猎枪的子弹 从眼睛射入 在脑子中炸裂 野猪因为惯性 还是冲了过来 但是已经没有了 攻击的力度 倒在了小路边 吴雨晨吓得半天 才回过神来 从丁长生的背后出来 端着枪 对准野猪又开了一枪 丁长生叹口气说 唉 你就不能省下一颗子弹了 要是现在 你没再来头野猪 怎么办呢 丁长生刚刚说完 就听到前面的树林里 有不小的动静 立刻拉了吴雨晨 照着原路返回 别提跑得多快了 你这个乌鸦嘴 怎么说什么来什么 吴雨晨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扶着一棵树 弯腰休息 丁长生不是很累 他端着枪 时刻注意周围的动静 然后用对讲机 告诉了度假村 让他们派人去谈野猪 这么大的一头野猪 烂在树林里 那就可惜了 好容易回到了度假村 两个人各自 回到了自己的别墅里 洗漱 然后换了衣服出来 站在露台上 丁长生端着一杯咖啡 问对面露台上 坐着的吴雨晨说 你过来还是我过去 这样说不是很好吗 吴雨晨问道 我想和你谈一些私人话题 你还是过来吧 我懒得才穿衣服了 丁长生说 你难道不知道 女人穿衣服更麻烦吗 哼 那就不要穿了 我对你没兴趣 一想到那个混蛋 对你就更加没兴趣了 丁长生说道 话音刚落 一个苹果就飞了过来 丁长生一抬手接住了 吴雨晨满脸愤怒地 看着丁长生 丁长生冷笑一声说道 哼 你要是不过来 我就过去了 吴雨晨不想让他来这里 留下任何的痕迹 所以选择了到丁长生这里来 两人坐在露台上 吴雨晨不嫌不淡地说 说吧 什么事 我一直在等你坦白 可是你对我一直都是 顾左右而言他 对我说实话就这么难吗 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是因为你追我去医院 那时候的你和现在比起来 我真的是很怀念 那个时候的你啊 丁长生说道 别在这里抒情了 说吧 什么事 吴雨晨不耐烦地说道 虽然在瑞士的时候 我们有些误会 但是我也没有强迫 说到底 咱们两个之间 应该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矛盾 对吧 丁长生问道 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吴雨晨问 但是听着丁长生说的这些话 他的内心开始起了波澜 丁长生不会无缘无故地说这些话 他一定是有他的目的 这让他有些心慌 按理都和我说了 他的新经纪人就是你 你来和他联系 没错吧 丁长生喝了口咖啡 问道 什么意思 什么经纪人 吴雨晨连说了三个什么 这就是掩饰 吴雨晨看着丁长生 丁长生一句话不说 但是眼睛里却是一种冷酷 吴雨晨此时知道了 来山里谈判纯属扯淡 他是为了让自己现出原形才是真的 吴雨晨看着这个充满了心机的男人 陡然害怕起来 不知道你注意到了吗 来的时候开的车不是我那辆车了 这是安迪偷来的 所以即便是被监控拍到 也不会知道是我把你拉到这来的 也就是说 你死在了这里也没人知道 那辆车回去的时候 将会被开到河里沉掉 谁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打捞起来 丁长生慢慢地说道 其实这是心理战 那车还是丁长生的车 只是在对吴雨晨进行心理战而已 此时在心理上 他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他手里拿着手机 开始无意识地打开 可是发现这里居然没有信号 这个度假村没有信号 要想和外界联系 就得去前台打坐机 丁长生胡扯道 他把他骗到自己这个露台上 目的就是利用自己那个微型的电子干扰器 把周围几米的信号都屏蔽到 这还是心理战 我不想和你说这些 你也不要威胁我 你以为我是好威胁的吗 说完 吴雨晨起身要离开 可是还没有离开露台 安迪出现在了露台和房间的门口 堵住了他的路 昨晚的车祸也是你策划的吧 我想知道谁来了 安迪问道 吴雨晨就感觉到 自己就像是被这两个人扒光的衣服 赤裸裸地站在了他们的面前 可是自己呢 却好像是一个傻子一样 什么都不知道 就被骗到了这里 吴雨晨不是吃素的 身上那是有功夫的 当年他哥哥还和丁长生比试过 虽然这兄妹俩 没在丁长生身上讨到什么好处 可是依然是给丁长生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滚开 你以为你能拦得住我吗 吴雨晨问道 安迪自然不会躲开 可是就在两人对峙的时候 吴雨晨忽然感觉到 自己的脖子一疼 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丁长生看看自己的手掌 再看看倒在地上的吴雨晨 他说道 现在就是这样 有些人给脸不撂脸 非得动手才行 把他带到地下室去 那里有个房间 今晚我要好好和他交流一下 你要是愿意参与也随你 丁长生依旧是坐回了座位和咖啡 拿着吴雨晨的手机翻开里面的内容 居然发现这丫头还挺喜欢自拍 可是自拍的内容 确实让丁长生不敢恭维 都是一些自己的艳照 这些东西拍了发给谁呢 再查看一下微信 我的天哪 他居然拍了很多视频 发给了许剑生 很多视频都超出了丁长生的想象 吴雨晨啊 吴雨晨 你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那这样就好办多了 丁长生自言自语道 再看一些其他的内容 丁长生居然在微信里 发现了一个叫零号的人 虽然发的信息不多 却有一个是位置 丁长生打开的位置 发现这里居然是昨晚 朗军之家小区的位置 昨晚你见过吴雨晨了 对 见过 他要给我48小时杀了你 我说48小时不够 没想到他们48小时也不给我 车祸之后我就意识到 我好像被放弃了 所以你也不用惊讶 各取所需 按照你的话说 我们这是互相利用 我把他绑在地下室了 你打算怎么办 安迪倒是实在 不但承认了自己 昨晚见到吴雨晨 还承认了吴雨晨 给他48小时 只是遭遇了车祸之后 安迪才翻人醒悟 你看看这个 丁长生把手机递给了安迪说 安迪接过去看了看 脸色骤变 他说道 这下麻烦了 这个零号很难惹 我也只是听说过 以前都是在欧洲执行任务 从未失手 这两年开始接手中东的业务 那里很乱 可是他依然能过来去自如 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没想到你居然值得他亲自来 看来买家出的价格不低啊 哦 这么厉害 丁长生问道 这本手机不知道安全不安全 我看还是尽快处理了吧 免得被他追到这里 将电脑环境最适合他行动了 安迪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 将手机放在地上 一脚踏了下去 然后一点一点的将其踩的粉碎 这还不算完 让安迪打扫一下 装到了袋子里 送到楼下 然后焚烧完毕 这才算完 丁长生进了地下室 看着被绑在吊架上的吴宇晨 从旁边拿了一瓶矿泉水 喝了一口 然后喷在了他的脸上 渐渐的吴宇晨苏醒过来 眼前的一切渐渐清晰 这才看到自己所在的位置 然后是看到了丁长生 坐在自己的面前 问道 这是哪里 你这个混蛋 你想干什么 说出来你知道的 我就放过你 不然的话 我会把你送到山里 绑在树上 然后等着狼来啃了你 到时候 谁也不知道你是谁 一堆白骨 很刺激吧 丁长生问道 你想知道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 吴宇晨说道 丁长生站起来 走到了他的面前 盯着他说道 这些年没见 你对我真的就那么狠吗 不过看在你 我是老乡史的份上 我给你机会 你要是不把握住 那就不要怪我了 对了 我学乎了一个 很好玩的游戏 你要不要试试 吴宇晨知道他的嘴里 美好话 于是采取了一种 不理睬 不合作 不说话的态度 丁长生也不恼火 慢慢的在他耳边说道 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手法 会让女人情不自禁 你的手机我看了 我是真没有想到 吴宇晨 你本质上是一个 这么浪的人 真是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说完不顾他的极力反对 将他的上衣扣子解开 然后从墙壁上 选了一把刀 将他的罩罩 从中间剪断 此时他才看清 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房间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房间 简直像是一个屠宰场 所有的工具都很齐全 都在墙壁上 整齐的摆放着 想用什么就可以去拿 可以说 这里只有你想不到的 你想到的这里都有 丁长生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爸很欣赏你 还帮过你 你不能这么干 吴宇晨话没说完 就感觉到自己的胸前一凉 前门大开 什么都没有 自己娇艳的两个玉碗 展现在他的面前 他想躲开 可是能往哪里躲呢 你爸帮过我 我也帮过他 但是我对他一直都是很尊重 我前段时间还去看过他 你忘了吗 你爸没让你杀我吧 我到底是得罪你们家谁了 非要和许家 陈家一起 要置我于死地呢 丁长生轻轻地抬起手 捏住了他的一只小樱桃 粉色的 好像是樱桃里面有名的玻璃脆 非常的好吃 丁长生刚刚刚想要低头吃一口 可是吴宇晨居然抬起一条腿 想要用膝盖顶丁长生 丁长生看了一眼安迪 安迪立刻回忆 拿了绳子 将他的两条腿都固定在架子的腿上 他被绑成了一个大字 动弹不得 丁长生继续自己的动作 他说道 这种游戏叫搓樱桃 第九百集 丁长生 你这个混蛋 你要是敢动我 许建生饶不了你 我 吴宇晨刚刚想发痕 但是自己的樱桃 被丁长生稍稍地用力 他的浑身就有一种 异样的感觉在蔓延着 他从来没有和丁长生走到过这一步 一个最让他过不去的心结 就是丁长生的博爱 那么多的女人还不够 居然还要他接受他们 所以他一气之下和丁长生决裂 在瑞士和丁长生干了一仗之后 火烧了他的庄园 虽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但是丁长生和他之间的裂痕 再也无法密合 原本可以互不打扰地生活下去 可是丁长生没有想到 来和安迪街头的人 居然是吴宇晨 这说明 在吴宇晨的眼里 早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情分 这里是度假村 也是一个共有钱人玩乐的地方 据说这些东西都用一遍的话 就是再贞洁的女人 都会变成一个当妇 何况你本来也不是什么贞洁猎女对吧 丁长生笑笑 手只捏着两个小小的幽影头 开始慢慢的搓动着 吴宇晨看向丁长生的眼睛里 充满了想要烧死他的脸面 但是此时他知道 自己这次算是彻底的灾了 你刚刚说许健生饶不了我 对吧 你对他这么有信心啊 丁长生问道 你放过我 我就能今天这事没发生过 咱们俩从此再不相见 恩言一笔勾销 好不好 吴宇晨忍受着身体的煎熬 开始和丁长生跑价还价 问你件事 为什么会和许健生走在一起 当你知道他们要杀的人是我的时候 为什么还会来和安迪见面 告诉我实话 虽然我知道真相最伤人 说吧 我受得了 否则我就用力了 丁长生说着 手指间的力道加大 吴宇晨感觉到了疼痛 身上的反应也更加的大了 两条腿虽然被分别绑在了 柱子上 可是他的身体诚实的反应出 他正在经受着敏感的煎熬 吴宇晨咬着牙布之声 丁长生走到他的背后 双手从他的腋下穿过去 然后捏着小樱桃 把自己的下巴放在他的肩膀上 然后开始的洗脑式的低声细语 我知道你现在和许健生很好 不管你们是新婚燕儿也好 还是热恋也罢 今天在这里 你都会成为你永远都想不到的那个女人 让我看看你的潜力到底有多大 到时候我也会和许健生讲讲 或者是下次把她弄到这个地方来 我下手折磨着她 然后让她看看你今天在这里的表现 你觉得这个主意好不好 丁长生问道 丁长生 你真的要毁了我 吴宇晨闭着眼 一边极力地抗拒着丁长生的手 给他身体带来的感觉 一边还要集中精力地 在语言交流上和丁长生周旋 也真是难为他了 如果你表现得好 还可以从这里活着出去 如果你表现得不好 你很难再见到明天的太阳 而且你如果长时间地和许健生失去联系的话 他也会起疑心的 就算是我把你放回去 他也不会再相信你 所以我们之间的事 最好是快刀斩乱麻 不然的话 耽误的时间越长 对你越不利 我倒是无所谓 我有的是时间 丁长生说道 你这个混蛋 我饶不了你 我饶 话没说完 吴语辰浑身斩立 丁长生也停止了搓樱头 绕到了他的前面来 用手拖住他的下巴 满脸的潮红 丁长生笑了笑说 呵呵 没想到你还是这么敏感 就单单是捏住那一点 就能让你变成这样 看来许健生没能满足你 吴语辰 吴语辰为自己刚刚的表现感到羞耻 但是此刻不是不好意思的时候 脱身才是最要紧的事情 我们谈个条件吧 丁长生说道 吴语辰好一会儿才敢看丁长生 因为他脸上此时的表情 实在是没有一点恼怒的痕迹 有的却是高潮之后的愉悦 让丁长生看了他 一定会很满意自己刚刚的座位 可是自己的自尊 真是一点都没有了 什么条件 吴语辰低着头问 此时他的下面非常的难受 感觉黏乎乎的一大片 那是自己刚刚的分泌物 可是却不敢直声 要是告诉了他 自己的下场会更惨 自己的自尊心也受不了 所以此刻他开始示弱了 希望丁长生能看在之前 他们是朋友的份上 饶过自己 只要是自己能出去 一定会宰的这个混蛋 你给许剑生打电话 让他到这里来 我放你出去 丁长生说道 你要干什么 你们可是刚刚开始合作 钱还没到位呢 你就想着过河拆桥吗 吴语辰抬头看着丁长生问 丁长生笑笑问道 你也知道协议刚刚签订了 那你们做的 不也是在过河拆桥吗 对于丁长生的话 吴语辰哑口无言 是啊 没错 自己做的也是在过河拆桥 可是要是让许剑生来了这里 后果是什么他没想过 你想干什么 让咱在这里干什么 杜杜家 商量一下接下来的合作 你放心 只要是好好的不给我惹事 我不会让他看到你这个样子的 我知道你一定非常在乎他 要不然你这么高傲的人 怎么会和他狗合在一起 还对他做的事这么上心 包括杀我 对不对 既然你这么在乎他 那我不在你身上下手了 我在他身上下手 就像是他一样 丁长生指着指安迪说道 吴语辰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液 等待着他的下文 他的脑子也被人植入了一种虫子 是什么玩意儿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只要是一摇晃这个铃铛 他就头疼得要死 说完 丁长生真的摇晃了一下那个铃铛 安迪猝不及防 一下子就感觉到自己的头不是自己的了 非常的难受 双手抱住自己的头 使劲的往墙上撞 好在是墙上都是软装的材料 目的是为了隔音 所以他根本不会把头撞坏 这是吴语辰第一次见到安迪发病 也终于知道了他为什么不离开丁长生了 怎么样 是不是很刺激 我准备也给许剑生种上这玩意儿 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其他的效果 比如说让他把你让给我 在你们的家里 在大床上尽情地玩你 你不是很喜欢他吗 既然是这样的话 你应该会非常听他的话 那样的话不就一举两得了吗 丁长生邪恶的语言 在一点点地击溃他的心理防线 丁长生 我没想到你这几年没见 你不但是一点没有变好 还变得越来越混蛋了 你就不怕我报复你吗 吴语辰问道 怕呀 所以从知道你是许剑生的人那一刻起 我就把我那些在国外的红颜知己都转移了 他们化整为零 分散在了全世界各地 你要是想找到他们 我算你有本事 再说了 你还是先出去再说吧 在这里打嘴盘没用 丁长生说道 我记得我们当时关系那么好 我把我的出本都给了你 打住吧 现在不是打感情牌的时候 我现在去和你的许剑生联系一下 告诉他你病了 突发肠胃炎需要手术 看看他能不能过来一趟 到时候我们再聊 你可以先脑补一下这样的画面 我和他呢 就在楼上的露台谈 谈得好呢 我就放了你 谈得不好 我就下来和你共度云山乌雨 然后呢 再上去和他谈 只要是谈得不顺利 我就下来找你 你说好不好 说完 丁长生转身向外面走去 安迪跟在后面关了灯 地下室里漆黑一片 真的是伸手不见无知 因为关上门之后 这里没有一点光线的来源 坐在沙发上 招了招手 安迪坐在了他的身边 丁长生说道 刚刚演得不错 有那么疼吗 安迪眼泪汪汪的点头道 哟 下次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能不能先给我打个招呼 我好有个心理准备 只要你听话 就没有下次 你说我该怎么让他彻底屈服呢 为我所用 丁长生问道 我不知道 但是在我们训练的时候 有一种东西是我受不了的 当然了 还有那些泥臭 太吓人了 对付女人 当然是找那些能让他惧怕的 或者是精神上受不了的 或者是身体上受不了的 安迪说道 是吗 您又身体上受不了的吗 丁长生问道 安迪点点头说道 是的 有一种方式 我就很受不了 只是你用那些泥臭后 我才发现我也受不了那个 在训练时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弹琴 弹琴 丁长生不解的问道 对啊 就是在这个地方 吊上很细的绳子 然后在下面吊上钳坠子 用手拨到这些绳子 该去吊的东西重量不同 能发出不同的声音 很像是在弹琴 安迪比划着说道 电灯再次打开 室内光线一下子从黑暗 变得无比的明亮 吴雨晨闭着眼 好一会儿才睁开了眼 看到丁长生和安迪站在房间里 手里拿着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正在缠绕 闹闹闹 这个地方不能用这样的细线 要用绵线 否则的话下面的重量 会把这个头割掉的 太残忍 丁长生本来想 直接把琴县的一端 拴到吴雨晨的小樱桃上 但是被安迪阻止了 换上了粗一点的绵线 然后再和琴县接着 你们这是干什么 吴雨晨一看安迪 拴了一个死扣 套在自己的樱桃上 着急的问道 吴雨晨挣扎着想要躲开 可是被丁长生从他的背后抱着他 然后在他的耳边说 我想听音乐 可是这里没有琴呢 安迪说他会弹乳琴 待会儿你就知道怎么操作了 相信你也会喜欢这样的琴声的 一端他拴在你的身上 一端掉上钳锥子 根据不同的重量 发出的声音也不通 虽然只有两根线 据说可以弹奏出非常悦耳的琴声 我们等等看就知道了 吴雨晨一下子就哭了 他哭喊道 丁长生 你这个混蛋 我以前对你那么好 你说这么对我 他妈还是人吗你 我不是人 你也不是人 我们都是魔鬼 那你告诉我 当知道安迪要杀的人 是我的时候 你是什么感想 心里有没有痛过 丁长生问道 你这个混蛋 我恨不得吃了你的肉 扒了你的皮 吴雨晨话没说完 他的身体就被丁长生向后倚拉 然后上身前倾 可是还不至于倒在地上 可是因为他的小樱桃上 被吊着两个牵坠子 所以他的身体不得不前倾 和弯腰呈了九十度 而此时呢 他的屁股也是最翘的 安迪坐在地上 胎使了拨弄琴弦 果然 虽然声音很低 可是依然能够听到声音 这样不行 声音掉低了 听不到 还不过他哼哼的呢 丁长生说道 那就再加大重量吗 安迪问 加大重量 要不然听不到 谈的什么琴声啊 你到底会不会谈啊 丁长生问道 我以前倒是谈过一次 但是从来没有这么谈过 安迪说 吴雨晨恨不得此时 立刻就将安迪碎尸万端 但是他依然忍受着 他知道 自己要是受不了 只要一开口求饶 那自己就真的 再也没有反悔的余地了 陷入了两个男人 万劫不复的陷阱里 此时丁长生站在他的身后 拿着剪子 把他的衣服 一剪子一剪子的 全部割裂开 到最后 一个赤裸裸的女人 呈现在了铁架子上 弯着腰 撅着屁股 这个姿势真是太诱人了 你也可以试试自己谈谈 可能效果会更好 安迪脚下的笑笑 朝丁长生使了个眼色说 丁长生没有谈 因为他五音不全 对音律的事实在是不动 可是安迪的一个眼神 让吴雨晨彻底没了火气 当丁长生第一次贯穿 他的身体时 他一下子抬起头 可是因为胸前吊死的牵坠子 瞬间又把身体弯了下去 他真的是不知道 现在是什么滋味 可是无疑 这样的滋味 是他从来没有享受过的 愉悦和疼痛感 让他迷失在 无边无际的大海里 一个小时之后 丁长生把吴雨晨放下来的时候 吴雨晨摊在地上 一动不动 但是仍然被丁长生 用绳子绑在了逍遥椅上 手铐不行 因为他做过警察 对手铐太了解 可能分分钟就给解开 反倒是最原始的绳子 让他无计可施 翁南一到了晚上才过来 两人坐在茶室里 安迪站在一旁伺候着 丁长生和翁南一相对而坐 翁南一泡着功夫茶 不时地给丁长生蓄水 那个女省长真厉害 我快顶不住了 何嘉胜今天给我打了三个电话 都是让我继续拖着的 我说我拖不下去了 他们把最原始的资料都封存了 现在谁也见不到那些材料 除了国税和工商局的人 何嘉胜气急败坏 可能直接给了丁长小打了电话 但是丁长小在电话里的态度 一点都不好 只说了一句 他这是照商本质 翁南一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说 赵张办事 这是他们对老百姓最好的说辞 但是对自己人就不是这样的话了 在现在这社会里面 有一个简单的关系 哪怕是简单到 只是小区里的点头之交的关系 也比陌生人要强得多 所以 人真想说他这是照商办事的时候 我估计他们都得疯了 下面我该怎么办 翁南一问道 你在剧情公司拿了多少钱 丁长生问道 翁南一看看安迪 丁长生点点头 安迪失去的出局了 然后 翁南一看向丁长生说 我可一直都在按照你说的去做的 你也答应要保护我 如果到时候你不管我 我可是会把你的一切事情都说出去 你也别想脱身 丁长生笑笑说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手心 最大的缺点也是手心 说是优点 我认为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说是缺点呢 正是这件事束缚了我 很多事都不能做得翻脸不认人 所以我也做不上大事 你这是在自己夸自己吗 翁南一问道 不是 实事求是 下面的事呢 你得继续向林春小透露 剧行公司的事 因为他们在查 所以即便是你透露的再多 也和你没关系 那都是他们自己查到的 而且你要把更多的 关于车家和妇女的材料找出来 暴露出来 丁长生说道 你想搞车家和 翁南一问道 车家和现在对谁都没用了 何家胜不信他 他想跑 但是跑不了 所以现在的车家和困手游动 根本就没有用 谁都想把最后的责任都推到他身上 所以他现在根本就是一个弃子 丁长生说 同时他也是一个缺口 我估计现在中纪委也应该盯上他了 只要是他开口 何家胜就完了 到时候中北省就是一场大地震的 丁长生 我可是把我的全部身家都压在你身上了 你要是不忙我 我可和你没完 翁南一再次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 他说 你放心吧 我说到做到 翁南一这才放心的点点头 丁长生没有时间和他相威而眠 而是结束了茶室的活动之后 匆匆的回到了自己的别墅里 打开门的时候 吴与晨已经不在了 这让丁长生大为了吃惊 立刻给翁南一打了电话 派保安到度假群去搜索 丁长生没有出去 而是站在露台上 回想着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吴与晨是被自己绑在了逍遥椅上的 所以他的绳子是怎么解开的呢 丁长生看了看当时的情况 没错 的确是人解开的 而不是被割端的 这到底是谁放他出去的呢 你是不是回了别墅国 丁长生问安迪道 安迪摇了摇头说 我没有来过这里 一直都在孟兰伊的别墅外面 监控室里可以看到 我到底是不是回来过 再说了 他们要来杀你和我 不会吧 丁长生觉得他说的也对 可是到底是谁把人放走了呢 安保人员搜索了一个晚上 都没有见到吴玉晨的人影 这让丁长生心里不安 要是他见到了许剑生 把这里的一切都告诉了许剑生 湖州的合作恐怕是有问题的 而且如果他只要是逃了出去 肯定会展开对自己的抱负 这个娘们自己真是太大意了 还是没找到吗 翁南一也没睡好 丁长生问道 还没找到 没有任何的踪迹 是不是进山了 山里可是有很多的野兽 要是被吃了 那可就太可惜了 翁南一说道 谁说不是呢 我还有事 先回市区了 你安排人继续找 必须要查出来到底去哪的 我就不信他能飞了 丁长生说 安底开车 丁长生坐在后面 他问道 你有什么看法 度假村内部有鬼 至于这个鬼是谁不好说 当然了 也有可能是零号跟着 孟兰伊进来的度假村 然后把人弄走了 可是我倒是觉得 内部有鬼的可能性大一些 因为无论怎么说 就算是零号进来的 也不会毫无踪迹 可是度假村的监控室 说没看到任何踪迹 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安底说道 丁长生仰起头 看着车顶说 你的意思是 翁兰伊把人放走了吗 安底摇摇头说道 我不知道 但是只要是做事 总有动机 翁兰伊把人放走的动机 是什么呢 一路上丁长生 都在想着这件事 可是还没等到 他想明白这件事 却接到了李铁钢的电话 现在去机场 坐最近的班机 来北京一趟 有事需要你配合 北京的事需要我配合 我能配合啥呀 丁长生不解的问道 让你来就来 哪这么多废话 我现在可是宗教事务局的局长 不给你们几位官 丁长生开玩笑道 你不是还没去上人吗 我和何嘉胜说说 你想去哪 给你换我个工作 怎么样 快点来吧 别讲条件了 李铁钢说完 就挂了电话 第901集 这个时候让你去北京干嘛 林春晓不解的问道 我也不知道 估计还是和北原的事情有关吧 要不然这个时候我去了 也没什么用吧 他们这是下了决心 要对北安下手了 丁长生说 这个时候下手很合适 北原那么多人都在开会呢 可惜了 纪委检察院都不在我们手里 想做点事情也是白搭 巨星公司的事情触目惊心的 我们就咬住这一件事 不放就可以了 其他的暂时不需要突破 也突破不了 林春晓说道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段时间的账目 这段时间的账目 孟兰一拒绝给我们 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胆子 林春晓说 丁长生抬头看看天花板 活动了一下自己的头部 因为在林春晓的大腿上 颇有些不舒服 林春晓活动了一下腿 让其枕着更加的舒服一点 我马上去乘去北京 我走了之后 你让国税和工商局的人 对翁兰一的公司开始查击 不要留情面 既然他在举行公司的事情上 不肯配合你们 那就从别的地方动手 凡是和翁兰一有关的公司 一概着查 当然了 他肯定会找我来说情 你也实话告诉他 这事找谁都没用 谁的面子你都不会卖的 翁兰一一样经不起查 慢慢的他就会知道 该怎么和你打交道了 丁长生说道 你这么做是不是太坏了 林春晓笑着 拧了一下丁长生的耳朵说 丁长生伸手 勾住了林春晓的脖子 迫使他低下头 慢慢的和自己吻在一起 直到丁长生都觉得喘不过气来了 这才松开了他 林春晓早已是脸色潮红 他坐下来 将其压在了沙发上 女省长家里的沙发 还是挺管大的 这是按照他的喜好 重新填制的 破破坏 你怎么会喜欢呢 我又学会了几个新的姿势 你要不要试试 滚蛋吧你 你现在就是那些变态的姿势多 就知道折磨我 老实交代 这些都跟谁学的 林春晓问道 我这个人吧 在这方面还是有些天赋的 所以啊 没事的时候 就会琢磨这些事 嘿 还没说 还真是能琢磨出来的东西 丁长生说道 在丁长生的双手之下 林春晓的头 倒挂在沙发外面 身体渐渐挺直 这时他做好了准备 丁长生伸手捏住了一个小樱桃 开始搓樱桃的拔戏 不一会儿 林春晓就出现了第一次战力 开往北京的高铁上 丁长生和安迪坐在一起 安迪不停地注视着周围的情况 其实你没必要这么紧张 他就算是来的话 也来不了这么快 我是临时买票 临时上车 他就是再厉害还能追上来不成 丁长生问道 这个人很厉害 你以为他上车来还想买票吗 后车大厅里那么多的人 只要稍微有点手段 车票就到手了 所以如果他来了 就一定是在这车上 一定会跟着我们去北京的 安迪担心地说道 我现在倒是不担心那个所谓的零号 我现在更多的是在担心吴雨晨 这娘们到现在都没消息 不知道到底怎么了 他是怎么跑出去的 这是我最消息的事情 你说度假村里的人值得信任吗 丁长生问 现在除了我 你不该相信任何人 安迪说 是吗 那理由呢 我们都在受到同一个人的追杀 这就是理由 我们现在应该是同一个战号里的战友 那才对呢 安迪说 丁长生笑笑说道 来愿吧 不过我怎么能够确定 你不是零号的卧底呢 你们是同一个组织的 要是他想对我下手 联系你 再合适不过了 按道理来说是这样的 可是我又不傻 杀了你 我的头怎么办 安迪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们 在安迪看来 周围的人都可能是零号 因为他也从来没见过零号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我们现在共同的敌人是零号 对吧 丁长生问道 没错 你该相信我 我现在对你可是一点恶意都没有 我不可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我信奉的是先活着 然后才是杀手 安迪说 丁长生点点头 车道站也发现了有什么可疑的 丁长生和他一起坐车离开了车站 到了和李铁刚约定的地点 丁长生等待着李铁刚的接见 安迪守在门外不远处的地方等着 这个地方有点偏 你这么大领导 运游到这来 肯定没什么好事吧 丁长生问道 李铁刚文言笑了笑说 我叫你来 是想让你帮忙的 走吧 上车 什么事这么神秘 丁长生问 到了就知道了 后面那个女的是谁啊 不能跟着 那个地方他不能去 李铁刚说 丁长生点点头走向安迪 让他先回学校去 稍后再联系他 上了车 李铁刚接着说道 那女孩是谁啊 还是个外国人 哦 我请了保镖 前段时间在山里被人伏击了 所以心有余悸 想了想还小心点好 就从国外请了个人 放心吧 我不会说的 丁长生说道 尽管丁长生很想问问 叫他来北京到底干什么 但是李铁刚好像不想说 丁长生也就知取的 不再问第二遍了 所以一直汽车开到了 一家看起来不起眼的酒店里时 大门随之关上了 他才意识到 这里面可能是 纪委某个秘密的办公地点 到了 下车吧 见见老熟人 李铁刚脸上面无表情的说道 熟人 谁啊 丁长生问 李铁刚没有说话 伸手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这让丁长生更是感到意外 心里也开始紧张地跳动起来 他也知道害怕 毕竟严格说起来 他也有违法违纪的地方 只是自己做得比较隐秘 而且多半都是他指使他人做的 再加上有安迪跟着 来北京之前 没有和杜山奎联系 而李铁刚又说见见老熟人 他的心里真是掉了起来 进了一间办公室 屋里本来是有人的 见李铁刚来了 就起身出拳 但是离开之前 把笔记本电脑打开了 李铁刚和丁长生相对而做 然后按了一个键盘 将笔记本电脑换了个方向 朝向了丁长生的方向 仔细看 仔细听 然后给我个解释 李铁刚说完 气势离开了 随着镜头的拉近 丁长生看到了电脑里的人物 居然是在来北京开会之前 自己还见过的车家和 此时他被关在一个房间里 看起来和这个差不多大 而且他的对面也坐着两个人 一人负责记录 一人负责询问 车家和的背后还站着两个人 像是负责安保的人员 我和丁长生认识 是在他的北人之后 但是在这之前 我早就听说过他 丁长生仔细地听着 车家和可以说 态度非常的老实 把和自己交往的所有过程 都说了一遍 包括自己和他女儿的关系 都抖露了出来 丁长生看得是心头起火 不但如此 还给自己安了不少的其他罪名 这混蛋简直 过了一会儿 李铁刚进来了 视频材料刚刚看完 李铁刚脸色严肃地 坐在原来的位置 而跟进来的两个人 站到了丁长生的背后 丁长生歪头 看了这两个人一眼 再看看李铁刚 李铁刚摆摆手 示意这两个人出去 门关上了 李铁刚递给丁长生一支烟锁 昨天把他带回来的 开会期间 去外面酒吧喝酒 昨晚上什么都说了 交代得很干脆 但是也涉及到了不少你的事情 我不得不把你叫来 你得说清楚了 他说的那些事是真是假 给你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 虽然你帮了我不少忙 但是这里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再说了 就算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违法乱纪的事 我不可能纵容你吧 问吧 我知道的 我一定会如实交代 丁长生用了交代两个字 深深的吸着口烟 然后吐出来 随之吐出来的 还有满腔的浊气 你和车女儿是什么关系 李铁刚问道 朋友关系 可是车家和说 你们是情人关系 李铁刚皱眉问道 如果是我处在车家和的那个位置上 我也会这么说 反正都是意思 临死拉个垫背的 岂不是很好吗 你是说车家和诬陷您 李铁刚问道 凡事讲究证据 我在你的手下干过 骨子里有这种提出腐败的情节 所以到了北渊 我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了 这种车女儿 也是为了打进北渊的圈子里 为此差点在山里被杀掉 车女儿的死我有责任 她是替我挡了枪子 这点我承认 我也很愧疚 但是情人这种事 我觉得还是拿出证据比较好 丁长生说道 李铁刚点点头继续问道 你和原始地产是什么关系 据说你时常留宿原始地产总会计师 叶文秋开的酒店 这是怎么回事 你没住宿的地方吗 你也说了 那是酒店 我去住酒店什么了 我每次都是花了钱的 而且是我自己的钱 这不行吗 丁长生反问道 你最好是做个解释 你刚刚问到了原始地产是吧 其实我倒是觉得 原始地产这件事 你们应该派个调查组 结合几年之前 中北省发生的 宇文家的案子一起调查 看看北渊的父母官们 是怎么把宇文家高垮的 再看看如今的原始地产一案 如出一辙 要不是我时常过问一下 原始地产几百亿的资产 恐怕是要被侵吞 和几年前的宇文家一样 丁长生说道 那那双宇文家和叶家 拿了多少好处呢 李铁刚问道 这个嘛 你可以去查我的账户 一分钱都没拿 纯粹是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哦对了 关于原始地产行政总裁 叶如平的遭遇 你们问过车家和了吗 他把叶如平私自关押 在自己的别墅里 一个多月 这期间他都干了什么 他没交代吗 丁长生问道 李铁刚皱门摇摇头 丁长生接着说道 车人而死之前 他一直都是 寄训公司的掌管者 巨星公司 就是中北省官老爷们 洗钱的母公司 下面还有数不清的家公司 然后把钱 从这些小公司账上走一遍 然后就转移到了国外 然后分别汇入到 各个家族的账户里 这些你们掌握了多少呢 车家和交代了吗 啊对了 你让我找到那四个侦察员 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无论是车人 还是现在接手 巨星公司的翁南伊 都说没这几个人 丁长生尽量的 把自己摘出来 实在摘不出来的 那也没办法 好在是这些事 都是车家和交代的 他们没有证据 证实这些事情 再加上车家和 很多事没交代 所以他交代的事情 可信度就降低了很多 李铁刚起身出去 丁长生看看墙角的摄像头 就明白自己刚刚和李铁刚的所有交谈 都被记录在案了 看来以后要更加的小心 否则的话 自己终将会走车家和的老路 老李 你这个原来的下属 嘴皮子很厉害啊 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还真是不好说 车家和交代的那些问题 有多少有证据的呢 不清楚 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 他在经济上肯定没问题 但是在生活作风问题上吧 我也不是互端 这小子和死去的车人 肯定有问题 只不过现在 既没有直接的证据 死无对证 这点不好证实 老李 你不互端我很高兴 这小子是个人物 我看可以让他和车家和见个面 看看这两人会聊什么 一个阴谋又开始了 曾在视频里看到了车家和 丁长生就一直在想 关于车家和的事情 所以当李铁刚提出来 让丁长生见见车家和时 他一点都不惊讶 和车家和见面 你不怕我打他呀 丁长生笑笑说道 别胡闹 不是我想让你见他 是他想见你 这事是他提出来的 所以你还是准备一下吧 见不见呢 李铁刚问道 无所谓 我反正和他也是熟人 既然他到了这里 也是见一次少一次了吧 见就见吧 丁长生说道 两人向另外一个房间走去 李铁刚忽然说 周家和说 你把周一兵送到国外去了 丁长生笑笑 这些事他早已想好了答案 从李铁刚出去 他就把自己和车家和之间 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回想了一遍 这一切可能出现问题的都留了答案 好在自己和车家和之间的交集不是很多 到少和他老婆的交集不少 周一兵又不是我爹 我送他出去干嘛 项果啊 这件事车家和问过我 我当时是为了从他那里得到一个东西 所以怎么说的 没想到这也成了他陷害我们的一个理由 哦 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啊 李铁刚问 丁长生停下了脚步说 还是刚刚说的那个问题 巨型公司 我想要从他那里得到巨型公司的原始账本 我猜一定有这个东西 车蕊儿死了 原来车蕊儿在的时候 所用的会计也死了 可是原来的账本非常的混乱 我觉得就是车蕊儿活着 也不一定能看得明白 所以他们私下里一定存着一本原始账本 这个可能是记录了北原哪些人参与的分赃 异常重要 也是车家和能活得现在的护身符吧 这个东西从来没人提起过 这倒是一个新的线索 李铁刚说到 其实我向他要过这个东西 条件是送他出去 但是他拒绝了 不知道为什么 丁长生说到 可是现在又提出来见你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 很难说 算了 别猜了 见了就知道了 李铁刚说到 丁长生进去的时候 车家和正在低着头睡觉 看得出来他很疲惫 一夜之间 丁长生觉得他老了十岁以上 听到了椅子摩擦地面的声音 他依然没动 闭着眼 低着头 安保人员想要去叫醒他 但是被丁长生制止了 无论怎么说 自己和车家和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蒙虚关系 虽然这种关系现在被丁长生否认了 估计车家和知道了这个结果会被启封着 可是人都是要自保的 这个时候不自保 难道还要去保别人吗 丁长生在体制里混过那么多年 得到的唯一一个结论就是 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现在不是以前了 凡事要讲证据 没有证据的罪名 打死不认 拿出来证据 讲理由如此而已 车家和好像是察觉到 这次来的人不一样 于是慢慢抬起头 丁长生把自己面前的一杯水 推到了他的面前 隔着一张桌子 车家和点了点头 微笑了一下 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说 你来的还挺快的 是啊 我知道你把我搞了 谁立刻就赶过来了 要解释清楚的呀 没有的事我是不会认的 说吧 你要见我什么事 丁长生问道 我把很多事都想好了 但是唯独一件事没想到 就是蕊儿 他怎么了 丁长生问道 他的幕你知道 我忘了告诉你 逢年过节 希望你能去他的幕地看看 毕竟你们两个 有过那么一段经历 虽然你不是真心的 但是他对你可是真心的 车家和说道 放心吧 等你死了 我会把你们葬在一起 把他葬在你的旁边陪着你 丁长生说道 车家和点点头说 谢谢你 我想了很多人 可能最适合做这件事的 就是你了 你讲义气 所以我把你叫来 我很后悔没听你的话 要是听你的话 我现在可能和周一斌 在一起钓鱼了 丁长生摇了摇头说 我骗你的 周一斌现在生死不知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是死是活 我也不知道 哦 他没去菲律宾吗 车家和一愣问 想的美 他有那个本事吗 车家和瞪着丁长生 实在是不知道 丁长生说的是真的 还是假的 我叫你来 是想和你做个交易 车家和说道 交易 什么交易 丁长生问 第902集 你过来 我告诉你 车家和说道 丁长生站了起来 扶尔过去 车家和用极快的语速说道 替我杀了沈家兄弟 我就把账本给你 李铁钢突然紧来了 丁长生已经坐回了座位 再有这样的事 你们就不要他了 李铁钢铁青着脸说 安保人员也被吓了一跳 但是他们想要拉开丁长生时 丁长生已经坐回去了 丁长生笑着点点头 车家和也是一样 他说道 我搞罚你 不是为了陷害你 你还不值得 在我来这里之前 在驻地 何家胜找过我 要我把那个账本交出来 我说没贷 他依然不依不饶 说如果我不交出来 就把我老婆从美国弄回来 他这是要我家和人亡 丁长生点点头说 嗯 何家胜干得出来 说这话的时候 抬头看了看摄像头 那意思是 接下来细肉来了 那个账本 记录着巨型公司 这些年的全部账目 所以不管是现在 谁接管了公司 那本账目才是最重要的 这些年都知道 是蕊儿在经营公司 所以蕊儿死后 他们又把矛头对准了我 一定要我交出来 那个账目 我没有交 交了你就死定了 活不到现在和我说话 丁长生说 所以我叫你来 虽然你这家伙很坏 但毕竟不是我们 这个圈子里的人 蕊儿活着的时候 我还想着出去 享受天伦之乐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拉几个垫背的 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车家和问道 那当然 要我也会这么做的 丁长生说 怎么说 你同意做这个交易 车家和问道 你自己为什么不做 非礼和我做这个交易 再说了 事情过去这么久了 你怎么没想办法 丁长生问道 你以为 我有什么办法呢 车家和问丁长生道 丁长生想说 但是没话说 他不能在这里 指导他怎么去做吧 我最得力的人 是周一兵 但是这家伙 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我一直都猜 他是被人做掉了 而我猜的对象 就是你 因为我和别人 没有多大过节 周一兵不是一个 轻易被拿下的人 所以这个人 一定是有些手段 是你没错吧 车家和问道 丁长生笑笑 此时的对话 已经被全程记录 他真是不得不 佩服车家和的智商 到了这个时候了 还在为自己挖坑 他摇摇头说 我刚刚告诉你了 周一兵现在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至于去了菲律宾 那都是我编的 连我自己都不信 你现在信了 算了 不说这事了 你只要是同意 帮我做那件事 我就可以把账目 存放的地方告诉你 车家和说道 丁长生摇摇头说 那东西对我没用 我不需要把谁拉下马 所以那东西 你还是留给纪委吧 我不需要 坐地起架谁都会 你一步一个坑 我也不能顺着你的坑 就往里面走吧 所以 你说不说都是无所谓 现在是你求我 不 你现在很需要 要是我能和纪委做交易 我就不把你叫来了 车家和说道 做不做那件事 都是我自己的事 我不拿这件事做交易 我和车旅儿是好朋友 他出事了 我理应做我该做的 你放心吧 我会在所有的节日 给他上坟 也会把你们爷俩 葬在一起 但是 你就别再给我挖坑了 小心我说话不算话哦 丁长生说道 车家和看着丁长生问 我知道你在顾及什么 你放心 我们如果做这个交易 我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 丁长生摇摇头 表示不信 好吧 信不信有你 你回去后去找叶宜君 就说我走之前 交给他的那把钥匙 是留给你的 到时候 你拿着那把钥匙 就能找到账目所在的地方 我希望你能信守承诺 我说到做到 如果我在里面听不到消息 就让叶宜君来告诉我 我等着你 车家和说道 车家和被带走了 李铁刚进来了 站在丁长生的面前 问道 什么交易 他要你做什么 替他闺女 即日是上坟 等他死了 埋在他闺女旁边 丁长生说道 我不信 这些话都要记录 我说的是你们耳语 说的是什么 李铁刚问道 就是这些话 本来是想耳语的 可是你们说不可以 我们就正常的说了 丁长生说 现在丁长生谁都不信 对谁都留一手 才是最好的 自我保护的方式 事实证明 谁都靠不住 你以为我会信吗 李铁刚问道 丁长生怂怂肩 说道 你信也好 不信也罢 说的就是这些事 我真的没有其他的事 瞒着你 丁长生 你不要以为 自己有多厉害 我要是知道了 你做的事 我心里有数 还可以也为你 遮挡遮挡 我要是不知道 我怎么遮挡 李铁刚说 丁长生摇摇头说道 李淑姐 我做的事 从来都是自己 为自己遮挡 如果需要别人遮挡 我早就死了八百回了 好在是我没做过 什么违法乱纪的事 所以我不怕 丁长生说这些话 是因为车家和 把自己给交代出去 自己就被李铁刚 叫到了北京 虽然车家和 说的那些事 自己基本都做过 可是没有证据的事 谁会承认呢 但是这也给他提了个醒 那就是谁都不信 你信任何人 都可能把自己 推入万丈深渊 李铁刚不也是 在警告自己吗 所以自己没有答应 车家和的交易 所以一旦陈焕强死了 车家和就算是说和 丁长生做了什么交易 丁长生也不会承认 否则自己岂不是要保陈焕强 一辈子不死吗 李铁刚看着丁长生 点了点头说 好 你有这个把握就好 车家和交代的账目 我会派人去 你不用插手了 他本来也是说给你们听的 我也没想再战手这事 丁长生说 李铁刚点点头 两人的对话到此结束 再没下文 过了一会儿 丁长生就起身告辞 他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和车家和见个面 也是满足车家和的愿望 纪委从车家和那里拿走了账目 剩下的事 还有丁长生什么事呢 这几天你不要离开北京 随时等我电话 李铁刚说 还有事啊 丁长生问道 到时候就知道了 丁长生点点头出了门 安迪看到丁长生出来 这才放心了 去哪 安迪问道 去你的学校看看吧 你不是学生吗 真的很难想象 你一个来中国学习的大学生 居然干这样的生意 丁长生说道 安迪看看丁长生说 我以前是没得选 现在我可以做个选择了 反正他们现在也是要我死 对吧 活一天就赚一天吧 不过你要是对这事感兴趣 我可以介绍你入行 或许他们就会放过我了 入行 对啊 你的身手和机制 我看很适合干我这行的 当然了 如果你能把零号除掉 组织一定会对你非常的欣赏 本来这个行业就是弱肉强食 强者自强 淘汰率非常高的 零号如果栽在这里 那也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 安迪说道 丁长生笑笑说 你不用再给我挖坑了 我这人对这事事不感兴趣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那个所谓的零弹 只要不对我攻击 我不会主动找他的麻烦 他找不着你的麻烦 那就不一定了 安迪在学校里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惹人注目的美女 所以当他和一个中国人闲庭信部的在校园里时 大家的关注度就更高了 我时常上课的教室就在那栋楼 你要不要去看看 马上开学了 你得帮我 安迪说道 帮你什么呀 那些药 你得多给我点 不然的话 我就得旷课去找你拿药 北原离这里这么远 我来回不方便 安迪说 丁长生摇摇头说道 那是你的问题 你可以向学校里的申请去北原做社会实践 我最多给你三天 给的太多了 我怕你跑了 你跑了 我怎么办 安迪有些愤怒 但是看到丁长生说的是认真的 于是主动的挽起了他的胳膊说 我现在是被追杀 我还能往哪跑 再说了 什么叫你怎么办 难道你爱上我了 你的脸真大 没注意到没有 在我们的三点钟方向 有个人一直在盯着我们 后面也有人在看我们 你说他们是干什么的吗 丁长生问道 看样子不像是来找我们麻烦的人 而且从你离开那个地方 他们就跟着我们了 看来你我真的是被盯上了 安迪说道 两人进了大楼里 那人也跟进了大楼 只是他们没有安迪对这里熟悉 带着丁长生三绕两绕就出了大楼 然后出门打车 离开了大学校园 前面停车 你自己回去吧 我还有事 丁长生说道 我想跟你一起 我死了没关系 但是你死了 我该去找谁 该找谁拿药呢 安迪问道 没关系 你只要保证自己不死就行了 我死不了 说完 让司机路边停车 下车后白白手 示意他们离开 安迪虽然恼火 但是也没办法 自己也确实该去学校里处理一下请假的事情 否则的话 他真的很担心自己随时可能被零号做掉 虽然回到了中国 但是宇文灵芝就被关在这个四合院里 哪儿也去不了 甚至都不能和丁长生通电话 还不如自己在国外的时候 还能和丁长生视频什么的 回到了国内 反而是很多事都做不成 他有时也会到院子里看看天 但是北京的天很暗 雾霾严重的时候 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当丁长生突然出现在院子里时 宇文灵芝颇有些不敢相信的感觉 还以为自己一时间出现了幻觉呢 但是看得那么真切 他站起来走到了门口 隔着玻璃门再次看向院子里 丁长生正在漫步走来 他惊喜地叫了起来 然后拉开门直接奔向了丁长生 然后像少女一样高高地跃起 一下子就抱住了丁长生的脖子 然后双腿夹住了丁长生的腰 就这样两人深深地吻在一起 一切都不需要解释 因为此时真的没有多余的时间 他离开他太久了 眉眉也只是在视频上排解相思之苦 所以此时见到真的人了 还不得把彼此溶进自己的血液里 这个男人为了自己家的事一再冒险 本来他是可以不回国的 当然宇文家的事也就没人再过问了 就成了一个彻底的冤案 但是他执意回来为宇文家讨一个公道 现在距离这个公道越来越近了 多亏这里的床足够结实 所以才不会因为这两个人的疯狂而塌了 当他们在彼此的身体里留下深深的烙印之后 才慢慢地回到了现实中 你比以前更瘦了 宇文灵芝有些心疼地摸着丁长生身上的肉说道 瘦点好 有劲儿 你刚刚是不是感到我劲头比钱更大了 丁长生笑着问道 是是是 反正都是你厉害行了吧 宇文灵芝翻着眉眼说 主缘还好吧 好久没有和你们俩在一起了 丁长生说 你呀 就是想着这些事 能不能想点别的 宇文灵芝说道 可以呀 我一直都在想着你们家的事 这不也是你们家的事吗 现在肥员开始了 刚刚我去见了车家和 他已经被纪委带到了 估计离久了剩下的事没多少时间了 来北京开会的委员官员 到底还能多少回去 我看这很难说了 丁长生说 那我们家的案子什么时候能提上日程 宇文灵芝问道 现在是不可能 那要等到委员的盖子揭开再说 现在就看车家和留下的那个账本 有多大的威力了 巨型公司虽然成立没了几年 但是在替他们转移财产方面 可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巨型公司已经在查了 丁长生说道 何家胜给真存剑打了电话 让他火速赶往北京来 因为他现在的身边的人 用起来很不顺手 还是没找到人吗 何家胜面对近来汇报的秦务员问道 秦务员摇摇头 何家胜恼火的喊道 出去再找 多派人去找 主性办的人都不要干别的了 都去找人 秦务员被他一嗓子吼得 没敢再说下面的话 此时风尘仆仆的真存剑 刚刚好走了过来 什么事 真存剑问道 车数据已经失联二十六小时了 到现在还没找到 还在找呢 何数据急了 秦务员小声地汇报道 真存剑点点头进了房间里 见到何家胜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呢 一时间觉得 其实做领导也没什么好的 操心费力不说 既要看着上级的脸色 还要看着下级不出事 现在何家胜的脑子里在想什么 他也拿不准了 只见何家胜点上阴晴不定 实在是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 何数据 我来了 真存剑主动说了句话 以提醒何家胜的注意 嗯 走吧 省里怎么样 何家胜问道 一段糟 李春晓和孟男一干上了 现在巨型公司是保不住了 李春晓要全面查找 他现在丢定着这么一件事 我看 这是要挖第三尺啊 真存剑说道 车架和不见了 失联 你说他能去哪呢 这是在北京开会 不是别的地方 他会不会从这里跑了 何家胜问 真存剑摇摇头说 跑了倒是好了 要是被纪委的人带走的呢 我现在着急的就是这事 他要是被纪委的人带走了 那后面的事就很难说了 我现在开会的心思完全没有了 这个混蛋 主要是他手上 有一本车人记录的账目 是这些年 他管理巨型公司的真实账目 要是纪委得到了这个账目 顺藤摸瓜 我们就完了 何家胜说道 真存剑洋洋头说 书记 还不单单是账目的事情 车架和知道的太多了 要是他真的被纪委带走了 那至少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东西 就够我们喝一壶的了 所以我说 现在事情该怎么办呢 何家胜问道 真存剑心想 你问我怎么办 我哪知道啊 据说丁长生也来了北京了 不知道是在干嘛的 真存剑说 你什么意思 何家胜问 我的意思是 如果他真的来了北京 那很可能是因为车架和的事来的 这就意味着 车架和可能真的已经被纪委供执了 真存剑说道 何家胜一下子慌的事 虽然他心里清楚得很 车架和出事了 可是还真是不敢去想是被纪委控制 如果真是那样 北原的官场将出现他方式的倒台 也包括他自己 真存剑见他这个样子就说道 书记 你不要急 我先去这儿来问问情况 看看能不能打听到车架和的消息 也许不是被纪委带走了 也说不定吧 何家胜点点头 没再说话 真存剑出了门 深深的吸了口气 北京的天气还很冷 自己穿的不少 可是依然感到刺骨的寒冷 打车直奔王府锦的高档商场 他兜里的卡上有的是钱 所以在出门的那一瞬间 他就决定先走一步 不再围着何家胜转 要是何家胜出事 自己肯定也会被抓 事到如今 也只能是对不起自己的老领导了 野外穿的羽绒服和高档军靴买了一套 打包出门 本来他是想租车的 但是考虑到租的汽车都有定位装置 所以在二手车市场上买了一辆二手车 然后开车出了北京 直奔北方而去 从此之后再也没人见过他 直到很久以后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在车家河消失的第48个小时时 北园的坊间开始有了传言 车家河被纪委带走调查了 这就好比是一滴水掉进了油果里 立马就沸腾了起来 第903集 那位 丁长生是以宇文灵芝换个姿势 自己躺在床上 换上了宇文灵芝改用其成为 丁市长 是我 老军芝 现在市里的传言 你听说了吗 市里的 北园吗 我在北京呢 出什么事了 丁长生问道 据说车家河被带走调查了 有这回事吗 朗军芝问道 你先不要问这事 我问你一件事 你老板干净吗 我说的是 何家省他们之间和他有什么问题吗 丁长生问 这我不知道啊 朗军芝立刻否认道 朗军芝 你我是什么关系啊 比一般人的关系要亲密多吧 你和我在这里打马虎眼吗 有还是没有关系 你心里没数 还要我打这儿光问你吗 丁长生公愿地说道 好像是有些关系 具体的我不知道 朗军芝说 自从知道了朗军芝的癖好之后 丁长生对他也不再客气 不知道 那你就等着被纪委一块带走调查吧 你还要想好自己的处境 一旦你的领导出了事 你再想洗白就没门了 别以为你老子是个地级市委书姐 一样保不了你 我建议你还是探听一下你老板的口风 看看他现在都在想什么 丁长生说道 刚刚挂掉了朗军芝的电话 翁兰伊的电话又打得进来 搞得丁长生和宇文灵芝都没多少兴趣了 只能是相互依偎着躺在床上 车架河的事是真的还假的 翁兰伊上来就问道 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个传言 还是朗军芝告诉我的 他来北原的消息比北京还要灵通啊 我确实还没有等到这方面的消息 你那里有什么消息吗 丁长生问道 朗军芝去北京了 你知道吗 翁兰伊问 我知道 他来北京也不会和我联系 我哪知道那么多事 你做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 管别人干嘛 丁长生说 我总感觉这心里不踏实 对了 吴雨晨有消息吗 丁长生问 还没消息呢 这个人就像是消失了一样 路亚村翻遍了 可是连个人影都没有 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翁兰伊问 找不到就算了吧 我感觉他一定是被人救走了 不会是死了 既然不在渡家村里 那就是到别的地方去了 无所谓 有他的消息告诉我一声 丁长生说 好 我明白 翁兰伊说道 丁长生刚刚想要挂了电话 翁兰伊却忽然说道 对了 还有件事 你在北京住哪 我想去北京一趟 我父亲想让我去北京跑跑关系 我想借了机会去找你一下 丁长生的脑子瞬间就转了十几个圈 他说道 你到了再联系我吧 说完就挂了电话 翁兰伊看向对面坐着的吴宇晨说 你看 我帮你了 但是他不上当 怎么办呢 我也想找他 问题是我也不知道他在哪 他现在警惕性很高 我看你们还是不要再找他了 缓一缓吧 有这样的好事吗 蒙兰伊 你以为打个电话就完事了 我再说一遍 我要知道他在北京的位置 你去打听也好 无论用什么手段 你要是找不到他的位置 你就替他死 吴宇晨恶狠狠地说道 吴小姐 你还是把话说明媚点 我已经帮了你不少了 要不是我 你现在还被关在地下室里 被他折磨呢 我救了你 你现在恩将仇报 好啊 你把我杀了算了 看看丁上神会不会饶了你 翁兰伊说道 别吼他这套 你以为他现在就会饶了你吗 吴宇晨不懈地说道 翁兰伊一直语色 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反驳的 但是不得不承认 自己现在是进退两难 你不信任丁长生 你丈夫是因为丁长生 才上皇租逃的 你也不相信何家胜 你只信你自己 所以一切都是交易 你一边和丁长生打得火热 一边又暗地里和我们联系 我知道 你很想尽快把江都的地出手 你也知道 再继续在国内待下去 会很危险 丁长生给你的承诺 必然不会兑现 他自己有多大本事 你们这是多大的事 你心里有数得很 相信你家老爷子 也是这么想的吧 吴宇晨问道 你知道的倒是很多 回去告诉他们 那块地我可以出手 就按照你们给的价格 但是我要现金 而且直接打到香港账户上 其他的付加条件 我不接受 你们要是想尽快拿到地 那就按照我说的做 要不然 等我走了 或者是被抓了 你们再想拿到地 至少也得再等一年的时间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翁兰一说道 好 你说的这些我会转告的 但是我也有个要求 度假村里发生的事 你最好是烂在肚子里 否则的话 我会让你的交易不成功 吴宇晨威胁道 翁兰一笑笑问 好 度假村里发生什么事了 我怎么不知道 吴宇晨定定地看了他一眼 拿起包 起身离开 翁兰一将其送到了电梯口 两个人都没说话 感觉非常的尴尬 最后 吴宇晨回身 向翁兰一伸出手说 丁长生远没有想象的 那么好对付 我们合作 才是最好的选择 否则的话 我们会被个个击破的 面对突然上门的陌生人 自称是中纪委的人 叶乙军一下子慌了神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只能是立刻给丁长生打了电话 他们说的是真的 把你知道的东西都给他们吧 没的选择 丁长生安慰他道 这么说 他回不来了 叶乙军颤声问 是 我见过他了 就在中纪委的办公地点 和你没关系 把纪委要的东西给他们就是了 然后你想去哪就去哪 到处走走 这些年你被限制在北渊 一定是非常的憋闷 这下可以到处娃娃了 丁长生说 谢谢 我知道了 谢谢你 燕乙军说道 有时间再联系吧 丁长生挂了电话 对面的赫乐锐给他倒了杯茶 他是刚刚回到北京 得知丁长生也在北京 特意到秦末的别墅来见他的 北渊的事 应该快要告一段落了吧 赫乐锐问道 差不多吧 哦对了 问你件事 你知道许建生和吴雨晨是怎么回事吗 丁长生问道 具体的我不太清楚 但是好像他们是在英国认识的 然后就找到一块了 其他的我不太清楚 赫乐锐说 帮我查查吧 看看这个许建生 倒得有多大的本事 居然可以让那个吴雨晨 俯首帖儿的 哼 怎么 吃错了 我听说你和吴雨晨 曾经也是剪不断 理还乱 怎么 现在又要挽回呢 赫乐锐说道 丁长生摇摇头说 不是 是陈家请了国际杀手组织的人 想要对我不利 被我识破了 但是 这个杀手被我收复之后 来和到在此街头的人 居然是吴雨晨 这事把我吓了一跳 许建生要是也知道这事的话 这说明 他们和我合作 只是一时之计 说不定 现在就在谋划着 怎么把我除掉了 反正陈家兄弟 是一定要把我弄死的 毕竟陈汉修的死 他们算在了我头上 听了丁长生的话 赫乐锐的眉头皱了起来 这一事 他的确是不知道 而且对于许建生 他也是很陌生 对这个人一点也不了解 还有这回事吗 赫乐锐问道 我前几天把吴雨晨扣下了 在一个度假村里 神问了半天 他也承认了 但是我觉得 这事他会添油加醋的说 而不会把实话 告诉许建生 可惜的是 他居然被人放走了 现在我怀疑 把他救走的人 不是那个所谓的领好杀手 就是度假村的人 而度假村是翁南一的 按说翁南一不该背叛我 可是人心难测 现在北渊人心惶惶 都在被自己的将来谋出路 所以任何有利可投的机会 都可能有罢背叛 这点我心里有说 丁长生说道 我发现你现在自信心小了很多吗 这么没自信呢 赫乐锐问 不是自信心小了 而是世界复杂了 我的自信 赶不上世界变复杂的程度 所以过去用过的很多事 都不灵光了 但是 你不会背叛我对吧 丁长生问 那可说不定 你要是现在就把我征服了 我说不定 就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你 你要是没这个本事 那我就 赫乐锐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丁长生压在了沙发上 赫乐锐刚刚可是看到 一个陌生的女人出来倒茶 这会儿被丁长生压在客厅里 他感觉这里不是一个好地方 一直都在哀求丁长生去卧室 毕竟这大白天的 自己也是要脸面的人 可是丁长生就是不给他这个脸面 就在客厅里 在客厅里的沙发上 将其慢慢地包干净 只剩下了娇艳的红韵 成了他身体最厚的保护色 你就是想看我丢人是吧 赫乐锐咽了一口唾液 仰看着他身上的丁长生问 在我这里你不要先丢人 这是我的规矩 你要是不想可以说一声 我马上就起来 混蛋你都进去了 还说这些话 好充实啊 赫乐锐认命地闭上了眼睛 体会着身体带来的每一次神经冲击 丁长生一边活动 一边在他的耳边说道 我希望你不要背叛我 你要是敢背叛我 我会让你痛不欲生 吴雨晨也是一样 他不会放过我 我还得继续找他算账 再次见面时 不知道他组合感想 我不会 我绝对不会的 快点 不 你慢点 酸死了 赫乐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自己都快要被他压得折叠起来了 对不起 请出示你的证件 这里现在是代表团助理 不对外营业了 丁长生想去找仲华时 被门卫拦住了 连自己的工作证都不管用 不得已 让江小辉下来 把自己接了上去 生长这几天心情还好吧 丁长生问道 心情 江小辉一愣摇摇头 丁主任 这个我真的没注意 你说你 做秘书的时间也不短了 领导的喜怒哀乐 你还看不出来吗 丁长生不满地问道 江小辉感觉很懵 再次摇摇头 他只是按部就班地干好自己的活 没有多余的话 和仲华也没有多余的交流 所以根本看不出来仲华的喜怒哀乐 做秘书的就是领导的眼睛和耳朵 不但要看外面 也要看里面 你不但是要协助领导做好工作 还得有自己的见解 为领导出谋划策 国外的领导人会聘请顾问 为自己提供建议 我们国内不允许这样 但是你这个秘书要起到这个作用 你离领导界 知道的也多 见识也多 要多思考把这些都变成自己的东西 领导用到的时候 你要及时的反馈出来 丁长生一边走 一边向江小辉讲解这些东西 江小辉这孩子呢 老实是老实 也没什么越界的地方 就知道干活 让领导放心 但是却不能为领导提供 很好的智力支援 这是他最大的缺点 是 我知道了 我一定努力学习 注意这些 江小辉说道 丁长生看看他 也没再说别的 秘书和秘书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最近这里有什么新闻吗 丁长生问道 昨天的时候真秘书来了 但是不多久就走了 到现在都没回来 和书记急了 到处都找 车家和书记也没回来 现在驻地一片昏暗 省长的脸色也不好 估计是很恼火 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江小辉说道 丁长生拍拍他的肩膀说 我错了 这些消息都让省长知道了吗 当然 我都在第一时间汇报了 省长什么都没说 只是说 不然让我到处乱说这些事 江小辉说 丁长生点点头 他敲敲门 把丁长生请了进去 仲华一抬头 看到是丁长生进来 立刻招招手 然后让江小辉泡茶 江小辉上了茶之后就出去了 他知道 领导肯定和丁长生有事要说 消息确定了 我来北京是李铁钢叫我过来的 在机会办公地点 见到了车家河被控制起来了 丁长生说 仲华文言站了起来 在屋里走了几步 他问道 这个消息 何家胜很快也会知道 看来这里真是要乱了 臣存建下落不明 相比较车家河 何家胜更怕的是臣存建 也落到记忆的手里 真要是那样的话 何家胜这次真的是悬了 早该这样了 李铁钢怎么会让你来见车家河呢 这说不通啊 仲华回味道 车家河让我和他做个交易 一定要为车蕊儿报仇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车蕊儿的死是陈焕强找的人 这是确定的了 所以现在陈焕强也是非常的小心 我答应他的 只不过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巨星公司是有一个账目 原始账目 是车蕊儿主管巨星公司的时候留下的 现在这本账目 落到了中纪委的手里 很快 北远的这些官老爷们拿了多少钱 钱都去到哪儿 很快就会查出来 丁长生说道 好啊 好啊 北远的天终于可以见光了 仲华说 丁长生看着仲华欣喜的表情 也很高兴 但是领导高兴的时候 下级也要保持着适当的清醒 于是丁长生问道 领导 你想过没有 何家胜倒了 谁来北远 你接手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零 几乎是零 我接手中北省是不可能的 要是我叔叔还活着 还是可以一搏的 现在嘛 没希望了 我年龄上不占优势 本来我来当省长 就有很多人反对 省委书记这一职位 想也别想了 重话说道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丁长生问 腿不助澜 仲华硬生生的挤出了这几个字 好 我明白了 另外我这次来北京 还想就宇文家的案子 招招关系和门导 委员要贬天 宇文家的案子也该提上日程了 不然的话 没有天理了 丁长生说道 这方面呢 是需要我做什么吗 众华们 但是不需要 我先活动吧 等到需要的时候 我再向领导汇报 嗯 好 你先处理着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就来找我 另外 你的去向 还要再思考一下 宗教事务局 发挥不了你的长处 你暂时不要去报道 这事 我会找何项生谈 谈不成的话 就先亮着 慢慢等吧 等到委员乱起来 我再想办法 给你晃个地方 众华说 那行 我听领导的 正说话的时候 丁长生的手机响了 一看是安迪打来的 丁长生立刻接听 喂 什么事 丁长生问道 他来学校了 我感觉就在我父亲 你要是不想我现在死 就赶紧过来 我怕是出不去了 谁 林浩 另外 我看到吴雨晨了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呢 安迪问道 丁长生一问 他说 你自己小心点 我指着过去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众华正没问道 什么大事 是吴雨晨想找我麻烦 我去处理一下 有什么进展 我会第一时间向领导汇报 丁长生说道 众华点点头 丁长生立刻出了门 一出门就开始了奔跑 走廊里的人都愣住了 还以为出什么事呢 但是好在是就只有丁长生一个人在跑 到达安迪学校最快的交通方式是地铁 所以丁长生出了地铁口时 就看到了安迪的学校大门 而此时丁长生看到了安迪正在快步的跑过来 中间隔着一条马路 车速非常快 而此时丁长生也看到了吴雨晨出现在大门口 都凑齐了 怎么回事 丁长生问道 先走再说 我看到吴雨晨了 刚刚我想回寝室 但是听到我的寝室里有人找我 听声音很像是吴雨晨 他能到这里来找我 很可能是零号 也知道我在哪儿的 安迪说道 两人再次进了地铁站 上了地铁 也不管是开忙哪儿 只能是先离开这里再说 不过我觉得 这样躲着也不是好办法 得找到吴雨晨才行 我一直都在找他 没想到他找上门来了 这不是称号吗 在度假村时 我们是占据优势的 但是现在我们完全没有优势 吴雨晨虽然在明我们在暗 可是一旦我们有所动作 丁号就会在某个地方 不被人注意的地方下手 你要知道 他去中东都是来自若的 中东是中东 北京是北京 我们这里的安保措施 他连武器都带不上车 拿什么和我们对抗 丁长生问道 安迪看了看丁长生自信的样子 自信是很好 可是他的心里还是很担心 虽然吴雨晨的手机被他破坏了 可是吴雨晨的号码没变 当丁长生试着打打试试的时候 居然打通 我们见个面吧 找个人多的地方 这样你也不用担心 我会把你怎么样 老是这么偷偷摸摸的 也没意思 我和安迪一起去 你要是有种 就带着你的那个零号一起来 我们谈谈怎么办 要是可以讲价钱的话 我再出一杯 你们回去把原来的委托人做掉 这样岂不是双赢吗 丁长生说道 第904集 丁长生 你这个混蛋 你给我等着 我要是再相信你一次 我就不是吴雨晨 你是不是都无所谓 和我没关系 对了 既然你愿意玩这样的活 过不了几天 你哥就会收到复员的命令 让他滚出军队 妹妹甘心为国际杀手组织卖命 回国伤害自己的同胞 我觉得至少可以怀疑他的忠诚性 不能对国家和党忠诚 这样的军人 我们不敢用 我回国认识的军队的领导打电话 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 你哥离滚蛋的日子不远了 丁长生 阴瑟瑟的说道 你敢 你要是敢这么做 我一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吴雨晨说 好 我等着你 我知道你也来北京了 也在找安迪 安迪现在和我在一起 有本事 你就来找我吧 丁长生说完 就挂了电话 丁长生带着安迪 在北京城里到处乱窜 因为是两会期间 地铁的检查尤为严格 街上的堵车也是比较频繁 转来转去 安迪忍不住问道 我们这要去哪 给你找个安全的地方 在哪里待着不要出去 我要和外界联系 我转人寻找这两个人 零号是什么玩意儿我不知道 但是吴雨晨应该是比较好找的 丁长生说道 丁先生 你要我找好的地方找好了 这周围都是我兄弟们住的地方 平时也很少人来 住的都是街坊邻居 不会引起人注意的 陈六按照丁长生的意思 给安迪找了个不亲眼的地方住下 嗯 这个地方不错 哦对了 你再让人去找 帮我找这个人 说完 丁长生把吴雨晨的照片和身份信息 都发给了陈六 好 我马上安排人去找 但是不要再打张旗鼓 低调一点 现在是非常时期 不要多惹麻烦 找到人通知我就行 不要擅自行动 哦对了 没见到杜山奎在哪 丁长生问道 杜大哥一直都在跟着另外一件事情 我没多问 好像是和杨总有关系 具体到什么地步了 我也不知道 陈六说道 丁长生到了秦末的四合院时 只是见到了宇文灵芝 当时还以为杜山奎出去了 也没多问 后来也就忘记这事了 现在想起来 自己来北京 还没见到杜山奎呢 好 我知道了 你去忙吧 丁长生说道 陈六走后 丁长生对安迪说 你老实的在这里待着 不要和外界联系 你说这个零号这么厉害 小心来这里把你灭了口 到时候 这可怪不着我 我不能和你洗澡吗 不能 你也看到了 我在北京还有很多事要做 所以根本没时间带着你到处跑 而且我们两个人一起 目标太大了 再说了 你的身手实在太差 跟着我只会对我的后退 丁长生说别的也就算了 但是说他身手差 他是不承认的 自己之所以被他升勤 主要是自己大意了 被下药迷婚了 所以当丁长生说他身手差的时候 身手攥拳 对着丁长生的面门就是一拳 因为距离太近 一般人是根本不可能躲开的 更不要说是反击 但是丁长生只是一歪头 这一拳就贴着他的耳朵 击打了一个空 这让安迪很意外 就在愣神的功夫 打丁长生的拳还没收回去呢 就被丁长生一拳击打在了他的眼窝 这个地方很脆弱 如果用力很大的话 还可能会造成脱旧 安迪另外一只手 扶着自己的胳膊 紧急地后退了几步 丁长生说道 这样的玩笑少开 我不喜欢 下次就没这么客气了 你是不是觉得 我最近对你太好了 还是觉得有脸了 告诉你 别给脸不要脸 给我规规矩矩的 不要让我发火 说完 丁长生就开门出去了 留下了安迪一个人呆呆地站在房间里 想到刚刚的一幕 抬脚将一把椅子踢飞 坐在吹车里 丁长生前思后想 还是决定给吴明安打个电话 虽然也知道 现在吴明安管不了吴宇晨 但是 作为以前的老乡时 既然知道了这件事情 不打个招呼 似乎还不太好 吴书记 我是丁长生 哦 你好你好 到江都了 吴明安倒是很高兴 接到丁长生的电话 从这个电话里的态度 丁长生猜测 吴明安应该不知道 他闺女在干什么事情 心里一下子就有底了 吴宇晨 这一次 我让你有家不能回 有亲人也不能认 吴书记 我在北京呢 改天再去江都看您 有这么个事 我本来是不想告诉您的 但是考虑到这事 的确不是一般的事情 也担心吴宇晨年轻 给人给骗了 所以我觉得这事 有必要和你说一声 丁长生说道 宇晨 他怎么了 吴明安本来是坐着的 拿着电话 慢慢的站了起来 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这是个误会 但是后来发现 这不是误会 是真实存在的 他自己作业就算了 我怕这事一旦抱上去 连累到雨昕 他毕竟是在部队里 部队里对这方面的事情 还是很看重的 你跟我说实话 到底是什么事啊 吴明安打断了丁长生 没完没了的铺垫 他问道 是这么回事 丁长生尽量采取和缓的语气 把这事说了一遍 那头的吴明安 一直没有说话 吴树姐 这事说起来 是不是很分一所思 丁长生问道 我一直都很看好你这个年轻人 虽然也知道 你和雨晨之间的一些磕磕绊绊 但是你这么说他 我对你的看法 看来受改变了 你说这些 有什么证据吗 吴明安很不悦地说道 嗯 吴树姐 我也是一直都很尊重您 所以才把这些事情告诉你 如果不然 我完全可以把这些事举报给有关部门 让他们去调查这些事 岂不是更好吗 我告诉你这些事情的原因就是 希望您给吴雨晨打个电话 说说这里面的利害关系 不要被人利用了 许家的人不是那么好惹的 稍后我会把证据发给您 是这些天我和吴雨晨的交谈记录 到时候您听了再给我打电话 如果他对我一直都是这么敌视 甘愿当他人的枪 那我也就不会对他这么客气 我这个人拧救 但是对一直想要我命的人 我没法拧救 吴树姐 改天再见吧 说完 丁长生就挂了电话 然后把自己手机上储存的一些音频证据 都发给了吴明安 辨别这些证据的真伪 对于一个从政几十年的老政客来说 并不难 所以听到一半的时候 吴明安就先停下了吃素笑就心玩 这才慢慢的停下去 很快吴雨晨就接到了吴明安的电话 哎 爸 有事吗 我这边忙着呢 没其他事 心脏有些不舒服 你回来看看我吧 我恐怕是挺不过这一关了 啊 怎么回事啊 保健医生呢 他们干什么吃的 吴雨晨在电话里叫嚣道 我这病要是医生能治好 我不会给你打电话的 刚刚丁长生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接到了一些他发给我来的材料 是关于你和他之间的有些谈话的 我就想知道 你们的谈话录音是真的吗 吴明安问道 吴雨晨内心已惊 没想到丁长生这个混蛋居然录音了 也难怪他这么堵丁 爸 没有的事 你不要听他胡扯 我警告你 你哥现在刚刚晋升为上相 是我拖了多少人找了多少关系 我吴家下一代是要指望他的 你要是给我搞砸了 你就不要再进这个家门了 我死了也不会让你来看 从北京到这里 最快的开车要八个小时能到 八个小时你要是回不了家 以后就不要回来了 说完 吴明安就挂了电话 吴雨晨忽然有一种无力感 看看手机非常想砸了他 但是忍了忍 把电话打给了丁长生 丁长生现在很忙 一看是吴雨晨打来的电话 立刻就挂了 不想和他再有废话 两会期间 各路诸侯齐聚北京 所以这也是丁长生交际的大好时光 现在除了小心吴雨晨 和那个所谓的林浩之外 丁长生想着多接触一些人 因为这样的机会 每年才有一次而已 正在想着要把湖州的事 是不是在和贾东亮沟通一下 确保湖州的项目 能得到省里最大的支持 以免其他人指手画脚 手机再次剧烈震动起来 原以为还是吴雨晨 一看却是梁可义打来的 我刚刚还想着 待会去拜见一下梁书记呢 没想到你就打过来了 丁长生说道 少来这一套 我特意和北京联系了一下 就是想看看你老实不老实 没想到还真是不老实 既然来了北京几天了 为什么不来这里找我 找你 你也来北京开会了吗 丁长生惊喜地问道 我爸来了 我得跟着来 哦 现在老爷子 是想把我培养成他的接班人 所以走哪里都带着我见见世面 不然的话 将来喂手喂脚的不好弄 梁可义说道 好吧 恭喜你有个好爹 混蛋 你在哪呢 我想见你 还有我爸 梁可义犹豫了一下说 哦 是我们俩先见呢 还是你们俩和我一起见呢 丁长生玩味地问道 丁长生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我今天有时间 陪我去玩玩吧 虽然基本都是在北京长大的 还没说 有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怎么样 没问题 说个地址 我马上到 丁长生说道 再见梁可义时 丁长生有些惊讶 看上去梁可义比在江都的时候瘦了不少 虽然依旧是衣服架子 可是看在丁长生的眼里 担保了很多 要不是在公共场合 他很想去摸摸身上的肉都去哪呢 看来是真的想我了 这么说啊 一带见宽中不悔 为一宵的人憔悴 丁长生少有的拽了一句词 他说道 梁可义笑笑 两人走进了餐厅里 这地方我以前经常来 离开北京后就很少来了 今天带你来尝尝这里的菜 的确是瘦了很多 不过呢 肉解释了 这个河山市一直都坚持练瑜伽 现在身体好多了 梁可义说道 哦 是吗 练瑜伽好啊 听说练习瑜伽 可以解锁很多姿势呢 今晚多试几个姿势玩玩 检验一下 你的瑜伽有没有用 丁长生说道 你啊 这没点正事了 我这次跟着来北京 主要是想见见你 你不来 我得把你从北岩拽来 梁可义说道 哦 怎么 这么想我啊 丁长生问 我爸的意思是 想让我下去挂着锻炼 但是我自己不敢去 怕应付不了那些场合 万一出了什么事 不但达不到目的 他会把我的前程也回来 所以一直犹豫不决 但是我爸决定了的事 我也很难改变 我想让你陪我去 梁可义说道 陪你去 我能陪你当一辈子官啊 有些事还是要你自己去闯的 我都总有卫护其位 再说了 有你爸在市里 谁还要把你怎么样啊 丁长生问道 我爸不想做得太明显了 所以走了一个 去先救国的路子 想把我交到川南省去 川南省的一个人 交流到河山市 你想 我一个人去那 能告诉他啥了呀 人生地不少不说 不被人欺负就不错了 梁可义说道 那你去那干嘛呢 丁长生问道 县级市的市长 我也不想去 但是我爸说 这事必须去 不然的话 再往上走的话 越来越难 没有基层的经验 这会是一个诟病 必须让我去 至少两年的时间 你说我咋办呢 梁可义满脸愁云地说道 县级市的市长 那我去干啥 市长秘说 丁长生问道 你只要是答应我去 剩下的我来想办法 怎么样 你想高一点 我就给你找个高一点的位置 我再找我爸去运作一下 大不了再交换一个人到河山市罢了 梁可义说 梁可义说得很轻松 好像是跨省调个人很简单似的 对于普通的干部 那是难如登天 但是对于他们这些封疆大吏来说 简单的就像是吃饱了放了个屁 或者是在开会的时候坐到了一起 上厕所的功夫来几句 哎 老李 我儿子想去挂个职 我听说你女儿也在从政 要不然咱们换换吧 于是 这些官二代们 就从各自老子的地盘 到对方的地盘去 既避免了干部任职回避制度 还积累了基层的经验 多好啊 这也是目前很普遍的一个操作 暂时我是去不了 委员这边的盖子刚刚解开 还没到完事的时候 如果这边完事了 我可以去帮你 但是两年的时间有点长 一年可以吧 丁长生问道 你说的 我先敬你一杯 不许反悔啊 你去了帮我把根扎下 干事点实事的 再找人洗洗文章吹一吹 剩下的一年 也就是惯性往前走 我觉得问题不大 梁可义说道 行了 你只要心里有数就好 哦 对了 待会儿有个朋友一起过来见面 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他 好几年没他的消息了 这次乍一见面还真是有意思 听说我要见你 非得过来看看你 梁可义说道 梁可义说道 谁啊 来了你就知道了 我们当时也是一起玩的 哦 来了 梁可义指着指玻璃窗外的一个女人说 丁长生一看那个女人 心里的气就不打一出来 因为来的居然是吴雨晨 这个女人也真是厉害 她在京城找不到自己 居然找到了梁可义的头上 难道算准了自己会和梁可义见面吗 雨晨 来这边 梁可义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 当时在江都时 这些官二代们的确是玩的不错 没打扰你们吧 吴雨晨笑笑 看向丁长生时 那笑容变成了冷笑 打扰到了 丁长生冷冷的说道 我问的是可义 没问你 吴雨晨大言不惭的居然坐下了 坐在了丁长生的对面 和梁可义并排坐着 梁可义是多么精明的一个人 一眼就看出来 这两个人不对劲 于是笑笑说 怎么了 看你们俩这么大的怨气 闹矛盾了还怎么着 你怎么把他惹毛了 我记得雨晨的性格可是很好的 大家这么久不见了 你们俩 姐 这个混蛋前几天把我强奸了 吴雨晨真是连脸都不要 既然这么对梁可义说道 梁可义闻言 惊讶地看向丁长生 满眼的不可思议 吴雨晨不知道什么时候 变得不再是那个极恶如愁的女孩 而是浑身上下都是细 说完这话时 居然眼睛里还掉下了眼泪 接着说 把那想受的都说了 我再一层一层地霸掉你的画皮 丁长生不懂声色 一口菜一口菜地吃着 还不时地被梁可义加一块的菜 但是梁可义此时哪有心思吃 看着身边的吴雨晨问 不是吧 他虽然好色 这我知道的 但是你说他把你那个了 我怎么觉得这事还是 你说了他好色 他怎么就不能把我那个了 我一个女孩子家 会拿这事开玩笑吗 姐 吴雨晨继续哭诉道 丁长生始终保持着微笑 等他表演结束 可是他居然没完没了地 说起了他和丁长生的情史 丁长生简直是要被气笑了 有些事是真的 但是有些事确实是他编造的 长生 你怎么能这样的 梁可义也看出来了 丁长生是胸有成竹 对吴雨晨说的那些事不置可否 可是他自认为还是了解丁长生的 丁长生风流成性 女人无数 这事他知道 自己也不是其中之一吗 但是听到吴雨晨说的丁长生干的那些事 他还是觉得 这事有些蹊跷 零号来了吗 你还在这里晃悠 看来你是铁了心了 为他们买命了 你爹让你回家 你都不回去 我其实真的很想知道 许健生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 让你这么不知廉耻的为他买命 就是你所谓的他爱你 爱你一个人吗 既然是那么的爱你 怎么会让你干这么危险的事呢 丁长生问道 梁可义看向丁长生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这个女人 你以后离他远点 他现在替国际撒手组织卖命 他们一直都想除掉我 从北原追到了北京 你放心吧 我会在北京待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有你们下手的时候 好了 现在滚蛋 我不想再看到你 不知廉耻 丁长生面无表情的说道 你这个混蛋 反正那个呢 现在又变出这么多 没有眼的事污蔑我 你还有良心吗 吴雨晨一边哭 一边咒骂丁长生道 我干过的事 我从来不会否认 你干过的事 你敢承认吗 那个灵号在什么地方 现在是不是正在拿着枪对着我呢 丁长生指着自己的胸口问道 其实丁长生还是很在意梁可义的看法的 尤其是这种事 强奸对任何的女人来说 都是难以接受的事情 所以虽然自己极力辩解 可是依然看到了梁可义眼睛里的不满 丁长生这个时候 很难再去解释 所以只能是任凭吴雨晨这个女人诉说 直到丁长生忍不住了 把手机拿了出来 拍在桌子上 点开了录音 这里面的对话 都是丁长生和吴雨晨的对话 一刀未剪 录音一放出来 吴雨晨伸手就要去拿 但是被丁长生甩手就是一巴掌 打在了他的脸上 不但是梁可义静呆了 就连餐厅里的人都愣住了 这边发生的争吵 他们早就注意到了 丁长生收起了手机 手机里继续放着自己和吴雨晨的对话 渐渐的梁可义扭头 看向了吴雨晨问 他说的是真的 呼的一下 梁可义站了起来 坐到了丁长生的一边 两人看着吴雨晨 吴雨晨愣是不承认录音里的对话 这些都是他剪辑的 不是我说的 但是他强迫我 我是真的 现在换成吴雨晨 几例解释了 此时 丁长生看到餐厅里又见了一个人 是一个白人的样子 但是肤色很深 眼光一直都盯着丁长生这边看 服务员问他要什么 只是白白手 丁长生回头看向了吴雨晨 发现吴雨晨的眼睛也看向了那边 眼睛里充满了喜色 那个就是零号吧 丁长生问道 于是丁长生没有动 只是拨打了一个电话 也没再看那个家伙 只是和吴雨晨不停的争吵着 梁可义没注意到这些 还想极力的劝解二人 开始这两人神也不听劝 十五分钟之后 外面来了几十个人 其中七八个人一起进了餐厅 剩下的等在了门外 你先回去吧 我有件事要处理 等处理完了 我再去找你 让他们送你回去 丁长生指着指门外的人 对梁可义说 你确定没事吗 梁可义问道 他知道丁长生的身手 也知道自己留下来只是个累赘 所以干脆站起来 看也没看吴雨晨 静止向门外走去 门外的人看了看丁长生的手势 然后簇拥着梁可义上了车 这才离开 此时吴雨晨也站起来向外走 但是被丁长生一把给拉住 你不能走 咱们的事还没说完呢 丁长生说道 但是吴雨晨岂是好欺负的 他当年也是和丁长生对打过的 所以当丁长生刚刚打他一巴掌时 他就等着这一刻 一把甩掉丁长生搭在他肩膀上的手 然后一脚踢向丁长生的脸 这么多年没见了 他的腿依然可以踢这么高 让丁长生对他产生了更多的兴趣 说不定他可以解锁更多的姿势 他不是很喜欢许健生 他决定迟早有一天 把许健生和他关在一起 就在许健生的面前狠狠地见他 到时候让他知道 到底谁才是他的王者 丁长生歪了歪头躲开了 丁长生没再勉强他离开 而是转眼看向那个外国人 可是那个人在这一会儿的功夫 居然向后厨跑去 谁也不是傻子 丁长生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叫来这么多人 最为关键的是 自己手里头没有家伙 这里不是国外或者是中东 可以带着家伙到处跑 在这里别说是带着家伙了 在地铁里他亲眼见到 一个人因为带着一个剪指甲的小剪刀 都被没收了 现在赶上开两会 各个地方的安检 更是到了严苛的地步 双拳难敌四手 自己的武器带不进来 国内这里没人能提供那些东西 所以很难说到底会怎么样 那就还是溜之大吉为好 等到丁长生坠到后厨的时候 这家伙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好在是前面的人拦住了吴宇辰 他没能走掉 丁长生也不置身 上前将手臂搭在了吴宇辰的肩上说 你老实点 我不动手 不然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吴宇辰当然不是那种 老是跟你走的角色 丁长生不耐烦的一拳 打向他的腹部 吴宇辰立刻被打得直握起腰了 是丁长生驾着他 走向了路边的商务车 将其扔在座位上 说了声开车 汽车立刻就启动起来 这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冲突 没人愿意多事 持续的时间也短 所以基本没造成多大的骚动 警察赶来时 他们早就散了 没有你 那个零号在北京就是个瞎子 我又记住那家伙长什么样了 你放心 他只要现在还不离开北京 我找到他 会把他烤成一只猪 到街边卖烤猪肉的 我会切下第一块给你吃的 丁长生冷冰冰的说 说完 丁长生拿出手机 打给了吴明安 我说姐 我找到吴雨晨了 他现在在我这里 那个杀手和他一起来的 那个人跑了 怎么办 是我把人给你送回去 还是你来接他呀 丁长生问道 吴雨晨瞪着眼睛 眼睛里赤红色越来越重 可见 他对丁长生的恨有多大 可是丁长生不在意 那个所谓的零号 也没安迪说的那么厉害 所以丁长生根本不怕他 谢谢你 我会派人去接他 看好的 不许他再出去 为非坐摆 吴明安回答得很利索 他也想说几句话 但是被摁住了嘴 挂了电话 你爸对你一直抱有很高的希望 没想到你轮落到这个地步 我还真是高看你了 走吧 去个地方 在你爸派来接你的人到这之前 我们先把在度假村 没干完的事干完了 到时候 你就会知道 我多疼你了 丁长生说道 然后丁长生给陈六打了个电话 要他把东西都准备好 送到指定的地点 我告诉过你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你偏不听 你说你和我对抗 有什么好处呢 丁长生不懈地问道 吴宇晨这个时候 稍微有些缓过来了 伸手就要拉开车门 但是车门被司机锁死了 他除非是击碎玻璃 否则根本不可能出去 也不会引起外面的人的注意 但是他的反抗 让丁长生非常的恼火 丁长生甩手就是一巴掌 然后将其脖子卡住 直到他开始翻白眼时才松开 就这样 吴宇晨总算是老实点的 我虽然给你爸打了电话 但是你要是意外死亡了 你爸肯定会把张算到我头上 我虽然不怕他 但是也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所以你最好是老老实实的 等到他派人来接你 不然的话大家都不好看 下一次我让你昏死过去 或者说是给你吃点药 让你再不怎么老实 丁长生不满地说道 男人还是男人 女人到底是女人 虽然吴宇晨一直对丁长生都是遗旨气使 而且仗着自己是高官的女儿 骄傲得很 但是当这层光环退去时 他可能连一个普通的女人都不如 陈六在北京有很多产业 这些地方也是他从事地下活动的地点 这些产业有个特点 不是隐秘 就是在闹市区里非常的隐秘 就像是现在这个地方 离刚刚出事的饭店不到三公里 在一条胡同里的最里面的一家 这地方不错 闹钟取经 你在这里等着吧 等到你老爸派人来接你 趁这个时间 咱们咋的事也做个了断 我和你从这个门里出去 再无瓜葛 怎么样 丁长生问道 被丁长生打了几巴掌的吴宇晨 此时的脸都有些肿了 而且脸上的手指印清晰可见 可见丁长生下手还真是狠 你说呢 吴宇晨恨恨地问道 丁长生叹口气说 我想问的你不回答 我和许剑生没什么仇恨 我倒是和许一剑有些过节 不过我现在正在合作 他这么快就忍不住下手了吗 我和你之间的过节 和别人没关系 吴宇晨说着活动了一下手腕 丁长生刚刚想说话 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丁先生 你要的东西送到了 丁长生出门 接着东西进来 吴宇晨看到丁长生 拿着的箱子 向后退了一步 丁长生走到他的面前 说道 既然是这样 我也知道 你肯定是铁了心 要跟着许剑生 然后和我作对了是吧 就算是你爹把你接回去 你也不会就此把手 我也知道你们那行的规矩 等我把那个零号宰了 就回去找许剑生 问问他 到底想怎么处理这事 吴宇晨伸手 想要打掉丁长生伸过来的手 可是却被丁长生 一下子抓住了手 一个回旋 将其两只胳膊反绑起来 吴宇晨当然不肯束手就擒 单腿向后猛踢 直奔丁长生的当骨踢去 丁长生当然知道这一脚的厉害 搞不好自己以后的幸福生活 就都没了 所以一边闪开他的攻击 一边将其推到了 里屋的大床上 将其推到大床上 这一次他没有留情 一掌砍在他的后脖颈上 吴宇晨慢慢的失去了挣扎的力气 昏了过去 丁长生这才从容的 准备后面的事 吴宇晨的醒来 与其说是被冻醒的 不如说是疼醒的 因为他感觉到自己的背部 火辣辣的疼 开始慢慢睁开眼睛时才发现 自己被固定在了大床上 被绑成了一个大字 自己是趴着的 感觉自己的屁股上 还坐着一个人 他极力的想要看看 自己后背上的人是谁 从眼角的余光可以看到 正是丁长生这个混蛋 你混蛋的你 你干嘛呢 背巴的光光的 趴在大床上 你说我那干嘛 省点力气 待会儿由你叫唤 丁长生坐在他的屁股上 然后双腿蹬住他的肩膀处 虽然背上很疼 可是他说一点都动弹不得 丁长生 你这个狗日的东西 我要杀了你 我一定要杀了你 吴雨晨叫喊道 等你能杀我的时候再说吧 我在你的背上 闻了几个字 我一下子想起来 我们当初见面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从来不叫我的大名 一直叫我丁二狗 你哥也是一样 目空一切 在省厅培训时 你们俩合伙给我设局 宿舍的门都被你们打烂了 所以我在你的背上 闻了这么几个字 丁二狗的坐骑 丁长生笑着 从他身上起来 走到床头 弯腰看着他的脸 因为激动和愤怒 额头前的头发都湿的 丁长生爱怜的 捋着捋他的头发说 待会儿 我会给许健生打个电话 说说这事 不然的话 我怕他会误会 你放心吧 我会和他解释清楚的 你 忘了告诉你 这一次用的材料 和其他人用的不一样 这一次的材料 是变色材料 平时看上去 看不出来什么的 等你的皮肤好了 只要你身上的温度 超过了37度 身上的纹身 就会显现出来 研究证明 人在高潮的时候 体温会短暂的 超过37度 所以以后 你和许健生在座的时候 不许高潮 不许他从后面上你 总之 你要小心点 不然的话 他就会发现那几个字 估计当场会养尾巴 丁长生笑笑 站起来收拾了东西 洗背洗手 将一块用冰水洗过的毛巾 盖在吴雨晨的背上 吴雨晨在疼和冷之间 难以选择喜欢哪个 只是浑身站立了一下 接着又爬回了大床上 丁长生 丁长生专了一杯热茶 北京的天气还是很冷 坐在床边 一边喝着热茶 一边伸手在 吴雨晨的身上 开始了热身运动 吴雨晨的傲娇 在这一刻被击得粉碎 丁长生就是要彻底 击碎他身上的傲气 让他彻底 失去自信心 不要觉得谁都欠他的 你以为你是谁 渐渐的 在丁长生的鬼手之下 没有女人能不动情 吴雨晨也是一样 可是他选择把脸扭过去 不看丁长生 依旧在极力地忍受着 喂 哪位 许健生疑惑地接通了电话 自己正在和周鸿起 和思佳怡他们开会 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这个时候 一个陌生的电话 反复地打进来 他不得不出去接听 许健生嘛 我是丁长生 还记得我吗 丁长生将电话打开了免提 放在自己的旁边 双手掐住吴雨晨的跨骨 慢慢地进去 慢慢地推出 然后再慢慢地 研磨 就在刚刚吴雨晨 发出了凄厉的叫声 可是听到了电话里 传来的许健生的声音后 他紧紧地咬住了床单 生怕自己发出一点声音来 历史长 我记得你 没想到你给我打电话 有什么事吗 许健生问道 有点事 吴雨晨说是你的女朋友 还是委会妻来着 我不记得了 但是他现在 给我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和一个叫什么零号的人 对我是紧追不舍 步步紧逼 我的意思是 这件事我得跟你打个招呼 我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你和吴雨晨 你们两个得给我个说法 丁长生说道 说完了这番话 丁长生加大了力度 吴雨晨虽然紧闭双唇 但还是会发出一点英宁声 虽然这个声音不大 可是丁长生的和吴雨晨 屁股相撞的声音却很大 许健生在电话里听得清清楚楚 当然了 他想不到丁长生 是在和吴雨晨做这件事 丁市长 我想你搞错了吧 吴雨晨既不是我的女朋友 更不是我的未婚妻 怎么说呢 只是我的一个普通员工 因为都在英国嘛 所以认识的较早 然后我要回国创业 他就毛遂自荐的跟过来工作 恰好说 他可以领受他父亲的关系 在江都展开工作 就是这么简单 至于你说的什么零号 那是什么东西啊 柴油吗 许健生装的很香 哦 那我就放心了 我刚刚还在想呢 如果他真的和你有关系 和什么杀手组织有关系 我是不会和你们合作的 我会立刻让周虹起他们 终止这个项目 想和我们合作的人有的是 我不能让人进拿了我的钱 还要砸我的锅 你说对吧 丁长生说到这里 用尽全力将吴宇晨压在了大床上 这一次吴宇晨没能忍住 彻底叫出了声音 而此时他背上那几个字 闪现着娇艳的光 许健生虽然听声音有些疑惑 但还是客气的说道 丁先生 那就这样吧 我们的合作 不会因为任何事情额前的 我对这个项目非常有信心 你先忙吧 我先挂了 可以 拜拜 丁长生依旧是压在他的身上 在他的耳边说 听到了吧 就连他也这屁都不敢放一个 我猜他刚刚一定是听到了你的声音 或者是会和零号联系 很快就知道刚刚那个叫唤的声音是谁了 不知道他会怎么想呢 你混蛋 你毁了我 我不会让你日子好过的 你老婆孩子都在国外 我知道那地方 你就等着他们被卖这大窑子吧 你的孩子也会被卖掉 让你这辈子都见不到他们 吴雨晨不该把这些话说出来 因为这是丁长生的逆铃 丁长生闻眼慢慢的起身 然后找到了裤子穿上 穿戴整齐了 但却把皮带抽了出来 就在吴雨晨呻吟时 第一下皮带凑在他的屁股上 惨叫声不绝于耳 丁长生在地上捡起他的小裤骨 塞到了他的嘴里 然后继续打 直到打他屁股上皮开肉绽 丁长生坐在椅子上点了支烟说 本来你可以体体面面的回去 但是你偏不 偏要和我较劲 你以为你是谁呀 我告诉你 我什么都知道 也什么都明白 那个所谓的委托人 就是陈幻强 知道陈开村是怎么死的吗 就是喝了安迪的药 开车回江都的时候 心机梗死车毁人亡 好在是那些药我还有一些 待会接你的人来了 也给你喝点 半路上死 就和我没关系了 而且许剑生也是一样 你们两个是一求之和 我虽然不是东西 你们俩更不是东西 一边想和我合作 一边又想杀了我 然后钟鸿吉斯嘉宜他们 根本就不是你们的对手 轻而易举的接手 新能源汽车公司的技术和财富 多么好的计划和钻截 你他妈以为我傻吗 丁长生问道 第906集 说话 丁长生吼道 他这才想起来 他的嘴被堵着呢 然后拿着皮带 继续在他的背上敲打 虽然力道不大 但是却给他足够的威慑力 别打了 我错了 我再也不惹你了 错了 我还没问完呢 在杜家村 是谁把你放出去了 丁长生问道 吴宇晨没有之声 只是闭着眼睛喘息 丁长生一皮带下去 狠狠地抽在他的背上 吴宇晨瞬间就被叫醒了 是兰杰 兰杰把我藏起来的 等你们走了之后 我才回了北渊 吴宇晨说 兰杰 虽然丁长生有过各种设想 但还是不相信 翁兰依为什么要这么做 自己已经给了翁兰依承诺 看来他还是不相信自己 丁长生感到了一种 深深的挫白感 自从回国之后 他发现自己 对这些女人的控制力 不如以前了 还是自己认识的 这些女人品质有问题呢 你和翁兰依见过面了吧 丁长生问 你说呢 你们之间一定有什么交易 要不然翁兰依不会救你 说吧 你被我搞得这么惨 就不想翁兰依比你更惨吗 丁长生笑着问 江都的那块地 他答应给我们 虽然价格低了点 但是我们同意给现金 而且是直接打到香港账户 就这些 他就把你出卖了 丁长生 你以为你很有魅力对不对 没有人会背叛你 可是事实呢 你太自负了 任何女人都受不了 你见一个爱一个 爱一个上一个 我就是跟着许健生吃食 也不会跟着你吃肉 吴宇晨依旧是不服 丁长生被骂到的痛处 这次没动手 只是低头看着他 两久之后笑了笑说 那就从你开始吧 来接吴宇晨的人 是在医院里见到他的 丁长生也在陪着他 你可以报警 我在这里没走 丁长生冷冷地对吴宇晨说 报警的话 报出来的事情会更多 丁长生了定 他不会报警 甚至什么都不会告诉任何人 回去告诉我爸 我现在北京待几天 有丁长生在这里陪着我 我相信会没事的 我待会儿和我爸通电话 吴宇晨谢绝了来接他的人 那个人好像也不愿意多这个麻烦 立刻给吴明安打了电话 然后是丁长生和吴宇晨 几个电话打完之后 病房里只剩下了丁长生和吴宇晨 和我说说那个零号吧 我猜他一定会来这里找你 或者是找我 说不定现在就在门外 我想知道他更多的消息 作为一个让安迪恐惧的人 一定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 丁长生看看门外 坐在病床前说 有种你就一直待在这 没错 他一定会来找我 也会找到你 把你碎尸万段 吴宇晨依旧是嘴鹰 这也很符合他的性格 丁长生已然放弃对他的叫化了 这样的女人留在身边 一定是个祸害 所以他现在以她为儿 他现在也是为了拖住她 没有自己的配合 零号在北京难有作物 任何一个厉害的杀手 都是依靠消息来源的 没有了消息来源 任何事都做不成 这么恨我 那就好好活着 等到他来了 我会让你看看到底 谁才是那个先死的人 丁长生说道 丁长生虽然这么说 但是不会这么做 自己忙得很 哪有时间在这里陪着他 说完站起身说道 见到他替我问好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明天再来看你 梁可义打电话来说 他爸今晚有时间 想要见见丁长生 他没时间浪费在吴雨晨这 你不是要在那儿等着吗 吴雨晨冷冷地说道 你值得我在这里浪费时间吗 要是见了许健生 替我问候他 不过我猜他一定听出来 那是你的声音了 但愿他不介意 丁长生笑笑走了 吴雨晨银牙咬碎 可是他现在只能是趴着 屁股上被丁长生打的地方 还敷着药膏 根本不能动他 根本也不可能阻止丁长生离开 丁长生离开了医院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打车去了梁可义给他的地址 那是河山市代表团的驻地 丁长生进不去 梁可义亲自下来接他上去的 中美省代表团驻地乱成一团了 何家山的秘书失联 超过了48小时 没有消息 委员市委书记已经传出来 被纪委带走 调查了 对吧 梁可义问丁长生道 哼 你现在对中美省的事 还这么上心呢 丁长生笑笑问 我对中美省的事上上心 还不是因为你在那吗 要是你不在那里 我才不管那些屁事呢 梁可义和丁长生 有说有笑地进了电梯 酒店的人 有不少都是河山市的干部 他们当然认识梁可义 所以当看到梁可义 和一个男人这么亲密时 都在纷纷地猜测 这个男人到底是谁 好事者已经开始打听 这个男人到底是谁 是哪里来的呢 梁可义带着丁长生 到了他爸的房间 却听到了房间里 传来了梁文响 震怒的声音 你是怎么干事的 出了这么大的事 到现在才汇报 你眼里还有我 这个市委书记吗 混账 梁可义也是一愣 不知道该进去 还是再等等了 可是没听到有人回答 这才意识到 他爸正在打电话 丁长生示意他 先不要进去了 于是梁可义 带他去了自己的房间 丁长生就没说到 肯定是河山市出事了 要不然梁书记 不会这么自怒 搞不好就是大事 可是这个时候 能出什么事呢 梁可义嘀咕道 过了一会儿 听到隔壁房间里 没有声音了 丁长生和梁可义 这才去了梁文祥的房间 梁文祥依然在打电话 听汇报 见到丁长生和梁可义进来 摆摆手 示意他们先进来 听着梁文祥在电话里 一通布置 丁长生的心渐渐放下了 听他的布置 不是人为的灾难 倒像是突发的自然灾害 这群混蛋 真是一群住宠 懒蛋一堆 梁文祥挂了电话 还在咒骂呢 啊 出什么事了 梁可义问道 这也是丁长生 想要知道的 山区滑坡 买了大半个村子 失踪了三十多人 昨晚就发生的事 到现在才打电话 地质局上个月 刚刚检查过 说没事 这才多长时间就出事了 地质局的人 到底去没去 这都查不到 下面这些人 都是上坑领导 瞎哄的百姓 可恶之计 梁文祥说道 现在干事的少 混事的多 以前是胡作非为 乱作为 现在倒好 为了减少犯错误的几率 不作为 懒政待政 能不干就不干 还正常 全国都存在这样的现象 不是河山市一个地方 有这样的情况的 丁长生插话道 梁文祥点了点头问 怎么 你也来开会 我哪有资格来开会 是李铁钢书记叫我来的 说是车家和要见我 见了见他 还没回去呢 丁长生说 车家和被抓 这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消息了 一时间在京城开会的代表们 也是人心惶惶 生怕自己也被垫走调查 当然了 心里没事的人 人家是不怕的 怕的都是心里有鬼的 梁文祥点点头说 你走的时候 我就知道 你小子不会让我失望 果然 你这才去了北渊 多长时间呢 就把北渊这个铁桶 版的局面 搅合得乱七八糟啊 这都是仲华生长调度的 我也就是跟着跑腿打杂而已嘛 丁长生谦虚的说道 梁文祥点点头说 仲华还是有些头脑的 我一直在担心 他去了会被挤压的厉害 开始的时候 也的确是这样 很好 有谋略 不争意识的长短 仲华算是成熟了 梁可义看了丁长生一眼 不骄不躁 毫无巨傲之色 心里对这个男人的看法 又上了一个层次 北渊的事情也差不多了 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梁文祥问道 暂时还没有 北渊的事一时半会儿也完不了 很多后续的事情都要处理 所以我暂时哪里也去不了 丁长生却直接就告诉梁文祥实情 因为确实是这样的 就算是这些人倒了 就等宇文家的案子翻过你 那也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呢 毕竟对于一个制度来说 制定和运作制度的都是人 而纠错也是人 制度的问题不解决 纠错极其艰难 这也是很多的冤假错案 几十年才得以解决的原因所在 总得等到那些当年犯错的人退了 死了 后面的人才不好狠博老领导的面子 制度决定了官员的晋升 是老领导的提拔 新领导上来就要清算老领导的遗留问题 在中国是极其艰难的 所以不要指望换了一件领导 你的问题就能够解决掉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是由我们的干部产生机制决定的 梁文祥看向梁可一 那意思是你没和他说吗 梁可一接过话题说 他答应我 一旦北原来的事情处理好了 就会去帮我 对吧 说完 梁可一看向丁长生问道 我真的没你想的那样 能起多大作用 哎 这事可说好了的 这个时候反悔 你还是个男人吗你 梁可一开玩笑道 我尽力吧 等北原的事情处理完了 我可以去试试 丁长生算是给梁家妇女半个承诺 那就是北原的事处理的快慢 决定了将来去不去川南省的时间表 北原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 中央已经下了决心 中北省的事情要在上半年解决掉 不然的话 真的是太耽误经济的发展了 而且中北省的领导班子 这次要彻底换掉 其实在这之前已经开始更换了 军区司令 纪委书记也要换 常务副省长 这些都是在缓慢推进的 何家省就算是有天大的本事 这次也跑不了了 梁文祥难得的向丁长生 说出了上层的安排 这算是什么呢 暗示吗 好 我听领导的安排 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过几天就回北原 估计是等不到你们开完会了 丁长生说 嗯 现在都忙 可疑的建议 你还少再考虑一下 怎么说呢 有你帮助他 我心里还放心一些 他自己去传男生 我真有些不放心呢 梁文祥说 丁长生起身告辞时 梁文祥主动地走到丁长生的面前 伸手和他握了握手说 好好干 我没看错你 丁长生点点头 表示感谢 一个多小时后 丁长生和梁可义 在京城一家酒店的房间里 颠缓捣缝时 梁可义眉头紧皱 不时地用手推丁长生的身体 让他慢些再慢些 因为长时间没有义务的进入 所以他感觉到非常的不适 你这家伙 又这么大力干嘛呀 一点都不知道心疼我 梁可义喘着气说道 我这可是蜂蜜干的 你不记得 你把刚刚出门时握着我手说吗 好好干 没看错我 我不得好好干吗 丁长生在梁可义的耳边说 梁可义伸手拧住他的一块肉 但是没舍得用力气 只是做做样子罢了 因为此时他已经顾不得这些了 渐渐适应了之后 他的情绪也被彻底地调动起来 然后就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次冲刺 何家胜一晚上都没睡好 做了很多的梦 断断续续 不时地被梦惊醒 凌晨时分 桌子上的电话响了 拿起来一听 是同家岗打来的电话 何初姐还没睡吧 这么晚了不好意思啊 行了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就不要说这些了 我让你打听的事情 结果怎么样 何家胜问道 有结果了 真存剑没有被机尾带走 但是到时都找不到这个人 好像是消失了一样 我怀疑他不是跑了 就是被私人给扣起来了 要知道 真存剑的嘴里 可是能挖出不少关于您的材料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不知道是谁干的这事 或者是他真的跑了 同家岗说 私人 私人好说 私人可以做交易 只要是把他能弄回来就行了 问题是 谁会干这事呢 何家胜问道 这个我还在查 另外一个 车家河确实有一本账 是车轮从开始 接手巨型公司开始的原始账目 账目上记录了什么东西 目前不知道 但是这本账目 已经被纪委去走了 是从北原车家河家里去走的 叶宜军保管的钥匙 何书记 这个账目对我们极其不利 可以说我们所有的秘密 都可能因为这个账目曝光 因为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怎么出去的 估计都有记录 这一次 车家河把我们都坑了 童家岗说 何家胜听到这里时问道 有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童家岗好像知道他要说什么 直接就回绝了 自己冒着巨大的风险 去打听这些事 一旦这件事情泄露出去 不但自己脱不了干系 纪委的那位朋友 一样脱不了干系 那你继续找真存见吧 何家胜的手都开始发抖了 虽然此时距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 可是他已经坐下来 不想再睡了 北京的雾霾依然严重 城市的夜色也是灰蒙蒙一片 但是他没心思看风景 因为此时他的心境 就和这北京的天气一样 阴霾一片 我在想 有没有这种可能 真存见是被丁长生找人弄起来了 因为现在丁长生也在北京呢 童家岗说 他在北京干什么 何家胜怒道 对外城是纪委李铁钢书记让他去的 纪委内部的消息是 丁长生去见了车家和 好像谈了很长时间 至于谈了什么 那个朋友级别不够高 接触不到这么机密的材料 童家岗说 丁长生去纪委见车家和 这是什么意思 何家胜自言自语道 这里面肯定有我们不知道的交易 丁长生见了车家和之后 纪委的人就去把军事账目拿走了 彭家岗说道 第二天的分组会议是由众华主持的 昨天还在开会的何家胜请假了 媒体的嗅觉是灵敏的 车家和出事已经不是新闻 所以何家胜又请假 这不得不让媒体记者猜测 何家胜书记是不是也出了问题 但是对于这个问题 中北省代表团保持监默 没错 天还没亮 酒店的大厅里还很清冷的时候 纪委的人敲响了何家胜房间的门 说是有几件事需要他去证实一下 据说当时何家胜差点摔倒在地上 要不是纪委的人员眼急手快一把拉住他 恐怕就得在医院里和他见面了 我什么时候回去 今天要开分组会议 要讨论会议呢 何家胜问道 把这几件事情证实了 解释清楚了就可以回去 现在还不行 同样是坐在沙发上 何家胜显得如坐针毡 好 那我们开始吧 何家胜说道 你来解释一下 这几个账户是什么情况吧 这个是你儿子的账户 这个是你儿媳妇 他们的账户一个开在澳大利亚 一个开在开门军道 这两个公司的账户 每月都会接受大量的资金转账 转账的公司是巨型公司下面的一家小公司 你也说了 时间紧 解释清楚这些事情 你就可以回去开会了 纪委人员问道 这我不知道 我和我儿子已经三年没有往来了 因为我是党的领导干部 他们执意要移民 我是不同意的 所以闹僵了 从此没有和他们来往过 就连过年 我都不许他们回来 可以说和短节父子关系差不多了 何家胜痛心疾首地说道 是吗 但是你儿子好像在国外混得还不错 不但是移民澳洲 还是当地一个什么党的赞助人 你的孙女还竞选了当地的区议员 这些你都知道吧 何家胜内心矩阵 这些事虽然不是很隐秘的事情 但是很明显 这些应该都是来自车家河的供述 因为也只有他们几个人知道这些事情 何家胜更是从来没有宣扬过 可是纪委的人居然这么快就调查清楚了 你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把自己的儿子孙女都送到国外去 把钱也转到外面去 怎么着 你想着占领澳大利亚呀 还是想着竞选澳大利亚的总督总理呢 把澳大利亚变成中国的领土 纪委人员也遇到 小同志 这些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信 因为这些事我们不断查了 而且也证实了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根本不需要做太多的工作 就能把你儿子在澳大利亚的事情查个底掉天 再说了 还有人证实了这一点 你看看这个视频就明白了 第907集 说完 纪委人员将一个平板电脑交给了何家胜 打开的视频里 车家和规规矩矩的坐在铁椅子上 回答着问题 讲述的就是刚刚纪委人员问何家胜的话 这是一些账目的复印件 你现在可以不说 也可以说不知道 但是我们会缠造其他的证据 我们也相信 会有更多的人来证实这件事情 巨星公司现在被调查 不再是中北省省政府调查 它是否偷税漏税的问题 将由纪委组织部 特别调查组进入调查 这一点希望你能清楚 不然的话 我怕你会误判我们的决心 到时候尴尬的就不是你一个人了 纪委人员对这位封疆大力 既没有打骂 也没有呵斥 甚至连责怪都没有 一切都看你的自觉性 现在是开会期间 本来就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 你想想 要是没有点真凭实据 我们会在这个时候把你请来吗 所以既然你来了 就不要再有思想包袱 该说的都说了 在一个人心里悲了这么多年的事 一旦说出来 心里也会敞亮一些 你在这里的一言一行 配合的态度 都将作为我们将来 向司法机关转业案件时的评估依据 所以你想好了 到底该怎么办 纪委人员寻寻善忧 一句一句的诱导着他 其实纪委人员办了这么多的贪官污吏的案子 对于这些官员的心理学 还是有些研究的 很多人一直都在绷着一根线 可以说 这根线时时刻刻都可能断掉 来了这里 首先要让他们把这根线彻底的崩掉 而不是加强其韧性 很多人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纪委人员只要稍一用力 这根线就断了 他们也就不想再抵抗 他们现在想的是 怎么配合才能获得所谓的态度积极 就会不择手段的交代自己干过的事 别人干过的事 甚至是同间房里别人说过的梦话 都会举报上去 或许作为读者的你 不知道这一点 但是作为作者的我 曾是一名律师 经常去看守所会见我的委托人 他们对自由的渴望 超过了对食物的渴望 如果不信 你可以选择一个固定的时间段 待在家里不出去 三天五天 一个星期 甚至是更长的时间 当然了 这个过程中不能有任何的舆论 更不要说上网打游戏之类的活动 就是呆呆地在家里坐着 看看你会不会疯掉 很多研究证明 死刑的威胁远远低于无期徒刑的威胁 死刑有执行的期限 现在也很人当 注射执行死刑 但是无期徒刑呢 那是一种对自由的渴望被彻底泯灭 你看不到希望 所以西方很多国家都废除了死刑 改为判多少年 甚至夸张的被判几百年 不能假释 官员也是人 在权威上时 要五贺六 要五扬威 但是一旦失去了权威 他们的表现甚至还不如普通人 最没骨气的也是这些人 电视剧里那些面对反动派和鬼子的皮囊 凛然不惧的共产党形象 在现实里是没有的 你的秘书在哪里 纪委人员问道 我不知道 我也找他 但是他来北京 我们见了一面之后 他就不见了 有可能是被私人控制了 这也很难说 何嘉胜说道 私人控制 说有怀疑立项吗 有 丁长生 何嘉胜说道 丁长生 李铁刚接到汇报的时候很意外 对 他是这么说的 但是他也没说出来什么理由 不过真存剑确实是失踪了 如果真存剑能找到 对我们撬开何嘉胜这只老狐狸的嘴 还是很有帮助的 毕竟真存剑跟了何嘉胜十几年了 知道他很多事情 而且我们得到的消息是 中北省代表团的确是找 真存剑好几天 依然没有下落 哦 我知道了 李铁刚点点头说 汇报的人走了之后 李铁刚自言自语道 丁长生 你还真是不让我省心呢 丁长生接到李铁刚的电话时 正在被窝里和梁可义缠绵 两人分开时间不短了 所以格外珍惜在一起的时间 除了上厕所之外 两人基本都是在床上度过的 都是为了把梁可义干涸的土地 浇灌得更些肥沫 李书记 有什么吩咐啊 丁长生问道 他甚至按住了梁可义的头 示意他停下嘴上的动作 因为丁长生实在是怕自己忍不住 他嘴上的功夫 会忍不住的弄出声响来 你找这个地址来一下 我和你说点事 多久能到 李铁刚问道 丁长生看了看手机 李铁刚发的位置 离自己这里有十多公里 坐地铁的话很快 但是再加上穿衣服 和梁可义缠绵之类的 怎么也得一个多小时吧 我看到你发的位置了 我离那里还挺远的 最快也得两个小时吧 丁长生说道 那好 我们一起吃午饭吧 尽快过来 李铁刚说完就挂了 挂了电话 他重新把梁可义的头按了下去 一阵舒爽再次传递到了自己身上的每一个神经元 他找你干嘛 梁可义问道 不知道 没在电话里说 可能是不方便说吧 现在中备生是一个多时之球的时候 所以他找我没好事 我总感觉最后揭开盖子的时候到了 丁长生说道 那就快点揭开吧 你忙完了北渊的事 好几块跟我去传单声 梁可义说 我倒是想 到时候就给天天搂着你睡觉了 丁长生说道 你想的没 梁可义的话还没说完呢 丁长生的电话又响 丁长生一看是江晓辉的电话赶紧接通 是我 晓辉 出什么事了 丁长生问道 省长让我告诉你 今早和书记被继委的人带走调查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 今天的分子讨论会议是由省长主持的 让你遇到外人们这件事 只需要回答不知道就行了 在事情没有明朗之前 什么都不要说 江晓辉说道 好 我知道了 丁长生说 挂了电话 丁长生翻身把梁可义压在了下面 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击 梁可义也听到了刚刚的内容 权力果然是男人的唇药 看看现在丁长生的表现 就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了 丁长生面前的李铁刚 好像苍老了很多 他看着丁长生 丁长生也看着他 最后还是李铁钢琴说了话 你看起来精神不错 心里没心事就好 不像是我们 想的太多 人就容易憔悴 我是不是看起来又老了很多 我是没心没肺 吃了就睡 哪像你们这些当领导的 操心多 能不老吗 丁长生也是实话实说道 何家胜的到岸了 他虽然还没开口 但是车家和交代的信息和材料 何家胜是脱不了干系的 想回去 怕是难了 李铁刚主动说道 那就好 何家胜不回去 李云的事会好万很多 足力会小很多 丁长生说 可惜的是 真存见这个人不见了 来了一趟京城 见了何家胜之后就不见了 有人说是你把他们扣起来了 有这回事吗 如果有这回事 把人交给我 在你手里已经没用了 李铁刚说道 在我手里 李书记 你这听谁说的 别说我没有能力和地方藏的 现在何家胜导案 我要真存见还有什么用啊 丁长生问道 李铁刚定定的看着丁长生问 你说的都是真的 真存见真的不在你手上 丁长生点点头说 书记 我要他有什么用啊 要是何家胜还在位 我还可以和何家胜讨价还价 但是现在没得谈了 我要他有什么用 再说了 我一直都不知道他来北京 见了谁 怎么可能在我手里呢 李铁刚一直都盯着丁长生看 直到他认为丁长生不可能是骗他的 这才说道 那你说 真存见最可能去到哪呢 这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不知道他去了哪 或许是跑的 或许藏在国内的哪个地方 但是绝对不在我那 我不知道是谁告诉你他在我那的 我觉得这是一招李建计 丁长生说道 何家胜说的 这倒是有可能 这只老狐狸 可能是想着临死 也要把你拉下坑吧 李铁刚说道 领导相信我就行了 丁长生说 李铁刚点点头说道 其实我一直都想知道 宇文家给了你多少好处 值得你冒这么大的风险回来 我现在想来 好像是我被你利用了一样 我想让你回来从事纪委的工作 你呢 也是试水推舟的回来 其目的还是宇文家的案子 我说的没错吧 李书姐 你还真是想多了 我就算是不回来 也一样能把宇文家的财富拿回去 因为何家胜他们 最后还是把钱转移了出去 所以我即便是不回来 也会有办法 把他们转移出去的钱拿回来 宇文家不想一辈子见不得人 他们要的是一个公平的处理结果 财富都在其次 丁长生说道 说这些话 你自己信吗 李铁刚问丁长生道 我信 只要是用耐心 正已迟早回来的 只不过早点晚点而已 丁长生说道 嗯 北云的事完了之后 有什么打算吗 李铁刚问道 辞职不干了 想歇一歇 不再为这些 勾心斗角的事忙活了 实在太累了 丁长生说道 到我这里来吧 我这里还缺个你这样的人 李铁刚说道 丁长生摇摇头说 李书姐 我自己有几斤几两 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所以这么艰巨的任务 就不要找我了 我也做不来 很多时候 你只有在那个位置上 才能把自己的尾巴藏起来 少生 我希望你仔细考虑一下 我的建议 不然的话 你的尾巴也会被人找出来 到时候你就麻烦了 李铁刚说道 丁长生笑笑说 随便吧 我的尾巴多了 斩断几条都无所谓 只要是有证据 拿到我的尾巴 那随便 虽然李铁刚看上去 像是在说着玩似的 但是丁长生把这看作是危险 任何时候 都不要相信任何人 这是丁长生 再次回国后最深的体会了 现在更是这样 自己为李铁刚做了多少事 当然了 那也是为自己做事 到头来 李铁刚居然和自己 说这样的话 这世上还有可以相信的人吗 利益是捆绑两人最好的纽带 也是最结实的绳子 一旦这个利益纽带没有了 两人也就该散场了 小说里是如此 现实比这残酷百倍 宇文家的案子 你打算怎么办 李铁刚问道 纪委是不是 你想以这个案子为一个典型 材料我可以提供 人也可以提供 只要是你们需要 我们极力配合 宇文家等这一天 等了很久了 齐凤族死在了监狱里 没能等到这一天 好在是他的家人还在 丁长生说道 没错 零零碎碎的事 所起的作用不够震撼 也不能作戏给外国人看 李铁刚说道 促细给外国人看 什么意思 丁长生周梅问道 国外每时每刻都在批 我们没有人权 不能保护私有财产权 结束这个案子 我们要让外国人看看 我们是法治国家 是能保护私有财产权的 只要是冤案 不论过去多少年 我们都会纠正过来 这是我们建立法治国家的 一个标杆案例 李铁刚说道 丁长生接着说 嗯 这也是国内的民营姐家 吃一颗定心丸 对吧 没错 凡是错误的 我们都要纠正过来 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好事是好事 问题是 谁愿意冒这样 家伙人亡的风险 去试验法治的实施程度呢 所以他们该跑的 还是要跑 过去的几年里 金英移民的趋势 诸年升高了 他们在国内赚钱 但是不在国内生活 随时可以走 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丁长生问道 问题总是不断的在改进嘛 不能一蹴而就 对不对啊 李铁刚说 丁长生看出来了 李铁刚也不想和他 讨论这个话题 所以说道 无所谓 这些事和我没关系 事关宇文家的案子 你们让我们怎么配合 我们就怎么配合 到时候也希望 国家赔偿和执行财产 追回的时候 也能给做给外国人看看 他们是真的赔钱 真的把钱给追回来了 丁长生和李铁刚告别时 他再次对丁长生说道 希望你考虑我的意见 在这里平台高了 见识也就多了 好过在下面熬日子强的多呀 丁长生依旧是拒绝了 李铁刚的建议 他不会和一个随时翻脸的人 纠结得太深 因为李铁刚的个性 以及他从事的职业 让他必须对任何人 都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正是这样的态度 使得他根本也没有什么朋友 这样的人才适合干纪委 否则有太多的情感羁绊 是不适合干这个活的 毕竟在中国人 人情太多了 丁长生回到了中北省代表团所在的酒店 去见仲华 你不要在京城待着了 回北园吧 林春小需要你帮忙 现在都在这里开会 家里不能乱 仲华说道 家里怎么了 有什么可乱的 丁长生问 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这两位被带到调查 很快省里就会乱起来 省委那边 童家港还在 省政府这边 林春小在 但是谁能保证 省委那边不再出事呢 仲华脸色严肃的说道 那行 没问题 我现在就可以回去 何家省出事 那谁去中北省 有消息吗 现在说这个还太早 中纪委到底拿没拿到 置何家省与死地的材料 还很难说 你说的那些 现在不是考虑这事的时候 仲华说道 我知道了 那我坐完哪个高铁回去 不坐飞机了 雾霾 大范围延误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起飞呢 丁长生说道 好吧 你要小心 仲华脸色有些凝重地说道 何家省出事 就代表着盖子揭开 后续还有多少事被揭露出来 真是很难说 虽然这是好事 可是给仲华带来的压力不小 新的书记不到位 自己就得都管着 这么大一个省 把担子一下子压在他的肩上 不是简单的事 官员腐败 往往会对一个地方的经济造成重大打击 别的不说 外来投资将会减少 那么没有外来投资 就不能发展经济 这将导致五米下垂 任何人都解决不了这样的难题 丁长生离开北京之前 去了吴雨晨所在的医院 想看看这个娘们怎么样 没想到他居然出院走了 而且护士说他上午走的 和一个外国人一起走的 这让丁长生联想到的那个外国人 就是零号 看来吴雨晨是想低条道走到黑 下了楼 刚刚在地下停车场上了车 一辆宾利急驰而来 稳稳地停在了地下停车场的电梯旁 丁长生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下车 被人搀扶着走向电梯 没错 这个人就是陈焕强 丁长生在想 真是无巧不成书 自己一直都想找他呢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他了 丁长生看看手机上自己的订票时间 还有足够的时间等在这里 看看陈焕强来这到底干什么 他一直都耐心地等在车里 一直等了一个多小时 陈焕强才在别人的搀扶下进了车 然后车辆驶出了地下停车场 丁长生下了车 重新去了医院的楼上 我为什么不能和你洗澡 安迪不解地问道 我回去是有事 你回去没用 而且你留在这里有用 陈焕强在京城这段时间 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医院做检查 为他做检查的是一个男医生 你要做的就是把药换掉 我知道你还有那些药剂 只要是把那些药剂推入他的身体里 四五小时之后 他就会星期更死 抢救都来不及 没错吧 丁长生问道 你让我去做这件事 对 我不管你是怎么搞定那个男医生 色诱也好 威胁也罢 都罪你 我只要陈焕强死 这点事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够了吧 如果这一周你完成了这事 就去给人找我拿药 要是完不成 你就不要去找我了 你怎么死的 我也不关心 丁长生说道 你不能很无心无意吧 我们之间不要找什么情意比较好 你现在的死活 跟着我 还不是为了我手上的药吗 丁长生说道 第908集 不过 你自己一个人小心 林浩和吴宇晨 他们两个现在在一起 不过 我回北人的消息 他们肯定会知道 这也为你提供了掩护 你专心对付陈焕强就行 我相信你的能力 丁长生说道 丁长生的话让安迪无言以对 虽然这些都是事实 可是让丁长生这么赤裸裸地说出来 他还是有些意外的 中国人不是都讲究面子吗 自己这么努力讨好他了 可是他依然不给自己好脸色 我听到陈焕强的死讯之后 我会考虑找莫先生 把你脑子里的东西拿出来 你要是完不成 那就不要怪我了 丁长生说道 丁长生知道 安迪不会只有那么点本事 他一定还有别的方法杀死陈焕强 这一次 他要逼着他去干这事 面对丁长生的无情 安迪没有办法 只能是想办法去做这件事情 好在还有一周的时间 所以根本不用着急 丁长生回到了北园 立刻联系了孟兰依 他要问问这个女人 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一起去你的度假村吧 我觉得那里还不错 洗个温泉啥的 比在市区吃饭讲多了 吃完了也就没别的事了 度假村还能玩一玩 丁长生说道 好啊 我们一起去吗 还是你先走 我到时候去找你 封兰依像是没事人似的问道 一起走吧 我刚刚到 还没休息一会儿呢 我在家里休息一会儿 你到时候来接我就行了 丁长生说道 丁长生打电话时 就在小区的门口刚刚下车 和封兰依约定了时间之后 丁长生本来想进去的 看到路边的一个五金店 就信不走了进去 看看有没有什么趁手的工具 零号用什么武器 他不知道 但是自己手里 没有个趁手的家伙 实在是个大问题 老板 这玩意多少钱呢 丁长生伸手 将架子上的一个射钉枪 取了下来 问道 最后丁长生买了一把射钉枪 和几何钉 这可能是除了塑料玩具枪之外 唯一能随便买卖的枪支 其实这种东西的威力 还是很大的 尤其是近距离时 远了白搭 翁兰依自己开车来的 看到丁长生背着一个包上来 就说道 你还拿东西干嘛呀 对家村里什么都有 丁长生坐在副下室上 把背包扔到了后座上 他说道 我还是喜欢用自己的东西 这次在你那里住几天 生理什么情况 乱了 彻底乱了 你多亏是回来的 你要是不回来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现在我该怎么办 何家生要是出了事 我们委员这些干部 不知道被折进去多少了 翁兰依说道 我还是那句话 既然是承诺过了的 我会尽力帮你办成 没有承诺的 那是我做不到 所以你也不要怨我 再说了 你也没把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 对不对 就像是江东的那块地 你打算出手了 和他们要献金这事 你不是也没告诉我吗 丁长生说道 翁兰依依呢 立刻意识到 丁长生说的是什么意思 于是他解释道 这只是一个异象 他们并没有和我达成一致的意见 我要是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我肯定会告诉你的 你对我好 我还能不知道吗 此时恰好是在等红灯 丁长生的手伸向了翁兰依的大腿 不断地摸缩着 他知道 丁长生喜欢丝袜的触摸感觉 所以虽然天冷 还是穿了丝袜 就是为了给丁长生看的 别闹了 一会儿就到了 待会儿你想怎么样都行 翁兰依躲着丁长生的魔掌 但是躲背的幅度不是很大 倒像是欲罢还修的压史 你爸爸那里怎么说 何家省的消息 你爸知道了吗 丁长生问道 知道了 他脸色很不好 我感觉得出来 我爸他没事吧 翁兰依问 这就看你爸和何家省 到底是什么关系了 这点不用我说了吧 丁长生说道 你说何家省会把我爸的事 说出来吗 翁兰依问 肯定会 不然很多事没法解释 你爸和何家省之间 共事多年 很多事都是咱们 共同做的决定 比如与文家的案子 我没说错吧 何家省要是出了问题 你爸绝对是跑不了的 丁长生说 那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呢 翁兰依有些紧张的问道 丁长生看着他 感觉到有些好笑 到了现在还和我演戏呢 我倒是想看看 你到底演戏到什么时候 我说过了 你按照我说的去做 我保证你没事 但是你好像没听我的吧 丁长生问道 怎么没听你的 我一直都很配合 举行公司的事情 我都是按照你说的做的 很配合临身长的工作 你还要怎么样 翁兰依说道 现在你还不知道吧 巨星公司已经不归临身长管了 中纪委将成立特别调查组 调查巨星公司的材料 彻底的调查 你要是不配合 这一次首先倒霉的就是你 丁长生说道 翁兰依文言一下子就呆住了 对于风暴的来临 他是有预感的 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度假村还是原来的样子 只不过兰杰没想到 丁长生还敢到这里来 当他看向翁兰依时 翁兰依悄悄使那个眼色 到底是啥意思 只有他们俩知道 丁长生没发现 静止随着兰杰去了 给他安排的别墅 兰经理 这里一直都是你负责的吗 丁长生跟在他的后面问 是啊 一直都是我管理这个度假村 但是大事还是会及时通知翁总 翁总很信任我 很多事都是让我自己做主 兰杰说道 丁长生进了小别墅之后 先到地下室看了看 还是上次关吴雨晨的那栋别墅 他将自己的背包也放到了地下室里 然后上楼更衣 去了温泉池泡温泉 他怎么又来了 兰杰有些紧张的问道 我也不知道 刚刚和吴雨晨联系 大事没联系上 不知道这女的去干什么呢 你说我们和吴雨晨的事 他知道吗 翁兰依担心地问道 应该不会吧 吴雨晨是个聪明人 把我们卖了 对他有什么好处 对吧 我想应该不会 他现在还应该是信任你的 兰杰说道 现在省里乱套了 传言河家 盛河车家 河都被纪委请去喝茶了 看来是难回来了 北渊的天要变了 我想离开北渊 不管是去哪 先走再说 今晚就走 你准备东西 我去应付一下他 然后等到后半夜 我没洗走 这里不能再带下去了 先去西北 刚好能不能从西北出境 车我准备好了 应该问题不大 你把手头上的钱带着 不要带很多 带太多的话 也会有麻烦 我们国外的账户商有钱 不受吃喝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出去 我的护照都被边控了 不用说 这肯定是定乘生干的 到了新疆 去买假的护照吧 翁南一说道 好 我去准备 兰杰说 翁南一没想到他回来 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拒绝见他 所以只能是随着他来到这里 然后偷偷地离开 泡得怎么样了 丁长生正在水里泡着 听到了高跟鞋的声音 睁眼看到翁南一过来了 还可以 你穿这么正式干嘛呀 下来 陪我泡一会儿 丁长生说道 不 你给我点面子好不好 我好歹也是这里的老板 动不动就被客人泡温泉 算怎么回事 翁南一说着 坐在了温泉池的旁边 拿起窑子 摇水 给丁长生的背上冲一冲 那怎么了 只有你这样老板陪客人 才能生意好吗 丁长生笑着说道 等你泡完吧 我和你商量点事 现在你慢慢泡吧 翁南一说完 就要起身离开 丁长生继续泡温泉 翁南一刚刚走出了别墅 他的手机响 大概一看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显示是国际长途 喂 哪位 翁南一问道 是我 你还好吧 科北问候道 是你 我很好 你现在在哪 翁南一现在出去的心思 很强烈 他问道 江老大 我这边都处理好了 换了身份 暂时没什么人注意到我 你打算什么时候出来 我刚刚看了国外的新闻报道 何家省出事了吗 科北问道 我现在倒是想走 但是已经被边控了 走正常渠道是不可能出去了 所以我打算今晚和南节 一起去新疆 自驾游过去 然后在新疆找舌头 买护照出去 先去中亚 转到去英国 翁南一说道 那也行 不要贷太多的钱 否则的话很容易引起怀疑 下去心吧 要想带我带走 那是不可能的 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吧 外面的钱也够花了 没必要今天计较那些 科北说道 嗯 我知道 我先去忙了 丁长生在这里呢 我得先把它处理的再说 翁南一说道 嗯 你要小心 这个人不是简单人物 我以前实在是小看他的 科北叹道 别说这些了 没有意义 说完 翁南一就挂了电话 说的再多 他们之间的现状是改变不了的 那就是翁南一还在国内 而科北早已享受资本主义的自由了 该带的准备好了吗 翁南一问兰杰道 都准备好了 此时可以走 兰杰说 翁南一看看天泽说道 现在肯定不行 如果我们现在都走了 丁长生很快就知道我们的目的 那到时候就完了 后半夜再说吧 给我准备几个菜 开店好酒 送到丁长生的别墅里去 我志愿去那里陪他喝几杯 最好是喝多 入夜 丁长生所在的温泉别墅里 翁南一衣着性感的衣服 坐在了丁长生的对面 翁南一衣着性感的衣服坐在了丁长生的对面 翁南一衣着性感的衣服 翁南一衣着性感的衣服 丁长生问道 翁南一衣已惊 但随即镇定下来 他说 可不是告别仪式吗 丁长生 你虽然对我承诺了很多 但是我不敢奢望那些承诺 真的能实现 所以你我之间这样的相聚 可谓是聚一次少一次了 说是告别仪式 也不为过 丁长生笑笑 伸手把他牵到了自己的怀里坐下 然后将一杯酒送到他的嘴边 然后等他灌下去之后 他以为这次又是让自己充当疲惫 没想到这一杯酒 让他全部都喝了下去 哎呀 辣死了 让我喝这么多 你要灌醉我呀 翁南一衣不满地说道 灌醉你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翁总喝醉的样子呢 我说过的事情都会兑现 你放心吧 我呢 也想让翁总帮我一件事 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丁长生问道 哦 什么事 你说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 我一定会帮你做 翁南一直接承诺道 我想让你把吴雨晨和林浩 给我引到这里来 该结束的总要结束 或者是你告诉吴雨晨 我在这儿 让那个人来这里杀我 怎么样 反正你们的合作也不是第一次了 再合作一次 也是精彻熟路吧 丁长生笑着说道 丁长生这番话说完之后 他明显地感觉到自己怀里的翁南一身体一僵 这下丁长生的心理更是优谱了 看来吴雨晨没说假话 他们之间的确是有合作 而且那次吴雨晨能逃脱 也的确是翁南一把人放走的 我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翁南一还想搪塞过去 我这个人有个好处 那就是从来不冤枉人 你想 如果我要不是有确切的证据 我会来找你吗 现在和家圣和车家和 被请去喝茶了 我在省里有很多事情要忙 我闲的呀 先来找你这里来度假来 你是不是以为 我只会跟女人上床 其他的什么都不懂呢 丁长生捋了捋他的头发问道 翁南一脑子里乱作异团 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丁长生 他虽然没把丁长生当百吃 但是在他的心思里 丁长生还是可以对付的 而且自己和他的那些花花事 至少丁长生不会为难的 但是他忘记了自己做的是什么事 勾结吴雨晨 吴雨晨是干什么来的 那可是要丁长生命的人 丁长生会轻易地放过他吗 你现在说呢还来得及 我现在还有心思听一听 你要是不想说也没关系 无所谓 这一晚上的时间还多的是 我有的是时间 等你想好了怎么让 怎么样 丁长生说完 拉着翁南一就去了地下室 哎 你要干嘛呀 我说 我说还不行吗 翁南一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嚷嚷道 可是丁长生不听 静止拉着他去的地下室 然后用手铐将其铐在了逍遥椅上 翁南一此时心里彻底慌了 因为丁长生没有对他动手动脚 反而是一副我看你撑到什么时候的架势 你不说没关系 有的是人愿意说 你手下那个兰杰也参与这事了吧 你当时和我在一起 在这里除了兰杰 又这个胆子放走吴雨晨 还有谁会有这样的权利 还能把度假村里的影响记录都删除掉 丁长生笑笑关上门出去了 重新回到了一楼的客厅里继续吃喝 拿起翁南一带来的对讲机 叫蓝经理过来 蓝杰早已收拾好了东西 等在酒店的大厅里 按照约定 自己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然后就等着丁长生喝到 他们就可以出发 等到丁长生第二天醒过来 他们俩交替开车 也差不多在一千公里之外了 丁先生 翁总呢 兰杰进门后 没有看到翁南一 有些奇怪的问道 丁长生指着指洗手间的方向 他说 坐 陪我喝一杯 他喝多了 要上厕所 兰杰想过去看看 但是又被丁长生叫住了 指着指对面的座位 示意他坐下 丁先生 我敬你一杯 但是我在上班不能喝酒 我一茶带酒好不好 蓝杰说 丁长生摇摇头说道 无所谓 你喝不喝无所谓 我问你一件事情吧 你和翁南一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我可是听说了一些 其他的画面新闻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蓝杰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但是还算是有礼貌 他问道 丁先生既然说是花边新闻 那就不是真的 可是 我觉得是真的 丁长生说道 蓝杰没有直声 看着对面喝得有些醉眼朦胧的他 静静地等着他开口 但是 他一手拿着喝完的酒杯 眼睛眯着 看向蓝杰说 其实 你不该叫蓝杰 你应该叫翁蓝杰 我没说错吧 蓝杰听完这话 脸色一寒 定定地看向丁长生 这句话就像是一根钉子 一下子 炸到了屁股上 吴玉神从这里跑了之后 我就找人把这里的主要人员都查了一遍 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老省长是一个风流倜傥的人 虽然没生出儿子来 但是却在婚外多生了一个闺女 对吧 那个人叫蓝杰 姓的是母亲的姓 一直都在外里生活 直到几年前你母亲去世了 你无依无靠 这才来到中北省 翁蓝依为了不给他老爹惹麻烦 就把你安排在这里 你到现在也没见过你爹吧 不过你还别说 你长得还真是很像老省长 丁长生也遇到 丁先生 我看你是喝多了 对不起 我去看看蒙总 放心吧 你姐没事 你要是真想看看他 就去地下室吧 我喝了待会儿 要在地下室里玩吧 现在喝多了 你去把它叫上来吧 玩不成了 丁长生洋装想要站起来 但是试了试 又坐回了座位 兰杰心里充满了恐惧 这个秘密自己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 不知道他是从哪里知道的 又是谁去调查的 但是毫无疑问 这件事不能再被第三个人知道 他又下去看看蒙兰依如何了 在今晚离开这里之前 不能让这个人活着 离开这里 兰杰打开了地下室的门 看到了被靠在逍遥椅上的翁兰依 立刻跑过去 要替他解开 可是刚刚解开了一副手铐 翁兰依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 他看着门口 兰杰随着他的目光 也看下了门口 却看到丁长生走了见 顺手把门反锁了 你想干嘛 兰杰一下子挡在了翁兰依的前面 指着丁长生问 看看 你妹妹对你多好 你爸真是很疼你啊 居然偷偷地给你生了这么一个好妹妹 知道疼你 比科北强多了 而且你也非常喜欢她对吧 丁长生对翁兰依说道 翁兰依惊奇地看向兰杰 还以为她对丁长生说的呢 可是兰杰摇摇头说 不是我说的 他不知道从哪里调查的 一拍胡言 丁长生 你现在就离开这里 我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要不然对你不客气 丁长生默默地走向他 兰杰比翁兰依还要破了 一巴掌就扇向丁长生的脸 但是 巴掌还没有到脸的时候 被丁长生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稍稍用力 兰杰的脸色就变了 被丁长生牵着 走到了另外一边 用他手里还拿着的手铐 靠在了墙上的一个铁环里 丁长生走向逍遥椅 然后将翁兰依刚刚被揭开的手 再次靠上 长生 吴雨晨的事 我真的是被逼无奈 他们要把我的那块地全部拿走 这就是散伙打劫呀 再说了 我放走他 对你没造成什么危害 你何必再为难我呢 翁兰依说道 是吗 你知道他对我没造成什么危害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丁长生问道 我 我是听别人说的 你这不是好好地回来了吗 翁兰依脸色一遍说 丁长生盯着他说道 不对 你一定是知道 我今晚有的是时间等你说 你要是不说我也没办法 只能是让你看看你妹妹是怎么表演的了 说完 丁长生不再搭理他 静止走向了兰杰 兰杰挣扎着手上的手铐 想要正开 但是手铐就是靠人的 怎么可能正开 于是只能是静静地等着丁长生到来 他根本不看丁长生的眼睛 但是丁长生偏偏捏着他的下巴 把他的头搬过来 看着自己 然后他慢慢地靠过去 想要亲吻他的唇 但是又怕被咬到了舌头 所以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直到他的一口唾沫吐向丁长生 一下子把他惹毛 不是很厚的外套 被丁长生拉开了拉链 里面是红色的高领毛衣 要想看里面的故事 就要把衣服推上去 很显然 丁长生没有这样的耐心 直接从一旁的桌子上 拿了一把剪子 撩起他的毛衣下摆 剪开了一个口子 然后他看向翁兰依 翁兰依当然是在紧张地看着这边 兰姐早已不止声 闭着眼认你所为的样子 还是不说是吧 你是不是还在和吴雨晨有联系 你要是不说的话 我就认为你是很想看看 我和他上演一出火成功 姐姐还真是有这样的嗜好啊 兰姐 我要是姐姐 我就不会这么做 什么事情能有自己的妹妹更重要啊 但是你看看你姐 闭口不言 看样子你姐是非常希望 我把你给剪了 你信吗 丁长生的话就像是无数的爬虫 开始慢慢的侵蚀着他们姐妹的心 当他手里的剪子 剪到了胸部的位置时 翁兰依终于说话了 他说 我说 没错 吴雨晨和我联系了 我说你在我这里 他们估计现在也快到这了 他们 丁长生就没问到 没错 吴雨晨保证 这次一定会把你做掉 我挡不住的 我也想帮你 但是现在 我的确是帮不了你 就像是纪委的人来查北渊的事 你帮不了我一样 丁长生 我不傻 中纪委的人来查北渊 复巢之下 无完卵 我不可能把一点点希望 寄托在你的身上 你有多大的能量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可能脱身 这是我唯一知道的事 所以 我对你没多大的希望 中纪委的人不来委员查 我可以和你须于伟仪 只是不想你给我惹麻烦 在很多事情上 可以给通融一下 但是上面要懂真格的 谁也挡不住 你也一样 翁楠一说道 就是因为这事 违反我 丁长生问 翁楠一看着丁长生 继续说道 你来北渊 不是为宇文家的案子吗 没错 我们当时 都是从那个案子里拿了钱的 所以我怎么可能 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 不管你说的真假 我都不会那么傻 科北就是下场 你以为我会再走他的路吗 看来你是蓄谋已久了 我只是很奇怪 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走 就是舍不得国内还没处理完的财产吗 丁长生问道 你把我放了 赶快离开这里吧 这也算是我们相识一回 我们终究是谁也不见谁的 好吧 翁楠一问道 丁长生没有立刻回应他 只是走过去坐在翁楠杰的旁边 一只手摸向了蓝姐的屁股 其实很有弹性 虽然他一直躲着 可是能躲到哪儿去 手铐限制了他的活动范围 所以只能是在有限的范围内 躲避着他的骚扰 谁也不见谁的 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情 宇文灵芝回来了 就在北京 何家胜没倒台之前 我没让他回来 等明天他可能就回来了 到时候你们见个面 十几年没见了 不知道你们这点闺蜜 还认识吗 丁长生问道 听到丁长生这么说 翁楠一的脸上表情很复杂 当年你带着他 去你们家玩的时候 你爸当时是怎么说的 后来是怎么做的 你还记得吗 丁长生玩味的问道 翁楠一闻眼陷入了迷茫 不知道丁长生 说这话的意思 到底是什么 宇文灵芝告诉我说 当时你父亲 看他的眼光都变了 他见过不少的女人 也玩过不少 只是后来年纪大了 没怎么荒唐 要不然不知道 会造出多少个翁楠结 灵芝告诉我说 你爸的目光就像是狼 要不是有你在一旁 他可能很快就会被生吞活泼 他不好说什么 但是后来的事情 也证明了这一点 甚至你爸还对 齐凤竹当面提起过这事 丁长生有些咬牙切齿地说道 手上的动作 却一点也没放松 此刻拦截的裤子被解开了腰带 裤子也被退到了他的腿弯处 腿弯以上的部分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拦截在男女关系这些事上 除了和翁楠一有过暧昧之外 没有和真正的男人 有过这样的交流 所以当丁长生的手 不分场合 不分步骤地自以侵犯时 他很快就感觉到了 自己的腿是软的 软的都站不起来 要不是自己的手腕 被手铐靠着 此刻他应该是摊在地上 翁楠一一边听着丁长生的话 一边看着拦截痛苦的样子 心里轻叹一声 只要是个女人 就没人能逃过丁长生的那双手 当时自己不也是被他的那双手 送上了天 你胡说 我爸不是那样的人 翁楠一反驳道 老省长对齐凤竹说 问题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他要去国外考察 想让宇文灵芝陪着一起去 也就是在国外住几天 意思不言自明 虽然没有说得很无耻 但是只要是个人 就能明白你爸的意思 不就是看上宇文灵芝吗 不过当时的宇文灵芝 确实是漂亮 比你强多了 不过就是现在 也比你强不少 尤其是床上的功夫 更是比你强太多了 丁长生自意地嘲讽着他 拦截再也忍受不了 丁长生手的侵犯 两腿站立 居然有些东西喷出来了 直接喷到了地上 形成了一道水珠 这让翁兰伊感到无比的难堪 虽然自己和兰姐 是同夫一母的姐妹 可是两人的关系 比这要亲密得多 一日以来 翁兰伊都把兰姐 视为自己的情人 除了科北之外 翁兰伊从来不出去找男人胡混 但是和兰姐之间 却是斩不断 比还乱了关系 开始时 兰姐也不适应 可是翁兰伊对她是真的很好 而且对她的照顾 可谓是无微不至 慢慢的 她的思想也渐渐适应了 翁兰伊的兴趣爱好 可以说 兰姐变成了这个样子 完全是翁兰伊培养的结果 所以当兰姐当着翁兰伊的面 被丁长生搞成这样的时候 翁兰伊对丁长生的恨可谓至极 吴玉晨和那个零号 应该正在赶过来 他们来了之后 我会拿你们两个当挡箭牌 到时候大家一起死 你说莫了计划怎么样 丁长生虽然手在兰姐的身上不断的游走 可是看向的却是翁兰伊 放了她 你想让我做什么都行 不要为难她了 她什么都不懂 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这些事都是我要她做的 与她无关 翁兰伊说道 丁长生收回了自己的手 看着手指上亮晶晶的水渍 对兰姐说道 你要是受不了了 可以求我 我或许可以帮你 要不然等会儿吴玉晨他们来了 你就是想的话也没用 你姐和我很好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她每次都能高超 就像是刚刚你那样 我相信她从来没有让你高超过吧 任何的器具 以及其他的东西 都没有真实的东西好 而且我这个东西是真的很好 你姐知道 孟总 给你妹妹讲讲 你是不是特喜欢我 对于丁长生的无耻 翁兰伊早已习惯了 可是兰姐还不习惯 所以当丁长生的手 离开她的身体之后 她居然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 好在是丁长生的手 离开并没多久 片刻之后 她的手再次成为了 她身体复活的圆圈所在 此时 桌子上的对讲机响了下来 里面传来的前台接待的声音 男总男总 客人已经到了 按照您的吩咐安排好房间了 还有什么需要做的吗 说一声 就说不用了 丁长生伸手将对讲机递到她的嘴边 但是一只手的指甲 却掐住了她下面的那颗小痘痘 别说是掐住了 就是用手指拨弄一下 拦截的身体就颤抖的不停 好 我知道了 安排他们住下就行了 拦截说 然后丁长生关掉了对讲机们 客人是谁 吴亦臣 至于是不是还有其他人 我不知道 拦截都快要哭出来了 他说道 丁长生继续在他的耳边说 你要是受不了了 可以告诉我 这没什么可丢人的 你也当初还没你呢 这么能忍呢 再忍下去就不好玩了 但是 拦截始终没对丁长生开口 这倒是让丁长生 见识了他的忍耐力和态度 那着实不错 安排在哪里住了 丁长生问道 7号别墅 就在这棟别墅的后面 拦截说 于是丁长生放开了这对姐妹花 擦了擦手 然后背上自己的包出了地下室 将其锁在了地下室里 别墅的灯海开着 丁长生第一件事就是把灯都关掉 然后躲在窗户后面 看着几十米之外的7号别墅 后面对别墅也是一片漆黑 丁长生将射钉枪拿出来 将一排钉子安装好 插上垫继续充电 坐在墙根下等着 这一次将是生死较量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安底作为一个杀手 对男女知识不陌生 所以在那名男医生下班后的小区里 轻易地就吊上了那名医生 两个人一夜欢愉之后 才知道安底是来留学的大学生 质量还挺高 这位医生就想着 将安底作为一个长期的免费泡来培养 两人除了上床就是吃饭逛街 当一大早医生又要去上班的时候 安底一定要跟着去医院看看 否则在家里等着太无聊了 医生不得不同意了 因为这个女人床上的功夫确实撩人 自己也有些舍不得她 于是就开车载着她去了医院 在不忙的时候还和医生玩了一回角色扮演 她穿上了医生拿来的护士服 堂而皇之地坐在了医生的诊疗办公室里 终于在临近下班的时候 陈焕强和保镖再次来到了医生这里 因为所用的药物都是进口的 所以用量要根据伤情的变动及时调整 这一点陈焕强是知道的 要不然也不会每天都来这里做检查和治疗了 上次来的时候 诊疗室里也有护士 但是这一次 医生为了和安迪在诊疗室里胡搞 把护士给推了 自己亲力亲为 而这给了安迪机会 所以当医生拿出来那些药物时 他居然装模作样的 拿着那些小瓶里的药物左看右看 保镖在门外 陈焕强和其中一人坐在椅子上 并没有注意到安迪将一根很细的针头 插到了其中一瓶药物里 安迪尽职尽责地帮助医生 将一针针针剂 推入到了陈焕强的身体 安迪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这是在几个小时之前的事 安迪特意等到陈焕强再次被送到医院来时 还没有离开 陈焕强之所以到这里来 就是因为这家医院离陈焕强家比较近 陈焕强如果因为心梗犯病 也会及时送到这家医院来 所以安迪耐心地在这里等着 喂 黑暗里电话突然响起 把丁长生吓了一声 陈焕强走到医院来了 起效果了 放心吧 那种药物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就算是医院全力抢救 也不会有结果 我可以去找你了吗 安迪小生问道 可以 你明天上午给我打电话 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丁长生说 什么意思 我现在在度假村 对面的别墅里住着的是吴雨晨 或许还有零号 我再等他们来呢 丁长生说道 安迪沉默了一下 他说 祝你好运 丁长生静静地等待着对方先出击 可是对方也是一片黑暗 不知道这两人到底是不是 住在后面的别墅里 他很想下去再问问拦截 但是现在行动太危险 还不如躲在这里安全一些 本来呢 他想给丁春小打电话 让他派人来 可是想了一下 现在北原是都市之囚 要是在大规模的调动警察 也不是好事 再说了 丁春小能调动谁 所以想来想去 还是要靠自己 别人是靠不住的 吴雨晨趴在大床上 大床不远的椅子上 坐着零号 不用说 现在对我们非常不利 所以你要是想去 现在就去 不想去 我们现在就走 以后再找机会 不然的话 很可能我们这一次 要付出的代价 没机会了 委托人死了 灵号说道 死了 什么时候 吴雨晨一愣 问道 他知道委托人是陈焕强 所以陈焕强的突然死亡 让他万分惊诧 就在尴尬 医院宣布死亡了 死因是心肌更死 我犯了一个错误 我们一直都在盯着丁长生 以为丁长生去哪里 安迪就会去哪 但是现在来看 丁长生的确是回来了 可是安迪没回来 他留在了北京 冒险把委托人刺杀了 心肌更死 不可逆的心肌更死 这是那种药物的明显特征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 下手的人是安迪无疑 零号说道 吴雨晨还没接到 许建生的电话 看来许家的人 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想给许建生 打个电话说一下这事 但是事到临头 还是没有拨出去这个电话 山谷里温暖潮湿 这也是翁兰伊 在这里建设度假村的原因 当因为空气潮湿 门打开的时候 石木的门 发出了一声支扭的声音 丁长生随即 就拔掉了射精枪的电源 不能留下一点光亮给对方 丁长生躲在一楼 去二楼的楼梯拐角处 这里既可以查看坚固一楼 也可以查看到二楼 最为关键的是 来人想要去地下室 也得从他的眼前经过 很轻微的叫鼓声 丁长生知道 这一定是零号 吴雨晨可能不会来 就是来了 也不会这么轻轻的叫鼓声 零号最终还是忍不住进来了 因为他急需给组织一个交代 委托人被杀 还是被自己组织里的人杀死的 这在组织里是不可原谅的 所以今晚要是拿不到丁长生的人头 自己也会背负巨大的压力 而今晚也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既然知道了来人是从一楼进来的 丁长生就躺在了这个拐角处 通往二楼的楼梯上 这样避免了对方直接把自己 困死在楼梯拐角处的可能 同时手里的射钉枪对准了 渐渐走过来的黑影 让丁长生没想到的是 对方居然是带了夜市一进来的 所以走得非常快 很快就把一楼搜索完了 第九百一十集 丁长生也是看到了对方走过来时 才发现了这一点 这个时候最好的反击方式是开灯 可是已然来不及了 射钉枪里的钉子率先激发 丁长生听到了一声闷响之后 不管打中没打中 以极快的速度爬上了楼梯 丁长生听到了手枪激发 所发出的扑扑的声音 还有击碎的玻璃落地的声音 就这样双方都知道对方所在的位置 剩下的就是拼致力和耐力的 丁长生躲进了着卧室里 敲了敲墙壁 确定哪些是承重墙 哪些是隔板隔出来的墙 武器自己自然是不如对方的 但是不能输在细节上 零号 吴雨晨也来了吗 丁长生还有时间和对方聊天 他问道 但是对方不知声 不知道是不是听不懂中文 手枪的子弹不断地击打着门板 好在 翁兰姨对这里真舍得下本 就连室内的门都是纯实木的 所以子弹根本就打过头 丁长生一边在房间里瞎扯 一边打开了阳台上的门 走出去看了看楼下 不算高 自己跳下去是没问题的 如果一直憋在这 迟早会被憋死 零号也是老狐狸 所以除了把门弄开 把自己宰了之外 他也在寻找着其他 可以进入到房间的途径 可是他还是晚了一步 等到他绕过了阳台 进入了主卧室时 丁长生早已跳楼下去了 重新回到了一楼 你们老板被困在八号别墅了 杀手有枪 赶上你们的家伙 马上把八号别墅围起来 你们老板要是死了 你们的饭碗也就砸了 丁长生出了别墅 遇到一个保安人员 立刻说道 你是谁 保安人员立刻警惕地说道 你是不是瞎了 我来这里多少次了 上次我猎了一头野猪 你他妈没吃吗 丁长生质问道 丁长生要说自己是谁谁 保安肯定不知道 但是丁长生说自己猎了一头野猪 保安立刻知道 站在自己对面的人是谁了 于是立刻利用对讲机 把自己的同事都叫来了 他们手里拿的是猎枪 但这些人都聚齐 把八号别墅围起来之后 丁长生悄悄地脱离人群 进了七号别墅的大厅里 虽然依旧是黑暗的很 但是丁长生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黑暗 一步步地向楼上走去 外面这么热闹 你在这里偷看 怎么不出去看看 丁长生毫无征兆地站在了吴宇晨的身后 此时他正在转窗前 看着对面的情况 他没想到这些安保人员这么难缠 吴宇晨愕然回身 但是还没得完全地转过身呢 就被丁长生从背后用手臂 钳制住了脖子 想动都困难了 你最好是不要挣扎 否则把我惹急了 我把你的脖子扭断 丁长生说道 你还是这么狡猾 丁浩呢 他去哪了 去西天报道 再也回不来了 丁长生夸张地说道 丁浩没那么容易死 但是受伤了 是真的 丁长生的射丁枪 在短时间内连续击发 其中的两枪打中了他 一枪还打在了腿弯处的骨头上 拔都拔不下来 此刻的他占据了丁长生刚刚在楼梯口的位置 你以为我会信你吗 吴雨晨不屑地说道 不得不说 吴雨晨是丁长生遇到的最有性格的女人 永远都没有认输的时候 哪怕是自己落到了别人手里 已经很被动了 但是在嘴上也从来不会认输 丁长生笑笑腾出一只手来 在他的屁股的位置加大力气抓了上去 抓住他的屁股稍微一用力 吴雨晨就疼得冷汗直冒 不再直视 牙齿咬得咯咯响 但是依然不肯低头认错 吴雨晨 我一直很纳闷 你到底恨我什么呢 对我的追杀是不依不饶 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 从北原追到北京 从北京又追到这里 依依不舍 我想了很久 也没想起来到底哪里做的对不起你 丁长生不停地揉着他的屁股 屁股上被丁长生打得伤痕 刚刚结痂 这个时候又被但是揉得支离破碎 他现在疼得连回答丁长生的话 都没有力气了 丁长生将其搬过来 使劲地一推 把他推到了大床上 趴了下来 丁长生顺势坐下了 而这个位置 几十分钟之前 还是林浩坐的位置 过了一会儿 丁长生听到了外面乱哄哄的声音 从窗户里向外看去 没有发现林浩的下落 倒是看到了翁蓝衣和蓝杰 被救了出来 丁长生回头看下门口 定定地盯着门口 防备林浩的突然回来 你现在已经非常害怕对吧 你放心 这个人绝对是你合格的对手 杀不了你 他是不会回国的 还有那个贱人安迪 一样会收拾他 到时候你就知道厉害了 吴雨晨在床上悠悠地说道 哼 我现在就知道他的厉害了 不过名不符实 这个人一直都被你们夸大了 所以导致我判断失误 他要是很厉害的话 现在应该把我宰了 说不定现在正在和你上床呢 丁长生讥笑道 吴雨晨的脾气不好 这点丁长生知道 所以他时刻都在挑起话端 目的就是惹他生气 女人一旦生气 就会做出愚蠢的决定 这是丁长生 很乐意看到的结果 丁长生发现 自己现在是腹背受敌 不但要小心林浩回来 还要小心翁兰伊他们的抱负 自己在地下室里 对翁兰伊和兰杰那般的侮辱 他们应该不会放过自己 所以一定会在度假村里找到自己 反正都撕破脸皮 谁也不会在乎再多撕一下 很诡异的是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 一直到天亮 整个度假村里都是静悄悄的 没有搜寻他不说 就连基本的巡查都看不到 因为丁长生一直都在窗户旁等着 以往住在这里的晚上 时常会看到安保在度假村里夜巡 可是这一次居然都像是放了假一样 天亮的时候 丁长生看到吴雨晨的眼睛 也是不满的血丝 很明显 他虽然趴在床上 但是也没睡着 丁长生在屋里转了一圈 拿回了一根绳子 使窗帘的绑带 直接将吴雨晨繁绑起来 我都这样了 你绑我不绑我有意思吗 吴雨晨问道 有没有意思是我说了算 不是你 给我闭嘴 否则我连你的嘴也堵上 丁长生说反 悄悄下楼 度假村沐浴在沉雾里 显得有些飘渺 丁长生没去别的地方 而是从后门 进入了八号的自己的别墅 也就是自己住的那栋别墅里 别墅里有些乱 但是保洁人员 已经开始在收拾了 丁先生您回来了 你们老板呢 丁长生问 老板在休息还没起来吧 昨晚的事怎么处理的 昨晚的事 我不清楚啊 我是刚刚来接班的 昨晚我休息得早 丁长生点点头上了楼 看到一楼虽然打扫了 可是二楼还没收拾 地毯上有星星点点的血迹 这让丁长生有些吃惊 难道昨晚打中了那个杀手 可是这人现在去哪了呢 不管怎么说 翁兰伊还是要见的 他是这里的老板 就算是发生了昨晚的事 大家撕开了脸皮 可是丁长生 谅他也不敢对自己怎么样 毕竟现在中北省人心惶惶 他除了自己 没人可以依靠 所以丁长生有信心拿住他 可是让丁长生意外的是 在他去主楼 找翁兰杰和翁兰伊的时候 被保安给拦住了 保安对他的态度 非常的不好 丁先生 这里是老板的私人房间 请您回去 这里不欢迎您 保安说道 昨晚有些误会 我是来道歉的 你不知道我和你们老板的关系 你要是在这里拦着的话 我可以让你老板开了你 丁长生冷冰冰的说道 这些保安也是奉命行事 并不知道这些大人物之间的恩恩怨怨 所以丁长生一威胁 立马就送单了 那您在这里等着 我去通报一下 片刻之后 他回来说 老板昨晚就回城了 不在度假村里 这倒是让丁长生感到很意外 丁长生看着他说 我记住你了 你要是敢骗我 我是饶不了你 丁先生 我真的不骗你 老板昨晚三天多回城的 我班长说的 错不了 给我找辆车 送我回城 快来去 再完了你们老板就完蛋了 丁长生 扬作着急的样子 然后回了八号别墅 将吴雨晨也带了过来 我们送你吧 不用了 派人去省政府去车就行了 我自己开车回去 丁长生拒绝了保安的好意 后座趴着吴雨晨 丁长生在前面开车 一路的急迟回城 孟兰一现在电话关机 联系不上 保安说他昨天晚上三点 和拦截回城了 我怎么觉得 这事有些蹊跷呢 丁长生自言自语道 但是又像是在问吴雨晨 哪里蹊跷了 吴雨晨问 我昨晚对他们做了很多事 我以为他们被保安救赎之后 会到手找我算账 居然没有 怎么能忍说明了什么呢 能忍下这样的小事 就一定有比这大的事要做 我怎么觉得这两个人 好像是跑了呢 要是翁兰一自己消失了 还好说 兰杰也跑了 这事就大了 丁长生说道 你给我讲讲呗 到底为什么这么恨我 我觉得我们之间 还是可以讲清楚的 是我活不好 还是你觉得哪里不舒服 我可以改进吗 至于姿势嘛 只要是你喜欢的 我基本都能做到 丁长生流氓气十足地说道 我不想和你说话 进了城放我下来 我要回京都 再不回去 我爸该发飙了 吴雨晨说道 你不用回去了 你爸来北园了 我叫他来的 否则的话 我昨晚就找个机会 把你扔到山里 让野猪把你吃了 丁长生说道 其实我也很纳闷 我这么三番五次地对付你 你为什么不对我下死手呢 吴雨晨问道 唉 人吧 年纪大了就念旧 我们毕竟认识很早了 虽然之间有很多事 但是加上 还有你父亲的情面 我要是对你下手了 各方面不好交代 你大哥那里也不会饶了我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是我先说好 这是最后一次 你要是再找我麻烦 或者是和别人一起算计我 我不会饶了你 这次我也会让你爸说清楚 丁长生说道 吴雨晨不知身 直到进了酒店的房间 吴雨晨都没有好脸色给他 我爸呢 在路上了 等着吧 等到中午查不到了 我请你们吃饭 我们之间的事情就此翻篇 从此之后 你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你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再找我麻烦 别怪我往死里整你 丁长生不客气地说道 好 没问题 爸拍我的照片都删了 吴雨晨伸手 要丁长生的手机 丁长生笑笑 一把将他拉过来 拉到了卫生间里 将其双手固定在洗手台上 不顾他的反对 强行从后面进入 气惯长虹般的 将他定在了洗手台上 一边动作 一边抓住他的头 让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和他 然后举起手机 继续拍摄 你不是要这些东西吗 我现拍 然后传给你 收藏起来 以后想我的可以看看 小心地欣赏一下 不过你要记着 千万不要让许先生 从你的后面进去 否则的话 你把握不住的话 背上的字就会显现 到时候估计许健身会扬尾的 可不要怪我没告诉你 丁长生说道 吴宇晨真是一个性格 特别倔强的女人 丁长生就这么糟蹋她 她只是咬牙撑着 绝不羞扰 这让丁长生有些气馁 这就好像是自己 看上了一匹野蛮 可是你无论怎么训 就是不能驯服 下次骑上她的时候 依然会撂掘子 像是上次一样的野蛮 所以 这让丁长生有些怀疑 自己对付女人的本事 是不是降低了 这笔账 我先给你记上 你做的每件事我都记着 时机到了 我会一样不少的还给你 混蛋 吴宇晨在丁长生结束之后 虽然两股战战 但是依然不肯低头 吴明安到了酒店之后 见到吴宇晨的第一个动作 上去就是一耳光 要不是丁长生拉着她 估计还会再反手 给她一个耳光 丢人现眼 你疯了吧你 吴明安低声地怒斥道 我说姐 你先消消气 这事可能有些误会 我问过她了 但是她不说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所以你不要着急 我可还是先把她带回去 你好好和她聊聊再说吧 丁长生拉住了吴明安 说道 谢谢 长生 我知道她给你添麻烦了 我会好好教训她 没啥可说的了 等回去之后 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吴明安说道 交代不敢当 我定了位置就在楼下 吃奶奶走吧 回去也等好几个小时呢 丁长生说道 吴明安一直都怒目直视着吴宇晨 吴宇晨怒目直视丁长生 看着这个混蛋在自己父亲面前献殷勤 倒是把自己搞得像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似的 我知道你有苦衷 但是有困难 大家说出来 商量着办 我就不信你是死心塌地的为许家卖命的人 所以 你要是有什么困难 可以和我说 你爸也在这里 吴宇晨 实不相瞒 昨天晚上 他和另外一个人还想杀我呢 后来那个人跑了 我才把他带来的 他们是从北京追过来的 你说我到底和你有多大的仇啊 让你这么弃而不舍的要干掉我 丁长生问道 在吴明安的面前 丁长生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十足的受害者 自己对吴宇晨做的那些事 吴宇晨是不可能当面说出来的 总不能扒了屁股 让自己老爹看看自己的屁股 被丁长生打成了什么样吗 就是现在他坐下的时候 也是满头冒汗 吴明安和丁长生一起看向吴宇晨 但是吴宇晨就是不知身 丁长生端起酒杯 和吴明安碰了一下说 胡叔姐 你我认识很多年了 我们也合作过很多次 这次喝了这杯酒 我们之间的情分和恩怨 一笔勾销 包括和他的 他要是再一而再 再而三的找我麻烦 我真的就不计情分了 我做的已经很够意思了 查商 你听我说 他为什么会这样 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中南省是你的老家 江都有你的朋友 你不能不认朋友吧 所以宇晨这事呢 我会问清楚的 希望你不要这么计较 吴明安说道 丁长生笑笑没有吱声 却说了另外一件事 委员这段时间变天了 上面开始了严查 中北省前常务副省长 科伟的妻子汪南一 在江都拿了一块地 那块地 现在被许建生看上了 许家派人和汪南一 商讨了很多次 现在汪南一也联系不上 那块地 您在里面没起什么作用吧 没有 我没有参与这事 他和我说过 但是我觉得 我已经退了 再查获这事不好 所以没参与这事 怎么了 那块地要出问题 吴明安问道 汪南一要是出事 那块地就会出事 汪南一要是不出事 那块地就没事 汪南一出不出事 还要看汪长全会不会出事 现在车家和和何家胜 都可能回不来了 汪长全能独善其身吗 丁长生淡淡的说道 我看够巧 我还没退下来的时候 有一次来北原考察学习 是汪长全和何家胜 接待了我们代表团 当时我就看出来 汪长全这个人 比何家胜还要跋扈 只是没有何家胜命号而已 吴明安说道 所以嘛 查北原不一定不会涉及到江都 吴书记 还是小心点吧 不然的话很麻烦 丁长生隐晦地说道 吴明安看了一眼丁长生 没有说话 但是他意识到 丁长生这话里有话 只是不好明说而已 如果再见到那个灵号 你告诉他 他要是再惹我 他的命就会留在中国 也不要再去找安迪的麻烦 就当安迪死了吧 得饶人处且摇人 不然的话 我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丁长生对吴雨晨说道 第九百一十一集 这话我带不到 你遇到他的时候 亲自对他说吧 吴雨晨冷冷地说 这顿饭吃得胃同嚼辣 吴明安早已不是当年 说一不二的吴明安 还是那句话 钱是男人的胆 而权力是男人的枪 枪没了 只靠吃了他 拾手空拳和人打 即便是有胆 也会被吓破了胆 一直到了天黑的时候 丁长生去了 临春小办公室 翁兰一依然没有消息 连同拦截 他们就这么消失了 中国这么大 他们会去哪里 没人知道 就像是真存剑一样 凭空的就这么消失了 你说他们要是出去的话 会走哪条路呢 临春小问道 这我哪知道 和这么多的国家接壤 谁知道会去那儿 但是有一条 那就是不可能去朝鲜 丁长生笑笑说 和你说正经的呢 纪委那边的动作太慢了 需要查的东西太多 所以一直跟不上速度 老师该跑的跑了 不该跑的也吓跑了 临春小说道 这下中备省算是彻底出名了 两会期间 一个省的两个重量级人物 就这么倒下了 省里的情况怎么样 丁长生问 表面上看还算很可以 没有很乱 但是心里乱不乱 那我就不知道了 省委那边是同家港在撑着 省政府这边还算是平稳 被原事乱了 临春小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说 可以理解 齐振强一直都被车家和 压得死死的 而齐振强不止一次的 想要向何家省靠拢 那是可惜的是 何家省看不上的 却对车家和命眼相加 这下好了 齐振强终于可以出一口气了 所以现在齐振强很牛气 好像既然是委书记 入场马上就成为现实了 临春小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 坐在沙发上 看着临春小 站在他的办公桌旁 稍稍欠身椅在椅子上 双手抱胸 亲俭的齐儿短发 女人味十足 尤其是高跟鞋 翘起的足弓 给人以无穷的想象力 看什么看 是滚蛋吧 我今晚要忙了 临春小看出来 丁长生眼神里 是具有的侵略性 及时的泼了一盆凉水 让他清醒了一下 权力是男人的春药 我看啊 权力也是女人的助言神药啊 黎神长自从来了北渊之后 皮肤都变得有光泽了 看来这传言说的没错 丁长生说道 临春小自恋的摸了一下自己的脸温 是吗 不过你说的对 自从来了这里之后 的确是感觉皮肤好了很多 也精神了 不知道这是不是和某人有关系 我听说 要是女人长时间的不做那事 会影响内分泌的 内分泌要是不协调的话 怎么可能皮肤会好呢 所以我认为 这不是权力的事 而是某人的作用 不不不 还是权力的作用 你看看那些落马的女官员 前一刻还是光彩照人 后一刻就成了 满头白发的老太婆了 这不是权力的作用吗 丁长生说道 不承认自己的作用啊 放心吧 我不会缠着你了 行了 混蛋吧 我这里还有一对事呢 临春小说道 丁长生上前 摸了一下临春小的脸 就差将他搂过来亲一亲了 等会儿 我话还没说完呢 了解个人 这人你肯定知道吧 林涛 我的本家 这些丫头怎么样 临春小问道 林涛 怎么了 还行吧 以前跟过我有点时间 办公室那边推荐他 给我当秘书 我这边也确实忙 白山的秘书不愿意来这边 所以到现在 我的秘书还没定下来 一直想问你这事呢 了解这女孩吗 临春小问道 还可以 不过有几件事 我得先和你说好 她的丈夫叫朗军芝 是两江城市委书记朗国庆的儿子 朗军芝又是秦振强的秘书 这些关系你要把握好 反正政府里也没什么秘密 就看你的把握了 丁长生说道 这么复杂 临春小问道 嗯 是有点复杂 不过你要是想用它 我可以帮你问问它 是不是愿意 别到时候人家还不愿意呢 对吧 丁长生说道 哈 也行 你帮我问问吧 看看能不能用 除了她 办公室推荐的也是几个女孩 但是我那天看了下材料 我只是觉得 林涛家事比较好 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 这样的孩子 应该差不到哪去 受诱惑的可能性也小很多 丁春小说道 丁长生出了门 去了一趟省政府办公室 看到林涛还没走 也就没直升 就下了楼 坐进了自己车里 然后给林涛打了个电话 喂 我是丁长生 还没走呢吗 没呢 最近办公室里忙 怎么了丁主任 有事啊 林涛一看是丁长生的电话 跑到了走廊里接的 声音很低 生怕被人听到 你这么晚不回去 老军师没意见吗 丁长生开玩笑地问道 他去北京了 和骑士长一起去的 好像是有事 林涛说 什么 去开会了 不是 好像是私事 嗯 我在机脚这里等你 你出来吧 我找你说的事 丁长生说道 好 我马上过去 十分钟 我请个假 林涛的语气有些紧张 但是很明显 他的语气里 也带着一丝丝兴奋 丁长生从后视镜里 看到林涛挂着小包走了过来 打开了车门锁 落下玻璃 林涛弯腰看了一下 是丁长生 拉开车门就坐了进去 丁志人 您今天怎么有时间 林涛有些紧张 尤其是他们之间 还有一些见不得人的秘密 那些秘密 只有他们三个人知道 另外一个 当然是朗军之 没事 刚刚去趟省政府 看你还没下班 也有点事找你谈谈 走吧 我请你吃宵夜 丁长生说道 丁长生对省城 还不是很熟 所以林涛指路 丁长生开车 两人在一家夜滩边停下 要了点吃的 两人坐在了最里面的位置 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经常晚上过来吃宵夜 这里的小吃很好吃 林涛说道 嗯 的确 朗军之是不是 去跟着秦敬强 去北京跑官了 丁长生问 可能是吧 走了两天了 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我打电话问他 他也不说 还让我不要多打听 看来就把这事去了 车家河被抓之后 委员市很多人心思都活了 都在想着 自己能捞打什么 秦敬强 当了好多年的市长 当然是想再进一步了 林涛说道 嗯 那你呢 你想过再进一步吗 丁长生问 我 我能干啥呀 就是小公务员一个 没什么优势 也没什么背景 就这样慢慢混呗 林涛说道 你才多大呀 就开始打算混了 我刚刚去了省政府 林省长说 办公室推荐你 做他的秘书 问问我 你这人怎么样 我当然是 不吝义美之词了 但是最后 还要看你的意思 你要是同意呢 我就再和他说说 你要是不同意做 就直接回去了他就是了 他在找别人 丁长生说道 做林省长的秘书 林涛一下子有些懵 没想到林省长会看上他 对 你是女的 他也是女的 你们相受起来比较好 不能给他配个男秘书吧 当然了 我也把你的情况和他说了 你的背景和家庭情况 尤其是你老公 是秦震强的秘书 这里面涉及到不少事情 至少保密这一关 你就得想好怎么做 郎君之肯定会问你一些 林省长的事情 尤其是将来林省长高升了 你要守住底线才行 否则的话 林省长现在不用你最好 丁长生说道 这我知道 我有职业道德 我不会随随便便 把单位上的事情 告诉任何人的 这是我做人的底线 林涛说道 怎么说 你同意做他的秘书了 丁长生问道 我没问题 不需要和朗军之商量一下吗 不用 这是我做的蜡烛 你们很快就要结婚了吧 结了婚就得要孩子 这后面会有很多事情了 孩子过几年再说吧 现在没这个打算 看得出来 林涛很希望自己能做林春晓的秘书 因为他不傻 林春晓是仲华的支持者 仲华将来肯定会上升 只是眼前还要再等等而已 林春晓将来的位置 也会再次提高 那么将来自己要是离开林春晓 林春晓也会给自己安排个好的职位 一句话 就看林春晓爬得多高了 林春晓爬得高 自己也就爬得高 怎么说 你决定了 丁长生问道 你和林世上说吧 我愿意做他的秘书 但是我保证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绝不会后面议谈 也不会把他的任何事情 包括私事和公事说出去的 林涛说道 你自己知道就好 你现在对我说这些没有用 你又不是给我当秘书对吧 以后还是要看你和他怎么出关系 和领导出关系 就像是谈恋爱是一样的 开始的时候都是陌生的 但是慢慢的就熟悉了 可是熟悉了之后 也要保持一个距离 不能和领导不分你我 那样的话 领导也会烦的 无论怎么说 领导就是领导 他们在自己内心给你的定位 就是秘书 不是其他的关系 你要是仗着和领导的关系 很熟悉了 就开始不注意自己的分寸 那么很快领导就会厌恶你 所以这个度 你要自己把握 丁长生说道 谢谢领导的教诲 那我是不是 也要和你保持一个距离啊 林涛玩味的看着丁长生问 你我就没怎么多讲究了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你现在是我的秘书 那么就要保持一个距离 但是你现在不是我的秘书了 这个距离反而是可以加深一些 怎么说呢 给某个领导当秘书的时候 要像个秘书的样子 但是如果和领导处的关系好 不当秘书了 要和领导处的像是亲人一样 我没对别人这么说过 意思就是处的像是亲人一样 不要让老领导忘了你 有什么好事想着你 发挥老领导的剩余价值吗 当然了 这些事还是你自己去把握 去领悟 丁长生说道 林涛本以为丁长生是在开玩笑 但是没想到 他给自己讲了这么一大堆的道理 不过这些道理 要是自己悟出来的话 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所以他打心眼里 还是很感谢丁长生的 吃喝完毕 林涛结了账 丁长生送他回去 到了他家的楼下 林涛没有马上下车 而是说道 时间还早 上去坐坐 说这话的时候 他的脸都红了 这是大晚上的第一次邀请男人去自己家里坐坐 而且丁长生应该知道自己的意思 但是自己确实是没有其他的意思 只是朗君之不在家 想让他来家里玩玩而已 好啊 方便吗 丁长生犹豫的问得 方便 方便 走吧 到了这里了 老师在车里坐着也不好 于是两人下了车 一前一后的走进了楼道里 这是打算做婚房吗 丁长生问道 对 婚房 装修的还可以吗 这是他家里的房子 我爸妈出钱装修的 就是怕我受委屈 所以我爸妈非要出钱装修这个房子 林涛说道 嗯 还不错 品位挺高的 丁长生笑笑 然后在他的带领下 参观他们的房间 婚纱照拍得不错 丁长生和林涛到了主卧室之后 他一眼就看到了床头悬挂的 林涛和朗君之的大幅婚纱照 他说道 本来我是不想拍的 他非要拍 还去着青岛拍的 我想反正别人结婚也有 那我凭啥没有呢 可能就这一张能挂的时间长点吧 其他的婚纱照啊 现在全都是灰了 所以现在想想 花那么多的钱去找婚纱照 真的不值得 林涛撇撇嘴说 丁长生也笑笑没有直身 转身要离开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衣服被抓住了 回头一看 正是林涛 林涛有些不敢看他的眼睛 但是不时的还会偷眼瞧他一眼 丁长生没有直身 等着他说话 虽然他邀请自己上来 已经很明显的暗示 现在又在主卧室里 在他的昏烧炸下 抓住了自己的衣服 还能再有什么样的明事呢 林涛看丁长生 还是没什么动作 这个时候不该是回身抱住自己吗 自己半推半就 这也就成了 但是他好像是木头一样 这和之前的他完全是两个人 以前还会对自己抱以色狼一样的目光 但是现在居然冷得像是一坨冰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你要说出来 你不说出来 我不确定 丁长生半开玩笑 半认真地说 这 这还用我说吗 林涛问道 好 不说也可以 那就做出来也行 总之你要主动一些 否则的话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你 丁长生玩味地笑道 林涛瞬间就明白了丁长生的意思 他是要让他屈服 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 去请求他才行 虽然他有些不情愿 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今天也是最合适的时候 再加上朗军芝 时常在他耳边说的那些话 还有朗军芝 把自己的照片发给他的过往 林涛明白 自己始终都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 林涛走到他的面前 张开了双臂 把他搂住 然后小声地说 求你 今晚不要走了 好吧 什么 我听不到 求你 今晚不要走 留下来吧 林涛这次很认真地抬头 看着丁长生 丁长生都觉得自己过分 于是点点头说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喝点酒吧 我这里有他拿来的好酒 丁长生点点头 喝点酒也好 至少没有现在这么尴尬 这一次与以往丁长生和其他的女人欢好 完全不同 所以丁长生也感觉到一丝怪怪的感觉 酒是色眉人 三杯酒下肚 丁长生和林涛都觉得自己的小腹部位火辣辣的 像是一团火在燃烧 而林涛早已歪在了丁长生的身上 在他的背后 丁长生的手已经插到了他的裤子里 结实的臀部说明 他时常进行这个部位的锻炼 不知道待会儿双手掐住他的胯部 是什么感觉呢 林涛觉察到自己身边的人在动 于是挣扎着睁开了眼睛 看到了丁长生正在下床穿裤子 于是伸手抓住了他的裤子 让他提不上去 丁长生一回头 看到了欠着身体的林涛看着他 上半身裸露出来 看着就像是陶瓷般光滑无暇的皮肤 丁长生真想再将他压在床上来一次 但是自己上午还有事 不能在这个温柔乡里陶醉下去了 丁长生正要说自己还有事 要走了的时候 他的身体向他移动了一下 像是一条美女蛇一样 伸手把丁长生刚刚穿上的小裤裤给扒了下 然后就看到了丁长生那傲人的宝贝 他非常爱脸的伸手托住他 然后低头亲吻的一下说 谢谢你 让我知道的做女人还可以这么幸福 我要是以后再想他怎么办 林涛抬起头 调皮的问丁长生道 想他了就告诉我 我会给他放假的 谢谢你 这一次他是对丁长生说的 不用谢 我也没做什么 我说的是林市长秘书的事 我待会去上班 证据表现的好一点 不会给你丢人 也不会让你难走 林涛说道 嗯 好好干 我走了 丁长生说完 提上了裤子说道 丁长生走后 林涛也坐了起来 用被子把自己包裹起来 将头深深地埋到了被子里 然后深深地嗅着被子上他的味道 再看看床单上 自己和他昨晚留下的那一滩滩的污渍 仰面倒下 针在柔软的枕头上 一睁眼就看到了悬挂在床头的婚纱照 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看到婚纱照上的自己和朗君之 昨晚就在这里和丁长生颠乱捣风 自己居然感觉不到一点羞耻感 这让他有些心慌 自己难道真的像是朗君之说的那样 本来自己就是一个浪荡的女人 只是缺少一个开发自己的男人吗 不得不说 自己昨晚深深地陶醉在了和丁长生的过程里 自己经历的男人也就是朗君之和他 可是朗君之的那些把戏和他比起来 简直就是一个幼儿园和大学生相比 第912集 因为作为亲历者 他和朗君之从过去到现在经历的高潮次数 都不许昨晚丁长生带给自己的多 有时候刚刚开始有了感觉 朗君之就交货了 而丁长生每每都能让他在一次战斗中 体验好几次的高潮 丁长生之所以起这么早 是因为同家港很早就要去一家早餐店吃早餐 丁长生想到那里和他偶遇 然后谈一谈接下来的事情 只是丁长生不知道 现在同家港还有心思去那里吃早餐吗 丁长生要了一份全洋汤 两个烧饼 一碟牛肉 细嚼慢咽地吃着 等着同家港的到来 看手机上时间的功夫 同家港的车停在了门口 秘书下车买东西 然后同家港信步进来找位置坐下 愕然就发现了丁长生 笑了笑还是走了过来 秘书长这么巧 是啊这么巧 在这里等了很久了吧 我来这里的时间基本很准时 你不用等这么久的 同家港看了看丁长生碗里的汤说 碗里的汤已经见底了 只是大部分的肉还在 丁长生笑笑 抬手说道 老板 许汤 说吧 什么事 同家港接过来秘书 买好的汤和饼说道 接下来该怎么办 秘书长有什么打算吗 丁长生问道 没什么打算 就是等着 该来的总会来 等着就是了 同家港说 如果我说我们可以谈谈呢 在这里也行 你找个地方也行 虽然我不知道 你和他们俩的关系有多深 但是中北省的四大金刚 外面传得很厉害 现在只剩下你 还在这里守着呢 丁长生说道 四大金刚 这名字倒是起得很霸气 可惜这名字了 你直说吧 你想要什么 你现在不和我谈 等我从这里出去之后 还有没有机会和你谈 那就不是我说了算的了 同家港看看门口 若有所思的说道 那好 我就直接说了 宇文家的案子 你一定也很清楚 我想知道这个案子的全部情况 即便是作为当事人的宇文宁知 他也不知道你们当时是怎么操作的 据我所知 你从宇文家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 这件事我找过车下和 但是他不敢告诉我 因为他拿了不少 河北跑了 蒙南一也跑了 现在这两口子不自所踪 所以我想要知道当年的事情 也只有找你了 丁长生说道 同家港摇摇头说 要是何书记知道 你就是冲着宇文家的案子来的 他一定非常后悔 没有和你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 搞到现在 一切都没了 不到最后关头 他不会相信这点的 其实我和车家和也说起过这事 和老生长也交流过 宇文家只想拿回去失去的东西 他们利用当年宇文家的钱 不知道赚了多少钱了 可是依然不舍得把吃进他的东西给吐出来 那好 谁吃了谁死 就这么简单 丁长生说道 同家港一愣 没有直升 拿起了一块烧饼 慢慢的掰碎了 放到了羊汤里 丁长生接着说道 虽然你和何家省的关系很好 但是这也会意味着 他会把很多事情都推到你身上 所以你最好是回去好好想想 哪些事做过 哪些事没做过 我和李铁钢的关系还算可以 需要我帮忙的时候说一声 我也许能说得上话 毕竟你都这把年纪了 万一胖个几年 能不能活着出来都是未知数呢 与人方便 当然也是与己方便 对吧 你这是代表自己和我谈的 还是代表李铁钢和我谈的 同家港问道 看你怎么想了 甭管我代表谁来和你谈 保证你没事 才是你最想要的结果 对吧 不然的话 温柔家那个小娘们 可是不会等你的 等你出来的时候 说不定他早已是 别人床上的贵宾了 丁长生细血地说道 开始的时候 同家港就是在应付丁长生 但是 当丁长生把温柔家的事 扯出来之后 同家港的脸色就不淡定了 你调查我 同家港问道 丁长生摇摇头说 这事北渊都知道 就你不知道吧 同家港的脸色很难看 他其实心里是有数的 自己虽然和何家胜一起搞了不少事 但是这家伙最精明的是不要钱 何家胜给他的所有钱 都被他巧妙地处理了 可以说 在经济问题上 他问题不大 但是作风问题上 温柔家这点事 无可回避 要想人不知 除非几某为 你也不想想 温柔家是什么人 那是冉冉生起的小明星 本来关注的人就多 再加上他自己也不注意 要想被人挖出来 背后是谁 那是很简单的事 当官的玩女明星 出事的多了去了 别说我们这些官员 就是商人富豪 娶了女明星 倾家荡产的也多的是 秘书长 你真的是不该这么不小心呢 丁长生说的有些幸灾乐祸 丁长生 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心里有数 至于会怎么处理 那也是组织上的事 你觉得你有能力 左右组织的意志力吗 同家港有些不懈地问道 组织的意志力 我阻止不了 但是组织也是由人组成的 改变一些人本意 还是可以做到的 再说了 我只想要个真相而已 有这么难吗 宇文灵芝已经回国了 宇文家的案子 也会请律师申请再审 不论怎么样 宇文家的案子 是非翻过来不可的 不要再有幻想了 为了这件事 我谋划了很长时间 这一次不能没点收获就回去 丁长生说道 同家港盯着丁长生 看了好一会儿 才说道 我也有几句话要说 你现在想听吗 昔耳宫听 我要是你 就现在离开国内 你有钱有能力 就是去国外经营什么产业 也不会混得多差 何必会来淌几趟浑水呢 同家港问道 这不是浑水 这是公道 同家港摇摇头说 宇文家的这个案子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就算是我和何家胜 车家和 有再大的本事 上面还有中央呢 我们敢怎么干 丁长生文言一愣 他问道 你意思是 这里面还有事 有事没事都过去了 但是既然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中北省的事 也该揭开盖子了 话是这么说 但是到底揭开不揭开 怎么揭开 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 车家和何家胜 说了都不算 北渊这个盖子 到底怎么揭 没人知道 同家港说道 你这是在乎我的吧 我没听说 除了你们这些人 还有什么人参与到这里面来 丁长生说 所以说 这件事知道的 不超过四个人 这也是我让你 不要再谈这场浑水的原因 在中国 能让你看到的 那都是小事 看不到的才是大事 这个道理 你要是不明白 就白在官场 混这么多年了 宇文家的案子 只是一盘很小的财 小到只能够开胃的 这后面还有很多 你不知道的 同家港说道 他的这番话 让丁长生 彻底陷入了迷茫 他一直都在 给自己心里暗示 这家伙就是危言耸听 不可能还有 更大的人物了 但是事实呢 翁长泉 从早春的阳光里 睁开眼睛 迷茫地看着秦武员问 你刚刚说什么 丁长生来了 就在门外 想见你 丁长生 丁长生 让他进来吧 给我倒杯茶 翁长泉有些疲惫地 欠了欠身体 依旧是坐在阳光房的 逍遥椅上 这可能是他最后的享受了 他现在把每一秒 都当作是最后的享受 丁长生进了院子 这里是北原市内 核心区的一住住所 老省委家属院 他虽然退了 但是这里的住处 依然保留着 这就是中国官场的现实 一日为官 待遇伴随一生 最可笑的是 有这么一句表述 享受什么什么待遇 往往会比自己 所处的级别高一等 这也是特色 当丁长生走进了 翁长泉的阳光房时 翁长泉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精神绝朔 看起来像是时刻 准备着战斗一样 长生 没想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回来看我 翁长泉笑笑说道 那当然了 我和翁总是朋友 比一般的朋友 还要亲密一些 怎么不能来看看您呢 身体还好吧 还好 这几天有些倒声寒 感冒了 不过还好 已经好了 走吧 这里就我和秦务员两个人 你不用拘束 翁长泉说道 我知道 翁兰一也不可能藏在你这里 他已经走了 我也不知道 他会在哪里出境 您和他有联系吗 丁长生问道 翁长泉摇摇头说 你这话问得很没水平啊 他既然要走 就不会通知我 这里的电话 他的手机 说不定都被监控了 你说他会和我商量吗 孩子大了 做父母都管不了他们的事了 我自己的事还管不了呢 哪有时间去管他们呢 丁长生点点头说 也是 柯北走了 翁兰一这次 也壮事端完了出逃 看来你们家 可能是北云这几个家族里 下场最好的了 但是老商长 您的处境可能有些不太好 我知道 这不用你提醒我 你是不是带人来了 让他们进来吧 我这就跟你走 翁长泉淡定的说道 丁长生摇摇头说 我没带什么人来 我也不是他们那一拨的 我本来是很想和翁兰一合作一次 但是他不相信我 不但是不相信我 还把我出卖 我很生气 现在生气也没办法了 人跑了 他不是那样的人 一定是有其他的原因吧 丁长生笑笑说 吴走卫 其实无论是柯北也好 翁兰一也吧 他们就算是跑出去 我想要找他们 也是很轻松的事 看着丁长生淡定的样子 翁长泉问道 你想要什么 我这里什么都没有了 你要是看上什么东西 现在可以带走 等到他们来了 你再想拿就不方便了 哼 你觉得我是那种贪小便宜的人吗 你太小看我了 我早晨和同家港一 只吃了早餐 他劝我一件事情 不要再对宇文家的案子 欺而不舍 说如果我对宇文家的案子 再追查下去 对我没什么好处 还说这个案子没这么简单 您当年也是对这个案子有指示的 我想知道 这背后还有什么原因吗 丁长生问道 翁长泉有些惊讶地看着丁长生 然后看向阳光房的外面 那里洒着一根卖力 几只鸽子和麻雀正在那里吃食 翁长泉久久都没有说话 丁长生耐心地等着 同家港不愿意说 可能是因为他无所惧怕 但是翁长泉不一样 这事你就别问了 他说的对 翁长泉说道 丁长生摇摇头说 我不信 我还是那句话 虽然翁丸一和科北都跑了 但是后面很可能会对他们进行国际通缉 红色通缉令不是说着到耳边的 我在外面生意不少 帮着国家找几个人 然后偷偷地运回来 这不是什么难事 您不说也没事 那你们在秦城监狱见面的日子 他就不远了 丁长生的声音显得很轻快 但是却暗喊着杀鸡 丁长生站起来 走在玻璃房的边上 一巴掌拍在了玻璃上 无论是鸽子还是麻雀 全部都被吓飞了 丁长生坐回了座位 等着他给自己一个解释 可是就在此时 那些鸽子和麻雀居然又回来了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国内的很多事就是这样 你也看到了 政策一紧都吓跑了 政策一松就都回来了 我们中国人不讲究法律 我们讲的是政策 政策比法律大 你要是明白了这个道理 或许就没那么执拗了 翁长泉说道 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 丁长生说 齐凤竹的死 不是因为财富的问题 你一直以为是北原市的这些人 想要瓜分他的财富对吧 其实不是 是因为他得罪了一个人 而那个人手可通天 和一个上层人物的关系很好 所以才借着一些 莫须有的经济罪名 把他抓起来 然后罪名越来越多 到最后无法收场 他也只能是死了 翁长泉说道 得罪谁了 丁长生眉头一皱问 这事过去了这么久 宇文家的人和齐家的人 都没告诉你吗 你什么都没搞清楚 就过来问人家声张正义 你不怕把自己给折进去吗 翁长泉问道 老生长 看在我们这个时候 还能登门的份上 你还是直说了吧 我也不会再对翁兰姨和科北 有什么不利的地方 这个交易算不算很值呢 丁长生问道 我不能说太多 毕竟这事我是知情人之一 万一我说的太多了 翁兰姨他们也不会安全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会对他们不利 河山市首富是谁 你去查查 然后再去查查 河山市首富和齐凤竹 有什么关系 到时候 你就会明白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翁长泉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 他说 谢谢 我明白了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说 我这辈子 都是在给人帮忙 还从来没求过谁呢 这一次 求你一次 给兰姨带个话 好好活着 这辈子都不要再回来了 不用你说他也不会再回来了 所以你们俩这辈子可能都见不到面了 这么大年纪了可能就死在里面了 你说你这辈子过得值吗 丁长生问道 翁长泉点点头说 这辈子是值了 该吃的 该喝的 该玩的 都经历过了 要是在平淡无奇 和我的经历之间选择 我还是会选择 我经历过的 人这辈子 就一辈子 怎么不得活值了吗 好吧 这些话 你还是留着和纪委的人说吧 说不定他们正在赶来的路上了 北原的盖子到了现在 没有人再敢捂着了 丁长生说道 翁长泉点点头 他说道 年轻人 能早点撤出来 就早点撤出来 将来到了一定的地位 你想撤出来 都来不及了 因为一旦权力到了一定的程度 你自己都舍不得走 丁长生离开了翁长泉的家 他躺在躺椅上 让秦武员去准备饭菜 他困了 想要休息一会儿 站在机场的门口 看着一身大红风衣的宇文灵芝 拉着一个简单的行李箱出来 丁长生走过去 毫不避讳地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然后 把箱子放到了后备箱 二人上了车 宇文灵芝一只手挽着丁长生的胳膊 一句话也不说 回来了就好 我们现在去哪儿 你知道吗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来了 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回来看看 我想回家看看 宇文灵芝说道 按照他的指挥 丁长生江车开到了一处豪华的别墅区 这里是北原有名的富人区 而在最中间的位置 一栋最大的别墅就是原来宇文灵芝和齐凤竹的家 可是此时早已是别人的房子 下着看看吧 丁长生 丁长生说完 我想过来问问 这房子卖吗 这位女士想买回来 丁长生看看身后的宇文灵芝问 买回去 你知道这里的房子现在多少钱吗 女人不屑地问道 站在门口堵着 不让丁长生和宇文灵芝进去 外面虽然有些冷 但是别墅里面是温暖如春 女人穿着一件吊袋 只是在门口停了一下 就要关门 但是丁长生一伸脚挡住了门 你想干嘛 开个家 丁长生简单地说道 不卖 女人非常蛮横地说道 这里的价格好像也不是很贵 毕竟这里也是老房子了 这种别墅大概价格实在两千万左右吧 我出三千万 我看得出来 你也不是这里的主人 麻烦你你给几个主人带个话 这是我的电话 他要是还想在北渊混 就及时联系我 我会尽快过来办手续 丁长生说完 递给女人一张纸 上面是自己的电话 第913集 可能是被丁长生的气势吓到了 也可能是被丁长生的出嫁给惊到了 所以女人接过去纸条 丁长生这才收回了脚 然后带着宇文灵芝离开 你何必呢 这里现在不知道是谁的地方呢 我不想你在北渊再得罪人了 宇文灵芝说道 你回来了 肯定得有个漏脚地方 丁培工也快到了 丁长生问道 他下午的飞机 晚上一起吃饭吧 我想这儿八经的请你吃的饭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这么多年 我的心渐渐死了 以为再也回不来了 再也不可能翻来 虽然你告诉我一定会的 但是我就当是你是安慰我 所以我从来不敢催你 就当是你骗我好了 宇文灵芝说道 我说过的事就一定会办到 从来不会瞎承诺的 丁长生说 丁长生将宇文灵芝 送到了夜家的酒店里 现在虽然不会再那么危险了 可是丁长生依然要小心 一个是零号失踪 一个是北渊的事 还没彻底的落下帷幕 所以该小心的还是要小心 夜晚 风尘仆仆的盐培工 终于也回到了北渊 见面第一件事 就是和丁长生紧紧拥抱 他的激动 有点都不亚于宇文灵芝 因为他们都以为 这一辈子都要客死一乡了 哎 让我们干一杯 庆祝我们的书部胜利 丁长生举起酒杯说 干杯 干杯 叶文秋作为酒店的老板 也参加了饭局 酒过三巡 菜过五杯 丁长生放下手里的东西 看向几个人 他们都看着丁长生 知道丁长生 这是要说正事 就在去接你之前 我去见了蒙长全 蒙长全告诉我一件事 但是这事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所以既然你们都来了 尤其是你们俩 丁长生指着看向宇文灵芝和严培公说道 你们知道曹永瀚这个人吗 丁长生看向宇文灵芝和严培公问 我知道这个人 严培公贤说道 丁长生在等着宇文灵芝的回答 宇文灵芝好像是很努力地回应了一下 然后说道 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我记不太清楚了 怎么呢 这个人是河山市的首富 你想起来了吗 丁长生问道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想起来了 河山市 好像凤竹和那个人做过什么生意 老颜 你该记得比较清楚吧 因为我一直都不太管生意上的事 都是凤竹一个人处理这些事情 因为他的身份问题吧 所以我从来不敢多管 怕伤了他的自尊心 宇文灵芝说道 因为齐凤竹是上门女婿 这一时丁长生是知道的 是 有这么回事 怎么了 严培公问道 那和曹永瀚做过生意吗 丁长生问 没做过生意 但是有过竞争 我们当时以高价 拿下了河山市的一个大型煤矿的开采权 当时和我们竞争的就是曹永瀚的汉商集团 严培公说道 后来呢 这个项目怎么样了 丁长生问道 开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只知道曹永瀚为了这个项目 花了不少钱上下打点 但是因为这个项目太大 所以上面也没敢做得很过分 而我出价高 所以就拿下了这个项目 可是后来因为北原这边出事了 那个煤矿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价格 就卖给了曹永瀚 为了这件事老板耿耿于怀 可是也没办法 就这样也算是和曹永瀚接下两子了 严培公说道 看来事情还真是没这么简单 丁长生点点头说 宇文灵之咒没说道 北原这些官老爷们马上就要完蛋了 事情还会很复杂吗 还是那句话 法律规定的再详细再公平 操作法律的人不公平也是没办法的事 但是无论如何 北原的这些人既然倒台了 我就得把这事先操作起来 律师的事情我会委托北京的朋友 找大律师 然后还要造出来舆论 老爷 香港和澳门的报纸舆论 你去操作 先从外面开始 不要提曹永瀚的事 就只说北原出事的这几个领导 和吉凤卓案子的关系问题 你知道实情 可以透露到内幕 先造出舆论再说 丁长生说道 好 没问题 我去做 严培公说 那我呢 我做什么 宇文灵之说道 你要成立新的公司 作为宇文家的人 想省理新一级领导班子 深渊速苦 你别的不用干 就干这一件事就行了 没事就去省理 找领导反映情况 直到这件事 被省理领导 真正重视起来为止 不要去找仲华 去找新来的省委书记 虽然现在是谁还不知道 但是迟早会有消息的 丁长生说 丁长生安排好这些 继续说道 如果真是像 翁长泉说的那样 那这个案子 我们不要以为 北渊这些人倒了 就可以翻案 没这么简单 要做好长期的准备 好在是 你现在可以回来了 可以堂而皇之的深渊 这已经是最大的胜利了 我也会再想其他办法 总之一句话 翻案的话 路还很长 几个人一直谈到了很晚 叶文秋走的时候 回头看了一眼丁长生 丁长生点点头 不一会儿 丁长生就去了 叶文秋的办公室 找我有事吗 丁长生问道 看你忙 没敢告诉你 我小姑病了 正在医院住院呢 你要不要去看看她 叶文秋问 住院了 什么病啊 丁长生问 新病呗 这么多年 她的青春都耗费 在车家河身上了 到头来什么都没得到 还背了一个贪官家属的名声 现在省里都知道 车家河出事了 而且今天上午 纪委的人正式地 查查了车家河的底 家里烦得乱七八糟的 她一着急 冲过去了 就被送到医院 现在刚刚好点 要不然 你快去看看她吧 叶文秋有些玩味地 看着她说 你这什么眼神啊 这么看着我 好像是我做了 什么亏心事似的 丁长生说 你没做亏心事吗 那你和那个 宇文灵芝是怎么回事 我看你们的关系 很亲密啊 胡说八道 你从哪看出来的 我是个女人 女人还能不懂 女人的心思吗 吃饭的时候 我一句话没说 就看你们几个的脸色了 宇文灵芝看你的眼神 绝不是普通朋友 结那种关注 那是一种崇拜和爱慕 这一点 我还是能看出来的 所以呢 你也不用瞒我 他现在也回来了 大家都在北园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你告诉我实话 我也好拿捏分寸 要不然的话 我可拿捏不好怎么对的 到时候你再怪我 叶文秋说道 不来 我告诉你 丁长生坐在椅子上 朝他招了招手说 叶文秋乖乖地坐到了丁长生腿上 伸手搂住他的脖子 丁长生在他耳边说 其实她是我的丈母娘 这下你应该知道怎么对他了吧 不可能 我从来没见过丈母娘看女婿是那种眼神的 说到一半 叶文秋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一只手松开了丁长生的脖子 一只手捂住了自己的嘴 然后他定定地看着丁长生 丁长生点点头 叶文秋这一下有些不淡定了 站起来打量着丁长生 然后弯腰凑到了他的耳边说 你可真不要脸 这就是你怎么看得出来 是吗 你想不想看看更不要脸的 丁长生戏学道 不行 我看哪 你还是赶紧去医院吧 不然的话医院要禁止探视了 叶文秋说 你带我去吧 我喝了酒不能开车 丁长生说 叶文秋没办法 只能是开车送他去 丁长生坐在后座上 叶文秋不时地从后视镜里看着他 心想 自己和姐姐叶如萍一起和他胡搞的时候 就已经觉得这真是太无耻了 没想到他更是无耻 居然把宇文灵之娘脸都拿下了 现在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卖命的为宇文家出头了 这男人呢 真是牡丹花像死 做鬼也风流 问你个问题呗 叶文秋一边开车一边说道 嗯 你说吧 丁长生闭着眼睛休息 他说道 你和宇文灵之 还有七竹云 你们三个 玩过那个吗 叶文秋认为自己的脸皮已经够厚了 可是依然没胆子说出来那句话 你是说三批吧 这还能少得了 不然的话 这事存在的意义就没了 就像是我和你们这俩一样 要是分开了 还有什么意义 你该知道男人追求的是什么呀 这种话还问 看来你还是没有真正的了解我 了解男人 丁长生说道 是啊 我不了解男人 我只是不了解你这样无耻的男人 把一件不要脸的事 还说得这么理直气壮的 我认识的男人里面呢 也只有你了 叶文秋说 丁长生笑笑 后悔没坐到前排副驾驶的位置上 不然的话 一定会让他收回自己刚刚说的话 叶如品公司还有事没处理完 所以丁长生和叶文秋到时候 就是叶宜君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病房里 病房再豪华也是病房 不比家里舒服和自在 叶宜君倍感凄凉 虽然自己没什么病 但是浑身乏力 这就是对生活提不起精神来的典型症状 再发展下去就是抑郁症了 听到门响 他以为是护士来换药 其实他刚刚把偷偷把书页的针头拔掉 他没有病 才不需要打针 但是听到的却是高跟鞋的声音 他这才知道来的不是护士 转过身来一看 是丁长生和叶文秋 你们怎么来了 叶宜君有些惊喜的问道 看到他们俩叶宜君的病好了一半 早该去找你的 但是事多一直忙 所以没抽出时间来 我一听他说你病了 立刻就过来了 丁长生说 我没事 是他们怕担责任 这才把我送到这里来的 其实啥事没有 现在就可以出院走了 叶宜君说 还是再观察一下吧 毕竟轰过去了 好好查一查 没事最好 有问题咱们就治 叶文秋说道 叶宜君有些难为情 坐起来又盘盘腿 虽然是在病床上 可是依然能让人感觉到 这个女人的妩媚之处 小郭 你还没吃饭吧 我去看看没打吃的 你们先谈吧 叶文秋很识趣的出去了 丁长生 看看他出去的背影 回头对叶宜君笑道 叶家的女人都很懂事啊 知道进退 叶宜君只是笑笑 没有直声 丁长生坐在他的床边 伸手摸向了被子里 别的东西没摸到 只是摸到了一只穿着袜子的脚 但是一片冰凉 脚怎么这么凉 丁长生问道 啊 一直都觉得浑身很冷 也不知道为什么 叶宜君说 丁长生把他的脚握在手里 不停地揉搓 虽然感觉到很痒 可是叶宜君不敢直声 只能是默默地承受着 而因为痒痒 所以浑身就用力 这样一来 不一会儿他的身体 就热乎了起来 没有刚刚的寒冷呢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是回北京 还是留在北园呢 丁长生问道 我也不知道 我和北京的单位 早已没关系了 北园这边 我也不想再去单位上班了 北园直指点点的 我受不了 我想找个安静的地方 自己待着 不想再去想其他的事 我自己的积蓄 可以过下半辈子了 叶宜君说的有些凄凉 以我的意思啊 你还是留在北园吧 单位不想去 就不要去了 你还可以帮着叶家做点事 当然了 你要真的是想 从事艺术事业的话 还可以出国 我可以帮你做好安排 毕竟在车架河这件事上 你帮了我很多 帮了叶家很多 你就是因为我帮过你 才过来安慰我的吗 叶宜君问道 丁长生加大了手上的力道 按得他的脚有些疼 但是 这确实是按摩的手法 只是他还没有习惯而已 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还活着劲啊 丁长生咬着牙说 此时叶文秋回来了 可是他已经变成了 已在床头 他的脚还在 丁长生的手里被捏着 叶文秋一进门 就看到了这一幕 叶宜君想要抽回去 可是被丁长生抓得死死的 他哪能抽得回去呢 叶文秋看到这一幕 支去的回头把门关好 还拉上了帘子 这下外面就看不到里面在做什么了 你啥时候学会的捏脚啊 待会儿给我捏捏 穿了一天的高跟鞋 真是难受 叶文秋说完 将饭菜放到了桌子上 然后也坐到了病床上 把高跟鞋踢到了地上 但是丁长生不理他 依旧是专心的为叶宜君捏脚 可是此时的叶宜君 早已是按捺不住了 他忍了很久 可是开始的时候 丁长生还真的是在捏脚 捏得也很舒服 但只是脚舒服 可是现在呢 不但是自己的脚 自己浑身都有了一种酥麻麻的感觉 这可不妙啊 要是自己和他单独在这里还好 可是现在叶文秋居然回来了 自己要是再让他怎么捏下去 自己非得失控了不可 还是丁长生的鬼手厉害 鬼手上身 没人能从他的手下跑得了 所以当他意识到不对劲 想要抽身时 早已经来不及了 闭着眼 移在床头 呼吸急促 双手抓住床单 狠命地揪着床单上的布 好像是和床单有仇似的 到了最后 都开始伸舌头舔嘴唇了 丁长生已经好久 没想这么专心地做这件事情了 虽然这件事情很费力 他朝着叶文秋使了个眼色 试一塌上 我 叶文秋只能指自己小声问道 丁长生点点头 依旧是小声地说 就像是你和你姐那样 叶文秋感到有些难为情 自己和叶如平做那些事的时候 也是在丁长生的指导下 花了很长时间 才卸下了心中的包袱 在丁长生歇着的时候 他们俩就会搂在一起 表演给丁长生看 期待着丁长生再次凶起 可是 现在这是要和叶怡君做这些事情 他还真是心里没底 因为自己姐姐 还要很长时间的磨合 现在居然要和从来没有经历过 这种事情的叶怡君做这些事 他心里真的是打鼓 也终于知道了 丁长生在路上说的 要他做更不要脸的事 现在可不就是在做 更不要脸的事吗 叶怡君感觉 自己被扔到了一片汪洋大海上 四周没人 没船 没任何的东西 他真是不知道 自己下一步要怎么办 可是 来自内心的海浪 已经开始慢慢的升级 从波澜 到小浪 到中浪 到滔天巨浪 他感觉自己真的是把握不住了 此时 他猛然间 真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 他感觉 自己的身体被压住 自己的香唇被覆盖 他不敢睁眼 因为他不敢看 不敢相信 这是真实的发生了的事情 他一直都在被动的回应着 可是很明显 即便是这么被动 自己的情绪 也开始慢慢的高涨 因为他找到了一个 发泄的渠道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有人推了一下门 但是没有推开 继而就是敲门 听场声听出来 是叶如平 于是赶紧起身去开的门 要是再晚一会儿 叶如平该叫护士了 现在是非常时期 他也怕叶异军自杀之类的 你站在这里啊 叶如平一看是丁长生 再想到门反锁着 就后悔进来 又看到了叶文秋之后 心情才好了些 怕他瞎不开 所以过来看看 丁长生低声地说道 然后把门又关上了 这一次没有反锁 因为他知道 事不可为了 有些事只有一次机会 过了这个村 再想找这个店 那就难了 叶文秋坐在病床的一旁 而叶异军则是低着头 双手紧紧地交叉 好像是很紧张似的 小郭 你没事吧 真打完了吗 叶如平问道 叶文秋站起来 拉住叶如平的胳膊就要出去 叶如平刚刚进来 还没想到这里面会发生什么事 再说了 他们三个在这里 能发生什么事 所以还不想出去 硬是被叶文秋连拉带拽 然后是拼命地使眼色 这才走出去了 怎么回事啊 叶如平出去后 看着叶文秋的脸色问道 怎么回事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 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呀 还那事添乱 现在小姑的心里早就乱了 这是他趁心而入的好时候 你来这里添什么乱呢 我刚刚就在帮他 你知道好 把好事给破坏了 回头啊 等他罚你吧 叶文秋说道 第九百一十四集 啊 我哪知道这事啊 我还以为你们要喝到什么时候呢 处理完公司的事就赶紧过来了 没撑下你们居然 叶如平想要解释 但是被叶文秋制止了 别说话了 外面等着吧 叶如平说 他在这正好 我还想找他呢 现在公司里的流动资金没了 再拉不到贷款 下个月到付的钱就没有了 怎么办呢 叶如平说 这个我知道 我看了账目了 的确是没钱了 但是现在省里乱得很 要讲他们现在就改嫌 给张五门贷款的话 我看很难 那些银行的头头们 脸面少也下不来吧 下不来是小事 我现在就怕 那些银行的头头们 也和车家和合家正有关系 要是那样的话 银行也会查 这一查 贷款就更没希望了 不知道乱到什么时候呢 所以我想 他能不能和省长递个话 先给我们贷款一部分 渡过难关再说 否则真是无名下垂了 叶如平说 等等吧 等他出来一会儿洗澡 车上你和他说一下试试吧 叶文秋说道 那姐们俩走后 丁长生和叶宜军两个人 倒是有些尴尬 安安稳稳地坐着 丁长生此时倒是不急 因为今晚是不可能有什么进展了 难的是之后怎么进展 丁长生很喜欢看他唱戏 也喜欢听 虽然不是很有研究 但是附庸风雅 是每个人内心的一种冲动 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层次之后 这种冲动就更加的要命 时间不早了 要不你先回去吧 我没事 不用担心我 按照我和他也没什么关系 我现在最感谢的就是他这些年 帮我打造花瓶摆在那 想看就看一眼 不想看就不理 凡事都不让我知道 现在也就什么事也连连不到我 这是他对我仅有的一点恩情吧 叶宜军说道 丁长生笑笑说 你说的太简单了 不是光摆着吧 想玩的也会拿起来把玩一下 就像是现在这样 对吧 说着 丁长生的手又伸向了被子里 这一次丁长生摸到的 不是穿着袜子的脚 而是实实在在的肌肤接触了 丁长生没有拿出来 而就是在被子下面把玩着 十个男人 有八个喜欢看女人的脚 因为男人都有一种练脚情节 这一点 李后主尤为处处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 三寸金莲束缚了中国女人一千多年 但是到了现在 还是自然的脚最美 而叶宜军的脚 丁长生是见过的 所以 此刻能上手把玩 也是一种享受 你就不能说点别的 叶宜军称怪道 现在就想和你说的这事 我可能会忙一段时间 你要是有什么想法 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纪委的人要是为难你 你也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都可以帮你 你要是不想上班了 就去夜价待着 你为他们做了这么多事 他们还不得把你这个姑奶奶 好好地供起来 丁长生收回了手说 再说吧 我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 我可能暂时也不会离开委员 你有时间了 就来找我喝茶 等我搬了住的地方再告诉你 叶宜军微笑着说 丁长生是很想在这里待一晚的 但是 现在车家合的事没完 自己要是在这里待一晚 被人看到 指不定又要闹出什么花花新闻 丁长生也不想在这个时候 给仲华添麻烦 这一块倒嘴的肉 什么时候吃都可以 不急在这一时 丁长生站起身说 那行吧 我先走了 等你电话 叶宜军看着丁长生走出了病房 然后此时叶如平又进来说了几句 这才一起下了楼 我坐你们的车吧 有事想和你说说 叶如平追着上来说 丁长生没有吱声 坐到了后排 叶如平也知趣的坐到了后排的位置上 叶文秋开车 车开出了医院 叶如平说 我真不知道你们在这里 你不用说了 你不是有事要说吗 文秋 你说吧 丁长生说道 叶如平知道 丁长生肯定是生气了 但是这事也怪不得自己啊 正想着该怎么哄哄这个主子呢 丁长生伸手搬过来他的肩膀 强硬地把他的头按在了自己的大腿上 然后就没有再动作 这个简单的动作足以说明一切了 于是 丁老板一边听着司机的汇报 一边享受着尽情发泄着刚刚没有发泄出去的浴火 叶文秋时不时的从后视镜里看一眼后排的动静 忍受着声音和视觉的折磨 好好赶你的车 丁长生不得不提醒道 这事找中华不合适 就像是你们说的 万一这些人和何家圣和车家合有关系 到时候肯定会借着这个人情搞事情 绝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中华在北园是干净的 不能让这些事玷污了他的仕途 这事还是我来做吧 丁长生话刚说完 就按住了叶如瓶的脑袋 使其动弹不得 他也知道到时候 始终保证着最大最深的角度 充分的吸收着来自火山的岩浆 你一个大集团的总裁 以后做事小心一点 不要动不动就激动得不得了 我看你和以前的叶如瓶差得太远了 怎么变化这么大 丁长生问叶如瓶道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我错了 叶如瓶真诚的道歉道 好了别说了 这件事到此为止 你想个银行 明天我和你一起去 拜访下这些财神爷们 丁长生说道 酒店的房间里 丁长生回来时 严培公和宇文灵芝还在商议者接下来的一些事情 今天我们去了我原来的家 已经被人占用了 丁长生说要买回来 我想现在是不缺钱 但是买回来那个别墅住着也不舒服 就不想浪费那个钱了 他非要买 宇文灵芝说道 你还是听他的吧 买回来那个别墅 住不住得无所谓 目的只是一个态度 那就是与文家的人没死绝 回来了 这是一个信号 习总活着时 我们在那里有多少聚会 对吧 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也许那种别墅回到你的手里 就是与文家复兴的开始啊 严培公倒是很理解丁长生的想法 劝解道 或许他是这么想的吧 倒是能买得起那栋别墅的人 怎么会轻易地让出来呢 宇文灵芝担心地说道 这样吧 我先打听一下那栋别墅在谁的手里 到时候我再和丁先生商量一下 严培公说 回到了酒店的时候 丁长生去了宇文灵芝的房间 而叶氏姐妹回到了办公室里 叶文秋赶紧倒了杯水给叶如瓶 叶如瓶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 喝完之后还弯腰咳嗽着 叶文秋过去拍打着他的后背 这个混蛋 我感觉越来越大了 我的嘴都快装不下了 捅了我嗓子疼 叶如瓶一边说着 一边捋着自己的嗓子说 大有大的好处 也有大的坏处嘛 话没说完 叶文秋就咯咯地笑了起来 没羞没臊的 明天去哪家银行比较保鲜点 还不能再拖了 叶如瓶说 你觉得呢 你觉得哪家银行现在最容易给我们贷款呢 叶文秋问道 叶如瓶端着水杯走了几步 然后停下脚步看向叶文秋说 我感觉四大银行可能会慢一些 要不然还是我们本地的银行 对我想的也是这个道理 北渊银行就是最好下手的一个 北渊银行原来是北渊市城市发展银行 是车家河一手把它扶持起来的 现在车家河出事 北渊银行的领导班子估计急得要跳楼了 我就不信他们和车家河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他们现在巴不得要靠上新的靠山呢 丁长生和我们一起去跑这些贷款 我看巴成是能成功的 四大股有银行和北渊市这些领导的关系 不一定有多深 但是他们不是本地银行 就算是有关系 关系也不会很深 倒是不好下手 叶文秋说道 这个想法是很好 但是要和他说清楚 不要让他以为我们是在利用他 他这个人我可不想得罪他 没有他原是地产早就黄了 孙小妹你要记住了 不论是你或是我 或者是我将来要做什么决定 不利于他的时候 你都要及时提醒我 我们要知道感恩 所以他无论怎么对我 我都不会对他有怨言的 要不是他 我还在车家河的地下室里受折磨呢 要不是他 原是地产也会被瓜分了 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 叶如品拉住叶文秋的手说 姐我知道 这你不用提醒我 我心里有数 叶文秋说道 你给他打电话吧 问问他今晚还过来吗 要是不过来了 我就去公司加班 要是过来的话 我就不走了 叶如品说反 进屋去洗澡了 丁长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 现在还有个零号 在某个地方盯着自己呢 所以一直都很小心 就算是他不下手杀了自己 自己的花边新闻 一样能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 所以坚决地回了自己在北原的家 尝试着给翁兰伊打电话 但是一直打不通 微信朋友圈也没有新的更新 丁长生打过去语音电话 无人接听 此时此刻 他的微信还在使用 丁长生临近一动 立刻给刘震东打了个电话 让他看看能否通过微信 定位翁兰伊的位置 他就不信 翁兰伊就这么神秘的消失了 此刻大漠苍凉 翁兰伊和蓝姐已经出了陕西 进入了甘肃境内 一辆二手的木马人吉普车 行驶在沙漠公路上 这里景色真好 没有雾霾 空气也好 多少年都没看到星星了 兰杰在副驾驶上 撑了个懒腰说 要不然我们在这里停几天 让你好好玩玩 要是出了国 再想回来 可就没这么简单了 翁兰伊说道 兰杰犹豫了一下说 算了吧 还是先出去 只要是一天没出学 我就感觉我们还在笼子里 只有出学了 我才能安心呢 也不知道爸爸怎么样了 他现在一定知道 我们出走的事了 科北走的时候 也没打招呼 现在我也是一声不响的就走了 他一定非常的伤心 这一切都是丁长生 那个混蛋做的好事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他 这个混蛋 兰杰骂到这里的时候 突然骂不下去了 只是气得嘴唇打哆嗦 翁兰伊伸手摸了一下 他的手说 别生气了 要是生气啊 我早被气死了 你看那些字母了吧 那是他为我的侮辱 我是不是 这还气死啊 一大早 丁长生接到了 刘震东的电话 在甘肃 跑那干嘛去了 丁长生随即就意识到了 他们是想在西部出境 反其道而行之 就在丁长生 他们都以为翁兰伊 会在南部 或者是东部出境的时候 没想到 他会在西北出境 的确 那里地广人稀 从那里出境 要比在南部和东部 要顺利得多 怎么办 听你的 要是想要把人抓到 我现在可以去边境等着他 估计过几天 就到了西北边境了 根据他们现在的定位 应该过不了几天了 只能是去前面等着他们 刘震东说道 好 把他们结束 但是这事 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你带几个 自己心里过的人去 怎么处理他们俩 我还没想好呢 丁长生说道 那行 我这就出发 刘震东说完 就挂了电话 丁长生起来 去着洗手间里 洗了把脸 翁兰伊啊 翁兰伊 你可真是一条 滑不溜秋的泥鳅 既然是这样 那我就让你尝尝 真正的泥鳅 是什么滋味 就连安迪都受不了的刑罚 我看你能不能撑得住 喂 我到北原了 什么时候可以见你 安迪的电话随后也进来了 你找个地方藏起来吧 北京的事做得干净吗 丁长生问 好生干净 那个医生都没被调查 我才过来的 这种方式极不容易引起别人的反应 所以这是我们使用的首要手段 安迪说道 嗯 为了安全起见 你先找个地方待着吧 以防他们找到你的头上 再连连到我 丁长生说 安迪想要说什么的时候 电话早已被丁长生挂乱了 对丁长生来说 安迪的利用价值 基本也就这些了 剩下的价值 就是把林浩引出来而已 所以丁长生对他的态度 也没有之前那么热乎了 混蛋 无耻 安迪气愤地把手机扔在了床上 自己的身份很敏感 一旦暴露了 自己就会面临着几个方面的追杀 所以他现在是进退为谷 除了丁长生之外 他还真是不能指望任何人 叶文秋开车来接丁长生 车上还有叶如瓶 去哪 丁长生问道 北原银行 我们本土最大的银行了 他们的行长和何家省 车家河的关系很好 现在估计下的在家里 不敢出门了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去找他 或许能给我们贷款 或许一点也不会买我的面子 就看你待会怎么威吓他 叶如瓶说 你这是胡家虎威 这位贷款要到了 你们能还得起吗 丁长生问 丁长生可以帮他们 但是绝不会傻到被人当枪使 所以只要是他们能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拿到融资 丁长生是可以帮忙的 但是违规的事不能牵扯到自己身上 丁长生感受到了李铁钢态度的变化 看来自己的一些事他知道了 所以才改变了对自己的态度 这一点丁长生是心里有数的 所以从北京回来之后 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谨慎小心 绝不能把火烧到自己身上 要是那样的话 还不如现在就撤退呢 上面三令五身 办公面积不能超标 要严查办公面积超标的问题 看来中北省纪委的工作 真是不到位 李航长一个人占据的办公面积 就是一层楼的面积 会议室办公室挨着 看上去豪华气派得很 并且他们到的时候 门口还有人拦着不让上去 丁长生看着保安说 我是省政府的 你要是敢拦着 待会儿第一个就开了你 说完 看到不看他一眼 静止带着叶家姐妹上了楼 保安赶紧打电话 所以等到丁长生 他们三个上了楼之后 李航长的办公室 先是大门紧闭 叫了好一会儿都不开 然后等到开了门 看到李航长一脸红润的 出现在门口 你找谁 李航长很不高兴地说道 我以为你关着门忙着自杀呢 先不要急着死 何家省和周家和说不定 还没交代你的问题呢 你这么急着死干嘛 我叫丁长生 你应该听说过我吧 丁长生背着手 一膀子撞开了李航长 他再看看后面跟着的叶家姐妹 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丁主任 丁市长 你叫什么都无所谓 丁长生走过去 坐在了李航长的座位上 但是低头一看 在办公桌的下面 藏着一个女人 穿着银行的制服 根本不敢看丁长生 地上还有几团卫生纸 女人瑟瑟发抖 生怕丁长生这个时候 把他给揪出来 此时 李航长也是大吉 要是这时候 丁长生把这事闹大了 自己的脸面不说 这要是传出去 自己就真的完了 坐吧 丁长生指着 指办公桌前面的椅子 示意李航长坐下来说 丁主任 您这次来是要 要干什么 李航长知道 这个人是丁长生 气焰一下子就没了 再加上桌子底下 那个衣衫不整的女人 李航长感觉 自己的小辫子 被人捏在了手里 而且不止一条小辫子 那是麻花辫 邹家和和何家胜的事 你都听说了吧 我听说这家银行 从筹办到发展 到现在这个规模 车家和和何家胜 没少处理吧 当然了 好处拿了多少 他们会自己交代清楚的 只是这些问题 要是交代清楚了 你李航长能妥身吗 丁长生问道 我和他们都是工作关系 没什么其他交往 所以我不怕 是吗 不怕你出汗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 他们的问题太多 估计交代到你这里的时候 还有一段时间 这期间是你的黄金时期 你可以做点正经事 说不定我还可以帮你 递个话啥的 到时候 你就不用进去 看他们俩下棋了 丁长生说道 李航长不说话 丁长生伸出脚 放在了桌子底下 那里正是桌子下面 那个女人所待的位置 李航长有些急躁起来 他说顶志人 你今天来不是狗通风报信的吧 有什么事你还说事吧 我这里也很忙 贷款 叶如平说道 贷款 现在这个情况下 谁还敢给你们贷款呢 别人不敢 你得敢才行啊 你要是也不敢的话 那你连准备后事的时间都没有了 调查组很快就会到北园来 到时候 我会建议他们第一个调查你 就是这么简单的事 丁长生说道 第915集 再说了 他们也是正规的企业 又不是为了空你们银行的钱 贷款都是有抵押的 这么好的事 你是余秉俊 丁长生问道 丁长生的脚 不小心踩到了桌子底下女人的手 那个女人不经意间叫了一声 办公室里瞬间就安静下来了 与人方便 与己方便 这么简单的事 你不懂啊 丁长生问道 你们随便吧 我这里真的忙 贷款的事 这是何书记亲自吩咐了的 不能贷款给你们 你们的信用资质太差了 资不抵债 不可能给你们贷款 李航长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 伸手把桌子底下的女人拽了出来 来来来 你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不能给贷款 这位女士 你看起来也已经结婚生孩子了吧 这么大年纪了 和自己的上司在办公室里搞这一套 桌子底下那些卫生纸里面 是不是有李航长的一万子孙呢 到时候我会把这些事都交给你老公 到时候看看李航长怎么处理这事吧 贷款的事下午给我个答复 晚上六点之前不给我答复 你就是给我贷款 我都不会要 我要搞到你家破人亡为止 你的老婆孩子 哪怕是跑到国外去 我也会把消息透露给当地的黑帮 让他们这辈子都狠 丁长生笑笑推了一把身边的女人 静止走了出去 叶如平没想到事情会到这一步 还没谈呢就结束了 但是丁长生走了 他们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 李航长也不会和他们谈下去 于是三人很快就出了银行的门 李航长站在玻璃窗前 看着那三人的车离开 这才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半天都没起来 那个女下属赶紧拿了药给她吃 好一会儿才缓了过来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出事 贷款我会尽快批给他们 你跟了我这十多年 也该有个好去处 下面分行去个副行长 你去那里工作吧 手续下午办好 你放心 我出事也不会把你交代出来 我的家里人出去十多年了 这十多年 我早把你当做王老婆了 所以我不会害你 李航长将女人拉过来 紧紧地抱在怀里 朗军之和齐振强 在北京活动了好几天 但是一无所获 回到北园后 齐振强就回了家 因为林涛给林春晓做了秘书 所以家里冷锅冷灶 朗军之拿出手机 发了一条信息出去 很快对方就给了一个笑脸 朗军之然后给林涛发了信息说 今晚要加班搞材料 不回来了 死鬼 我以为今晚不回来呢 他刚刚走了 家里待了一下午 应该不会回来了 他家里黄脸婆这段时间 很害怕出事 所以一直在家里烧香败婆的 把他拥闷坏了 要是领导知道 我朝了他的后院 不知道会不会杀了我 朗军之书这话的时候 一脸的得意 女人笑笑说 杀了你倒不会 但是说不定 会让你干点别的事呢 别的事 朗军之不解的问道 女人笑笑 有些犹豫的说 我说了你可不要生气啊 那个老家伙 每次和我做的时候 都会提到你老婆 还说看见你老婆那样 就把持不住 还关了灯 把我当你老婆 你说说 他是不是变态 所以我就说嘛 杀了你倒不会 倒是逼着你把老婆带来 倒是真的 朗军之文言一乐 继而就不说话了 女人看到朗军之的表情 就说道 好了好了 不说这事了 我和你闹着玩呢 对了 还有件事 我觉得得和你说一声 昨天来了两个人 一男一女 要把这房子买回去 说这房子是原来女人的家 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卖了 现在小熟悔去 男人说还可以出高一倍的价格呢 对了 这有他电话 你打算怎么办 朗军之问道 女的长什么样 男的叫什么 没说吗 没有 女人嘛 长得很好看 一看就是很有气质的那种 男人个子不高 但是很霸气 一看就是个有钱人 朗军之把纸上的电话号码 输入到手机里 还没等最后一位输完 朗军之就看出来了 这电话自己也有 是丁长生的手机号码 之前一直有人在传 丁长生和宇文宁之的关系非常好 还说宇文宁之是被丁长生包养了的 这次丁长生来北渊 就是为了宇文宁之家族复仇而来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那个女人应该就是宇文宁之了 朗军之说道 与此同时 严培公也在向丁长生汇报房子的事 你说谁 朗军之 丁长生有些惊讶地问道 没错 那栋别墅是在朗军之的名下 朗军之是北渊市市政府 齐市长齐振祥的秘书 一个秘书名下有这么一套别墅 这说起来怎么也是有点狗血啊 严培公说道 会不会是同名啊 宇文宁之问道 丁长生白白手说 不可能 朗这个姓氏本来就少 怎么可能是同名呢 那 那么真的是秦振强 也掺和进来了 宇文宁之问道 现在还不好说 等我问问朗军之再说吧 丁长生说道 朗军之也在犯嘀咕呢 这事儿自己只是个代理人 也就是个顶个名 现在倒好 麻烦找上来了 要是真的像外界传的那样 丁长生是为了宇文家而来 那么 这栋别墅 人家也是要收回去的 所以 必须要把这件事情 赶快地告诉齐振强 有什么事儿 明天再说吧 齐振强刚刚睡下 有些不耐烦地说 丁长 是关于那栋别墅的事儿 丁长生 丁上那栋别墅了 朗军之说 齐振强一个机灵 坐了起来 什么时候的事儿 我也是刚刚听说 这事儿怎么办呢 您早到办公室回报吧 齐振强又躺了回去 但是再也睡不着了 一切都在 业如瓶的算计中 贷款的事儿顺利到位 十个亿的贷款 还从来没有这么顺利过 有了这十个亿的贷款 原始地产就可以撑过去 这段最困难的时期 丁长生没找朗军之呢 朗军之倒是先找上了他 丁长生当然不会认为 是自己和林涛的事情败露了 林涛不会说 这事儿就没有暴露的可能性 这么急急火火的找我 什么事儿 不会是专门为了喝茶吧 丁长生看看周围的环境 齐王府好像是没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翁蓝一出逃 好像并没有影响到这里的经营 依然是高峰满座 人来人往 没事儿就不能请你吃那饭了 朗军之一边说着 一边叫来了服务员点餐 丁长生来这里好几次 这里的大唐经理都认识他 对他笑笑说 丁先生又来捧茶 谢谢光临 你们老板呢 没来吗今天 丁长生问道 大唐经理面不改色的点点头说 出差了 得过几天才能回来了 你要是联系他 可以给他打电话 或者是发信息 打了电话 关机 发信息也不回 不知道搞什么鬼 丁长生不满的说 那我帮你联系他吧 看看能不能联系的事 大唐经理说 点完了餐 朗军之看向丁长生问 翁兰一出事了 嗯 跑了 不知所踪 也不知道是出国了 还是被抓了 反正现在联系不少 估计他这里的员工现在 还不知道这事呢 不然的话 这位经理不会这么贪然自若的 丁长生说 要是这么说的话 出国的可能性大一些 但是对他已经实施兵控了 正常渠道他出不去 肯定是在想其他办法吧 算了 不说他了 说说你吧 北京之行怎么样 有收获吗 朗军之摇摇头说 哎 不得要领 现在谁也不敢说 应下这事的 都是在北园 凭什么他们都有事 就你没事 说到底 我们找的这些人 根本不敢相信 我老板没问题 到时候推上去一个病人 过不了几天又得死 你说人家凭啥 嗯 这倒是 北园的事情很复杂 一天不水流石出 谁也不敢再插手北园的事 很正常 丁长生说完这话 就不再说话了 两人都沉默了好一会儿 朗军之这才小声的说道 丁哥 你是不是 想一栋别墅啊 丁长生笑笑说道 哈哈 你消息挺灵通啊 这么快就找到我这里了 是 但是也不会是哪一套都可以 那套别墅怎么到了你的命侠 买的时候价格不低吧 你出得起这么高的价格吗 哎 丁哥 你肯定知道 那不是我的别墅 我只是替人挂个名而已 我要是有那么多的钱啊 我还会干这个秘书吗 没日没夜的伺候领导 对不对 朗军之说道 丁长生摇摇头说 那可不一定啊 说白了吧 那栋别墅是谁的 怎么会在您的命下 我要是拿回来 消付出多大的代价 丁长生的这一转串问题 让朗军之有些发了 他说道 那栋别墅其实是齐市长的 我只是个顶名的 他什么时候要 我就得什么时候给过户出去 我不是所有人 我知道 那个女人是谁啊 丁长生问 是齐市长的一个朋友 具体的我也不好说 你要是想知道更多 就得你自己去调查了 朗军之说 那别墅是从哪来的 丁长生问 是从法院直接过户到我的名下的 至于法院为什么会把这个别墅过户给我 这事我也不知道 我是他的秘书 他怎么说 我还没问太多呢 只是知道 我只替人暂时拥有这个别墅而已 朗军之说 那这么说来 这个别墅也是齐震强参与瓜分 宇文林之家的不动产而已 对吗 丁长生问 这我不知道啊 那你来找我 齐震强知道吗 丁长生问 知道 我是请示了他之后才来找你的 没别的意思 就想问问你 这是怎么办 问我怎么办 那齐市长怎么不直接和我谈呢 丁长生问道 没问题啊 齐市长很累和你谈 他是怕你不和他谈这事 所以啊 才让我来的 你们这想谈的话 那就太好了 我可以置身失败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谈 朗军之问道 丁长生不想和朗军之在这里多废话 所以吃了饭 直接跟着朗军之 就去着市政府找齐震强 既然齐震强想谈 那这事就好办多了 茶茶 坐吧 喝茶还是喝咖啡 咖啡吧 我怕待会儿困了 和齐市长就谈不成了 丁长生说道 齐震强笑隐隐地看向朗军之 示意他倒咖啡 三人坐下来之后 齐震强先说话了 那种别墅的事 军之和我说了 我当时就说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先问问你 你打算怎么办吧 还是想听听我的下班 那齐市长 你先说吧 丁长生乐得后面再说 很简单 当时省里这些主要的干部 见者有份 何家胜和我谈过 我不想要这个东西 但是车下和给我的压力很大 我不得已把这种别墅接了过来 为什么没要钱呢 因为钱的事不好说 但是别墅就在那里 也飞不了 当时就挂在军制的名下了 现在既然主人回来了 那个案子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啊 我也不会等到什么案子 翻过来再说 你告诉尹文宁之 别墅随时可以过户 这事军之会协助你办理 你看这么处理怎么样了 齐震强问道 不得不说 齐震强还是很有手腕的 这么轻描淡写的 就把事情给解决了 当时丁长生还想着 花几千万买回来 但是齐震强是个聪明人 现在被原风雨飘摇 既然车家和和何家胜都出了问题 那么之后出问题的人还会很多 自己要是不把这个别墅交出去 势必会给自己带来杀身直祸 所以舍财不舍命 这才是聪明人正确的选择 陈焕强的突然死亡 让很多人都震惊不已 首先就是陈焕山 他前天见陈焕强的时候 他还好好的 恢复的挺好 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只是需要按时例行检查 打针 那就可以了 用的药也是最好的 所以怎么会呢 另外一个非常震惊的 就是许一剑 他和陈焕强搭档很长时间了 可以说两人配合的非常默契 一个官场 一个商场 两人没少一起发财 还有事件吗 医生是怎么说的 许一剑问陈焕山道 医生说没抢救我来 主要是因为心梗发作的太快 送到医院的时候 大面积心梗无法制止了 所以也没任何的希望抢救我来 但是他的心脏 一直都是不错的 虽然这次受伤了 但是也不至于这么快 就会心梗去世啊 陈焕山说道 会不会是被人暗算了 一旁的许建生说 他心里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这事没法说 因为这事要是说出来 自己怎么解释 都解释不清楚 自己也就摘不出来呢 被人暗算 会以这种方式吗 陈焕山问道 国外有一种药 是一种开发治疗心脏病的副产品 毒副作用极大 但是却最为一种毒药保留下来了 只要进入人体四五个小时左右 都会发生心梗而死 有的时候根本发现不了病因 这种药叫做DKHY 我也是听说 具体的我不太清楚 徐建生说道 你从哪知道这些的 要是解剖的话能查出来吗 陈焕山皱眉问道 徐建生摇摇头说 我不知道 我也是听说 没有证据可以证实这些事 没有证据就不要瞎说 许一剑有些恼火的说道 陈焕山再次看向他弟弟的遗体 但是最后还是同意做了尸检 请了国内最优秀的解剖专家 就是为了证实到底是怎么死的 是身体的原因还是有外力因素 你觉得这事和丁长生有关系吗 许一剑问道 陈焕山阴沉的脸毫无血色 他说 要是没关系才怪的 实不相瞒 从陈开春时我就怀疑 这些事都和他有紧密的关系 他委托陈开春找过国外的杀手 就是为了来除掉丁长生 但是现在丁长生活得好好的 陈开春我弟弟都死了 你说这里面没关系 怎么可能呢 这事你们可没和我说 我们两家这么深的交情 这事不该瞒着我吧 许一剑有些不满的说 陈焕山说 焕强没和你说去过这事吗 看到陈焕山惊讶的表情 许一剑还以为 这事真的出在陈焕强的身上 的确 陈焕强从来没说过这些事 但是陈焕强现在死了 怎么也不能再怪到他的头上 老许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你得帮我 现在该做的事 都做的差不多了 丁长生存在的价值没有了吧 不管我弟弟是不是真的是他做的 我都要他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这件事不能再出意外了 我觉得下一步 就是你我这样的人了 你也看到了 心机梗死 这样的病死了 实在是太能掩人耳目 就算是像你我这样的人死了 谁又能说出什么来呢 顶多就是得一个老母的称号吧 陈焕山阴测测的说 嗯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会调查一下这事 尽快做的 你放心 他一定不会动你 怎么说 你也是党的高级干部 许一剑说道 陈焕山摇摇头 离开了 看着他的背影 许一剑看向许剑声问 这件事你知道多少 给我一一说清楚了 你要是不说清楚这些事 就我滚回英国去 再也不要回来 面对许玉剑的震怒 许剑声当然不敢再隐瞒下去 这个市场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大 截止到现在 他们在国内一共接了三十多单生意 包括事后勒索的资金 总数加起来超过三亿美金 比你的大集团公司收入都高得多吧 许剑声说道 那得知不知道 一旦被人发现 竟死无葬身之地 你以为那些委托你们的人都是擅长吗 许一剑问道 当然知道 陈奥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委托人 可惜的是 这次的目标是丁长生 美女杀手成了美女情人 据说现在和丁长生双足双飞 惬意的很 就连最厉害的杀手去找他们都捧了钉子 现在还在休养呢 可见丁长生这笔生意 还是很难做的 许剑声说道 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吴雨晨知道 他现在先替陈开孙 做联络人 到目前为止还没什么成绩 杀手组织里对他非常的不满意 但是他很喜欢做 而且他家里的背景很好 很容易得到别人的信任 许剑声说道 许一剑点点头说 你要搞清楚 这件事你不能直接参与 必须是和你没有一点关系 吴雨晨要做 就让他去做好了 但是你不能 你是要继承家业的 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 你不要把自己毁在这个上面了 明白吗 第九百一十六集 好 我明白 所以都是让吴雨晨去做这些事 他就是我的一名棋子 想什么时候丢 就什么时候丢 不会给我惹麻烦的 这事没人知道 所以丁长生也不会知道 许剑声说道 丁长生也知道 陈焕强的死不会就此罢休的 但是到底还会不会有人来找自己的麻烦 不能指望着别人 还得指望自己 翁兰伊和兰杰一路向西 体验了民族民风 吃了当地的美食 虽然是在逃亡 但是看起来 他们更像是一次很自在的自驾游 前面就要进入新疆了 两个人的感觉要舒服了很多 离出去的路又进了一些 出示一下驾证 行驶证 警察很自然的敲开了车窗说 怎么又查呀 不都已经查过了吗 翁兰伊有些牢骚的说道 进了新疆你就得习惯这里的检查频率 作为最安全的省份 我们这里就这样 警察拿着驾证仔细的对比着 驾证有问题 熄火下车吧 再收一下进步的检查 警察把翁兰伊和兰杰拦了下来 两人虽然心里有鬼 但是也不敢闯下 只能是下了车 他们也想不到 这个时候会在这里被检查到 他们被带到了交警队的一间办公室里 门被从外面锁上了 然后就没人管他们了 任凭他们在里面叫唤 就是没人打理他们 事情却不对劲 翁兰伊最后说道 那些说我们被发现了 兰杰说 我总感觉有些不对 我们的证件没问题 虽然是化名 但是证件都是我托人办的真的证件 不可能有问题 如果要是真的有问题 就是本员那边出问题了 但是我早上和本员联系的时候 一切正常 丁厂生还去了店里吃饭 怎么会呢 翁兰伊自言自语道 要不然就是我们的手机出了问题 现在的手段非常先进 我们只要是还在用的手机 那些APP都会记录我们的位置 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真的被发现了 兰杰有些泄气的说 没事 别害怕 并来讲当 谁来吐厌 我就不信了 他们还能有这么大的能力 手真的能伸这么长吗 翁兰伊有些不信 北渊现在乱成了一锅粥了 谁还能有功夫搭理他呢 但是有一句话很有道理 不管你是谁 总有人惦记着你 现在虽然北渊乱得很 人心惶惶 可是丁长生一直都在惦记着翁兰伊 所以别人可能没功夫搭理这件事 但是丁长生一直都惦记着他呢 门开了 进来一个穿警服的人 看上去比较疲惫 但是很明显 他看到翁兰伊和兰杰的时候 眼睛里有一种兴奋的感觉 两位 车开得不错 这才几天的工作 就从北渊开到这儿来 累坏了吧 刘振东笑眯眯地问道 开始的时候 翁兰伊的心里还有一丝侥幸 可是这个时候 他的心才逐渐地往下沉 从对方说出来的话 翁兰伊就感觉到 这个人是真的冲着自己来的 再看看这周围 想要脱身 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你是谁 我认识你吗 翁兰伊问道 刘振东笑了笑说 哼 你不认识我不要紧 认识丁长生就行了 是他让我来接你们回去的 委员的很多事都没处理完呢 你们就这么走了 太不负责任了 等到回去把事情都处理完了 再走不迟啊 翁兰伊一下子就被奇笑了 看着对方眼泪都下来了 好一会儿才说到 我能和他打个电话说句话吗 回去说也是一样 不 我现在就和他说 这个混蛋 我难得对不起他了 他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 翁兰伊气的呜呜地哭了些来 刘振东无奈 要是不让他打这个电话 他也不会配合回去 路上再闹出其他的什么事来 到时候不好交代 哎 是我 人找到了 情绪有点失控 要和你通话 你现在有时间吗 刘振东给丁长生打了个电话问 有时间 人没事吧 都好 好 精神状态很好 就是有些情绪问题 你和他说几句 我把人带回来就要是完事了 刘振东把手机递给了孟兰伊 他没有离开 就在那里站着 看着他给丁长生打电话 哎 真的是你吗 翁兰伊带着哭腔问道 是我 有什么事活着再说 不要再干啥事 你爸想你了 我在你爸这呢 老爷子自从你走了之后就病了 现在在输液 情况不是很好 你不回来 怕是连他最后一面也见不到的 你是真的不想见他最后一面了 也要执意走吗 那样的话我也不会拦着你 他现在正在睡觉 昏过去了 丁长生说道 为什么 我走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呢 孟兰伊一听是他爸爸出了问题 立刻着急的问道 主要还是心理问题吧 雷元现在发生的事 哪件事和他没关系 心里压力大 其实压力大有什么呀 最坏也就是被抓起来 怕是想不开了 你怎么打算的 回来还是不回来 丁长生问 我回去 你以前说的话还算数吗 翁兰伊不得不回去 丁长生算准了他的小心思 所以拿他爸说事 什么话 丁长生问 我配合你做了很多事 你保证我没事的 现在还算数吗 翁兰伊问 算数不算数 看你的态度了 翁兰伊 我从来没有骗过你吧 但是你骗了我好几次 你说我是不是该很伤心呢 丁长生问道 骗你是我不对 你只要是保证我没事 我就不再骗你 你要我做什么 我都会配合你 翁兰伊说 好 你先回来吧 回来再说 丁长生说完 就挂了电话 凌春小看看 对面坐着的丁长生说 我发现你骗你人 还真是一套一套的 你怎么就知道 他一定会回来呢 翁兰伊其实还是不错的 只不过身处不同的位置 想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 其实还不都是为了自己吗 他也不想走 只是后来 不得不走了 这次呢 我也会被他给卖了 大家扯平了吗 我要是不拦着他 过不了几天 他就能出国了 到那个时候 再想把人捞回来 难咯 丁长生说 你的意思是 你这是为国家做贡献了呗 凌春小笑笑问 是啊 真是为国家做贡献了 哦对了 你有时间去原始地产 视察一下 现在原始地产的处境 还不是很好 主要还是 何家省的银威 还没有消除 估计他的事定下来之后 中北省就要忙着 消除何家省车家河的余毒 那个时候 原始地产的处境 会好一些 丁长生说道 我去市场没问题 但是我可要警告你啊 和这些商人 不要走得太近了 走得太近了 就是没事 也会被人诟病的 到时候 你很难拆清的 商业就是商业 我们是政府 可以支持商业发展 但是不能什么都帮他们 那样的话 会被人盯上的 林春晓说道 嗯 我知道 你说这话 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丁长生问道 是啊 我就是听说了一些事 才警告你的 林春晓毫不避讳地说道 什么事啊 丁长生点了支烟问 我来北园 这才多长时间呢 可是耳朵里听到 你和宇文家的消息 可是不少了 而且外面说这些事 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 还说你是为了 宇文家的案子复仇的 现在好了 复仇的目的达到了 何家圣和车家和 都被清散 特别出逃 剩下的人也会被三账 北园的盖子被你揭开了 有这回事吧 林春晓问道 不能说不是 也不能说全是 这里面是有些问题 但是也不全都是这些事 说的不是很全 丁长生点点头说道 那你和宇文灵芝 是怎么回事啊 真是有一腿吗 林春晓问道 丁长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却说了另外一个问题 在你来之前 外面也有人传说 我和你有一腿 你怎么看这事啊 你 所以嘛 很多事没法解释 就不要解释了 传言嘛 传得多了 也就没什么好听话样了 如此而已 丁长生说道 那就是说 你和宇文灵芝 真的有问题了 可是我听说 宇文灵芝家的案子 没这么简单 你可做好准备 林春晓说道 我知道 所以我也没说什么 慢慢来吧 不计在这一时 倒是你该打算一下了 新来的省委书记是谁 怎么应付吧 中华刚刚上任省长 省委书记是不可能的 这么一来 新的省委书记 要么是空降 要么是本土选拔 现在省里有资格 上位的还有谁啊 鉴于省里的腐败情况 上位恐怕不敢在省里 本土选拔了吧 丁长生说 可能吧 但是省里也不会老实的 省委副书记陈文科 早就开始在京城里活动了 至于活动的结果如何 还不知道呢 林春晓说 他 丁长生摇摇头说道 这个人和何家省的关系 不是很好 是个老花头 要是真的是他的话 中华和你的日子 还好过一些 不然的话 来一个强势的省委书记 你这个副省长 在中间夹着就难受了 丁长生说 丁长生还在和林春晓 探讨省里的政治方向 手机忽然响了 一看号码 虽然自己存着这个号码 但是这个号码 从来都没给自己打过电话 喂 什么事啊 丁长生问道 刚刚医院里送来一个病人 我听急诊说的 好像是以前的老省长 叫翁长前的 囤入了大量的安眠药 正在抢救 我觉得这事应该告诉你 秦丽山在电话里小声的说 谢谢 我知道了 谢谢你 丁长生说完就挂了电话 呼的一下站了起来 怎么了 说什么事了 林春晓问道 丁长生扎巴了一下嘴说 你说 我这嘴是不是有问题啊 我刚刚给孟兰一通电话时 说他老爸没几天活了 这不 我医院的一个朋友来电话说 我们张全正在急救室抢救呢 吞入大量的安眠药 这明摆着是自杀 啊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 林春晓也吃惊的站了起来 说的是呢 现在只要是一出事 当官的都想各种办法去死 死了就完事了 一死百了 保护一批同僚 也保护了自己的家人 留下一笔财富 供子孙挥霍几辈子 要是不死 就得把同僚供存 可谓是人才两空 家人还会很恨他们 恨他们不死 丁长生叹口气说 我们得去医院看看情况吧 林春晓说 丁长生没有开车 直接和林春晓一起坐车去了医院 但是很遗憾 丁长生和林春晓到了的时候 抢救已经结束了 这位是林生长 谁是这里的负责人 抢救情况怎么样了 丁长生一进门就问道 对不起林生长 人送来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我们还是问到程序抢救 但是很遗憾 人们就回来 一个是发现得太晚了 二呢是吃得太多了 医生说道 丁长生低声地 我对林春晓说 这是应该及时和中华沟通一下吧 把翁长泉相关的人员也要控制一下 等着纪委和公安局来调查 林春晓点点头 出去打电话了 丁长生走到了翁长泉的遗体前 掀开了蒙着头的白布 翁长泉睡得很安强 好像是梦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嘴角都是带着微笑的 丁长生心想 你是舒服了 翁兰一回来怎么办 看到你这副德行 估计又要骂我不守信用了 丁长生出来的时候 林春晓已经打完了电话 脸色不是很好 怎么样 丁长生问道 没什么 都说清楚了 很烦到这种地方来 让人感觉不舒服 丁长生说 嗯 那走吧 我刚刚看了眼翁长泉 我和他见过几次面 这一次估计是最后一次了 这个老头是个有智慧的人 老奸巨华 可是他再老奸巨华 也想不到我把他女儿又叫回来了 估计要是有鬼的话 非得把我撕都不可 丁长生说道 行了 别说了 怪甚人的 林春晓抖动了一下肩膀 打了个寒颤说 他把一切都算起好了 但是唯独我这里他没算起好 我在北园 得罪的人多了去了 我觉得至少不少一半人 想把我弄死 我揭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盖子 但是有些人还是不高兴 真的是很让人心寒 丁长生说道 你说他是谁啊 林春晓问 没谁 不说了 前面后面下来 我去问的是 丁长生说 丁长生下了车 去了超市 杂七杂八的买了不少东西 然后下了地下车库 叫了滴滴打车 直接把自己接了出去 然后给安迪发了信息 问他位置在哪 拐了不少的弯道 这才见到了这个外国妞 我以为你会把我抛弃了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 就是过河拆桥呗 安迪见到丁长生后 第一句话就是这么说 错了 你的中温水平还是不行了 这不叫过河柴桥 这叫谢莫杀驴 丁长生说道 什么什么 谢莫杀驴 谁是莫 谁是驴 安迪一脸懵逼的问道 翁兰一和兰姐被带回来之后 丁长生去见了他们 这几天没见 两人瘦了不少 看来精神不太好 看来自驾游也不是很好玩 风筝扑扑的 看起来瘦了不少 丁长生开玩笑的说道 翁兰一的脸色有些僵硬 他最后还是没逃出 丁长生的手掌心 他问 我可以先见见我爸吗 你可以陪我去 我不会再跑了 丁长生说 我当然要陪你去 估计你见了你爸之后 还会再跑的 所以我不跟着你 我是不放心的 至于他 先送到发售所吧 我没时间盯着他 他说的是拦截 但是被翁兰一制止了 他说道 不会的 我只要是不跑 他就不会跑 怎么不去家里 去医院干嘛 翁兰一问道 你爸现在在医院里 丁长生说 病得很厉害吗 翁兰一问道 到了你就知道了 丁长生不懂声色的说 但是到了医院之后 翁兰一愈发的感觉到 有些不对交 因为他们要去的地方 看起来不像是病房 而他的猜测得到了验证 最后 丁长生带他去的地方 是太平间 翁兰一没敢进去 伸手抓住丁长生的胳膊问 你这是在骗我 还是吓唬我 进去吧 我少了关系 才能让你见到最后一面 不要耽误太长时间了 丁长生说完 拉着翁兰一进了太平间 翁兰一没想到 自己来见父亲最后一面 是在这种地了 更想不到 自己才走了几天 父亲就去世 而且还是这么突然 直到翁长泉的遗体 从兵柜里推出来 他才意识到这是真的 看着脸上冻着白霜的父亲 翁兰一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地上虽然很凉 但是丁长生也没去拉他 兰杰在一旁 用手捂住了嘴 无声的哭泣 丁长生退到一边 刘震东走了过去 怎么回事这是 自杀 俺们要失多了 丁长生面无表情地问道 那我怎么办 现在可以回去了吗 刘震东问 胡住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丁长生问道 暂时看不出来 但是许建生好像并不老实 这几天回北京了 我的人一直在跟着他 他也知道 所以心照不宣而已 只要是在胡州的地界上 他就跑不出我的事业范围 刘震东说 这个我信 但是他们几个的安全 尤其是斯嘉仪 你要多注意了 爱丽亚是个技术人员 她对我们还有用 对他们也有用 但是斯嘉仪作为管理人员 又是爱华高科的实际控制人 她比较碍事 可能会首先成为 对方下手的对象 现在一切 都进入到了正轨了 他们要是想下手 也该下手了吧 丁长生说道 话是这么说 但是我感觉 他们还不管 不过我会注意的 那这里怎么办呢 刘震东挪了挪嘴 事宜这两个女人 自己带回来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 你回去补过手续 把人留在这里吧 丁长生说 丁长生在门外抽了支烟 翁兰一和兰杰一起抽烟 兰杰挽着翁兰一的手 像是在扶着她似的 这位是老爷子 抢救室的负责医生 有什么疑问 可以问他 丁长生指着指一旁的医生说 翁兰一没有直升 丁长生朝医生使了个眼色 医生主动介绍了 当时的情况 丁长生等于是 再听了一次翁长泉抢救室的过程 三人上了车 丁长生开车 翁兰一和兰杰坐在后面 丁长生将他们送回了 翁长泉在北原的住处 他们也只能住在这里 还要为翁长泉料理后事 第九百一十七集 我要没有爸办理后事 回到家里 翁兰一又苦了一场 然后说道 当然 不过现在可能还不行 车家和和何家胜 可能是把你爸的事都给交代了 所以调查组刚刚到了北原 你爸就自杀了 这不是巧合 很可能你爸知道了一些什么消息 这才自杀的 要料理后事 调查组得同意了才行 我的意思是 你不要出面了 我可以帮你问问情况 另外 调查组很可能也会找你了解情况 现在最了解剧情公司的就是你了 毕竟是在当过几天经理嘛 有些事说不知道 那是不可能的 丁长生说道 翁兰一看向丁长生说 你可是答应我了 保证我没事的 是 但是你不相信我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呢 你害我一次次不说 还跑了 我要是不把你追回来 你连你爸最后一面见不到了吧 所以事情总是在发展 你现在要我兑现之前的承诺 那我问你 你现在还有什么可以拿出来 和我做交易的 丁长生不客气地问道 这么说 你是不准备管我的事呢 翁兰一问道 管还是要管的 但是你得拿出点诚意了 让我看看你的诚意 不然的话 我还要再做好一次 我真的不是在威胁你 我只是提醒你 我要给你的多得很 光是别人不知道的财富 我都可以和你共享 还有 他没什么错吧 他什么也不知道 你不是喜欢女人吗 他从现在就可以跟着你 做牛做马 你想怎么样都行 这样的交易 你动心吗 翁兰一把兰杰都推了出来 兰杰一点急躁的表情 想说什么 但是却不敢说 只能是咬着嘴唇 恨恨地看着丁长生 丁长生看了看兰杰说 你还是老老实实地 在这里待着听信吧 我会在合适的时候 找人说行 但是也要看你的表现 看你对合家审和车家合 揭露出来多少东西 那才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 你一味地在我这里投机取巧 我看很难办 我一直以为自己聪明 但是我们还是被他骗 这个混蛋 爸爸死了 我们也出不去了 这下怎么办 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代毙吗 丁长生走后 翁兰一有些狂躁地 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他怎么会自杀呢 我一直以为他都是最强大的 不会屈服 我妈以前都是这么说他的 但是现在他居然自杀了 我真是有些不相信 兰杰坐在沙发上 自言自语道 现在说这些都是没用的 我们还是要走 要逃出去 虽然这一次比上一次更加难 但我们还是要试一试 孟兰一说道 丁长生去别墅 见了宇文灵芝 那个女人搬走了 当时的装修一点都没变 因为这栋别墅的装修 在现在看来都是极其奢华的 宇文灵芝也说过 别墅的装修 比别墅本身的价值都高 丁先生 晚上留在这里吃饭吧 这是他回来的第一顿 在家里的饭 我请一些朋友过来 到时候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严培公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说 虽然还不是庆祝的时候 但是可以聚一下 提提人劲 宇文家也该有点人气了 说的是啊 这一走就是十多年 还能回来 的确是个不容易啊 我先去忙了 他在楼上 严培公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 因为刚刚接手过来 所以这里的人还不是很多 宇文灵芝当大家闺秀习惯了 没人伺候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人还要继续的 慢慢选合适的 丁长生上了楼 在主卧室的衣帽间里 找到了他 站在穿衣镜前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都没留意到丁长生进来了 别照了 再照也是这么美 我能想到以前的你 也是在这里穿衣服 试衣服 然后出去参加各种宴会酒会的 从现在开始 那样的生活又开始了 丁长生说道 宇文灵芝惊喜地看向丁长生 走了过去 一下子抱住丁长生的腰 将脸贴在丁长生的脸颊上说 这十多年了 我做梦都想回到这个地方 没想到 现在终于实现了 谢谢你 嗨 可惜了 和我说这些话有什么意义 哦对了 今晚我也叫一个朋友来 你不会介意吧 丁长生说 不会 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我怎么会介意呢 谁呀 我认识吗 丁长生神秘地笑笑说 认识 你们以前可是老朋友了 怎么会不认识呢 谁呀 宇文灵芝一愣问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丁长生说 别墅里张灯结彩 看来严培宫是要大办一场了 这事在宣告 宇文家的人还没死绝 又回来了 又重新回到了这个 有象征意义的老宅了 这去哪啊 你让我去哪 打个电话来 我过去不就是了吗 你还亲自来接我 翁兰姨有些不自然地说道 丁长生笑笑说 我怕你找不到地方 毕竟这个地方 你也十多年没去过了吧 翁兰姨一争 他跑了几天 回来又被送回了老宅 所以外面的事 还没机会了解 可是当丁长生 把车开进了 那个别墅区的时候 翁兰姨的心还是狂跳 这里他来过 不止一次地来过 现在又来了 但是过去的事恍如隔世 真是造化弄人 刚刚想问他为什么来这里是 别式的路边停着的车越来越多 从车辆的豪华程度就可以看出来 来参加宴会的人档次非常高 下车吧 这里又不是没来过 丁长生说 下了车 翁兰姨本想挽住丁长生的胳膊 但是丁长生的手呢 却做了一个后背的姿势 要是他再挽他的胳膊 就显得有些做作了 于是跟在丁长生的身后 一步步向里走 来的这些人 有的还是自己认识的 但是这些人 却再也没人和他打招呼 平时那些见了他 恨不得苍蝇见了肉屎的热情 早已经不在 这就是人情世故 是不是很有感触啊 丁长生问道 虽然穿了不少 但是翁兰姨已经感受到了 彻骨的寒衣 丁长生没带着他在楼下寒暄 因为宇文灵芝不在楼下 在楼上的会客室里 宇文灵芝正在和叶家姐妹聊天 他在叶家的酒店里住了几晚 相处的和一家人似的 当然了 这主要是丁长生的原因 因为丁长生是他们连接起来的纽带 没有丁长生这颗扣子 他们是连接不起来的 当宇文灵芝看到了丁长生 以及他带来的女人时 宇文灵芝的脸色变了变 但还是很镇定的 站起来说 你跑哪儿去了 刚刚老爷到时候找你 找我有什么事吗 丁长生问道 王主席来了 他们现在书房谈事呢 你去就过去吧 这里我来应付 宇文灵芝说道 丁长生看看翁兰伊 再看看宇文灵芝说 这不用我介绍了吧 你们慢慢聊 我先去见个人 宇文灵芝和翁兰伊都点点头 等到丁长生走了 宇文灵芝这才说道 别来无恙吧 我也是刚刚听说了你父亲的事 要是需要帮忙的话就说话 毕竟你男人不在家 这样的事还是需要人帮忙的 谢谢 你也没什么变化 倒是变得越来越有味道了 女人的味道 翁兰伊甘涩地笑笑说 这里对她来说是客场 而且自己在心理上都不占优势 做起事情来难免是畏手畏脚 所以无论宇文灵芝怎么说 她都感觉到心里不舒服 走吧 去我房间谈 宇文灵芝说完 回头和叶家姐妹说了句话 带着翁兰伊去了自己的卧室 关上门之后 外面的喧嚣 就彻底地关在了外面 这里你也睡过 一点都没变化 感觉还熟悉吧 宇文灵芝的脸色 从进了房间就没好看过 宇文灵芝 当年的事 我对不起你 所谓十年何同 十年何惜 你打人不及小人过 就不要和我一般见识了 和你掌声说说 把我放了吧 我会感激一辈子的 翁兰伊惨兮兮地哀求道 宇文灵芝摇摇头说 我从来不管她的事 这事你求我没用 虽然当年 我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但是你不是那种记仇的人 对吧 翁兰伊问道 什么 因为你的告密 我和女儿不得不剁起 东落西藏的日子 这十多年 你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过的是什么日子 你心里没数吗 宇文灵芝淡淡地问道 翁兰伊一时语色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宇文灵芝接着说道 还有 你刚刚说错了 我是个记仇的人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在想着 复仇成功的时刻 是怎么样的 何家设和车家和 都敢下地狱 还有你爸 我还想过几天 去看看他呢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死了 还真是有自知之明呢 如果宇文灵芝说的是 其他的事 翁兰伊也许不会说其他的 但是自己父亲刚刚去世 此刻他却说 自己的父亲该死 翁兰伊一下子就活了 好 我等你 你不是要复仇吗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还怕你复仇 还有 我警告你 你说我什么都无所谓 但是你要是再说我爸一次 我和你没完 翁兰伊说道 是吗 没完又能怎么样 那个老混蛋就是死得太快了 要是再慢一点 我一定会吐他一脸的口水 宇文灵芝说道 翁兰伊不管这里是宇文灵芝的家 文言上前就要和宇文灵芝私 但是这个时候丁长生进来了 这时候干嘛 打架吗 丁长生冷着脸问 啊 没事 你忙完了 宇文灵芝笑笑问 没有 刚刚出来叫你有点事 没找到你 燕文秋说你来这儿了 你们怎么回事 我怎么看着还想打架 你什么意思 丁长生看向翁兰伊问 你问他 他怎么说我都没问题 但是我爸刚刚去世 你就在这里骂他 你觉得合适吗 你觉得你这是有教养的行为吗 翁兰伊指着宇文灵芝问道 丁长生看向宇文灵芝 他从来就没觉得宇文灵芝是那种没有教养的人 一直以来 他都是看起来温文尔雅 不急不躁 大家闺秀的样子 好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急事都和他没有关系 不论别人再怎么急 他都是慢慢的给人安心的感觉 但你怎么不问问你那个老不死的爹干了什么 孟兰伊 我和你是闺蜜吧 你还记得我那次和你一起喝酒吗 在你家里 你和我都喝多了 当然 你是不是喝多了我不知道 但是我半夜醒来的时候 发现我和你爸睡在一起 他趁我喝多了把我强奸 这么多年 这件事我从来没和别人说过 今天你们俩都在这 我要把这事说出来 我告诉你 就是你爸没死 我这次回来也不会放过他 宇文灵芝说这话的时候 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丁长生和翁兰伊都看得出来 要不是恨极了 是万万做不出这种表情的 翁兰伊一下子吓傻了 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的话了 宇文灵芝因为气急 慢慢的歪倒在床上 丁长生赶紧扶着他 差点就要叫医生了 我不希望这件事情有其他人知道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丁长生冷冷地看着翁兰伊问 翁兰伊点点头说 我知道 我明白 你明白就好 还有 齐王府的事你准备怎么处理 丁长生问 翁兰伊一愣 但随即就明白了丁长生的意思 这是要把齐王府要回去了 虽然他心里不情愿 但是事到如今 强倒众人推 自己再不做出点姿态来 看来是过不去几个坎的 你要想我帮你就得聪明点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你心里有数吧 丁长生问 我知道 我明白 明天上午 你让他到店里去吧 我会把手机都准备好 无常转让给他 翁兰伊说道 是转让给他 还是归还给他 这件事搞清楚 翁兰伊 你做的事 你自己心里应该是有数的 不要让我一点点 给你点出来吧 丁长生问 我知道 你放心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 到时候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翁兰伊说 丁长生扶着 宇闻丁芝去了 隔壁的书房 王有良和严培公 正在那里等着喝茶 看到他们两个人进来 都站了起来 怎么了这是 王有良问道 没事 刚刚和翁兰全的女儿 吵了一下 情绪有些激动 我们开始吧 商量一下案子的事 王书记 我原来还想着 这个案子怎么翻 没想到你能带北援 这下案子的事就简单多了 丁长生说道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呢 我看这事还得从长进一 上访和申请再审 一样都不能落下 虽然有阻力 但是我们也要一步步的推进 北京的律师找了吗 王有良问道 啊 找了 是一个对再审案件 很在行的大律师 我们是准备两回之后 就进入到程序里 就像是王书记说的 慢慢推荐 严培公说道 四个人在书房里 秘密商议 宇文家案子的 方案问题 等到宇文灵芝 和严培公出去了 王有良叫住了丁长生 丁长生知道 他肯定有话没说完 于是坐了下来 你有多久 没和李铁钢书记联系了 王有良问道 没多久啊 前段时间我去了北京 还和他见了一面呢 怎么了 他想我了 丁长生开玩笑的 我觉得你该去找找他 态度好一点 他现在对你非常不满 好像关系到你的事不少 我不知道是车家何交代的 还是何家胜交代的 反正和你来北园之后有关系 这件事你不得不早做准备 不小心也是大事啊 王有良说 这些消息你从哪听到的 丁长生问道 以前参加纪委培训的时候 在北京有个同学 现在在中纪委办公室 好像他们掌握你的问题不少 李铁钢也很生气 我估计他生气 不是因为你做了那些事 而是你没对他说实话 他感觉你瞒着他不少事 所以才生气 所以你要态度端正一些 凭你们的交情 我认为这倒不是事 但是你不能不讨回事啊 这里面的道道不用我多说了吧 王有良 语中心肠地说道 从北京见到李铁钢的时候 丁长生就感觉到李铁钢对自己不满 那是因为车家和举报了自己 李铁钢要丁长生到北京和车家和对质 虽然自己巧舌如簧地对不过去了 他们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做了那些事 但是李铁钢肯定是对他有意见的 也猜到那些事丁长生一定是做了的 只是做的比较隐秘而已 别人没有留下证据 一句话 反侦察能力强 可是李铁钢对丁长生不满 是慢慢积累的 显而易见的是 随着北原的案子渐渐推进 会有更多的事和丁长生扯上关系 丁长生揭开了盖子 把这些人拉下马 这些人肯定是会往死里告丁长生 再加上丁长生的确是有些事做得不干净 这就免不了被查 王有良的这番话 让丁长生感觉到了危机 但是做过的事情就是做过的 再也没可能返回去重新做一遍 就在王有良和丁长生谈这些事的时候 调查组的人突袭了翁长泉的家 目标当然是翁兰一 所以当丁长生送翁兰一回去之后 刚刚离开 调查组的人就把翁兰一带走了 但是丁长生却没有发现这一幕 他还是第二天早晨从兰杰那里得知的这个消息 因为兰杰这个人从未上调查组的名单 甚至是他们还以为兰杰就是一个庸人 根本没有在意这个人 兰杰躲过这一劫之后 立刻从翁兰一家逃走了 但是走投无路 到最后还是响起了丁长生 因为他想救翁兰一出了 只能是祈求丁长生 第918集 什么时候的事 丁长生问道 昨天晚上 你刚刚从他回来 调查组的人就来了 没带我走 但是我也没敢在家里来 在街上转了一晚上 我想到也许只有你肯救他的 在去西北的路上 他和我说了不少你们之间的事 你要是不肯救他 他会把你的事都抖出来 到时候谁也跑不了 兰杰说道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丁长生问 我不是在威胁你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他在里面的时间长了 你再没什么动作 他会不把你供出来吗 兰杰问道 行了我知道了 你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吧 等到他出来了 我会给你发信息的 不要再露面了 有渡员滚渡员吧 丁长生不耐烦的说道 兰杰恨恨的看了丁长生一眼 转身离去 丁长生没想到 调查组的动作这么快 要是别人还好说 但是翁蓝一是这个女人 丁长生是真的信不过的 所以兰杰的这番警示 也是威胁 万一自己真的不采取 什么动作的话 翁蓝一会真的 把自己供出来 自己和他 虽然没有经济关系 但是男女关系 总是让人难以解释的吧 找你了吗 林春小听完 丁长生的话问 还没呢 但是我估计他撑不住 很快就会把我供出来 丁长生说道 林春小指着丁长生说 你呀你呀 我看你早晚都会宰在女人身上 这事咋整啊 你要是不闹起乱七八糟的事 他就是说了 你不承认不就完了吗 但是现在你搞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怎么否认呢 怎么着 还能见证笔记啊 丁长生不屑地问道 你别不打回事 这事他们要是认真起来 你还支持男脱身 毕竟翁蓝一也不是普通人 那是前常务副生长的老婆 你都搞了你活腻为了 林春小不满地说道 那我现在咋办呢 丁长生问 那你就彻底不认账吧 无论他说了什么 你都否认就是了 还要找到不利于他的事情 你想想都有什么呢 你知道他什么事 到时候反过来栽过去 不就完了吗 林春小说 你知道新来的纪委书记是谁吗 丁长生换了个话题问 谁啊 林春小问 昨晚我和王有良一起喝酒 卡托罗说 上面有意让他回来 他也同意了 看出来什么了吗 丁长生问 林春小摇摇头说 他回来也好 至少对你是有利的吧 不但但是对我有利 当年王有良是怎么走的 是被现在的领导班子寄走的 不走不行 这次他回来担任纪委书记 而且现在盖子揭开了 王有良肯定会对中卫省的领导层血洗 大领导都挂了 剩下的那些人 还有谁能逃脱啊 丁长生说 这也是上面看着他的原因所在 他的作用就是 对旧的领导班子血洗 等着吧 好戏在后面呢 丁长生说道 丁长生的估计一点没错 翁兰一别说是扛过48个小时了 就连12个小时都没扛过去 就把丁长生供出来了 丁长生是接到调查组的电话 自己去的军区招待所报到的 接待他的仍然是上次调查组的组长 王荣霍 丁长生见了他笑的 我以为新的调查组来的呢 怎么也得换个人呢 怎么还是你啊 王荣霍说 我对这里熟悉 所以还是我 请吧 有些事想找你核实一下 什么事啊 丁长生虽然做好了准备 但是依然要装疯卖傻刀 走吧 进去说 王荣霍说 房间里的摆设很简单 一组单人沙发 一组三人沙发 丁长生被请到了单人沙发上坐下 中间隔着一张茶戟 丁长生环顾着一下这里的陈设 在屋角的位置看到了监控摄像头 于是态度收敛了很多 说不定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李铁钢 正在看着自己呢 我们开始吧 你认识慕兰一吗 王荣霍美之声 只是在一旁坐着看手机 问话的是另外的工作人员 认识 那你们是什么关系 一般朋友关系 丁长生说 丁长生说完这些 问询人员抬头看了一眼丁长生 提醒他 你要不要再好好想想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一般朋友关系不用考虑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也知道他怎么说的 对于我做过的事 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 但是对于这些事 最好是有证据 丁长生说 证据 会有的 问询人员淡淡地说道 你和翁兰一昨晚去了哪里 问询人员继续问道 去参加了一个酒宴 晚上我送他回来的 剩下的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丁长生说 这个我们知道 我问你的是 你们去的地方是哪里 是一栋别墅 主人叫宇文灵芝 在家里办酒会 翁兰一和他也是朋友 所以我们一起去的 丁长生说 那你和这个宇文灵芝 是什么关系 问询人问话的时候 王荣霍抬起头 看下了丁长生 那意思也是在等着他的解释 丁长生点点头说 叫我来是因为翁兰一呢 还是因为宇文灵芝呢 要是因为翁兰一 我只需要回答 和翁兰一有关的事情 就行了吧 和宇文灵芝有关系的事情 我有钱不回答吗 这话说出来 让在座的人都为之已惊 他们这才意识到 丁长生真是不好对付 到现在为止 他们提出的问题 丁长生一句都没承认 也没有认可 这让他们感觉到 很没面子 这个问题必须回答 因为有人想要知道 王荣厚说完 抬头看了一眼说 丁长生笑笑 抬起头来看着墙角的摄像头问 如果宇文灵芝涉案 把他抓了 我再回答和宇文灵芝有关的事情 现在的问题是宇文灵芝没有涉案 叫我来 问点有技术含量的问题 别动一囊头吸一棒水的好吧 丁长生猜得不错 摄像头的确是正在千里传输 李铁钢正在北京的电脑上 看着这边审闻的情况 事关宇文灵芝和翁南一的事情 他们之前虽然有所掌握 但是在翁南一被抓之前 从来没有这么详细过 翁南一到案之后 交代的事情远超预期 基本是把北原的事情捋顺了 再加上车家和与何家胜交代的问题 可以说中纪委这一次是大获全胜 基本把北原的腐败根子连根拔切了 可是牵扯出来了一个宇文家的案子 这个案子的后半段 全城都有一个人的身影 在运作这件事情 那就是丁长生 事关丁长生和宇文灵芝的关系 外界传的扑朔迷离 有说丁长生和宇文灵芝是情人关系的 有说丁长生和宇文灵芝的女儿 才是情人关系的 反正是说什么的都有 这也是纪委想要知道的 而且丁长生在宇文家的案子里 到底拿了多少好处 这些好处现在何处 这都是需要查清楚的 问你什么问题 你最好是老实回答 不然的话等我们查清楚了 你也不好交代 王荣霍说 丁长生笑的笑说道 那就等你们查清楚吧 拿着证据来找我 我认 让我自证其罪 我现在还没有这个道德修养 再说了 我没做过的事 干嘛要给自己头上扣个屎盆子呢 查商 你要是老实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我们会就事论事 你要是怎么顽抗下去 后面都不好做 汪兰依跑到了新疆 是一个叫刘振东的警察 把他带回来的 为什么带回来就算完了呢 刘振东是冲南省的吧 怎么 汪兰依在冲南省犯了案子了吗 王荣霍问道 丁长生欠了欠身 掏出烟来 递给王荣霍一根 但是往后 王荣霍拒绝了 丁长生自己脸上 一起的问询人 看看王荣霍 王荣霍没有直声 丁长生美美的吸了一口 我和刘振东是多年的朋友 他也曾是我的部下 关系不错 在我觉察到了 摩兰依想要逃出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注意他们的动静 但是我手里没有可用的人 我只能是找到刘振东 刘振东是警察 有警察该有的手段 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不用北援的警察 不报警 不报告北援纪委对吗 那我问你们 如果北援警察队伍和纪委 可以信任 你们躲在军区招待所干嘛 为什么不在外面 找个酒店办案呢 你们敢吗 丁长生捏着烟卷 歪着头 一副欠抽的模样问道 这就是你的理由吗 对 哦对了 我在给刘振东 说这件事的时候 我也告诉他了 这事将来会有麻烦 怎么办 但是这个人 要是逃先出国外 不但引渡要花费 大量的财力 物理人力 还有可能被外国政府勒索 他转移出去的钱 都可能被人家政府 要求对半分 丁长生说道 王荣霍点点头说 嗯 理由很充分 但是你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 就算是条件再不允许 翁蓝一跑了 那也是警察和纪委的事 你这属于私人行为 王组长 你这意思是 我把他弄回来还弄错了 王荣霍一愣 问道 一起回来的 还有个女的叫兰姐 人在哪 丁长生摇摇头 说道 我不知道 我就是知道 也不会告诉你 我现在认清自己的位置了 谢谢你 我现在才知道 我做的一些事 都是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 那我就是不知道 王荣霍倒是没生气 但是千里之外的李铁刚 气得是牙歌痒痒 问话还没结束 王荣霍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看手机 起身出去接电话了 喂 李淑姐 你怎么搞的 直接问他和宇文凌芝 是什么关系 我就不信 没有好处 他会怎么舍身卖命的 为人这方案吗 这里面不论是什么关系 你都给我搞清楚 李铁刚说道 要抓宇文凌芝吗 你抓他干嘛 人家现在是受害者 香港和澳门的报纸 都刊登了这个案子 要是查出过所以然来 我们要被人攻击 没有法治了 李铁刚说道 但是丁长生的话 你也听见了吧 既然宇文凌芝没有舍案 我找他来问宇文凌芝的事情 这件事无论怎么说 都说不过去吗 再审 王楠一 一定要从王楠一的嘴里 掏出来关于丁长生的问题 还有 彻查和原始地产 有关的人和事 王楠一不是说 丁长生和原始地产的关系 也很密切吗 李铁刚问道 哦 对 我这就去查 王荣霍无奈地说道 调查组的效率 比之前高了很多 这也对 以前的时候 何家胜在省里 世事都有掷肘 现在省里的一把手缺位 二把手在北京开会 省里没人再对调查组 指手画脚 所以查起来很快 丁长生再次接到 王荣霍的电话 让他再次去调查组 一趟 说是昨天有些事情 没有核实清楚 今天还要继续核实 我没时间 今天很忙 要见一些人 还有事要办 丁长生直接就怼了回去 你真还是必须要来一趟 不要让我去请你吧 那样的话 对你也没有好处 王荣霍威胁道 丁长生笑笑说 好啊 我现在总算是知道 什么叫拿着鸡毛当零剑 你要是有证据 直接来抓我 你要是没证据呢 就别耽误我的事 我现在很忙 王荣霍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下 他说 之前我来北渊的时候 你帮我不少 所以我这次也是在卖你人情 但是上面的话我不能不听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配合点 他俩都好看 过来一趟吧 丁长生无奈地说 好吧 我待会儿过去 安迪听到了丁长生打电话的内容 他说道 这个人很难缠吗 要不要我去做了他 哎 你可不要胡来啊 我告诉你 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不让你做的事 你要是擅自做了 后果你自己承担 我可不管你 丁长生吓得赶紧说道 安迪点点头 他现在越来越感觉到 丁长生这个人呢 其实还是挺好的 至少没怎么难为自己 而且只要是在一起 他就能体会到 做女人天堂般的感觉 这一点 是他在西方男人身上 都没有体会过的 不得不说 对女人来说 丁长生也是一个有物 在这里等着我 两个小时之后 我还不出来 你就自己先回去吧 待在家里不要乱跑 让林浩遇到你 宰了你 我可不管 丁长生警告道 丁长生到了之后 直接被带到了 昨天呆的那间办公室 一样的布局 但是桌子上 多了一台电脑 开始吧 我很忙 我也知道你们很忙 本人是这么多的大鱼 你们这次要发了 丁长生说道 大鱼小鱼 不是我们说了算 是证据说了算 你昨天不是口口声声 要证据吗 来 看看这次的证据 够不够分量 说完 王荣霍把笔记本电脑 调转了一个方向 这是在播放一段视频 视频里的人 丁长生看了一眼 就明白 今天的话题 没想到你们的动作 还挺快啊 我也是刚刚才找了这个人 今天你们就把人陪来了 丁长生说道 说说吧 这个人不陌生吧 不陌生 也不是很熟悉 只是见过一面 为了原始地产贷款的事 我和原始地产的总会计师 叶文秋 以及行政总裁叶如平 一起去见他们 他当时没答应给贷款 后来我听叶如平说 贷款下来了 特事特办 还很快 我感到这人 还是个干事的人 可惜了 跟车家和和何家盛 有扯不清的关系 这下就难办了 丁长生说道 扯远了 我想知道的是 你和原始地产的关系 是什么关系 王荣霍问道 这事说起来就长了 你们要是有时间 我可以从头开始说 我们有的是时间 不想听故事 只想听事实 好 我说的也不是故事 现编是编不出来 这么精彩的故事的 这话应该是五年之前了吧 丁长生 把自己和原始地产 从头到尾 一直到自己来本源之后 正好遇到何家盛他们 又要顾忌重施 瓜分原始地产的事 都说了一遍 王荣霍等人听得 是目瞪口呆 他们还没掌握到这一步 所以何家盛为了整垮原始地产 从去年开始 原始地产在省内银行 贷不到一分钱 资金链岌岌可危 而且行政总裁叶如平 被车家盒私人关押 超过一个月 这期间遭受了车家盒的 强奸和领主 这一点 一定要找到车家盒核实 在他的罪名上 加上非法拘禁罪和强奸罪 关于这些 你们可以找叶如平核实 丁长生说道 说来说去 感觉你一直都是在建议勇为了 为北原保住了这么大一个企业 是这个意思吧 那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这年头 要是没有点好处 谁会这么拼命的 对吧 王荣霍问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问我到底收了原始地产多少钱 对吗 王荣霍没有知声 这算是默认了 他早就知道 丁长生很有钱 丁长生在这件事情上 收钱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 谁又能嫌钱多呢 我只能说 你们太小看我了 我虽然是跟着一起去的 也和李航长有过交流 但是 这笔贷款 原始地产 是拿土地做了抵押的 据我所知 一切都符合程序 没有任何违规的地方 你们要是以为 我收了什么好处 可以去查 去原始地产也好 去找其他的证据也罢 总之找到了证据 我认 找不到证据 就不要想着让我自己证明自己有罪 我还没这么高的境界 丁长生说道 那昨天的问题呢 我们查过了 翁兰伊度假村的监控视频 以及他家里的小区的视频监控记录 都有你出入他家里的情况 而且一待就是一晚上 这你怎么解释 王荣霍问道 捉贼捉赃 捉奸拿霜 这道理你们比我清楚 既然翁兰伊不希望自己头上扣屎盆子 说我和他友谊推 拿去证据来 我们俩上床的证据 那我就认了 我是一个对女色没有兴趣的人 这大家都知道 在经济上找不到我的问题 又开始在坐火上找我妈了呢 我说 你们能不能有点新的花样 丁长生不满的问道 丁长生这次没走 而是留在了这里 让王荣霍给他开了个房间 住在这 咱来回回大麻烦 既然你们一定要查我 那我就住在这里好了 也方便 什么时候想起什么事来 就来找我就行了 丁长生非常不满的说道 两会很快就结束了 但是仲华没想到 在北京第一个找自己的是李铁钢 不过联系到这段时间 北渊发生的事 他找自己也在情理之中 于是江小辉开车 两人去了李铁钢说的那个地方 第九百一十九集 一家不大的饭店 看起来倒是很清雅 不好意思 约你在这里见面 好的地方我也请不起你 李铁钢说道 李书记怎么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这顿我请 你什么时候去北渊呢 仲华问道 去北渊 不用我去了 重要的人物都在北京了 我还去那干嘛呢 再说了 对他们那几个人 不需要我亲自去 我今天找你来 是想和你说另外一件事情 李铁钢点了几个菜 但是江小辉没在包间里吃 而是自己点了一个菜 在外面大厅里吃的 另外的事 我以为是北渊反腐的问题呢 蒙昌全自杀了 很多事又圆不起来了吧 仲华问道 影响不小 但是车家和和何家省还不知道 所以他们交代的问题方向 不会偏利很多 翁长玄的女儿翁兰一出逃 但是被丁长生弄了回来 现在就在委员交代问题了 不论是翁兰一 还是我们从其他方面了解到的消息 都对一个人不利 所以我想和你交换下意见 李铁钢说道 对谁不理 仲华问 丁长生 翁兰一交代了不少问题 可以说交代的问题触目惊心 也看得出来 他是真想立功 正经来判得轻一些 所以也就交代了不少丁长生的事情 这个婚小子 我这么信任他 但是他呢 借着各种机会玩弄女人 我眼里是揉不得沙子的 这一次一定要给他个教训 李铁钢说道 仲华文言笑了笑说 他的秉性我知道 在女人这个问题上 的确是有些不检点 但是李淑姐 你这是要过河柴桥吗 你看看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但是他做了什么事 你知道吗 要是这些事属实的话 我看开除他的党籍都不为过 他做了那些事 你知道吗 李铁钢问道 仲华摇摇头说 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他在经济上没有问题吧 这话你问到点子上了 几年前的齐凤竹案轰动全国 但是后来 这是被中北省中院和高院 都做了审判 可以说是白纸黑字 但是现在爆出来的消息 那都是何家胜和车家和等人操纵办了假案冤案 离翻案 虽然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这个案子要是翻过来 可是这个案子里也有丁长生 虽然暂时找不到丁长生和这些人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经济利益的勾结 都还不确定 不过要是没有好处的话 谁会这么买力呢 我到现在才知道 丁长生出国后回来的目的 就是要被其捧逐的案子翻案而来的 这也是他积极去北援的原因之一 迪铁钢说道 仲华文言再次摇摇头说 李淑姐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有些误会 丁长生回来到底是不是为了案子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是 这次去北援 是我要求他去的 和别人没关系 仲华 我知道你们的关系 我才和你这么说的 何家胜和车家和 也交代了不少丁长生的问题 女人方面的问题是主要问题 车家和说 他女儿和丁长生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这到底是真是假 李铁钢问道 哎呦我的李书记啊 你也不想想 车家和现在所处的是什么位置 现在是想谁就想谁 丁长生在北援期间 是没少得罪他们的 光是巨型公司这件事 北援不知道有多少人 想丁丁长生的 所以我认为啊 侠不言喻 他就算是有些过错 但是也比那些 师尾素三的人好得多嘛 他的错误 我会找他谈的 问题是 你们认为他有男女关系问题 他自己认吗 仲华问道 他要是认的话 我就不来找你了 仲华 虽然你们的关系不错 但是他现在 要是不吃点苦头 将来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这一点 你要心里有数 丁丁纲说道 好 我知道 你放心吧 我回去就找他谈 谈归谈 但是我已经给中北省省纪委打了招呼了 对他的处分是不会变更的 不但男女关系混乱 而且态度极不老实 在我们掌握了大量的证据的情况下 还不老实 不交代自己的问题 这个态度就过不了关 李铁纲说道 仲华笑笑没有直声 他对李铁纲和纪委还是有些了解的 要是他们真的有丁长生的铁证 这会儿也不会来找自己谈 肯定是直接抓人 或者是直接下制裁命令 所以这么说来 他们没掌握丁长生的铁证 只是一些似有似无的东西 难以确定 好吧 态度问题我也会找他谈的 但是你们要是没有证据的话 要想处罚他心服口服 还是有难度的 仲华说道 这一次不需要他心服口服 只要是体会到我们的苦心就可以了 李铁纲说道 仲华点点头 没有直声 他心想 要是没有确实的证据 丁长生体会你的苦心才怪呢 但是看起来 李铁纲的确是很恼火 主要是他看了王荣霍传来的 关于翁兰依的询问记录 在询问记录里 翁兰依把丁长生和他在一起的很多细节 都仔细的回忆和描绘了 作为一个多年的老纪委 这些记录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还是有这个判断能力的 关于他的处分 包括在齐凤卓案子上的不当行为 以及在原始地产贷款问题上的 托人请找关系 这都是严令禁止的 再有就是态度问题 明明这么多的证据 正是他做的一些事情 但是他却不承认 不交代 态度很不好 这是我对他的看法改变的一个原因 你可以回去 把我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他 没关系 李铁钢很自信地说道 丁长生为纪委做了不少事 这一次为什么不抬抬手呢 仲华问道 犯了事不交代态度不好 又不是他一个人 何必 你这么做会伤了很多人的心的 虽然我知道 你们纪委应该是铁面无私 六亲不认 但咱们这不是老熟人吗 所以我才怎么说的 换了别人 我不会这么说的 仲华说道 李铁钢点点头 看着仲华说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但问题是你别忘了 我这么做也是为他好 我能知道这些事 别人也会知道 我不抢先下手处分他 换了别人 可能还不如我呢 北原那几个人交代出来的事 报告不是我一个人能看到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仲华文言 已经是无话可说的 他也相信李铁钢说的 任何人做过了什么事 不可能了无痕迹 李铁钢抢先对丁长生下手 就是让别人无法再对丁长生 进行第二轮打击 要是自己一个劲的护着丁长生 别人也会拿这些事当借口 对丁长生下手的 那行吧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说吧 怎么处理才能让你们满意呢 降级 双开 还是其他的方式 给我们个底线 仲华提起茶壶 给自己倒了杯茶 里都没离李铁钢面前的茶杯也空了 降级 你们中北省纪委 你出过处理的意见来 李淑姐 被云现在乱成什么样呢 你比我还清楚吧 还有多少人需要去查呢 我回去就得丁长生下手 没时间也没精力 中北省纪委也会是这样的想法 还是不要给我们地方添麻烦了 你说个意见吧 我回去照做就是 既然你都说得这么清楚了 也是为了他好对吧 我相信他会理解的 仲华的语气有些不耐烦 这也是他的胆子 换做其他人 还真不敢对李铁钢来这一套 你看你 一听这话里头啊 就是在这怨气的 我告诉你 无论是你还是丁长生 将来必然会感谢我 那好 你们不说 那我就说我的意见 降级 改为政科级 三年内不能提拔 留党查看一年 以观后效 李铁钢说道 仲华文言 抬头看看李铁钢问 这也太狠了吧 他好容易爬到现在的魏力位 你这一下子 就把他打回十年之前了 这样可不好 他是不干了怎么办 李铁钢叹了口气 他说 哎 不干了也好 就他现在干的那些事 出去了 比在体制内好得多 我这也是实话 回去好好想想吧 仲华感到很无语 但是却也不能再说别的 李铁钢给出来的底线 这也是为了防备别人 再对丁长生 进行第二次打击 回去之后 立刻把这个通知发下去 不要拖延 我不想在他的事情上 再有节外生枝 李铁钢说道 仲华放下筷子问 到底是谁 对丁长生这么有威胁 急于除这后快呢 李铁钢本来不想说 但是面对仲华 考虑到仲华和丁长生的关系 要是这事连仲华都说服不了 那么在执行这个惩戒措施时 无论是仲华还是丁长生 都不能理解自己的苦衷 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 还可能被人利用 导致丁长生恨自己 所以咬咬牙还是说了出来 本来被援的案子 一直都是我在负责 但是昨天有人到了我的办公室 问起了这个案子 还打着上面的旗号 尤其是提到了丁长生 丁长生虽然混 但是也不至于文明全国吧 我问他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个人没说实话 但是含含糊糊简 提到了齐凤主的案子 我又想到了齐凤主的案子里 最新暴露出来的一些细节 才明白了人家是怎么注意到丁长生的 齐凤主的遗孀已经开始上放 最高院最高检 中纪委都收到了 事关他家案子的材料 这个女人也是有能力 香港澳门的一些报纸 开始连篇累读的报道 这个当初案子是如何处理的 以及这里面可能涉及到的腐败 有人不高兴了 李铁钢指的指上面说道 所以那些人是他摸瓜 找到了丁长生 仲华问道 对 在于文明智的背后 他们发现了丁长生的存在 然后把丁长生调查了一遍 我问你 丁长生到底有几个女人 你知道吗 又有多少孩子 你知道吗 李铁钢低声问道 这些事不会是真的吧 我很少关注他的事 但是我知道他老婆是石爱国的女儿 他们现在好像就一个孩子吧 仲华问道 李铁钢摇摇头说 这就是我生气的地方 这小子瞒着我们不少事 我从别人那里听说的可不是这些 女人一大堆 孩子好几个 好像都是在瑞士的一个什么地方 这些要是落实了 我饶不了他 这个不太可能吧 仲华一愣问道 可能不可能 要看证据 别人既然这么说他 那就是在找他的黑材料 要是这些黑材料到手了 我看他怎么为自己变白 还有你告诉他 最好是藏得好一点 如果说的话 别怪我对他不客气 李铁钢说道 看到李铁钢气愤的样子 仲华笑笑说 这些话呀 你还是亲自对他说 比较有威慑力 我就算了 我说了他也不信 我现在不想见他 你就替我打个话吧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做得再巧妙 瞒得再严实 也是有漏事的那一天的 李铁钢说 仲华点点头 理解他的意思 新的省委书记 没有到委之前 一直都是仲华 在主持工作 省委副书记陈文科 虽然跃跃欲试 但是在经历了 几次试探之后 终究是死了心 上面已经决定 不会在中北省 现有的干部中 产生省委书记 因为对这些人 上面已经不信任了 仲华回到委员之后 立刻叫来了林春晓 两人商议了一番之后 又叫来了 新任纪委书记王有良 三人坐在办公室里 讨论的事情 只有一件 那就是对丁长生的 处分问题 看来李书记是真的生气了 丁长生也是 怎么就惹了他 生这么大的气呢 王有良无奈地说道 对于王有良的表态 仲华心里有些个影 从自己掌握的消息来看 王有良和宇文家 关系匪浅 这也是他想不通的地方 不知道上面是什么意思 怎么会有这样的安排 丁长生和王有良 都是和宇文家有关系 但是丁长生被打压得如此厉害 可是王有良 却被调回了中北省 担任纪委书记 到底谁在下这一盘棋 仲华也看不明白了 当然了 这话还没办法问李铁钢 那样的话 就显得自己太为眼光 这一点都看不通吗 这也是他们领导虚伪的地方 本来就是不懂 但是还装作懂了的样子 现实里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因为别人知道的事情 自己不知道 就显得自己很没档次 不管怎么说 我和丁长生的关系 你们都知道 这事我来说吧 或许我来说 更能平息事情 不然的话 这小子知道 没这还要出什么事的 我敢打赌 他敢去北京找李铁钢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吧 仲华说 臭喷太重了 我觉得可以把三年之内 不能提拔去掉 林春祥也说道 算了 你们都别争了 这事还是我去吧 毕竟李铁钢书记也说了嘛 事关原始地产和宇文家的案子 恰好 这两件事我都知道 也很熟悉 我相信 我能说服长生 接受这个处分 我要是说不通 省长你再去 这样也好有个回旋的余地 好不好 王有良倒是光棍 直接把自己和丁长生 所犯错误的原因 和自己扯到一起 这也让仲华觉得 这个人还是很光明磊落的 于是 仲华点点头说 也好 你先去和他谈谈 毕竟这也是你们纪委该出的意见吧 你就说这是李铁钢的意思 把话说透了 别讲不明白 这样 你先讲 他完了无论他怎么说 我都要和他再谈谈 不然的话 我心里也过不去 那好 怎么说定了 我先和他谈谈吧 王有良说 三人商量好之后 王有良就先走了 林春小看向仲华 问道 怎么这么严重啊 他有什么呀 不就是和几个女人 有那点事吗 仲华看看林春小 意味深长地说道 可不是咱咱女人 那么点事啊 李铁钢向我透露的消息 就是因为举个灵之家的案子 上面有人注意到他的 就算是降到了科技 要是他还在体制内 人家罢不罢手还不一定呢 所以这事还得走着瞧 李生长 这事没这么简单 你和他也是老相识了 抽个时间找他谈谈 看看他什么意思 那行吧 我明白了 女人引起的呗 这家伙一天到晚女人不断 活该 林春小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仲华也是污一脸的无奈 接到王有良的电话时 丁长生正在 宇文灵芝的别墅里喝馋 王有良什么也没说 一听丁长生所在的位置 立刻说马上过来 别的什么也没说 一听是王有良要来 宇文灵芝亲自到门口迎接 丁长生为了减少在这里的曝光度 没有到门口去 见王有良进来了 这才起身走了过去 王书记脸色这么长 一定是叶猫子进宅 没什么好事 丁长生一点的微笑 好像对事关他的事还没听说 这也难怪 这事是李铁钢亲自告诉中华的 纪委内部根本没有形成任何的文件 就是这样的处分 也是要中北省纪委下达 是啊 这次真的是没好事 关于你的 王有良说 哎 喝茶 只要不死 总有出头之日 我一直都是信奉这句话 说吧 什么事 对呀 老王 出什么事了 宇文灵芝倒是没有丁长生那么豁达 他看到王有良这脸色 就知道没什么好事 我刚刚从中华省长那里出来 我和林顺小副省长 一起和中华省长的办公室里待到现在 中华省长向我传达了 李铁钢书记的意思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 丁长生和宇文灵芝一直都是沉默不语 王有良喋喋不休的说了一大通 丁长生一开始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剩下的那些废话 无非是对这件事的处理的解释而已 当宇文灵芝听完王有良的话之后 就一边听他接下来的解释 一边看着丁长生的脸色 但是丁长生的脸色一直没变 除了刚刚听到这个消息时 脸色红了一阵之后 也不知道是激动 还是因为那茶喝得多了 总之脸色红了一阵之后 又渐渐的恢复正常 我说完了 你怎么想的 王有良端起那杯已经凉了的茶 喝了一口 皱了一下眉 然后将其放回了茶海 丁长生将杯子的茶倒掉 重新给他倒了新茶 第九百二十集 这是李铁钢的意思 丁长生问道 刚刚开始说的那些 是我附属仲华的话 仲华的话也是附属李书记的话 一字不差 因为怕记不清楚 我还记了笔记 你要不要看看呢 王有良想的 丁长生也笑笑 算了吧 我没这个意思 既然是李铁钢的意思 那就没得说了 我也干不回来 好在我们一直努力的事情 已经有眉目了 剩下的事 也就是怎么把属于宇文家的财富 都追回来 这事省理可以做到 王书记 以后你要多费心了 我知道 现在说你的事 不是案子的事 案子的事 我难道不知道吗 说说吧 你对这个结果什么态度 我还要回去和中华省长汇报呢 王有良说道 丁长生端起茶杯 品了一口说 算了吧 我该做的都做完了 也该歇歇了 本来我在国外就生活得好好的 回来 纯粹就是为了他家的案子 现在方案在急 虽然还有波折 但是北原的改子 再也盖不回去了 这是真的 那我也就没什么作用了 也该走了 你要辞职出国吗 王有良问道 这也是他一直以来最担心的事 很明显的是 中华的意思是 希望自己能挽留住丁长生 要是自己稳不住他 那自己就算是一个失败的说客 此时不走 还得何时啊 现在我在瑞士的家 也被人盯上了 我得出去把他们都料理了 谁要是和我争 我就得让他们知道 和我争 真的是很要命的事 他们现在分散在世界各地 很没有安全感 丁长生看向宇文灵芝说道 宇文灵芝点点头 这些他们 也包括自己的女儿齐竹韵 所以丁长生的担心 他是理解的 可是丁长生好容易回来 就这么走了 他也是满心的愧疚 那些事 我相信你有能力处理好 但是国内的事 就这么算了吗 北原的盖子虽然解开了 但是宇文家的案子 却没翻过来 你要是走了 这个案子希望也不大了 到头来 也就是能毁了点钱财而已 其风竹还是白死啊 王有良说道 不是还有你吗 丁长生问 我 我的作用能有多大呀 你的心里没输吗 王有良有些激动的说道 丁长生看向宇文灵芝 宇文灵芝说 你不用看我 也不用顾及我的感受 你为我做到这一步 早就是超出我的心里一气了 我甚至预计十年之后 可能会出现转机呢 所以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 你要走 我也会跟你走 国内的事 其他人也能做 我没必要守在这里 我还是想守在你的身边 与文灵芝这番话 让王有良有些尴尬 自己是来传达省纪委的意见 是要劝说丁长生 接受这个处理意见 留下来 没想到这里呢 倒是吃了一顿狗粮 其实 李书记这也是为了保护你 省里抢先处理了 别人也就说不出什么来了 而且我个人认为 这个处理结论有些重 但是李铁钢书记坚持要这么做 长生 你好好想想 虽然有些事没有实锤 但是你和宇文家和原始地产 这中间有什么交易 别人只能是去猜了 要是人家把这些事公之于众 你很难解释 对吧 李铁钢书记下手够狠 但是也温馨无愧对你 这话他不止说了一遍 王有良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说 多饭点呢 在这里喝点吧 我上班呢 好吧 陪你喝点 王有良本想拒绝 但是最后还是咬牙答应了 宇文灵支去张罗饭菜了 丁长生和王有良坐在客厅里 王有良还站起来坐到了丁长生的身边 你不能走 你又是走了 我能保证 眼下这个好局面立刻就会变了 在宇文家的案子上 你出了多大的力气 我是知道的 你能安心就这么算了吗 王有良低声问道 那又能如何呢 我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我做到这一步早就是极限了 再没什么招了 所以还是先走一步 保命要紧 丁长生说道 王有良看看丁长生说 别说气话了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所以还是要好好想想 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准备去加拿大 那边的工具好一些 买上几千亩地 当个农场主 你也知道 我骨子里还是个农民 这些年出来也是阴差阳做的 我在国内是真的没什么挂念了 主要是心寒了 丁长生说道 我明白 但是你好好想想 仪铁钢抓住你的这几条 是不是有道理 你怎么搞的吗 弄到情人搞罚你 我看你真是大意了 怎么这么没出息 王有良说道 你说谁啊 翁兰一啊 还能有谁啊 王有良问 他也配吗 其实我是真的没想那么多 拦住他的时候 到了新疆 从那里出国应该不能 但是他曾是灵智的闺蜜 知道的事可不少 所以他不回来 很多事解不开这个谜 何家省和浙家和 也会把很多事情都推到他爷俩身上 再加上翁长泉自杀 那就等于是死无对证 所以他必须回来 我当时只想到了案子上的事 确实没想到 他会一了百了 把我也拖下去 只想好了 我这是一了百了了 丁长生说道 丁长生说的这些 王有良都明 他想告诉丁长生的是 丁长生还是太仁慈了 但是话说的不是很明白 为了能让丁长生留下来 完成仲华的意图 王有良也是豁出去 我作为一个老继委了 说这些话可能有些过活 但是我还是要说你一句 心眼那么实干嘛 蒙南一不回来 很多事就不会爆发出来 这和宇文家的案子 关系不是很大 翁长泉死了 还有何家省和浙家和呢 还有同家港呢 他们都经历过那些事 所以你真的没必要冒这个风险 以后长点脑子吧 王有良说道 丁长生闻眼 抬头看了他一眼 这一眼 看得王有良有些心慌 也感觉到自己 真的是臊的慌 但是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自己既然说了这话 就不可能再收回来 更不可能再去解释这话 因为这话是越解释越黑 迎着丁长生的目光 王有良坚定地点点头 江还是老的辣呀 丁长生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惦记着翻案 但是翻案的方法有很多 最不能采取的一种就是同归于尽 你想想 你这么做和同归于尽有什么区别 王有良问道 丁长生点点头说 当时我是真的没想这么多 翁南一是一把钥匙 只要是翁南一在车家和何家胜 组成的北园这把锁 再坚固也能打得开 要是翁南一不倒案 很多事都要等 或者是猜 那要等很久了 就算是等再久 也有解开的那一天 但是现在呢 舍机到你 你就甘心这样了吗 还是那句话 要好好活着 自己首先要保命 才能看到对手的负面 我这话没错吧 王有良问道 没错 很对 丁长生竖起大拇指说 那你的意思呢 答应留下来了 王有良问 丁长生就没说道 今天不谈这事了 我再好好想想吧 回头我和他商量一下 可以吧 好 我等你消息 那我怎么向中华省长 汇报呢 王有良问道 犹豫不定 就这么说就行了 这也是我现在的心情 喝杯酒吧 这杯酒你不喝 下一次不知道 什么时候了呢 丁长生说道 王有良叹口气 知道自己很难说服他了 也就没在置身 一顿酒喝下来 聊的都是以前的事 这就像是 健行酒一样 王有良走后 丁长生坐在沙发上 宇文灵之次后他喝了水 依偎在他的怀里说 无论你做什么 你想什么 我都听你的 你说走 咱马上就走 这些事本来就和你没什么关系 你是为了我才回来 躺这点浑水的 话不能这么说 你也不要多想了 去放水吧 我想泡个澡 好好想想 接下来该怎么办 丁长生说道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丁长生觉得浴缸能给自己最大的灵感 所以每每遇到难事的时候 就想着泡个澡 好好地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丁长生闭着眼 已在浴缸里 身边的宇文灵之 不时地摇水倒在他的身上 仔细地为他搓着身体 这时候 手机响了起来 宇文灵之擦了擦手 将手机递给丁长生 喂 哪位 丁长生问道 丁先生 是我 我还在两江 你有时间来玩玩吗 电话里传来了墨小鱼的声音 哼 我以为你走了呢 你还在那呢 有什么发现吗 丁长生问道 你要是有时间呢 过来玩玩 我们这里正在考古发掘 考完的事不少 来了一定会有所收获 墨小鱼含糊其次地说道 那好 我明天早过去 需要我给你带什么东西吗 丁长生问道 不用 我们这里条件虽然艰苦 但是后钱还在是充足的 什么都有 不用带什么东西 我带你来 墨小鱼说 好 拜拜 丁长生说完 挂了电话 宇文灵芝将手机放回了原地 然后继续为丁长生清洗身体 无意间摸到了他已经是遗嘱情天 于是他娇媚的笑笑 然后憋了一口气潜水下去 不得不说 宇文灵芝虽然年纪不小的 可是他最懂得丁长生喜欢的调量 总能做到在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机会 做出合适的事情 我能跟你去吗 宇文灵芝问丁长生道 算了吧 你还是留在省城 和王有良好好谈谈 王有良会和调查组对接 宇文家的财产接收也是很复杂的事情 你这个时候要是跟我去两江 估计不少人又要交涉到了 丁长生说 对不起 给你添麻烦了 别这么说 我们之间永远别说麻烦这两个字 好了 细细出去吧 丁长生说道 丁长生回到家里整理东西 准备明天去两江一趟 不知道莫小渝遇到了什么事 说实话 自从出了安迪这事之后 丁长生对莫小渝还是很有好感的 虽然手乱粗暴 但是确实有效 比自己和女人的亲亲我我强多 就像是自己已经对翁兰姨做了承诺了 可是这个女人还是敢背叛自己 说到底 还是没有肉体上的威胁力 所以这让丁长生对莫小渝的那一套 有些向往了 看到手机上来电视临春小的时候 丁长生就知道她的意思 但是又不好不接这个电话 政府食堂里推出些新菜 要不要来陪我吃点 我一个人吃的话担心会胖 看到另外一个人吃 我就放心不少 临春小的理由很别角 但是她能这么说也是难为她了 好 我待会儿过去 到了 我给你电话 丁长生说 不知道是不是怕被人看见 临春小还要了一个包间 但是丁长生到的时候 他还在忙 丁长生一边喝茶 一边看手机 门推开的时候 他先看到了高跟鞋 还以为是临春小来了 但是看到黑色的丝袜时才意识到 不是她 一抬头才看清楚是临涛 临春小呢 丁长生向她身后看了 她问 她还在忙 下面一个领导来会儿工作 等了一天了 不能把您走吧 先让我过来点菜 临涛有些羞涩的看着丁长生说 怎么样 丁长生问 临涛一愣问 什么怎么样 就是她没发现什么吧 丁长生问道 丁长生说的是 她和林涛在她家里过夜 那一夜朗军支在京城 陪着齐日娘跑官 丁长生虽然知道不会有事 但是还是想问问林涛 我不说她能发现什么呀 别多想了 没事 林涛向门口看了看 她很想和丁长生再多说几句话 但是门不能关上 这是纪律 所以她就只能干着急 到水的时候 她终于有机会走到了丁长生的身边 丁长生的大手覆盖她的屁股上 好像是对丁长生这个动作期待已久似的 非但是没有一丝的反抗 就连惊讶都没有 随着丁长生手上的力道 林涛多少有些喘息 这个时候高跟鞋的声音 由远极近 林涛以为是林春小来了 这才慌忙地躲开了 但是来的人不是林春小 只是到了其他房间去了 可是丁长生也没心思再继续下去了 我和丁主任谈点事 你先回去吃饭吧 今晚不下班了 林春小来了之后 直接把林涛轰走了 林春小倒是胆子大 来了就关上了门 看向丁长生问 汪有连和你谈了他 怎么说的 走还是留 走啊 留个屁啊 我才不受着窝脑气呢 老子在国外生活的赛神仙 在这里事也差不多了 不再受着窝脑气了 我明天下乡一场 去玩玩 散散心 等到纪委的文件下来之后 我就辞职出国 不再过那待了 丁长生说道 那胡志的项目怎么办 私家仪怎么办 林春小问道 项目的事有周鸿吉呢 周鸿吉能成事 坏不了事 丁长生说道 林春小摇摇头说 看他们对付你的力道和尽头 周鸿吉撑不住 你这一走 等于是把他们都给坑了 想过这些事吗 丁长生沉默不语 半天才说道 不是还有你的吗 你现在也算是身居高位了 行了 别扯淡了 我就问你一句实话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是走是留 要是走 趁早辞职走人 但在纪委的处分下达之前 给你留点面子 中华还是能给力铁钢 递上这个话的 你要是留呢 就得做好准备 林春小说道 做好准备 做啥准备啊 丁长生问 做好丢人的准备 你想想 这事肯定设在中纪委网站上发布的 到时候 全国都知道你丁长生 一下子被录到了政科级 你想想 丢人不丢人 林春小问道 丁长生笑笑说 我以为啥事呢 我是脸皮啊 还怕丢人吗 丁长生一说这话 林春小是知道 他是怎么想的了 他就知道 丁长生不是轻易认输的人 告诉王有良要走 不干了 不过是想把这个消息 传给李铁钢而已 此时的李铁钢 果然也得到了消息 丁长生 坚决不干了 要辞职 这是他主动 给王有良 打了电话后 知道的消息 那你打算去哪 在这里 还是回中南省 林春小问道 哪里也不去 找个地方歇歇 给我安排个 拿工资不干活的部门 每天钓钓鱼之类的 我就很开心了 丁长生说道 美的你 我告诉你 这样的好事没有 师妹做餐 你还不如滚蛋呢 林春小说道 隔着一张桌子 丁长生伸手 握住了林春小的手 林春小想要抽回来 可是全身的力气 用到了手上 手也没能抽回来 不是因为 丁长生握得有多紧 而是他本身 就不想抽回来而已 这次的确是很憋屈 我干了这几年 白干了 丁长生说道 行了 别矫情了 你丁长生 也不是那种 看重观止的人 你要是那样的人 那就算我瞎了眼了 没看清楚你 丁长生笑笑说道 哼 我只是觉得 这事干得挺憋屈 明明道理在我们这边 但是无能为力 林春小点点头说 你要是因为官 被撸了憋屈的话 我还怪我自己眼瞎了 但是你说 因为别人不讲理而憋屈 那我就真的看不起你了 丁长生愣了一下 林春小接着说 官场比社会黑多了 社会上有事不满 可以真刀真枪地干一场 谁的拳头到 谁就赢 打输了 就算这不服气 也没办法 但是官场呢 你看不见的刀子 随时都可能把你割喉 就像是这次 李铁钢虽然是立主 让中卑省纪委处分你 为什么呢 林春小自问自答 丁长生悉心地听着 因为他看见了那些 看不见的刀子 随时都要把你割喉了 我们和他不在一个层次上 所以 虽然他这次处分你 我见你还是要和他 保持一定的关系 至少这样的关系 不是哪个人随便 就可以盘上的 你说呢 按说你也在官场 混了这么多年了 该知道这些意思吧 官场不讲人情义气 你对翁兰伊的承诺 成了笑话 翁兰伊也没真的 把当回事 还是把你给卖了 为什么 因为他也不信 你会讲信用 林春小说道 第921集 他要是不把我卖了 我还真是想帮他脱身 丁长生气呼呼地说 这也是我要说的 另外一个问题 身在官场 所有的事情 都是瞬息万变的 能挤进来的 哪个不是人精 混到了我们这个位置的 哪个不是人精中的人精 你以为什么事 都是那么简单的 不要轻易给人承诺 不管用 别人也不会信 明白吗 林春小问道 丁长生点点头说 看来我真的不适合 混官场 混社会还差不多 社会还讲一个意气 官场嘛 太他妈的不讲道理了 你也不要怪 别人不讲道理 凡事都是有两面的 道理在你这里 就不会在别人那儿 别人认了你的道理 那就意味着他没道理 再说了 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一直熬到我这个年纪 讲道理 讲真话的代价太大了 一个不小心 前面那些年的所有努力 都清零了 而且没有复盘的机会 这不是游戏 一局打输了 按个重新开始 再来一局 人生的官场就是一局 你指望谁会为了你 把自己打得好好的一局游戏 给停掉 人家傻吗 林春晓问道 丁长生看着林春晓 很想问问 你会为了我 停了自己这局官场游戏吗 但是 这话终究是没问出来 他知道 这话问出来之后 很可能就伤了感情 你啊 平时没事都看看书 别一天到晚就知道玩 看看牟略方面的书 等你再成熟几年 或许就没这么分子嫉俗了 再说了 你这些年一帆风顺的 也该给你点教训了 女人方面你要注意了 别人注意到你这些缺点 会无限的放大的 这个你要小心 林春晓说这话的时候 自己的脸都红了 以后呢 就找你这样高质量的 太刺的不能要 丁长生还自我安慰的说道 你还要不要脸了 我问你 你和叶家姐妹是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 当我听说他们查你的因为 是因为你和原始地产 还有宇文凌之的事情的时候 我猜啊 一定肯定不是为了钱 是为了色谋 丁长生 你就不能长点出息啊 护当里那玩意儿就那么难管吗 你又不是配种的 那事就那么好玩啊 女人不都是一样的吗 还要不断的坏新鲜的 那你玩说什么新花样了吗 有什么不一样 林春晓看着丁长生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问道 没什么不一样 都是三个洞而已嘛 只是脸不一样 不同的脸能给我不同的感受 举高临下 看着不同的脸 在你的面前变化着不同的表情 男人或许喜欢的 就是这样的感受吧 丁长生有些自得的说道 滚蛋 我看呢 把你一路代替才好呢 让你滚回村里去当村官去 村里的大姑娘小寡不多 你进行去玩呗 没羞没臊 林春晓白的他一眼说道 丁长生的处分消息发出的时候 他已经到达了两江市 此时 党荣贵还是主持施政组的工作 丁长生虽然向仲华推荐了他 可是仲华不想在新的省委书记来之前再处理人事工作 这是一个嗜好 就看白的是谁 上面的眼睛瞎了吗 你为本人做了这么多事 他们居然这么对待你啊 党荣贵非常不满地说 哼 我被录到这个地步了 你还能坐下来陪我喝酒 不错了 来 走一个 丁长生和党荣贵面对面地坐着 酒是他带来的 莫小鱼住在隔壁 在考古现场还没回来 这话说的 你做了我多年想做但没做到的事 心里痛快 你就是被一炉到底 这顿酒我依然要请你喝 党荣贵说道 哦 什么事啊 丁长生问 绝了柯家的祖坟 让柯北断子绝孙 现在好喽 他们俩都没好下场 你说我是不是该高兴了 党荣贵淡淡地笑笑问道 气情这么大 还惦记这事呢 算了吧 早点找个人结婚生个孩子 再大了 孩子都什么时候来了 丁长生说道 这话说的对 这是我的情节 下个月结婚 你要是还在中北省 就得来喝我的喜酒啊 党荣贵拿出来一张情节 递给了丁长生 你这话说的 我不在这里 我去哪儿啊 丁长生笑笑说道 党荣贵摇了摇头 他说道 你不可能在这里再待下去了 虽然我不知道你去哪儿 但是你绝不会再在中北省待着了 你的面子也下不来 丁长生点点头说 你说对了 我准备辞职不干了 没什么意思 回去做生意 党荣贵的脸色一争 盯着丁长生问 你说真的还假的 当然是真的了 丁长生说道 党荣贵文言低头思考了一下说 我觉得你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好 两江这个地方出大官了 喝多了吧 党事长 丁长生问道 党荣贵摇摇头说 翁长泉 柯北 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两人正在聊天的时候 有人敲门 丁长生叫了一声进来 没想到 进来的是朗国庆 党荣贵来看自己还好说 没想到朗国庆也会来 这倒是让丁长生有些意外 朗国庆的脸色不是很好 丁长生喝的不多 还能看出来 党荣贵的酒量不行 看到朗国庆来了 就知道自己在这里多余了 朗国庆肯来 肯定是有事 自己在这里 他一定是不会说的 于是站起来 和朗国庆握握手说 老书记 你喝着 我先走了 朗国庆点点头 目送着党人贵走了之后 坐下来 他不说话 丁长生也没说 拿了个一次性的杯子 给朗国庆也倒了一杯酒 兄弟 我今天过来 是想求你一件事情 朗国庆开口就是这话 把丁长生给搞懵了 什么事啊 老书记 咱们之间也算是老乡时了 还用这么说吗 说吧 啥事啊 我能不能 肯定帮 丁长生说道 话一出口 丁长生就想到了林春晓的话 官场上的事 不要轻易地做出承诺 自己刚刚拿话 显得很义气 但是要是办不成这事 人家恨你是一定的 给人希望 再让人失望的人 最让人讨厌了 我刚刚接到我儿子电话 徐振强被带走调查了 我儿子躲在厕所里 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了几句话就挂断了 你看能不能问问 我儿子问题不大吧 朗国庆问道 一说到朗军之 丁长生的头就大了 是他让你找我的吗 丁长生问道 朗国庆摇摇头说 不是 我听说你和纪委王书记认识 而且你和省厂的关系 咱们省没有不知道的 齐振强犯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 但是我儿子 应该没那么大的胆子 丁长生说 齐振强的事 我说不上话 那是上面来的调查组 在调查 朗军之作为秘书 肯定是跑不了的 齐振强要是有问题 朗军之也一定是有问题的 你想好了 你和齐振强之间 有什么关系没有 要是有的话 很快就会有人来找你了 一颗花生米 在嘴里嚼了好一会儿 朗国庆好像是很笃定的说道 这个你放心 我和齐振强虽然有些关系 但是绝对扯不到经济利益上 经济利益没关系 其他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吧 丁长生心想 经济利益的关系是底线 但是其他的关系也少不了 拉帮结派搞山头 这都是继维所不容的 所以如果齐振强出了问题 朗国庆也一样保不住 那作为秘书的朗军之 怎么可能幸免呢 想想林春晓的话 丁长生说道 我可以帮你问问朗军之的事情 但是其他人我真的帮不上忙 我的处分也下来了 你看到了吧 我认识人又能怎么样呢 还不是一路到底吗 嗯 这我知道 对你的处分确实是太严厉了 但是我真的是没人可找的 今天找到不少关系 都是问不到消息 朗国庆说道 朗国庆在这里并没有待多久就走了 隔壁的莫小渝也回来了 一身寒气的进了丁长生的房间 也不管是谁的杯子 端起一杯酒就喝了下去 哎呀 这鬼天气 真太冷了 冻死我了 莫小渝哆嗦着说道 哎 马思颖呢 回北京了 丁长生问 啊 我是作为考古顾问留下来的 已经考古结束了 剩下的是如何保护起来 作为一个旅游景点 这是地方政府的事 刚刚那个朗书记我见过 人还不错 丁先生能量很大呀 被人撸到了科技 听及干部还在看你呢 莫小渝打去道 丁长生一愣说 趁他妈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转千里呀 没看头条新闻吗 我没事在考古现场 就刷新闻看 偶然看到了你的新闻 差不多得了 能上个头条 也算是这辈子没白活 怎么样 有什么打算吗 莫小渝问道 你叫我来到底什么事啊 丁长生问 在魔物里 走 过去看看 莫小渝说 看他神神秘秘的样子 丁长生拿起了房卡 跟着他出去隔壁的房间 打开了酒店的保险柜 他从里面拿出来了一包塑料薄膜包裹的东西 然后走到了客厅里 这啥玩意儿 丁长生就没问道 当时打开大漠 谁都不敢进去 是我先进去的 至于那些古董之类的 我早就见过不怪了 而且也带不出来 但是这个东西是一本书 虽然残破了一些 我看了看 还都齐全 我本来是想交出去的 看了看内容 我觉得这东西对你有用 哦对了 上次给你的全经 你读得怎么样了 莫小渝问道 嗨 别提了 我要是读了 还是唠唠现在这部田地吗 丁长生苦笑道 我看也是 你别想我话多呀 我倒是觉得 你该好好研究一下全经 以及这本书 说不定对你将来会有很大的帮助 怎么说 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中国的文明从未中断 所以以前老祖宗那一套 现在未必不管用 因为我们都是 一脉相侦下来的中国人 莫小渝说 说着 他把层层的塑料打开 对丁长生说道 你带手机了吗 我不确定这东西还能保存多久 你最好是该照相的照相 该录视频的录制视频 保存下影像资料也好 莫小渝说道 他这么一说 丁长生拿出手机来 开始拍摄 天下无谋 这口气够大的 这什么意思 读了这本书 天下就没有所谓的谋略了吗 丁长生问道 知道那个大莫是谁的吗 莫小渝问 说是一个叫魏鸿生的人 历史上很有名吗 我怎么没听说过 丁长生问 魏鸿生没有名 但是他伺候的一个人 却是大名鼎鼎了 他为那个人做了15年的师爷 魏鸿生死后 那人不到两年就倒台了 莫小渝说道 谁啊 魏忠贤 魏鸿生原来不姓魏 但是为了表达 对魏忠贤的忠诚 感姓魏 走狗的嘴脸可见一斑 但是 这人的谋略的确是厉害 所以他死了之后 魏忠贤在魏鸿生的老家 修了这座大墓 里面的陪葬品也不少 可见魏忠贤对他 还真是不错 可惜了 被盗了不少 不然的话 也不会被允许发选 莫小渝说 墓地选的也不错 可惜的是 被柯北家给占了 现在柯北流亡海外 这么说来 这墓地也不怎么样 不然的话 怎么会不保柯北 一路升官发财呢 丁畅生说道 莫小渝笑笑说 那还不是因为遇到了你吗 要是你不来北渊 柯北会一路直上 也说不准啊 好了 我排完了 这东西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或者是交出去 丁畅生说道 你要是不要 待会我就烧了它 这本书不能被第二个人知道 不然的话都学会了 你学的那些东西 还有什么用啊 丁先生 你帮过我 所以我有好事想着你 也是真心想教你这个朋友 你在官场 我在社会 咱们俩要是联手 虽然不会说天下无敌 但是至少是多个朋友 多条路 莫小渝说道 丁畅生想了想也对 因为他见识过莫小渝的手段 要是论歪门邪道 他还真不是莫小渝的对手 既然莫小渝轻心结交他 丁畅生没理由把朋友往外推 好 谢谢 这一晚 丁畅生和莫小渝一直在喝酒 天南海北的聊 直到东方鱼肚白 丁畅生这才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看了看手里的那本破书 扔在了茶几上 也没上床 直接在沙发上睡着了 睡得正香的丁畅生被敲门声惊醒了 起来一看手机 十多个未接电话 于是就去开了门 你先起来了 我还在睡呢 丁畅生一看是莫小渝就说道 马思音把电话打到我这来了 说是贺总找你 他找不到人 这才想起来我在中北省呢 还让我去省城找你呢 你手机关机了 好 进来吧 没关机 调成静音了 现在就想好好睡一觉 丁畅生说道 莫小渝自己倒茶喝 丁畅生看了看手机 挨个回了电话 诶 找我有事啊 丁畅生给赫乐蕊打了电话问 你没事吧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都急死了 赫乐蕊问道 什么事啊 这么急 丁畅生问 我看了新闻了 你们怎么搞的 赫乐蕊问 没什么 我的小辫子被人抓住了 不办我不行 行了 这事就这么算了吧 还有其他事吗 丁畅生问 还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了 杨凤熙和熊南新区的项目定下来了 今天签合同 你知道了吧 赫乐蕊蕊问 今天签合同 我不知道啊 有没有人告诉我 丁畅生说着 把手机翻开 看了一下未接电话 有杨凤熙的 也有杜山奎的 还有萧涵的 看来都是这一件事 你问问吧 现在合同应该差不多先完了 赫乐蕊说 丁畅生顿了一下 说道 签了就签了吧 我和他说过很多次了 这次的投资有些大 要是一旦不顺 将会影响到盘石投资的元气 而且一次性投资太多 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机会难得 我说服不了他 是不是坑就看他自己了 我管不了 应该不会 那里是熊南新区 项目应该还是很靠谱的 贺乐蕊说道 行了 就这样吧 我再给他们几个回个电话 我想去找你 想你了 赫乐蕊直言不讳地说 过段时间吧 我这段时间有些忙 没时间招待你 丁畅生直接拒绝了 现在自己都成了新闻人物了 要是再不检点 说不定被人盯上就死定了 好吧 那我等你消息 赫乐蕊极不情愿地说道 挂了电话 丁畅生继续翻手机 既然合同都签了 自己再打电话就没什么意思了 于是打给了梁可义 不知道他会怎么说 但是让丁畅生没想到的是 打过去之后 语音提示 对方电话已关机 丁畅生是接到了梁可义的电话后 回到北渊的 本来是想在乡下多待几天的 可是梁可义居然到了北渊 自己就没办法再在两江市待下去了 谢谢你的书 改天再见面吧 我先回去 留待及时 丁畅生对墨小玉说 那好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说 只要是力所能及 我一定会帮你 墨小玉真心实意地说道 丁畅生点点头 但是没往心里去 这年头 真心实意地帮着别人的 那人太少了 所以 永远不要对别人抱有太大的希望 这也是他从自己被降级这件事上 得出的结论 回到了省城 丁畅生先去见了梁可义 他下了飞机 丁畅生给叶文秋打了个电话 派个人去接梁可义 没想到叶文秋是亲自去机场接的人 而且安排了自己酒店的总统套房里 人呢 丁畅生进了酒店 叶文秋正好在大堂里执导工作 于是上前问道 在顶楼的套房里呢 要我陪你一起上去吗 不用了 谢谢 准备点饭吧 送到房间里去 丁畅生说道 好 我这就去安排 丁畅生敲门进去的时候 梁可义正站在落地玻璃窗前 看北园的风景 回头看是丁畅生来了 立刻就走了过来 然后给了丁畅生一个大大的拥抱 哎 千里迢迢的投怀送抱的 这肯定是没好事啊 丁畅生说道 梁可义抱着丁畅生好一会儿 才松开他 然后看向丁畅生的时候 眼睛都红了 丁畅生问道 这怎么了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不用担心 我没事 第九百二十二集 我和我爸说了你的事了 让他和仲华打个电话 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这么对你太不公平了 梁可义说道 丁畅生笑笑说 你就是为这事来的呀 我早就知道是这个结果了 这事仲华做不了主 是中纪委李铁钢书记亲自给省纪委下的指示 这里面很复杂 很多事没法说 所以啊 你就不要掺和了 他凭什么 你为纪委做了多少事 他心里没数吗 梁可义还想再说的时候 被丁畅生抬手制止了 这件事很复杂 而且已经下了结论了 你再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啊 对不对 想吃了什么 来这里吃 还让我带你出去外面逛逛 丁畅生问道 出去走走吧 我现在不想吃饭 心里头难受 梁可义说道 丁畅生看着他笑道 这可和梁大小姐的脾气秉性不符合呀 你以前可是很理智的一个人 从来不会因为这些事而动感情的呀 是 别人的事我不会动感情的 但是你的事就不一样 我很想帮你讨回这个公道 你觉得怎么样 我爸不出面 我去北京找李铁钢去 当面问问这个死老头子 什么意思 梁可义愤愤的说道 丁畅生笑笑说 嗨 没必要 哦对了 正好你来了 我还想和你说件事呢 这事之前 你爸还想我去川南帮你 但是眼下来看 我是帮不了你了 所以川南我是去不了了 抱歉 梁可义本来 就是为这事来的 所以当听到丁长生这么说 首先是一愣 但是接着就顺着丁长生的话 往下说 我知道 没事 我自己能处理好工作上的事 我也知道你心里难受 不去就不去吧 没关系 我就是来看看你 只要你想得开 好好的 我这放心了 梁可义说道 梁可义这个态度 倒是很出丁长生的意料之外 他没想到梁可义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通情达理呢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接下来 梁可义问 我想辞职不干了 但是湖州那边的项目 一直有隐患 所以我打算回湖州 丁长生说 回湖州 你能干啥 就在那里盯着湖州的项目吗 梁可义问道 我不知道 走一步算一步吧 丁长生说 梁可义不在之声 丁长生开车带着他 在北原转了一圈 然后开车去了齐王府 让丁长生没想到的是 虽然翁南一被抓了 这里居然还能正常的营业 这倒是出乎了丁长生的意料之外 丁先生 您的采齐了 请慢用 大唐经理微微鞠躬 然后退了出去 你常来这里吗 梁可义问道 也不常来 不过我认识这里的老板 翁南一 被抓了 这里还能正常的运营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翁南一这个女人不简单的 丁长生说道 菜不错 做得很精致 你想听听我的想法吗 关于你接下来的打算 算是一点建议吧 或者就是听我啰嗦几句吧 梁可义说道 你说 你的话永远都不是啰嗦 一句顶一万句 丁长生笑道 得了吧 我说的有这么值钱吗 要是这么值钱的话 你会听我的吗 梁可义问道 那你先说呀 丁长生说 要我说啊 你去湖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你要是去湖州担任市委书记 或者是市长 那我什么都不会说 但是你现在被录到这个地位 你还能干啥呢 对吧 梁可义说道 嗯 说下去 丁长生点点头说 稳定湖州的项目不在湖州 而在外面 中纪集团那个许一剑不是好人 你要时刻提防 但是你窝在湖州没有任何的用处 况且来说 陈幻山在省里 你在湖州 他们更会提防湖州的 所以不如在外面 跳出来那个圈子 你看的会更加的清楚 凡事也会游刃有余 梁可义说道 那我去哪呢 待在北原 北原也不少人都认识我 我虽然不要脸 但是别人看我的眼光 也会很奇怪的 以前的省政府办公厅主任 现在被捞到的科技干部 我能干啥呀 丁长生叹了口气说 梁可义没再说别的 被丁长生夹菜 然后聊起了其他的事情 那个地方咋样 丁长生问梁可义道 哪里啊 当然是你任职的地方了 我听说那里还不错 丁长生说 梁可义摇摇头说 不行 穷得很 你爸这是在帮你啊 要是把你弄到一个 很富裕的地方去 很难出成绩 但是越是穷的地方 但凡发展一些 经济数据就会很好看 所以我觉得 你未来几年 可能会苦一些 但是很快 就会获得提拔的机会 丁长生说道 谁知道呢 但愿吧 但是我是感觉 到基层去从政 是真的难呢 说起来你都不信 司机开车带我下乡 第一次就翻车了 要不是我系着安全带 你可能就见不到我了 司机死了 他们里面开车 不习惯系安全带 真的不容易 梁可一说道 这么严重 你爸知道这事吗 丁长生问道 我没敢说 这事他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担心 基层就是这样 那个是80%的土地 都是山地 现在又抓精准扶贫 每一户 都是包干到干部个人的 作为市长 我肯定是抓 最贫固的那几户了 所以工作很不好做 干部为了让扶贫 经得起检查 不少都是自讨腰包 要不然怎么办呢 梁可一说这些话的时候 语气低沉 一看就是心里 很沉重的那种 那你觉得值得吗 丁长生问 梁可一点点头说 值得 要是再给我一次 选择的机会 我还会这么做 真的 你没去过那里 你是不知道 基层老百姓的苦啊 虽然中南省和中北省 也有贫困的地区 但是像西部 那么贫困的地方 绝对是超出你的想象力 当你给他们一点帮助后 他们会对你感恩戴德 他们的朴素思想 远比东部的要好很多 我也在中南省下过基层 感觉东部的有些负贫政策 成了养朗汉的政策了 家里拆迁了 分了几套房子 依然是贫困户 和西部的比起来 这不是天上地下吗 听着梁可义在这里 唯唯道来 不急不躁 看得出来 他的心性被磨练的 已经平滑了很多 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 有的人会定期到佛寺里 闭关一段时间 也许在这个 凡腐无杂的世界里 放下身边的一切 去寺院里清修一段时间 感觉自己的灵魂 都轻了很多 饭后 丁长生将其送回了酒店里 这是我从我工作的地方 带回来的茶叶 你试试 全都是野山茶 味道很清纯 而且绝没有化肥农药 因为他们用不起那些东西 梁可义优雅的 为丁长生泡了一杯茶说 味道还真是不错 卖的怎么样 丁长生问道 刚刚开始打市场 效果不是很好 而且产量也有限 总之现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产业 我去了这段时间 一直都在走访调研 争取在未来的一个月里 走遍全市所有的乡镇 目的就是看看 盲山市适合搞什么产业 摸摸底 我还真是从来没有 渗入到这么几层的 我爸给我的建议是 走遍每一个乡镇 知道这个镇在哪 有什么特产 穷在哪 我看我完成这个调研 估计差不多就到年底了 这一年等于是傻眼给你干 梁可义无奈地说道 两个人相谈甚欢 丁长生很久没有和人 谈得这么愉快的 梁可义也在这谈话的功夫 慢慢地让丁长生放下了心思 使他感觉轻松了很多 其实女人对付男人 不是撒娇卖乖 也不是魅惑 最让男人恋恋不舍的 却是女人懂她的心思 让她的心思放开了 整个人感到轻松 这样男人才会愿意和这个女人 做更加深入的交流 就像是现在床上的 梁可义和丁长生一样 此时的丁长生 别说是自己走了 就算是梁可义赶她走 她都不会离开的 丁长生躺在大床上 而梁可义坐在她的身上 弯腰不适合丁长生亲吻一下 但是身上的动作却渐渐地紧急起来 直到她浑身站立 慢慢地趴在她的胸部 而她的嘴正好放在了丁长生的耳边 跟我去盲山吧 我现在经常想你 这边的事处理得差不多了 你也该去下面做点正事了 你回来后太浮躁了 跟我去基层锻炼一下 我不会亏待你的 梁可义在丁长生的耳边说道 什么 你能给我什么呢 丁长生呗 你想要什么呀 我自己都给了你了 你还不满足 怪不得都说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你也是这样的人 对不对 梁可义说完 咬住了丁长生的耳垂 丁长生感到有些疼 但是梁可义并没有真的用力地咬下去 在和丁长生缠绵了一夜之后 梁可义一大早就把丁长生叫醒了 我要走了 就请了一天的假 那里交通不方便 我这时候回去 要到晚上才能到单位呢 路也不好走 我得抓紧时间 梁可义低头 在丁长生的脸上吻了一下说 独行几天假不行啊 丁长生问道 我是市长 请假时间长了不好 说不定我两天不出面 就会被人传说 我被带走调查了呢 我是个女人 本来就不占优势 那里是女人当男人使唤 男人当身口使唤的地方 没办法 你决定去哪呢 告诉我 到时候把新的地址告诉我 我可以给你寄点我们那的特产 梁可义说道 叶文秋送梁可义回来后 去了一趟总统套房 丁长生已经不在了 问问服务员才知道 丁长生在他们走之后就走了 你说什么 我没听错吧 仲华看着眼前的丁长生 惊讶地问道 我确定我没说错 你肯定也听不错 所以我还是暂时远离这个玄武 一段时间吧 也许对大家都有好处 丁长生说道 芒山 那个地方可是够偏僻的 你怎么想起来去那里了 仲华皱眉问道 丁长生实话实说道 昨天梁可义来了 他现在在那里当市长 听说了我的事 特意过来看看我 问我愿不愿意去他那干点事 他昨天说了很多话 一句话那里很穷 我也想去看看 来几年干点实事 也许对我也是一种磨练 这样大家都算是一个解脱了 我的意思是 你待在北渊 想去任何的部门都可以 熬过这三年 或者是这个风头过去之后 我再安排你其他的位置 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啊 仲华恳切地说道 我知道 但是我不想在这里 也是因为不想让人指指点点 到了一个偏远的地方 还能做点实事 何都而不为呢 对吧 这事我决定了 你也不要劝我了 丁长生说道 仲华点点头说 好吧 你既然已经决定了 什么时候走 我叫几个人为你践行 丁长生摆摆手说 别别别 千万别搞什么践行了 我最受不了这样的场面 还是让我就这么悄悄地走了算了 反正也不生大事 怎么叫不是什么大事呢 你这一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行 不能就这么悄悄地走了 别人会怎么看我呢 仲华话还没说完 就被丁长生打断了 老板 真的没必要 你也很忙 大家都忙 假的 我待会儿再去和林盛长说一声 其他人就算了 到时候他们问起来 让他们和我联系 其他的就算了 丁长生说道 仲华见丁长生态度很坚决 也只能是点点头 说道 你走了 我手底下又没人可用的 关场上的事你也知道 要是做到无条件地相信一个人 真的是很难 丁长生没接这个话茬 一接下来又是没完没了了 丁长生去了林春晓的办公室 但是林春晓正在礼物接待下面来汇报的官员 丁长生就等在了林涛的办公室里 丁主任喝茶 林涛给丁长生倒了杯茶说 当您知有消息了吧 丁长生问道 林涛摇摇头说 林生长帮我问了 但是调查组的人不让多问 我也不好再说什么 我公公都急坏了 嗯 我走之前会帮你问问 调查组的人我认识 看看什么情况 要是不严重 你也可以放心了 丁长生说道 你走之前 你要去哪儿 林涛很机灵 一下子就把握住了丁长生话里的意思 他问道 丁长生犹豫的以前说 我要去川南 可能要去那里待几年 你好好跟着林生长 他还会进步的机会的 将来这也是你的资本 替我问你爸爸好 川南 那么远的地方 为什么要去那儿啊 林涛刚刚问出这句话 立刻意识到丁长生的意思了 看来是在这里待不下去了 那地方很穷 但是风景不错 有机会 你和朗军之可以去玩玩 到时候 我招待你们 丁长生说道 林涛文言一愣 然后就是脸红 但是一想到丁长生 一下子跑这么远 眼睛立刻就湿了 背对着丁长生擦了擦眼睛说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做 嗯 我会的 你现在最要紧的就是 紧紧跟着林生长 机会难得 原来对你的仕途 也是有帮助的 齐震强没事还好 要是齐震强真的有问题 朗军之眼难以脱身 将来他们家可就要靠你了 这点你没想到吧 丁长生问道 是 我知道 记住了 林涛像是一个小女生一样 低着头 站在桌子旁 绕着手指不说话 丁长生听到了林春晓开门的声音 起身走了出去 经过林涛的身边时 抬手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林涛感到自己的半边身体都酥了 哎 到我了 你这人 丁长生刚刚想进门 但是被身后的一个人给拉住了 林春晓此时也在门口说 我在这里上班呢 你下班再来吧 我只需要两分钟 丁长生回头对那个人说 走廊里还坐着不少人等着排队见林春晓的 这两分钟算是丁长生厚着脸皮争取下来的 那好 就两分钟 关好门 林春晓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丁长生站在他的办公桌前面 他说道 长话短说 我明天一早的飞机去川南 过去工作几年 今晚还有事 这边朋友不少都得告别 所以就来和你说一声 我帮你走手给你的办公室出来 什么 去川南 去川南干什么 你有病啊 中美省装不下你吗 林春晓一下子就急了 我现在留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 与其在这里被人指指点点 还不如走得远一点 也好踏踏实实地干点事 丁长生说 你已经决定了是吧 对 去头问谁 我不信你会这么冒冒失失地去那里工作 谁在那 杨可义 他走在来找我了 如果不去川南 那我就辞职 我本来就是这么打算的 杨可义在那里是市长 可以为我安排一个干活的位置 我也好踏踏实实地干点事 避避风头 这不是挺好的吗 丁长生说道 林春晓文言 看向丁长生的眼神都不一样 愣得一会儿笑 他说 说到底 还是英雄难过美人观呢 我可告诉你 那里地方小 你和他的事更是没地方藏的 你要是再和他胡来 相信别人还是会盯着你这一点 别以为藏到山沟沟里 就安全了 我知道 不会的 我和他就是工作关系 能让我干点事就干 不让我干 那我就跟那里玩玩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不是挺好的吗 丁长生说道 林春晓点点头说 但愿真的像你这么说的 需要什么 有什么困难 直接给我打电话 我能帮你的 尽量帮你 他爸是赫山市委书记 资源多的事 都利用一下 趁下心做点事 别再这么冒冒失事的 我知道 这边的事也需要你支持一下 尤其是原始地产 他们现在的情况不是太好 但是资产是好的 省里支持一下 把难关度过去 将来对省里的好处 不用我多说了吧 丁长生说道 我知道 这不用你说 只要是省里的优质企业 省里没理由不复制的 这点你不用担心 凌春小说道 丁长生开着车 游走在大街上 准备去原始地产 和夜市姐妹告个别 路过一家平行进口车店 停下来进去看看 因为听了梁可一讲 山里交通状况不是很好 自己开着这辆奥迪车去 肯定是下不了乡 所以想买一辆越野车 刚刚进门准备看车的时候 身后跟进了一个人 你想买车呀 干嘛不说一声 我跟你办了不就行了 你自己还跑来看 丁长生闻眼一回头 看到是叶文秋跟了金磊 哎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刚刚还要去公司找你呢 路过这里下来看看 丁长生看向门外 看到了他的车 停在了自己车后面 第九百二十三集 我去银行了 抵押手续有些不合适 修改了一下 处理完了 叶文秋陪着丁长生 走在这些豪车总结 想哪辆我付钱 丁长生叹了口气 小声说道 算了吧 现在纪委还在找我了麻烦 就是和你们原始地产有关系 你们要是给我买了车 还不得立马被我关起来 哦对了 那辆奥迪车找人给我送回江都吧 给我老婆开 我要买一辆越野车 哎对了 我明天要走了 和你说一声 见到你也是一样 就不去见节了 要走 去哪 什么时候回来 叶文秋一了 问道 因为从丁长生的这些话里 听出来一种不祥的预感 去川南的芒山市 这里没有什么事了 我已经要求调动工作了 去那边静静心 公司的事 我给林春小声长打过招呼了 只要是你们合法经营 他会给方便的 丁长生说道 叶文秋一下子就急了 问道 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们怎么不知道 看新闻了吧 还用我怎么说呀 在这里混不下去了 换个地方继续混呗 丁长生说 那就这么算了 一走了之了 叶文秋问道 不然呢 没来没皮的留在这里吗 丁长生问 不是 这事我从来没听说过 你这算是通知我吗 叶文秋问 丁长生点点头说 算是吧 放心吧 我们之间不会就这么断了的 要是那边需要你们的支持 你们原始地产过去投点钱 支援一下地方建设 到时候别哭泣就行了 是因为我们 你才被清算了吗 叶文秋问 丁长生拉开车门 上了一辆木马人说 这里面的事情很复杂 不要下菜了 下菜也没用 回去和你解说一声就行了 可是 这车能开出去试试吗 丁长生问卖车的小姐道 试完了车 丁长生交了钱 然后把一切手续都委托给了车行 让他们办妥之后 将车发物流到川南的盲山市 你现在去哪 叶文秋问 现在回去收拾东西 明天一早的飞机 那我跟你回去帮你收拾一下吧 叶文秋说 丁长生摇了摇头说道 现在不知道有多少眼睛盯着我呢 你还是给我省点心吧 果然 在丁长生走了之后不久 就有人到汽车超市 询问买车的情况 是王荣霍调查组手下的人 他们果然是紧紧地咬住丁长生不放 当然了 丁长生只是出于小心 没真正地看到这些人 一早的飞机 丁长生没告诉任何人 一个人打车去了机场 但是没想到 在机场遇到了等着自己的叶仪军 肯定是叶文秋告诉他的消息 他也带着行李箱 丁长生笑笑问 车车去哪儿 回北京吗 我一直都想去川南旅游一次 但是一直没机会 你这次去 给我当个保镖吧 免得我被截了色了 叶仪军笑面如花 丁长生看得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半里直击 两个人选择了挨着的座位 上了飞机 丁长生的心才算是安定下来 没想到你要去川南 怎么样 是在那里住的时间呢 还是就是玩玩 丁长生问 看看吧 如果高兴 说不定也会住下来 彻底地休息休息 如果住得不高兴呢 下了飞机就回来 也说不准 叶仪军说 丁长生点点头 没有说话 这次的事 我们都得到了教训 我为我当初的轻率选择 我要是当初拒绝车家合就好了 说不定我现在 也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你呢 当时要是拒绝了 宇文灵芝和叶文秋 说不定你现在 在国外逍遥快活呢 要是让你再选择一次 你还会这么选择吗 叶仪军问道 事情没有如果 还是不要假设的 我觉得现在挺好的 自由自在 现在没有立刻去办的事 也没有人 仅仅盯着你不放 你呢 可以搞搞自己的艺术 闲了就倒是玩玩 品尝美食 不是挺好的吗 丁长生说道 可是我那十年的青春代价怎么算 到头来我剩下什么呢 十年的青春就这么荒诞地过去了 你说我是该哭还是该笑 叶仪军无奈地摇摇头 没有再说下去 车家合的事不简单 这辈子都难出来了 丁长生说 叶仪军点点头说道 何止是不简单 别说是出来了 就是命都难了 我听到他和车主任两人 含含糊糊的说过一件事 我也是昨天才想起来的 好像是有四个什么人 被他们活埋了 周一兵下的手 随周一兵消失那几天 车家合就像疯的一样的派人找 但是到现在 周一兵没消息是吧 四个人 来哪了 定场生问 我不知道 这事也许车家合知道 如果属实的话 那就是杀人了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活命 燕仪军说 丁长生看看飞机 还要等一会儿才起飞 立刻拿出手机 给李铁刚拨了过去 无论怎么说 丁长生还是心存一丝 正义之心的 什么事 李铁刚一看是丁长生的电话 以为是和他的处分有关系 声音里透着凉气 这让丁长生很不舒服 但是也没在意 毕竟自己只是告诉他这个消息而已 又不是求他高抬贵手 所以说话也不客气 失踪的那四个侦察员 车家合知道他们的位置 好像是已经被害了 但是具体执行的是消失的那个周一兵 他在车家合的手下 没少干坏事 可惜的是 到现在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这件事车家合应该是知道人埋在什么地方了 丁长生说道 你从哪来的消息 李铁刚皱眉问道 我不能说 你们要是相信我 就继续审问车家合 要是不信 那就当我没说 说完 丁长生立刻挂断了电话 李铁刚看看被挂断的手机 愣了一下 继而微笑着站起来 拿起红色电话打了出去 打完了电话 然后又给丁长生拨了回去 但是丁长生的手机显示已关机 然后又打给了仲华 这才知道丁长生决定去了川南 这小子有种 没找我求情 也不想给你添麻烦 李铁刚说道 但是话没说完 就被仲华打断了话头 仲华说 我是怕麻烦的人吗 他留在北渊 我心里还安定一些 他这么一走 接下来很多事都没法办了 就是要办的话 也是费尽力气 李书记 你这次算是把我给害惨了 我本来是想把他留在我身边 一直带着他的 这下好了 蛟龙入海 又便宜别人了 这话要是被梁文祥听到 肯定会说你小气 仲华 你现在也是封疆大吏 别这么小气好不好 丁长生是不错 但是惹事也是一把好手 留在你身边既是一把好刀 也是一颗炸弹 这你怎么不说呢 李铁刚一语道 算了 现在说什么都完了 他现在应该已经在飞机上了 仲华说 丁长生并没有告诉梁可义 自己来了川南 所以下了飞机 丁长生和叶怡君 一起入住了省城安和市的一家酒店 但是在开房间的时候 两人各自开了各自的房间 住不住是一回事 但是开房的事不能马虎 叶怡君刚刚放下行李箱 还没来得及换衣服呢 丁长生就敲门了 带我去哪儿 那个盲山是离这里远吗 叶怡君问道 不是很远 开车一个小时 我可以在这里陪你几天逛逛 等我的车到了之后 我再去盲山不迟 但愿他能给我多点时间 丁长生说 那好啊 我换了衣服 我们出去吃点东西吧 看看这里有什么特色 叶怡君说这话的意思很简单 我要换衣服了 你需要回避一下 可是丁长生点了一支烟 坐在沙发上 就这么看着叶怡君 然后说道 你换就是了 我这是没看过女人在我面前换衣服呢 让我找找见识 叶怡君很无奈 不得不拿了衣服去着洗手间 丁长生也没跟着过去 那样的话就显得自己太猥琐了 你呀 怎么被贬得心里没数啊 还这么不识好歹 要是被人知道了 我跟你到这来了 不知道又要发生什么事呢 所以啊 你还是赶紧和梁可义联系 工作的事重要 我呢 先在安和宝宝 然后去盲山找你 到时候 我在外面找个地方住下 比在酒店里安全多了 住酒店现在不太安全 说不定啊 就有人跟着我们来了安和 万一抓到你什么把柄 你哭都来不及 听话 好吗 叶怡君说的很有道理 丁长生就算是有那么个意思 也不敢再放荡下去了 这件事 自己还真是要听叶怡君的 两人出门打车 到了安和市最繁华的商业街 一直到夜里十二点 这里都是人声鼎飞 他们俩挨个店里吃吃喝喝 从来没这么舒服过 这是我十年前向往的生活 和一个谈得来的人 到手吃吃喝喝 游玩天下 现在终于实现了 谢谢你 丁先生 叶怡君举起酒杯 敬了丁长生一杯酒 道 和我说这些太客气了 你说的也是我的心里话 希望你余生幸福 敬你 丁长生说道 叶怡君闻言一论 继而将一杯酒一眼而接 然后看向丁长生 眼泪悬然雨滴 却在眼泪滴下来的一瞬间 转头看向了别处 既然有这样的生活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丁长生说道 不说这些了 对了 你夫人会来盲山吗 叶怡君说道 丁长生摇摇头说 不知道 他应该会留在江都 这里的条件还是不如江都 这里也比东部潮湿 应该不回来 叶怡君点点头说 我这几天会通过中介 在盲山找个房子 到时候收拾好了 会告诉你 叶怡君这话说的 已经很明显了 暗示的意味也很浓 丁长生看着这个 渐渐被自己征服的知性女人 一时间有很多的冲动 但是他比自己要理智得多 他也不知道自己和叶怡君之间 到底会是什么结果 是好是坏 很大程度来说 叶怡君的知性很像是副品签 想到这里 丁长生又想起了那个 远在千里之外的女人 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在改作业 或者是已经睡了 晚安 早点睡吧 不在这一时 叶怡君说完就进屋关了门 丁长生也没坚持 洗了澡躺在被窝里 想了想 还是给副品签发了一条微信信息 问问他是不是睡了 可是没一会儿 他居然给丁长生打了过来 还没睡啊 啊 没睡呢 这么晚了 有事啊 没事 想你了 就想发个信息 碰碰运气 丁长生说道 要不回来住几天吧 新闻我看了 别太在意 我知道 你也不是太在乎当官的人 对吧 副品签说 没事 我能挺过去 我知道 所以一直没敢给你打电话 刚刚在和苗苗视频呢 他那里是中午 这丫头被你关坏了 现在还没起床呢 不过好在学习没落下 副品签说道 大家好 别给他太大压力 出去读书最主要是上见识 不需要拿奖学金拿奖状的 拍了也没必要 你就知道关心这个 关心那个的 就不能多关心点自己啊 副品签说 我知道 哦对了 我工作调动了 我现在在川南芒山市 到这里来工作了 丁长生说道 川南 那么远 你现在说那个地方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你等一下 我看看地图 怎么跑那儿去啦 就算是被降级了 也不是这么歹毒吧 这不是发片边疆吗 副品签嘟囔到 没事 我自己要来的 这里空气好 你要是空闲了 来度度假吧 我今天刚刚到 空气是不错 丁长生说 副品签虽然心疼丁长生 但是听他的声音精神状态 还是不错的 也没再说别的 生怕自己说多了 他再不愿意听 你这么说 不是为了安慰我吧 副品签问道 真的不是 这里真的还可以 改天你来看看吧 比东部是穷了点 但是看着还可以 丁长生说道 这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 直到丁长生有些困了 才罢休 丁长生是睡着了 可是副品签却睡不着了 他决定在未来的假期 去丁长生工作的地方 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 按照叶怡君的意思 丁长生一大早就给梁可义打了电话 告诉他自己到了安和了 待会儿坐车去盲山市 梁可义高兴坏了 虽然自己有一种预感 丁长生会来这里看看自己 但是没想到他是来工作的 调动工作的事对他来说 那是很简单的事 神也不会给他设置障碍 毕竟穿男一把手的儿子 还在和山市挂职锻炼呢 从地图上看 安和市距离盲山市不远 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但是真的坐上了客车之后才发现 客车根本跑不起来 三个多小时之后 才到了盲山市汽车总站 还没下车 就看到戴着大眼帽的梁可义 在东张西望地寻找着他 丁长生下了车 梁可义立刻迎了上来 因为来这里接站的还有司机 梁可义还是一个市长 所以不可能做出什么意料之外的动作 非常官方的和丁长生握握手 然后指挥着司机接过来丁长生的行李 一起搬到了车上 这才上车离开 路上还顺利吧 梁可义的话都非常的官方 好像是在接待一个久未见面的同志一样 没有意思的一样 还可以 就是客车有些慢 昨天到了安和 在安和住了一晚 安和发展的还可以 不比东部的省城差 丁长生说道 这两年省城建设的不错 但是经济数据上不去 这是全省现在面临的巨大问题 现在川南还是一个劳务输出的大厦 怎么把这些熟练的工人安排在本地就业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算了 你一来我就和你说这些 等你熟悉了你就知道了 先住在政府招待所吧 外面的酒店不安全 梁可义说道 嗯 怎么 这里的治安很差吗 丁长生问 既然来了 过点时间你就知道了 这也是因为穷的问题 要是都富了 就没人到过这些破事了 梁可义说道 丁长生看着庄外的街景 刚刚拐过街道的一角 居然看到了十几个人拿着砍刀和棍棒洗劫一家商店 梁可义的脸色很不好看 立刻打了110指挥中心 让他们出警 他们的车也顺势停在那路边 几分钟后 警察来了 可是那些小混混根本不害怕 见警察来了 只是停止了洗劫而已 警察上前也没把人怎么样 只是让这些人滚蛋 梁可义拿手机把这些都记录下来 小混混们滚蛋以后 警察也收对了 这样谁敢投资 这治安环境确实堪忧 丁长生说道 是啊 这都是轻的 严重的时候市民夜里不敢出门 这里历来有帮派的传说 这里的帮派和乡下的宗族势力也勾结在一起 所以工作很难做 这地方本来就不大 亲戚连着亲戚 乡亲连着乡亲 执法难度很大 这事不止一次的说了 可是没多少改观 梁可义说道 司机将行李送到了房间就出去了 梁可义关上了门 快步的走向了丁长生 丁长生还没反应过来呢 就被一个香吻深深的吸住了 接吻是需要情绪的 如果没有情绪的吻 根本不会让人动情 现在梁可义的这个香吻就是动了情的 他真的是很投入 所以当他的香舌深深的深入到了丁长生的口腔时 他是能感觉到他的情绪 他恨不得立刻就把他按在桌子上拉开他的腰带 可是当丁长生的手拉开他的腰带要解开的时候 被他制止了 丁长生一愣 梁可义看向他说 现在不行 我还得去上班呢 看到丁长生的眼神里有一丝的失望 他立刻做了补救措施 虽然穿着高跟鞋有些不舒服 但是依然蹲下来解开了丁长生的腰带 但是丁长生没让他这么做 来日方长 你先去上班吧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多的是 不许在这一时 丁长生捧住他的脸 动情地说 对于丁长生的理解 梁可义很感激 本来丁长生能来 他已经是千恩万谢了 所以绝不想让丁长生感觉到一点不舒服 不满意 竭尽自己的权利 想要讨好的 第924集 梁可义又吻了一下丁长生 说道 我住的地方还可以 请问你去找我吧 我回去做饭 市政府家属院吗 这里没有家属院 穷的连家属院都盖不起 我自己找的房子 小气的治安环境还可以 你可以偷偷去 到时候我给你发个废纸 对了 你想干什么 想好了吗 梁可义问道 既然来了你的地盘 当然是丁梁市长的了 丁长生走过去 在他的屁股上 狠狠地抓了一把 抓得梁可义有些皱眉 但是却有一种热流 洋溢着全身 你好好想想 觉得哪里能发挥你的长处 我可以协调市里的人命 别委屈了自己 我知道你来这里是为了帮我 但是也不能让你委屈 梁可义说道 再说吧 我还真是没想过呢 丁长生说 那你现在就想想吧 想好了 我们晚上讨论一下可行性 梁可义说道 梁可义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关上门之后 立刻给自己老爸梁文祥 打了个电话 汇报听长生来盲山的事情 这事我听仲华说了 仲华给我打过电话 那意思是人到这边来了 要我看着办 我能怎么办 你有什么想法吗 梁文祥问道 我想让他出任市政府 办公室主任一职 你觉得呢 梁可义说 办公室主任 不好 你们两个不能离得太近了 而且他在省政府办公厅 主任的位置上 也没干出什么成绩来 最好是 还是把他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去 再说了 他去哪儿 你说了能算吗 何尚龙能同意吗 梁文祥问道 梁可义在盲山市所有的决策 几乎都是要汇报给梁文祥的 这也难怪 他没有当过这样独党一面的领导 所以很多事不知道怎么决策 试试汇报给他老爸也是正常的 毕竟梁文祥是老江 何尚龙是盲山市委书记 是地地道道的地头蛇 虽然梁可义来了盲山时间不长 已经深深的感觉到 本地这一张被织得密密麻麻的网 很难在这张网之外再有其他的动作了 他同不同意那是他的事 要是丁长生安排不下来 我下面的工作还真的难整开 梁可义说 所以啊丁长生只有一个 你不能事事都指望他 要把他放在最需要的地方去 现在把他安排在你身边 很大程度上施展不开他的能力 到时候你该后悔了 任势权不在你手里 不能一天掉一个岗位吧 所以这事你要考虑清楚再说 梁文祥说道 我明白了 我再想想 他怎么说的 梁文祥问 他什么都没说 我怎么安排他都没问题 不挑的 梁可义说 嗯 你再好好想想 多和他沟通一下 他能去王山 说明他还是在意你 别的话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你自己好好想想 以后怎么办吧 梁文祥说 梁可义当然明白 自己老爸是什么意思 但是丁长生是结了婚的人 自己再怎么折腾 他是不会离婚的 这一点自己再清楚不过了 所以 现在的梁可义 抱着和听长生 多待一会儿 试一会儿的心态 别的倒是没有奢望 梁可义的身份 芒山市的大小领导 都打听得差不多了 要是没点背景 是不会到这个地方来锻炼的 人家只是来这里镀镀金 回去就是等着提拔的 所以梁可义 在很多人眼里 都是一个带折的花骨头 谁要是真的能攀上这朵花 那自己的前途将是一片光明 这位美女市长 在芒山市的一举一动 更是惹人注目 这不 这一次惹人注目的 是他第一次和一个男人 在市政府的食堂里用餐 而且 好像和这个男人 还挺熟的样子 边走 边向那个男人 介绍市政府的建筑 男人的目光是会杀人的 这一路走来 丁长生的身上 不知道被多少男人 如剑般的目光杀了多少次 看来这里的男同志 对我抱有很大的敌意 丁长生感慨道 你不用管他们 都是些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的猪 我根本就不惜地搭理他们 梁可义说道 两人各自拿着托盘 选了自己想吃的东西 然后找了个座位 面对面的做饭 我来的时候 这里的菜 那叫一个难吃 我第一个整治的就是食堂 以前不收费 现在每天每人三块钱 菜的质量上来了 来食堂吃饭的人也多了 吃饭 我带你上街逛逛 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 这里是西南地区 民风彪悍 来的时候你也看到了 大街上就能够打架 还不会被处理 这在东部地区看不到吧 梁可义问道 我算是看出来了 梁书记啊 不是你心吧 亲老子怎么会把你 弄到这坡里面来 丁长生说 梁可义文言 放下了手里的筷子 双手交叉 抱在胸前 他说道 我真是很感谢你 你要是不来 我自从上次收获之后 我就打定主意了 无论下面乱成什么呀 我是不会下去了 我是来锻炼的 我是来修炼的 万一把命搁在这 我图啥呀 现在好了 你来了 我想干点事的激情 又回来了 不然的话 我这就不知道 自己要不要撑下去 哎 你在北远可不是这么对我说的 我是看在你想干点事的面子上 才来找你的 你现在居然说不想干了 丁长生指着梁可义 开玩笑道 我说了吗 我不记得说呀 梁可义拾口否认道 好好好 算我说了 这不是你来了吗 你来了 我就还得继续干下去 不然的话 对不起你这千里迢迢的热情啊 梁可义说 那当然了 我来了 你能不干吗 你就是不想干 我还得干呢 丁长生说 一句话好几个干 再加上丁长生 说这话的时候 一直都在盯着梁可义 梁可义嫌能不懂他的意思 恨不得拿筷子敲他的脑袋 但是刚刚举起手 才意识到这是在市政府的食堂里 这才狠狠的摆了他一眼 我说当了市长 这还长脾气了 晚上再收拾你 丁长生小声说道 想到丁长生刚刚说的 再加上丁长生当恶狠狠的眼神 梁可义像是全身得到了什么暗示一样 开始变得不自然起来 身体也变得扭捏不安 哎 这里是公共场合啊 不要这么没出息好不好 哦对了 待会儿去看看你的办公室吧 以后我也好会把工作 不足的话还真是找不到门呢 丁长生说道 于是梁可义草草吃了点东西 带着丁长生去了自己的办公室 不好意思啊 本来我是该回去做饭吃的 但是今天事多 相关晚了 估计回去菜市场都没菜了 就先在食堂里对付了 进了办公室梁可义解释道 没关系 以后日子长着呢 什么时候吃都行 丁长生说 刚刚坐下 门外就响起了敲门声 梁可义应了一声 外面一个小姑娘 端着一杯茶进来 放在了丁长生的面前 又要给梁可义倒水的时候 梁可义说 中史珍 这位是丁先生 以后他来找我 无论我有什么事 只要是在办公室里立刻汇报 是 梁市长 丁先生 你好 我先出去了 说完就退了出去 小姑娘说完微微鞠躬 然后带上门出去 丁长生的眼睛 一直都在盯着他出去的背影 哎 看什么呢 再看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梁可义白的丁长生一眼说 你这么个地方 穿得这么时髦的 这是我头一个见过 丁长生说 那是 人家是北大的高材省 能回到这地方就不错了 梁可义说 两个人在办公室里待了一会儿 就一起出了市政府大院 市政府无疑是这个城市的中心 所以 从市政府里出去 无论是街景还是建设 都还能讲得过去 只是高楼不多 作为一个县级市 已经算是不错了 这里还不错啊 夜景也不错 丁长生说 去年这里新建了一个小型的水库发电站 不然的话呀 这县城里的电只要是到了下级用电高峰期 就会时不时的断电 到现在还有沙十多个自然村不能通电 这就是茫山市的现状 梁可义说道 这就看你们市政府的责任了 这事你们要是不做 谁来做呀 电业局吗 老百姓就是通了电 也就是看了电视 用了电灯 电业局根本无力可图 但是加险通电 这可是大工程啊 他们才不会去干这些赔本的买卖呢 丁长生说道 说的是啊 现在又要精准扶贫 连电都不通 怎么发展境界 这不是闹着玩吗 梁可义苦笑道 所以基础工程不完善的话 丁长生的话还没说完 梁可义的手机响了 梁可义拿出来一看 是市委书记何尚龙打来的 立刻是以丁长生不要说话 然后接听了电话 何书记 我是梁可义 有事吗 好 我现在省城我会赶呢 龙安镇发生家族协斗 你要立刻赶到现场调解 市区安局已经赶封现场了 我不在家里 你不去不行了 总得有个领导聪明吧 好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过去 梁可义说道 好 注意安全 安全第一 何尚龙在电话里说道 挂了电话 梁可义的脸色很不好看 丁长生问 怎么了 龙安镇发生家族协斗 现在还在乱的呢 何尚龙正中省城往回赶 要我先去现场安抚一下情绪 梁可义说道 那我和你一起去吧 协斗不是小事 说不定还有危险 这是麻烦事 走吧 我跟你一起去 丁长生说道 丁长生和梁可义 一起坐施政府的车 赶往龙安镇 龙安镇是全市最大的一个镇 但是也是最穷的一个镇 因为没什么资源 山地多 多是物农卫生 但是现在农业产出来的东西 都不值钱了 还有就是产出来的东西 多在夏季 夏季都是雨季 山体塌方 一下子就会把路堵死 里面的东西运不出来 基本就是自给自足的情况吧 这个时间点发生血头 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争夺死缘吧 梁可义大致的介绍了一下 龙安镇的情况 很难想象这个时代了 还有这样的事 丁长生说道 车行很顺利 但是也开了一个多小时 其实从芒山市到龙安镇的距离 不超过30公里 山路弯多 根本就不敢开 再加上车上坐的是 市长 上次已经翻车死了一个司机了 现在的司机更是不敢开快 尽管梁可义一直催着快快点 但是司机一直都很小心 到达现场的时候 老远就看见灯火通明的一群人对峙着 中间是镇上的干部 在中间用手持喇叭 再苦口婆心的劝说着 此时车渐渐停下 丁长生先下了车 然后才是梁可义 丁长生走在前面 梁可义走在后面 龙安镇的领导见势力领导来了 一下子松了一口气 虽然刚刚打了一架 但是没死人 现在势力领导来了 要是再发生大规模的卸斗 自己就可以推脱责任 丁长生看到镇领导那喜出望外的脸色 立刻站住了脚步 梁可义还想再继续向前走 但是被丁长生悄悄地拉了一下手 梁可义一愣 也站住了 梁市长 你来了 你来得去好 他们 齐山 现在什么情况 为什么不把人都解散了 都在这干嘛呢 等着管饭呢 梁可义怒道 不是 梁市长 是这样 问题没解决 他们都不回去 我能有什么办法 你作为政党委书记 还是本地人 这点事都做不了吗 这些人你都认识吧 这点面子都没有 这大半夜的 还有梁市长亲自跑一趟吗 丁长生质问道 这位是 齐山一愣 看向梁可义 那意思是这谁呀 哪来的呀 你现在立刻把他们都劝回去 有什么事 明天到镇政府派代表处理 市公安局的人呢 怎么没来 丁长生看到现场 只有几名警察 并不像梁可义说的那样 市公安局的人已经来了 市局的人没来啊 市里没来人 你们是第一个 齐山疑惑的说道 丁长生悄悄的拉了一下梁可义的衣服 然后两个人走到了一边 这事有些不对啊 和尚龙不是说市局的人来了吗 现在这情况 要是真的发生邪斗 我们是白搭的 吴北达就不错了 根本制止不了 你要是有解决的办法 就出面讲几句 要是没成熟的方案 不要轻易表态 看看现在这情况 你无论说什么 一方总会认为你是在偏袒对方的 所以一旦局面失控 根本控制不了 好在是现在不打了 让他们派代表到真正府谈 不能的在这里谈 谈也谈不一起去 丁长生说 于是丁长生要连可义先上了车 自己一个人走向了骑山 让他们到真正府谈 派代表去 多派几名代表也行 告诉他们 谁要是再打人 坐牢是少必要的 梁市长身体不舒服 到真正府等着你们 从现在开始 出了事还是你负责 别以为领导来了你就没事 丁长生说完 就回身向车走去 然后开车离开了现场 骑山一下子静呆了 回到了现场 看着两边的人说 都别演了 去真正府谈吧 这里谈不成了 因为在来的路上 梁可义一直都在说 龙安镇很穷 但是真的到了 镇政府的时候 丁长生还是被眼前的一幕 给震惊到了 因为镇政府修的 比东部某些乡镇的政府 要气派敞亮多了 下了车 丁长生没有立刻跟着梁可义 进这座三层的欧式小楼 而是在院子里看了看 然后拿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感觉这里挺有意思的 十多分钟后 龙安镇党委书记 骑山开车回来了 车上还拉着几个人 随后镇政府来了更多的人 丁长生和梁可义站在二楼的走廊里 看着院子里黑压压的人 颇有些无奈 骑山明明可以控制局面 为什么还非要视力领导来呢 丁长生问道 梁可义摇摇头说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种事 但是好像泄斗是这里的传统 一言不合就拔刀 你们也发现吗 在盲山市也是这样 老百姓是被允许带刀上街的 他们说这是这里的传统习惯 砍刀在老百姓的生活中 有很大的作用 但是因为行凶铺垫了很多方面 梁市长 我们在会议室里坐吧 骑山安排好之后 过来请梁可义进去调解 丁长生没进去 这种场合要是再敢行凶 那就是骑山的责任 所以在会议室里打不起来 要打也会在院子里打 好像是商量好了似的 院子里的人也是分开坐下 以中间的旗杆为中心 精卫分明 丁长生慢慢躲步下楼 然后到了院子里 河道处都是泥泞的土路不同 院子里也是青衣色的水泥地 可以说镇政府的建设是真的不错 在院子里的宣传栏里 丁长生看到的都是一些照片 打开手机的手电筒 想看看这些照片都是些什么人 近年来政府也学着西方政府搞政务公开 但是学的是不伦不类 西方政府很少有那么一瞒不公开的 但是我们这里只是公开一些领导的照片 顶多再公布领导的电话 打过去基本都是专门接电话的在接听 领导的私人号码 岂能是真的对社会公开的 那还不得被打爆呢 丁长生看看照片栏再看看楼上 很奇怪的是 这样的事怎么只有党委书记齐山出面 镇长去哪 这公开栏里明明是有镇长的 怎么没来呢 为什么大家 丁长生走到一旁 问其中一个穿着民族服装的小伙子道 丁长生也认不出来他是哪个民族的 反正和汉族的服装是不一样的 打架还需要理由吗 老爹说打就打咯 老爹 到楼上去了 你去楼上问问吧 不要来问我们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这小伙子也是够实在 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就和人家打 丁长生上了楼 看到梁可义坐在椭圆形桌子的顶端 旁边坐着骑山 党政办这个时候也热闹起来 来了不少候着这边的动静 丁长生看得出来 别看梁可义心眼多 惊得和猴似的 但是遇到这样的事 他还真是不好拿主意怎么办 坐在那里 梁可义一筹莫展 只是拿着笔记本在记录这些人说的 因为有些方言听不懂 还要停下来问问 齐山这些老乡讲的是什么意思 你们这些人 就不能相互体谅一下吗 就是因为那么一点水 每年打都不可开交 大家互相忍让一下不就完了吗 不能自己活不让别人活吧 齐山拍着桌子怒道 丁长生看着他的表演 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了汽车刹车的声音 丁长生扫了一眼 这才看到是警察来 来了三辆警车 下载十多个人 看起来风风火火的 但是这些人停在院子里 也没啥动静 也没啥动静 好 来吧 感谢观看